殷瑾回到自己院落里,屋里亮着一盏灯,将她的身影拉长。 在报卫青回来时,殷瑾手上不可避免地沾了她的血迹,眼下她站在洗脸架前,用清水进了手,不仅不慢地擦拭手上的水珠。 锦衣卫在她屋里听命。 殷瑾咸淡地问,今晚布正使身边见过卫青模样的人,一共有几个。 锦衣卫道,布正使近身携带的随从,一共有11人。 殷瑾将使水的精子随手放在一旁,道,做干净鞋。 锦衣卫领命而去。 这一夜难眠的,不仅蔡夫人一个,蔡征也是无心安睡。 首先是卫青受伤回来,然后又是连夜送来的消息,道是堂堂行省,支掌不正使,在黎庄园里遇刺了。 蔡征一拍脑门,哎呀,殷都路不是才从那个地方回来吗? 她不确定这件事是否与殷瑾有关,但这一夜锦衣卫出动频繁,看样子是去做善后工作了。 蔡征第一时间到殷瑾院里来,看见殷瑾刚吩咐身边的锦衣卫去办什么事, 几名锦衣卫眨眼就消失在夜色里。 房门半敞着,油黄的灯火从门框里云了出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般,趁那一方宁静幽远。 蔡征快步走上台阶,心焦地问道,殷都督,不正使到底是怎么回事? 殷瑾朝门口看了一眼,道,这么快就收到消息了。 蔡征道,听说杀她的人是名白衣女子。 顿了顿,又问,为轻的伤,是怎么弄的? 她问这话时心情就比较复杂了。 内阁重组,时局当前,不正时乃,堂堂正三品命官,殷瑾就算要除掉,她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动手。 那白衣女子到底是何方神圣,谁也不知道。 魏清今天和殷瑾在一起,是锦衣卫当中唯一的女子,她回来时又是受伤昏迷,血都如湿了大片衣袖。 实在不能不让蔡征怀疑。 殷瑾侧身看着门口的蔡征,眼神是惯有的随和温浅,片刻道,方才没听清楚嘛,她就伤崩了。 蔡征咽了咽口水,甚至不能再继续问下去,干笑道,哈哈哈哈,也是姑娘家细皮嫩肉的,一不小心就扯破了伤口,很正常的嘛。 关于妙兰的是,魏家瞒得密不透风,外人只知魏词书原配病逝,而不知其中内情。 当然,蔡征也不可能会知道。 一二蔡征左思右想,也想不出魏卿有什么动机。 相反,魏家和不证实走得近,魏词书还曾多次靠不证实提携。 况且,不证实为人谨慎,出行护卫从不离身。 魏卿只是个弱女子,哪能打得过人家训练有素的护卫啊。 行刺的是个白衣女子,她又不是穿的白衣,不是她不是她,肯定不是。 这么一想,蔡征顿时心宽不少。 不证实平时里是个什么东西,捧在一个官场,蔡征还是知晓一二的。 那老东西被刺杀身亡,绝对不可惜。 蔡征不担心别的,最后道,只要英都督别与这件事扯上关系就好。 英警道,将来她会感激我。 扯上关系的是魏卿,她不过是顺手拉了她一把,某人当然应该感谢她。 那位新手府若是想以此对付她,那就要看其舍不舍得了。 当晚,梨庄园里所有人一个个派查,不证实的随从护卫兵派查到最后都没有找到那名行字的白衣女子。 爱个房间搜下来,倒是在一间杂屋室里找到了那身染血的白衣。 梨庄园里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行,而见过白衣女子容颜的不证实的近身随从立刻赶往府衙,找了画师来, 要把那女子的画像画出,即刻贴往城中各处榜台通机追拿。 府衙内的灯挑得十分明亮。 画师在几个随从的描述下,大致画出一个女子的模样来,又多番进行修改。 反反复复,最终才确定最后的刺客画像。 可是还不及带着画像去张贴,夜色里一道道黑影极快地跳跃闪烁, 朝内明亮的地方利落地行进。 随后那滚热的鲜血被一刀抹开,一簇簇洒在透亮的格子沙上。 与此同时,还有几个近身随从自离双园出来,于漆黑的项目中遭到突袭。 早在晚宴过后,殷景便仿佛料到今夜注定难连似的, 所以事先在离双园里时才靠在床榻上休息了一会儿。 眼下锦衣卫披着夜色回来时,她房里的灯还亮着。 锦衣卫进去禀道,大都督,一共十一人,全部处理干净。 说着,她双手捧着一张画像,呈给殷景。 殷景随手接过,悠闲地打开来看,只见画上所描绘的女子,容颜已与魏青有六七分相似。 殷景看了两眼,又缓缓地叠起来收好。 到天亮时分,全程戒严。 魏青睡足了一晚,到第二天早上才苏醒。 她微眯开眼,晨光溢进屋子里,发现这不是她的封小院。 丫鬟见她醒了,立刻去通知蔡夫人。 随后蔡夫人进来了,魏青才得知她在蔡府留宿了一夜。 昨晚是殷景把她带回来的。 手臂上的伤也处理过了。 在蔡府用过了早饭以后,魏青坚持回魏家去,蔡夫人拦不住她,只好派人送她回去。 此刻蔡征和殷景都不在,出了这么状大事,当然不可能闲在家里。 魏青一回魏家,就遇上魏慈叔正从里面出来。 显然她一晚上也没有空着,回来稍作洗漱修整后,又匆匆出门。 见到魏青,魏慈叔得知她一夜未回,便在门前定了定脚步,神色冰冷地看着魏青从马车里出来, 道,现在翅膀硬了,夜不归宿,连自己本家姓什么都快要忘了。 魏青神色平和,上前道,昨夜晚宿在异母家中,京城一早便匆匆赶回来,向父亲道喜了。 魏慈叔道,道什么喜? 魏青抬头,看着她道,昨日听大嘟嘟说,京城下来的调令已经在路上,不日便会抵达。 现在魏慈叔被刺杀而亡,那升迁回京的不就是父亲了吗? 故而恭喜父亲。 魏慈叔相当震惊,能重新回京任职,根本不是这地方官所能比的,这是魏慈叔多年以来的夙愿啊。 可魏慈叔同时震惊于,这话居然从魏青口里说出来,让人听起来莫名觉得魏慈叔的死正好与这升迁调令有关一般似的。 魏慈叔眉头一跳,他可什么都没做。 可是他心里竟忍不住窃喜起来,倘若真是这样,那不证实死的正是时候。 魏慈叔眼整神色,喝道,休得胡言乱语,还不赶紧进去。 魏慈走进魏家大门,回头看了匆匆而去的魏慈叔一眼,不知可否地勾了勾略显苍白的嘴角。 他可没忘记,昨晚不证实的那几个随从亲眼见过他的模样,若是今日通缉他的画像张贴出来了,估计得有一阵子不能出门。 就算他画像画得有几分似他,让魏慈叔知道这是个非常时候,到时也定会想方设法的帮他摆脱嫌疑的。 难不成还没等调令下来,他魏慈叔的女儿就要被冠上杀害不证实的罪名。 魏慈杀人是小,可不证实和魏慈叔关系正微妙,魏慈叔就难保不被怀疑是借此上位。 魏慈叔若是不保魏慈,魏慈一旦出事,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把魏家一起拖下水的机会啊。 那时候别说调人升迁了,魏慈叔功名前程都有可能惊悔。 当然,此时魏慈叔还不知道,那调令上定的人选本来就是他。 魏慈风轻云淡地转身,回了风小院。 他让依兰留意打听外面的情况,看看城中各处榜台上是否有通缉画像出来。 这几日,依兰每天都要往外跑一趟,回来时皆是摇头道,奴婢打听了,好像凶手没抓到,可通缉的画像也没出来。 魏慈颠着下巴思存,没画像他们怎么抓人。 依兰就他新打听来的八卦与魏慈说道,死的还不止不证实一个呢,奴婢刚听说,他身边那些个亲信,也都在一夜之间全死了。 魏慈一愣,依兰凑过来道,很邪乎吧,肯定是不证实,平时作恶太多,被仇家给杀了。 等魏慈想起来要去问问殷景的时候,再去蔡家时,被告知殷景已经离开回京了。 他一声不吭就走了。 魏慈回头想想,好像他也没必要告知自己他要走了。 但是那天晚上的事,总归还是靠他帮了大忙。 魏慈几乎可以肯定,不证实的那些随从,也是他让人干的。 不然能处理得这么干净利落吗? 最终,不证实一案成了一桩无头选案。 城里戒言多日,也没能抓到凶手。 城里百姓多多少少都有些怀疑,才一出宁案,就回京的大都督。 当然百姓们心里也痛快,毕竟不证实不是什么好官啊。 这时候蔡征主持城中大局,便站出来辟谣,大都督办案时都是用锦衣卫,抄家夺命哪次不是光明正大的? 这次刺杀行凶的是个白衣女子,分明不是大都督的手段吗? 况且,不证实好色诚信,因此惹了仇怨惨遭杀害,也在情理之中。 大家一听,哎,好像很有道理啊。 于是,这件事的热潮就慢慢地退了下去。 剩下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而魏家又恢复了平静的日子。 魏卿待在封小院里养伤,手臂上的伤日渐好转,气色也养回了许多。 魏慈叔每日焦急地盼着京城的调令尽快到来,无暇顾及其他,而老夫人念及魏卿今非昔比,也没再多加为难。 对待她也比以往公平亲和了一些。 但魏宅的后院里,能安宁一时,却无法安宁一室。 现在和周家的婚事没有了,殷景也已经离开了,先前失事的徐氏便又蠢蠢欲动起来。 这段时间以来,魏姨娘在魏慈叔面前是抢尽风头,已经让徐氏恨得牙痒痒。 魏穷拘劝她千万沉住气,越是在魏慈叔面前撒泼,反而越是遭到她的厌恶。 而魏姨娘每次见到徐氏都逆来顺受,完全一副受欺凌的楚楚模样,而徐氏越是朝她发威,就越是中了她的忌了。 魏姨之计,徐氏只有变回以往审视夺势,善解仁义的样子,才有可能重获魏慈叔的宠爱。 她要先把魏慈叔抢回来,再去好好收拾魏姨娘那个贱人。 然而,是魏得逞,就又先上了另一时段。 魏姨娘近来食欲不佳,清晨在老夫人那里去请安时,还晕倒了。 当时魏姨在场,便给魏姨娘整慢一看,魏姨娘竟是有孕了。 老夫人回过神来,谢天谢地,欣喜万分,连忙亲自把魏姨娘搀扶过来,让她靠在自己的罗汉床上。 魏姨娘受宠落惊,连忙要起身,老夫人脸上笑开了话,道,好生躺着,你刚有孕,怎么能动了气? 肯定是平时不注意,才会晕倒。 说着,就让王嬷嬷去准备这样那样的吃食,还吩咐下去,以后魏姨娘的膳食,依应精心准备。 魏姨九坐在魏姨娘身边,甜甜笑道,昨日娘还说,她做了个噩梦,梦见一条大蟒蛇,缠着她的肚子呢。 没想到,今日竟有这样的喜事。 老夫人一听,大喜过望,又神情激动,道,梦到了蟒蛇。 那可是要生男孩才做的梦,老夫人恋爱不已地看着魏姨娘,祖宗保佑,这回我可又要添一个孙子咯。 魏姨娘神色略显不安地看向魏姨九,魏姨九脸上甜美的笑意不变,手上一下一下地安抚着魏姨娘。 魏姨居在一旁,美丽的脸上尽管收敛着,也仍是晦暗不已。 这个家里她是嫡女,回来一个魏姻,没能嫁去周甲,还害得她生名狼藉。 现在魏姨九的圣母又有孕,若是再生下一个儿子,难道魏姨九来日也要爬到自己头上去吗? 看着魏姨九和梦姨娘的老夫人如此垂怜,简直刺眼得很。 魏姨居请完安退下时,老夫人也未过多留意她,现在对她真真是冷淡。 而老夫人留魏姨九和梅姨娘在她院里吃过了午饭才回去。 魏姨从老夫人那里出来时,依兰便忍不住道,要是夫人知道梅姨娘怀孕了,还不知会如何反应呢? 这魏姨九和梅姨娘到底多想要这个孩子,大约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既然如此在乎,梅姨娘岂会不关注自己的身体,偏偏要在今日给老夫人请安时晕倒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魏姨眯着眼,似笑非笑道,这位家,安顺日子不好过呀,总得闹痛一点才好。 魏穷居匆匆匆去到徐氏那里,第一时间把梅姨娘有孕之事告知给了徐氏。 徐氏这两天好不容易端起来的宽容大肚,请客被打回原形。 她在房里又砸又骂,那个贱人才两天没看住她,肚子里就有了肿,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野肿,就凭她也配给魏家延续香火。 她不能让那个贱人再生下一个孩子? 绝对不能。 魏子龟才是魏家唯一的男丁,若是梅姨娘再生下一个男丁,以后和魏子龟争宠怎么办? 徐氏一定要保证魏穷居和魏子龟的地位,不受任何人威胁。 晌午过后,魏穷九和梅姨娘回到了自个院子里。 梅姨娘忧心忡忡道,你怎么跟老夫人说我做了那样的梦,这是男士女孩未可知,不过要将来是个女孩。 魏穷九笃定道,娘只要认定这次怀的是个男孩,将来就一定是个男孩。 她就指着这一胎生男儿翻身呢。 只有梅姨娘生了个儿子,往后她和梅姨娘在这府里的地位才会不一样。 魏慷书回来,知道梅姨娘有孕过后,亦是非常高兴。 老夫人对此事极为重视,还特地开词,禁告先祖,以求先祖恩责保佑。 彼时老夫人进完乡以后,处着拐杖回转身来,眼神直直看向一脸急愤的徐氏,当然知道梅姨娘怀孕最不甘心的就是她。 老夫人开口道,徐氏,你身为当家主母,维护魏家香火依不容辞。 梅姨娘这一胎若是有个闪失,我为你是问。 徐氏不服,张口就要反驳,老夫人又冷眼道,要是你连这点容人的度量都没有,这点事都办不好,你也该从主母之位退下来了,还是做回你的妾事吧。 魏家的主母夫人会另则贤能。 徐氏气急,还不带发作,魏穷居先一步站了出来,回道,祖母放心,母亲一定会多加照料的。 从祠堂里出来,徐氏咬牙切齿地愤愤骂道,老东西,就知道拿着是威胁我,魏家全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 想当年,徐氏给魏慈叔前前后后打点的时候,哪一样不是尽心尽力? 魏慈叔用得着他的时候就和他,嗯,哎,现在用不着了,就一脚把它踢开,不闻不问。 如今老夫人一番话撂下了,徐氏哪还能打魏姨娘肚子的主意。 魏姨娘只要一出事,第一个吃亏的就是她。 徐氏愤恨的眼神里,夹杂着丝丝怨毒。 这老东西,果真碍事得很呢。 魏姨娘养胎期间,魏穷九又开始往封小院频繁走动。 她见了魏清,换二姐换得十分亲热。 看魏穷九的精气神,应该是从上次溺水事件中恢复过来了,而她看起来和魏清也没有半分的不愉快。 一蓝在旁试了茶,魏穷九一脸认真道, 二姐,上回多亏了你及时出现救了我,否则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兴许,我就再也见不到二姐了,更见不到家里的爹娘和祖母。 她红着眼圈对魏清道,所以我是真心实意想感谢二姐的。 那天晚上我本来是去树林后面洗澡,哪一想到后来大都督也去那里洗澡, 我太紧张了,一时采滑才会溺水。 魏清笑了笑,道,我都明白,性命攸关,三妹不会开玩笑的。 魏穷居眼烧,挂着晶莹的泪,无辜又可怜,二姐,相信我就好。 她试了试眼角,紧接着又道,魏姨娘现在有了身孕, 外面的大夫我不放心,向祖母请示过, 想来请二姐给姨娘开几副安胎药,不知二姐可方便。 魏清道,没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安胎的药方都是一样的, 因而三妹想找谁,开安胎药都一样。 最后魏穷九无功而返,出了封小院,她手里紧揪着手帕,面目沉沉。 魏清若是肯试药,到时候不管出了什么差错,都可以把她拉进来。 可是现在这个魏清,根本不肯和这是扯上关系。 搞得魏穷九,想事先筹谋准备一下都不能。 尽管有老夫人发话了,但是赵徐氏的脾气, 若是能抓住机会,一定会想尽办法摆脱责任, 让梅姨娘这一胎生不成。 伊兰目送着魏穷九走出封小院后,撇了撇嘴,回头对魏清说道, 三小姐刚下山回府时不是跟大人告状说二小姐让她煮饭干活吗? 怎么这会儿摘得干干净净的了? 她要不知道大嘟嘟在林子后面洗澡吗? 说来谁信? 明明就是勾搭不成功,还倒打一耙。 魏清看她一眼,道,那不然怎么说,毕竟面子得要, 塑料姐妹情得维持吗? 魏穷居听说近来魏穷九和魏清走得近, 唯恐着两人凑在了一起。 这日从老夫人那里请安出来,魏穷居在后花园里等着魏清。 魏穷居对魏清恨之入骨,若不是她, 自己不可能像现在这般对受冷落和嘲讽, 而她却过得甚是滋润,先有大都督与她纠缠不清, 后又有都指挥使任她做义女, 以至于现在连老夫人和魏慈叔都对她另眼相看。 但看见魏清走来,魏穷居还是破天荒地和她一起逛了一会儿花园。 魏穷居道,好像最近二妹和三妹的关系格外要好呢? 魏清不置可否。 魏穷居便又冷笑道,三妹这人看起来乖巧懂事, 可事实上不一定如她表面上这般。 她停下脚步,看着魏清, 你知道为什么魏家把你丢在乡下几年, 任你自生自灭,却又突然想起要把你接回来吗? 魏清挑了挑眉,道,难道不是给大姐姐替嫁? 魏穷居居傲道,人本要替我嫁人的是三妹, 可是是三妹说向下还有个弃女, 让弃女替嫁比让她替嫁更划算。 现在你应该知道她是怎样两面三刀的人了吧。 魏清问,大姐姐告诉我这些是为何? 魏穷居道,当然是让你看清楚, 莫要被她利用了都还不知道。 魏清就笑了,道,哦,大姐姐认为我这么好把控的吗? 她脸上的笑容,不管过去了多久, 都让魏穷居简直心里发毛。 魏穷居突然意识过来, 这个人当初带把周浩打成那样, 把周卫两家挑拨成死敌, 他会对付不了魏穷酒吗? 要是有机会,魏穷居真是迫不及待想看看, 魏穷酒真的挑战了魏清的底线后, 魏清会怎么收拾她? 魏穷居意识揉揉一笑,道, 我只是好意提醒你,你好自为之。 转身时,那满脸笑意便化作了恨意。 眼下虽不能把魏清怎么样, 但总有一天, 他会把自己所遭受的一切都还给他。 在魏慷叔苦苦期盼中, 调令终于送达, 到了魏慷叔的手上。 魏慷叔正式升迁为户部尚书, 官居正二品, 择日举家迁往京城就任。 魏慷叔满脸喜色地将调令拿回来, 老夫人看了一遍又一遍, 激动地直抹眼泪, 老天有眼, 让我们魏家终于又有了出头之日。 魏家祖籍本在京城, 无奈几年前遭贬此地, 老夫人和魏慷叔最大的心愿, 便是能够在理直气壮地回到京城去安家落户。 如今总算是心愿得长了。 老夫人急忙命全府上下打包收拾, 择日启程去京。 连日里, 魏宅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魏慷叔更是忙于应酬, 登门来贺喜的下属官员陆续不断。 他当然不忘新首府的提携之恩, 还回了书信表明心计, 等进了京以后, 就是新首府一党的文臣了。 魏琼居和魏琼酒则各自做着京城贵女的美梦, 暂且相安无事。 魏清反应很平和, 在魏家上下都欢喜去月时, 他带着依兰去了趟蔡家。 蔡征也已经收到了消息, 见了魏清来, 便笑道, 这两日常听你义母念叨你, 现在来了, 就快去看看她吧。 说来惆怅, 魏清还没认这义父义母多久, 便要与她们分别了。 魏清此行来, 是来向蔡夫人告辞的。 蔡夫人见了她还未开口说话, 眼泪就流了下来。 魏清见状心头一软, 给她示泪, 便笑道, 义母哭肾。 蔡夫人道, 你这孩子, 是不是与我母女圆宝, 这还没多久就要走。 魏清道, 我是去京城呢, 又不是去别的什么不好的地方。 义母和义父以后有机会, 也会去的不是。 这时蔡征和蔡从走了进来。 蔡征心疼道, 快别哭了, 还要闺女来安慰你。 魏清去京城不是坏事, 况且京城里还有阴都督看着, 不会差的。 魏清点头硬鹤, 就是, 随后魏清教了丫鬟, 怎么制作和保存干花的方法, 又与蔡夫人和蔡征道, 我不在的时候, 义母要注意身子, 我留了些药在这里, 若是义母有样, 用药没笑的话, 一定要写信给我, 我会赶回来的。 蔡夫人劝都劝不住, 这下哭得更凶了。 她搂着魏清道, 魏家人带你不亲, 你不如留在我这里, 我带你必定是如己出, 孩子, 你说好不好。 魏清已在蔡夫人怀中浅笑, 道, 若是可以承欢膝下, 谁又愿意寄人篱下。 只是可能不行啊, 我还有事情没做完, 若是等我做完以后, 义母还愿意留我, 我一定赖着不走。 魏清从来没想过, 她会在这个地方, 和别人产生感情上的羁绊。 这对于她来说, 明明是不必要的东西, 可是却日复一日, 让她感觉到温暖, 舒服。 有人因为她的离去而不舍, 有人因为见不到她而落泪, 有人关心她, 牵挂她。 魏清在蔡家留了大半日, 走的时候, 是蔡从把她送出来的。 蔡从叮嘱道, 京城乃是非之地, 你这一去, 诸事小心。 也不要忘了来信, 要是遇到什么困难, 不妨在信上说一说, 爹在京城里多少有点关系, 还能替你解决。 魏清在门口停了停, 对蔡从笑了笑道, 多谢一兄, 也烦请一兄多照顾一父一母。 蔡从点头, 魏清便抬脚走出蔡家大门, 蔡从刚想跟上, 她便头也不回地道, 一兄请止步, 就送到这里吧。 她见魏清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不由换道, 魏清。 魏清终于才肯蹲下脚, 回头看来。 蔡从略有些复杂地看着她那张 亲历到韵制天成的脸, 她有一双宠辱不惊的眼睛, 一切光景在她眼里, 仿佛都是尘埃落定的样子。 蔡从走出门来, 下了几步台阶, 站在魏清面前, 忽而低声地问, 你语音都督, 其实没什么, 对吗? 魏清依然波澜不惊地看着她。 她又道, 若是有个什么, 她不会请父亲收你为义女。 魏清扬唇而笑, 云淡风轻道, 对, 我们什么都没有, 不过一场儿戏。 当时骗了一兄, 是我不对。 蔡从张了张口, 相对无言。 没想到她居然这么大方地承认了。 若要是早听到这些, 她可能不会放弃。 可是现在魏清成了她的义妹。 后蔡从道, 遇到了麻烦, 一定要写信来。 入秋后, 魏家举家迁往京城。 魏家在城里的宅子还是继续保留着, 并留下一部分徒人, 看家守宅。 没姨娘有孕, 老夫人身体又不好, 烟行程很是缓慢。 等抵达京城时, 已是深秋时节, 山间到处都是红风凌染, 风景美不胜收。 天空呈电缆, 而不带一丝杂质, 晴朗得连一丝云烟都不见。 阳光像被筛子层层过滤, 最后亮成了橙橙纯粹的金色, 洒满漫山垫野。 这样秋高气爽的节气, 任谁见了, 心情都会好。 彼时, 魏清站在京城的城楼下, 那城楼高耸威额, 士兵于城头而立, 城中繁华可见一般。 魏清年幼时虽然在京城住过, 可对这里已经不剩多少印象。 进城以后, 城内街道宽阔, 屋舍林立, 车水马蒙, 以及来来往往的行人, 与行省周城又不可同日而语。 魏家老宅尚在, 只不过很久没住人, 眼下回来, 许得里里外外地收拾一番。 在这里, 以前魏清的院子最讲究, 现在物是人非, 他住过的那个院子, 被魏穷居理所当然地霸占了去。 而魏穷居把他曾经又窄又偏的小院, 让给了魏清。 虽然位置和朝向不同, 但地方大小和封小院差不多, 魏清还叫他封小院。 魏慈叔要为上任做准备, 左右打点少不了, 而家里也需要添东西, 还要布置新的下人。 从周城带来的这点仆人, 只有以前的一半哪里够用? 只是今天刚到, 晚上也只好将就一下。 等到了明天, 徐氏准备去京城铺子里找人, 并支点银子来开销。 说来那些京城里的铺子, 地气虽然交给了魏清, 但还是徐家人在经营。 老夫人不懂经商, 也骨子里有些瞧不起商骨, 只要有钱收, 交给徐家打理总比交给外人好。 一听徐氏要去支银子, 老夫人才多少念起她的一点用处来, 对她的脸色有所缓和好转。 第二日一早, 徐氏便打扮得光鲜亮丽, 破天荒地来给老夫人请安。 到了这京城, 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衣着仪容自然要最好, 免得以后让经理的这些 眼高于顶的官妇贵人们瞧不起。 老夫人见了她也没话可说, 只言辞警醒魏家的女眷们, 以后在这里一言一行, 举止一度都要格外注意。 徐氏以往保养得甚好, 今日容光焕发, 封印尤存, 让魏慈叔不由多看了两眼。 她嘴上不说, 心里还是颇为满意的。 等警安过后, 徐氏便带着贴身丫鬟 前往京城铺子里找徐家人。 可是徐氏这一去, 一上午迟迟不回。 魏慈叔不在家, 她正去拜访一望在京里的旧事。 老夫人在家里左等右等, 等不到徐氏回来, 不由气血上涌, 脑门真真昏重。 王嬷嬷道, 夫人莫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老夫人气闷道, 有小丝丫鬟跟着, 她能出什么事? 难道是徐家人见我们回来了, 怕我们收回铺子, 他们翻脸不认人了不成? 王嬷嬷安慰道, 那哪能啊? 大人现在可是户不上书, 他们八姐都还来不及呢。 老夫人想象也是, 只好平心定气, 再等一会儿。 她一点都不担心徐氏出门遇到什么不测, 她只担心徐氏能不能把银子拿回来。 为慈叔打点上级, 少不得要花许多银子的。 临近中午时, 徐氏终于回来了。 哪想她一进门便骂骂咧咧, 老夫人见状心头一沉。 老夫人开口就问, 银子呢? 徐氏兜着一肚子火气, 削尖了嗓子道, 什么银子, 一个字都没有。 那些铺子, 全部被人霸占了去, 我徐家的人一个不剩, 全都被赶出来了。 老夫人怒急, 顿着拐杖开口道, 什么人如此大胆, 天子脚下竟还干这种强占私产的事, 还有没有王法了? 徐氏气冲冲道, 他们说他们有房气地气, 你说还能有什么人这么大胆? 徐氏话一出口, 老夫人就沉默了, 怒气久久不消。 这要是不提, 他和徐氏都快忘了, 当初要为金替驾驶时, 把那些铺子的房气地气都交给了魏青。 当时他们以为房气地气只不过是一张纸具, 重要的还是, 兔子继续拿捏在他们手上, 有他们经营, 也没什么大碍。 可谁曾想, 魏青把那些东西转手就交给了阴景?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么快魏家竟又搬回了京城。 这下子好, 京城里办事任这些纸具的, 那大都督关系和其同打, 真要是把铺子拿了去, 魏家当然一个字都再得不到。 等魏慈叔回来知道了这个情况, 一家人都十分郁闷。 老夫人做主, 把魏青叫到正堂上来, 彼时老夫人坐在主位上, 魏慈叔和徐氏坐在一旁。 徐氏一看见魏青进来, 就快要欺诈了。 都是因为他。 害得现在徐家的人被赶走不说, 徐氏现在还没有银子花。 老夫人知道魏青的脾气, 对他强硬不得, 心里再大的火气, 也要和蔼可亲地把眼下的情况跟魏青说一下。 老夫人想让魏青出面去找殷景, 把铺子拿回来。 魏青了解过后, 道, 祖母想用我娘的遗产来补贴家用事吗? 徐氏将冷着面皮道, 我们一家人大老远地到京城来, 且不说这么多人的吃穿用度, 光是你爹要打点关系就得花钱。 魏青啊, 现在我们家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只有你爹先站稳的脚了, 我们才能有好日子过。 徐氏总算是说了一番像样的话, 老夫人和魏慈叔接点点头。 魏青看了看这三人, 道, 这与我娘有什么关系? 我娘都不在了, 她没日子可过呀。 老夫人面色一顿, 微沉着脸道, 你可还是魏家的女儿, 妖兰不在了, 那些东西是你的, 你就有责任为魏家尽一份力。 魏青, 你母亲说得对, 现在可不是你闹脾气的时候, 多少金钟达官显贵等着看笑话呢, 你就去找一找大都督, 让他通融通融。 魏青笑了笑, 道, 祖母说得甚有道理, 只不过大都督贵人是多, 哪能是我想见便见得了的。 不如爹先往大都督府送个拜帖, 若是大都督肯接见, 我定好好向大都督说, 魏慈叔冷哼, 以他现在的立场, 怎么能轻易拜见大都督? 可是魏青的话偏偏又没毛病, 他身份低微, 他想见大都督不是那么容易的。 除非是大都督主动见他。 这时魏青又微笑道, 祖母和母亲在周城时不是还有几间铺子吗, 平日里定是存了不少私房, 这个时候是该拿出来给爹的前程锦上添花了呀。 老夫人和徐氏面色各异, 徐氏当即反咬一口, 你不是蔡家的义女吗? 上次蔡家不是才送了你两百两黄金, 是时候交出来补贴家用了吧? 那黄金徐氏可是惦记了好久呢? 魏青悠悠道, 家里紧迫, 做子女的责物旁贷, 我有点积蓄, 大姐姐在家中养尊处优这些年, 又怎会没有呢? 这样吧, 不如我们做子女的一人出一份, 大姐姐身为嫡长女, 她出多少, 我们做妹妹的便跟着出多少? 徐氏, 你。 他拿想, 魏青狡猾至此, 竟轻轻松松就把矛头拨了回来。 魏青笑笑, 温和地看向徐氏道, 当然母亲肯定也是要出一份力的。 老夫人一听, 家中子女肯出钱, 那当然是好事, 能缓解不少的压力, 不然还指望让她自个掏大钱吗? 于是, 徐氏还想在反驳时, 老夫人当即做出决定, 亲丫头的这个主意甚好, 就按照她说的来, 每个子女各出一份, 我和徐氏再各出一份。 这样一来, 徐氏有一子一女, 再加上她自己, 可不就是得出三份? 徐氏叫嚣道, 老夫人这不公平, 凭什么你们一人出一份, 我却得出三份? 老夫人冷声道, 你身为当家主母, 当然任重道远, 你若是嫌自己子女多, 可以过计一个到别人名下。 徐氏哑口无言, 值得恨恨地磨了磨牙。 徐氏和老夫人各有私产, 这些年用的都是妙兰的嫁妆, 他们各自的私产岂会有少的。 为了魏慈叔的前程, 在心痛也得要拿出来。 等魏慈叔的关系都打点得差不多以后, 对京中的人士也渐渐熟悉起来, 上任相关事宜都进行得十分顺利。 魏慈叔是新首府亲自提拔上来的, 这点代表以后, 他实实在在是首府手下的人。 听说首府脚脚英才, 人中龙凤, 乃是历朝阁老中选拔出来的最年轻的首府, 深得当今皇上的信任与器重。 可是魏慈叔深知自己与这位新首府并无交情, 以前魏慈叔在朝为官的时候, 新首府或许依在朝中或许不在, 反正魏慈叔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时魏慈叔眼光甚高, 即便是同朝为官, 兴许看也不会多看他一眼。 现在魏慈叔内心十分忐忑, 但任他曾经没有做过什么让新首府戒怀的事。 在京城安定下来以后, 魏慈叔怎么也得亲自登门去拜访首府, 于是他往首府府上递了拜帖。 然而, 令魏慈叔想不到的是, 首府没有接受他登门拜访, 却反而要上魏家来看一看。 这简直让魏家上下受宠若惊。 若是能得首府赏识, 以后魏慈叔在朝中可谓是贫不清云啊。 于是乎, 魏家一扫之前的阴霾突然变得十分阔绰, 装点家中上下, 添尽了一批名贵食材, 准备款待首府所用。 有了前车之鉴, 这次魏慈叔并没有告诉徐氏, 首府乃是年轻有为的男子, 否则徐氏定又想给魏慈居做打算, 再弄巧成桌就糟糕了。 若是再冒犯了首府, 以后魏家在京城不仅闹了笑话, 还举步为奸。 所以还是先探探虚实, 看看情况为妥。 因而大家都以为, 这位首府大人应该是个老奸俱华的老头子才对。 官场如战场, 没有点年纪和阅历, 怎么能坐上那个位置? 尽管徐氏给魏慈居裁了新衣, 魏慈居也兴致缺缺。 一个老头子, 他要打扮那么好看, 做什么? 到时候魏慈叔在前厅招待贵客, 若不是要表达敬意, 他都不想去前厅凑热闹。 这天, 魏慈叔一身长衫, 还算斯文儒雅, 而老太太这身色稳重的锦衣, 精气神都很好。 徐氏人前还是一副光彩照人的样子, 而魏慈居略失胭脂粉袋, 水色长裙, 如出水芙蓉般落落美丽。 今日除了老夫人, 魏慈叔, 还有徐氏带着的一双儿女以外, 剩下的便是若干家仆。 徐氏以梅姨娘怀有身孕, 不宜见客为由, 让梅姨娘在院中休息, 而魏慈九负责照料梅姨娘, 当然就跟着留在了院里。 这个理由充分的不能再充分, 连老夫人也觉得非常有道理。 徐氏摆出一副大度公平的样子, 倒是当然不能厚子薄比, 魏慈和魏穷九同为庶女, 既然魏穷九无法出来见客, 为了公平起见, 魏慈只好也不出来见客。 还有另外一两位妾氏, 都被徐氏勒令留在自己院里, 不得出来走动。 梅姨娘的肚子已经显怀, 她确实不宜出去见客。 但是看见魏穷九也因她被留了下来, 便连声叹气。 梅姨娘道, 这本来是一个大好的可以露面的机会, 结果却因为我而浪费了。 魏穷九心里也着实不痛快, 在梅姨娘面前没法再维持效益, 道,既是大好的机会, 夫人又怎么可能让我抢了位穷居的风头。 她盯着梅姨娘的肚子, 又道, 等着孩子出生以后, 还有的是机会。 而封小院中, 依兰拿了些点心瓜果回来, 也有些心浮气躁。 依兰道, 京城圈子比周城可大了去了, 夫人小姐们是要走动结交的, 可才一来, 夫人就将二小姐血藏, 以后恐怕二小姐走动的机会只会更少。 魏清正配置着她的药物, 恍若未闻。 她这副波澜不惊的性子, 实在让依兰太着急了。 依兰跺脚道, 二小姐有没有听奴婢在说什么? 二小姐要为以后尽早做打算啊。 魏清白皙的手指上泛着淡淡的药香, 她总算顿了顿手里的动作, 回头不清不淡地看了依兰一眼, 道, 你的意思是, 我要靠走动结交, 才能在这里活得下去。 依兰无语。 首府道时, 魏慈叔和老夫人带着徐氏及儿女正在前院隆重一带。 一行人弯身行礼, 魏慈叔为首, 身躬长衣道, 首府大人历临寒舍, 并寒舍彭帝生辉。 下官携家眷, 恭迎首府大人。 片刻一道修长匀称的身影, 才信步走上魏家门前的几节台阶, 进了魏家大门, 道, 魏大人不必多礼。 此声音一出, 除了魏慈叔, 其余人无不心中讶异。 听这声音, 分明是年轻的男性嗓音, 温纯好听, 哪里有半分老头子的音调。 魏琼居心里一咯噔, 随着平身之时, 悄悄抬头看了一眼, 不料只一眼, 就叫他被勾了活儿似的。 苏玉一身血清色长衣, 眉目轻易如画, 在这风高气朗的晴天里, 恰到好处的身长玉丽地站在金色阳光下。 他微眯着眼, 双眸漆黑, 却仿佛近着星辰。 对魏慈叔说话时, 那语气十分温序, 一阵秋风吹拂起他干净的衣角, 魏琼居只觉得此人如折仙一般, 美好的不似凡间客。 魏慈叔请苏玉进去上座, 直到徐氏碰了碰魏琼的手肘, 他才幡然回神, 连忙欠身往旁边让了让。 他低头浮身之际, 看见那缕温然的衣角看看, 从他眼前扶过, 带着一股他身上干净的男子气息。 魏琼居不可抑制地心里怦怦地跳。 等苏玉进了前厅后, 徐氏才对魏琼居使了个眼色, 低声道, 先进去再说。 魏琼居还未雨, 脸先红。 他美丽的脸上, 浮出两抹奄然之色, 羞涩动人。 到底是徐氏自己养的女儿, 见他这神色, 徐氏岂会不知, 看样子这首辅一来, 就迷了他的心窍了。 当初在周成迎接殷景的时候, 徐氏便劝魏琼好好侍奉殷景, 当时魏琼得知殷景长得十分英俊, 虽然面有羞涩, 却多是出于对权势的屈服。 可眼下, 魏琼居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见到首辅, 是完全被他的遗隆气度所迷倒。 魏琼居自己也有些暗恼, 早知首辅大人是如此优秀的人物, 他一早就应该进行打扮一番。 魏琼居落后几步, 他容貌过人, 一进听堂, 别让人感觉整个堂上都跟着亮了两分。 魏琼居表现得十分温婉有礼, 老夫人见了也十分满意, 想着近来对这个孙女确实诸多忽视, 不由越发怜爱了两分。 这次魏琼居比上次矜持, 徐氏也必须要沉住气。 最后还是由老夫人开口, 把魏琼居介绍了出来。 不然只怕苏玉和魏慈叔谈起话来, 连看都不会看一眼。 听老夫人一提, 苏玉将视线转到魏琼居身上。 顿时魏琼含羞礼道, 琼居见过首辅大人。 苏玉点点头, 然后微笑, 道,魏小姐文雅端秀, 处处可人, 可见魏大人教养不凡。 得苏玉首肯, 老太太和徐氏都笑开了话。 魏琼居更是羞难地低下头。 魏慈叔心情也大好, 谦虚道, 首辅大人谬赞, 只是下官自小, 对小女教养严格了些, 琴棋书画, 狮子歌赋都不能去。 可是谁也没料到, 苏玉画风一转, 胡道, 我听说, 魏大人还有一女, 是从乡下回来的。 桌上的人脸上的笑意, 全部生生卡住。 魏慈叔不带回答, 苏玉又漫不经心地问, 是龙香吗? 魏慈叔回过神, 斟酌着回道, 不知首辅大人为何问起这个。 苏玉想起乡里那个对他很不客气的姑娘, 不由挑起唇角笑道, 在龙香的时候我遇字受伤, 是他救了我一命。 他竟没雨为大人说吗? 这话更像是一颗惊雷, 把众人心底都炸翻了。 前一刻魏穷居还满面娇羞, 下一刻就像是被人一盆冷水多头泼下, 娇柔的红韵退下, 点点发白。 他手上死死拧紧了手帕。 老夫人顿时就想了起来, 魏慈刚回来那阵, 徐氏污蔑他偷了银子, 魏慈主动把银子盛上, 说是在乡下救了一个贵人, 那钱是贵人赠给他的。 如今看来, 这件事竟是真的。 那个被魏慈救过的贵人, 就是当朝的首辅大人。 老夫人心情极为复杂, 陪着笑脸道, 老生倒是听清丫头提起过, 说他救了一位贵人, 还给了他两钉银子, 可是首辅大人。 苏玉亦是笑得无害, 可是那笑容底下, 究竟是一副怎样的心思, 无人看得清。 他道, 那么他人呢? 这位家家宅久无人住, 魏慈搬进来那天, 院子里杂草丛生, 他和依兰费了半天功夫, 才整理得能住人。 这里的院子, 比周城里魏慈的院子, 要多出一个小水池, 水池里少有积水。 可能是荒芜了太久, 魏慈在小池边除草时, 于杂草中的地下, 居然发现了一只龟。 那龟已经长得有两个巴掌那么大, 大约是从隔壁宅子里逃生出来的。 魏慈捉起他时, 他挥着四肢摆动, 求生望可谓强烈, 便就这小水池把它养了起来。 眼下, 魏慈让依兰拿些小麦粒回来, 蹲在小池边喂龟。 魏慈伸手就往碟子里捏了几粒麦粒, 丢在了乌龟面前, 他成长了肉脖子, 一粒一粒地吞食。 后魏慈在伸手时, 便有人主动把装有卖力的碟子往他手边送。 风也安宁, 这秋阳也安宁。 他的裙脚散落在地上, 身上带着丝丝缕缕的药箱。 当魏慈看着脚边四肢必用地爬着找吃食的乌龟时, 苏玉便在他身后看着他。 就这样时光静好。 乌龟吃跑了, 就往旁边偏着爬。 刚爬不了多远, 就被魏慈给轻松地捉了回来。 魏慈忽然开口问, 什么时候来的? 原来他早发现了身后的人已经不是依兰。 依兰不可能安静这么久的, 那双眼睛也不可能一直落在他身上。 苏玉眼里欣慰浓厚, 应道, 刚来不久。 魏慈不再斗乌龟, 任由他爬进草丛里躲起来了, 他眯着眼抬起头, 撑着双膝站起来, 不紧不慢地转过身。 苏玉就站在他面前, 血清色长衣衬得他身子挺拔, 那双眼睛漆黑如墨, 运着点点星辰。 他看着他, 嘴角微微上挑, 似笑非笑。 世间公子如玉, 大抵如此。 他身上早已不见了出逢时的落魄狼狈, 亦不见了曾经的满身血色伤痕。 此时魏慈眼前的他, 浑身透着轻贵从容之气。 苏玉道, 当初不肯告诉我你的名字, 原来是叫魏慈? 你以为我再找不到你? 魏慈瞥他一眼, 道, 堂堂首府大人亲自驾邻, 还真是有识远营哦。 苏玉道, 你现在饮也不迟。 魏慈痴笑一声, 这一笑, 便再也收不住。 那风轻云淡的眉眼间, 饮上了笑意, 刹那间云烧雨季, 隐隐流灰。 两人相接相视而笑。 他将情意暗藏眼底, 魏慈当他阔别重逢的友人一般, 视而不见。 苏玉吃了几块魏慈这里的点心, 魏慈动了动眉头, 道, 你今日隆重地到魏家来, 魏家应该是恨不得美酒真修地招待你。 你吃我的东西, 做神。 苏玉叹了口气, 道, 真是怀念你给我做的饭菜的味道。 那时候和你同吃同住, 一日三餐虽减, 可后来却再也没找到和你做的一样的味道。 魏慈翻了翻白眼, 道, 我说首辅大人, 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 同吃同住, 我还要不要名声了。 苏玉很大方地道, 你名声若是坏了, 我负责便是。 说着, 又伸手去捏魏慈蝶碟子里的点心, 魏慈眼疾手快地挪开了。 苏玉道, 给我吃两块嘛, 今日早朝回来, 我都没时间吃早饭。 我现在很饿很饿。 死妖孽, 装可怜, 装上瘾了是吧? 就知道他吃这一套。 魏慈微微笑道, 可是这关我什么事呢? 苏玉一笑, 我饿得走不动路, 大人就在这里不走了呀。 魏慈。 最终魏慈黑着脸, 把点心蝶子又推回到苏玉手边。 这货在他这里待着不走, 这会儿想巴结讨好的魏慈书和谄媚先殷勤的徐氏母女, 应该是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了吧。 所幸苏玉在他这里并没有留多久, 便起身离开。 今日来看他, 只是亲自确认一下, 他是不是他要找的人。 到了京城, 来日方长, 所以不急于这一时片刻。 苏玉要走时, 魏慈对着他的背影道, 等等。 苏玉回头, 微微弯着眼眸道, 还想再与我叙叙, 不如去我家。 魏慈手肘撑着桌面揉了揉额头, 真是不想跟他多废话。 道, 没觉得你忘了什么吗? 苏玉问, 我忘了什么? 魏慈抬起头来看着他, 在伸手时, 手指尖挂着那枚压青色碎紫的青透玉佩, 非常郑重地道, 二十枚金叶子你带了吗? 拿来换。 苏玉窄了窄眼帘, 道, 你觉得我这玉佩还抵不上二十枚金叶子? 魏慈收回来好好观摩了一下, 道, 这笔二十枚金叶子还贵。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直接拿它去换金叶子了? 可以多不退少补吗? 为了这笔账, 我可是好好保管着你的东西, 一点也没让它风吹日晒受委屈啊。 苏玉深吸一口气, 他深刻地觉得, 这女人要是得不到金叶子, 可能是真的会把她的玉佩拿去卖掉的。 于是, 苏玉又走回来, 摊开魏青的手, 往怀中掏出一把金叶子, 塞在她的手上。 魏青顿时笑意如花, 道, 你看, 手辅大人还是早有准备的嘛。 袋都带来了, 又揣着回去, 岂不是太没意思了? 他就知道, 魏青还惦记着他欠的金叶子。 可是他并不是太想立刻就把欠他的账还清, 但是他却分得清楚得很。 魏青看了一眼苏玉的胸膛, 问, 还有吗? 苏玉悠悠道, 自己动手, 摸摸看啊。 魏青笑道, 你现在是手辅了呀, 应该自重一点。 苏玉交到他手上的一把金叶子, 足足有三十几片, 魏青也不在乎他怀里多留一片, 少留一片。 况且,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也要因食阴地制宜吧。 他如今是首辅, 不再是当初那个山林里重伤, 需要他救治的青年了呀。 能和大都督对立的人物, 指望他像表面上这样如玉般纯净无瑕吗? 就像魏青怀着远离阴景的初衷一样, 如今不是也应该远离他吗? 两个当朝最具杀伤力的人物, 要是斗起来不得腥风血雨, 鱼死网破。 他只想独善其身儿。 苏玉深深看他一眼, 转身便走。 魏青道, 你的玉佩, 不要了。 苏玉道, 今日出门配了玉佩, 再配一块不太搭, 下次吧。 这京城权贵们的圈子, 还真的是很难懂。 魏青又问, 这不是你娶媳妇用的吗? 反正一天两天也娶不到手, 就先搁着。 苏玉走后, 魏青独自坐在椅上, 手里翻来覆去地把玩着这枚玉佩, 神色清远。 自上次一别以后, 这玉佩魏青是一直随身携带着的。 可是上回在山上阴景说的又不完全对, 他虽是随身携带, 却并不是贴身佩戴。 这是男子之物, 贴身佩戴意味着什么, 他自己知道。 他把玉佩挂在梗子上是为了方便隐蔽, 但是玉佩却是塞在他的礼仪外面的, 没有接触到他的皮肤。 现在, 他好心要物归原主了, 他却不要。 两久, 魏青盯着玉佩, 无奈地扯了扯嘴角, 随手把玉佩放在了一边, 轻声道, 那下次就下次吧。 等魏青回过神来, 发现依兰正盯着他一脸的惊恶和不可置信。 不光他, 谁都会震惊, 他竟然和当朝首府有过交情吧。 结果不等魏青说话, 依兰便直言不讳地问道, 原来二小姐和首府大人这么要好的吗? 那大都督怎么办? 二小姐是要抛弃大都督了吗? 魏青抽了抽嘴角, 道, 我都不曾拥有过, 何来的抛弃? 况且, 我看起来像是那么朝三暮四的人吗? 依兰默了默, 揪着不放, 道, 那二小姐到底是要和首府大人好还是要和大都督好? 奴婢看二小姐和首府大人在一起时, 好像更开怀些呢。 开怀不开怀, 这跟他要与谁好有什么关系? 一个是虎一个是狼, 他与谁好都不太好。 魏青撑得额头揉啊揉, 我还未成年, 为什么非得要谈这些? 说得好像那两人都对我有意思似的。 最终魏家精心准备的这场家宴, 无疾而终。 魏慈叔和老夫人看着这满桌子冻野味怎么冻的美味佳肴, 心塞的光是看看就饱了。 魏家对此花了大手笔, 不想首府到来, 只坐了不一会儿, 任谁都不太能想得太。 可是让老夫人和魏慈叔心里动荡的是, 上次大嘟嘟登门来是为了找魏青, 这次首府登门来居然还是为了找魏青。 这个魏青身上究竟有多少秘密? 魏慈叔哪里想得到, 把那妻女丢在乡下自生自灭, 到最后却有如此造化。 现在到京城后每一步都关系到她的官运前程, 早知如此, 当初就不该那么不留情念。 魏穷居觉得这是莫大的屈辱, 后来眼面哭着跑了出去, 老夫人叹了口气, 这徐氏追上去好好安慰。 魏穷居跑回自己院里, 匍匐在自个床上, 便失声痛哭, 掌心里掐着尖尖的指甲, 捶着袖枕。 魏穷愚恨道, 为什么全天下的好事都被她为亲一个人占尽了? 明明我才是敌女。 徐氏在旁意识痛恨不已, 道, 先是跟你抢大都督, 现如今又来跟你抢首府, 我看他分明是勾三搭四, 水性洋花。 徐氏拍着魏穷居的后背, 又宽慰道, 快别哭了, 娘不会让她得逞的。 哼, 要是让大都督和首府看清楚她是个什么样的胚子, 只怕会恨不得捏死她呢。 你放心, 娘绝对不会让那个贱人得逞, 娘会让她到头来一无所有。 魏穷居这才抬起泪眼朦胧的脸, 徐氏心疼着道, 我女儿这般花容月貌, 方才首府不是在厅上夸了你, 她若是没看上你, 又怎会夸你? 真的吗? 魏穷居意想起苏玉刚进门时那惊鸿一瞥, 心中又酸又激。 徐氏道, 娘知道这回你是看上了, 你放心, 娘和你爹一定会吉利促成的。 随后, 老夫人和魏慈叔还是把魏清叫到跟前来, 仔细询问了一番。 原来, 这次首府离京查案, 中途遇刺流落龙香, 还真是靠魏清救了她一命。 老夫人从善如流地拉着魏清的手, 很是慈爱夸赞了一番, 边上的魏慈叔既拉不下这个脸, 又不得不对魏清客客气气的, 因而脸色十分复杂尴尬。 最终魏慈叔也尽量和颜月色地道, 魏清, 以往事为父对你有失功允, 让你受了诸多委屈, 你别往心里去。 魏清道, 当初要不是爹把我送去乡下, 我也无法救下首府大人的命, 如此说来也是事实无常。 只要爹别往心里去就好。 魏慈叔更是一阵郁闷难堪。 魏慈叔声色僵硬道, 为父这次升迁, 全靠首府大人提携, 往后便是为首府大人做事的。 他看了魏清一眼, 又道, 大都督和首府大人是对头, 等把大都督手里的嫁妆拿回来以后, 你与大都督的关系, 还是尽早划清界限吧。 魏慈叔秉性如此, 见风使舵, 屈炎附势, 从来没让魏清失望过。 之前他想方设法, 欲拍上大都督这根高枕, 现如今寻到更好的靠山了, 就迫不及待要撇清了。 老夫人文言点点头, 道, 你爹说得对, 咱不能脚踩两只船, 要有立场才行。 你与大都督若是往来过密, 只怕首府大人会不高兴。 魏清挑唇笑了笑, 他向老夫人道, 祖母, 我与谁往来过密, 关首府大人高不高兴什么事。 还有, 有立场是很应该, 可祖母怎知我的立场在首府不在大都督。 老夫人没料到魏清会如此疑问, 面色卡了卡。 魏慈叔方才的和气顿时烟消云散, 他就知道此女叛逆, 拍桌祈祷, 你是魏家的庶女, 京城重地, 你的一言一行不是代表你自己, 而是关系到整个魏家。 你若是行差他错, 连累的可是魏家, 这不是你任性妄为的时候。 魏清站在堂上, 规矩行了个礼, 笑意温然道, 父亲放心, 将来真要是出了什么差错, 我一定会尽早断绝和魏家的关系, 那样就不会连累到魏家了。 魏慈叔怒得面色铁青, 魏清直起身, 抬头定定地直视着魏慈叔, 又道, 毕竟当年我外公落罪时, 爹也是这样做的不是吗? 魏慈叔脸色大变, 老夫人闭了闭眼, 倒在靠椅上大口喘气。 魏清若无其事地关心道, 祖母胜是绚孕病又犯了, 我才配了新的药, 等会让王嬷嬷过去拿, 对祖母的身体应该有帮助。 老夫人对他挥了挥手, 急费心神道, 你回去吧。 等魏清离开后, 好伴上老夫人才缓过劲儿, 唏嘘道, 也不知留他在魏家, 将来是福还是祸呀。 可是现在, 他偏偏摇身一变, 成了首府大人的救命恩人。 刚从乡下回来时, 他说他生病失忆, 不记得以前的许多事, 如今却记得妙家之祸, 那妙丸之死呢。 他也会记起来吗? 对于老夫人和魏慈叔来说, 魏清就像一颗地雷, 指不定什么时候一脚踩到了, 就会爆炸。 第二日, 苏玉往卫府送了许多东西过来, 从零罗绸缎到玉器拆还, 上至屏风相按, 下至茶具香炉, 无一不全。 简直就是装点家用的一拳套啊。 而且还样样精致, 一看便价格不菲。 听着苏玉的管家报上的一道道名字, 老夫人和魏慈叔等人 笑得嘴角都喝不拢。 正好, 上回老夫人房里的檀木床 和玉翠屏风被魏清给拜了, 这回刚好添上新的, 而且更阔气。 等管家报完名以后, 老夫人处着拐杖便要上前道谢, 拿响管家话锋一转, 对着魏清道, 二小姐, 这些都是大人的心意, 清单在此, 请二小姐过目。 老夫人和魏慈叔等人将在原地, 这就比较尴尬了。 魏清狐疑地瞅了管家一眼, 道, 你家大人, 今日散财童子附身了。 管家笑了一笑, 道, 大人说他苦心劳虑多年, 积攒的俸禄没出花, 如今总算是有了花钱置办的想法, 还请二小姐成全。 魏清抽了抽嘴角, 道, 可惜了可惜, 我院子太小, 割不下这些。 管家道, 二小姐不用担心, 昨日大人来看过, 都是比量着院子大小置办的。 魏清, 然后不等他拒绝, 也不用他费力去搬, 管家带来的人麻溜地帮魏清 全部搬进了院里去。 他院子里布置十分简单, 如今东西全部安置进去, 焕然一新。 依兰进进出出指挥着指挥那, 性质非常高昂。 魏清却实在提不起兴趣, 坐在门外的屋檐下, 支着脑袋十分伤身。 这个苏玉, 是想作甚。 管家和一干下人忙得满头大汗, 都安排妥当以后, 向魏清告辞。 魏清道, 管家请留步。 管家问, 二小姐还有何吩咐? 魏清掏出一块玉佩给她, 道, 这个, 拿回去给你们守抚。 管家却后退两步, 道, 大人说了, 若是二小姐还以玉佩, 还请亲自交给她。 退出去了。 一兰兴冲冲地在魏清身边坐下来, 道, 二小姐房中的家具本就不成样子, 又破又旧, 老夫人和夫人都是将他们挑选过后不要的给二小姐用。 这下好了, 守府大人送来的比他们房里的都要好。 魏清扶着额头, 哎, 二小姐你怎么了? 不舒服啊? 魏清道, 我偏头痛。 守府大人送你这么名贵的东西, 你不高兴吗? 一兰问,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你说说哪里值得我高兴? 估计那货就是恨不得我欠她, 然后等着将来好使唤我。 诚然, 老夫人今天心情很不好, 不仅仅是在人前丢了面子, 她看着那些好东西一件件送到了魏清那里去, 就一阵一阵肉痛。 守府对魏清的确不一样, 她没有把魏家放在前面, 却先把魏清放在第一位。 不光老夫人不高兴, 最不高兴的当属徐氏和魏穷居了。 当时在前院, 魏穷居听到管家说守府送来的东西, 全部是特意给魏清的, 她恨得眼眶都红了, 一张脸却是煞白煞白的。 老夫人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 便道, 清丫头是守府大人的救命恩人, 守府大人这是念及救恩, 所以才对清丫头诸多赏赐。 这也是她该得的。 魏穷九不怎么露面, 也没见过守府大人是何方神圣, 但听说守府对魏清格外亲爱过后, 不由饶有欣慰。 听说魏穷居也对那守府一见倾心呢? 那往后可有的好戏看啊。 魏穷九私心里是希望魏清一清守府的, 亮就没人再跟他抢大都督了。 尽管上次差点忍命, 但魏穷九就是忘不了那个高高在上如神之般的男人。 魏家才搬来京城不久, 守府就出手阔绰地往魏家送了不少好东西, 对外绝口不提是只送给魏清一个人的。 一而消息一传开, 人人指道守府对这魏家格外器重。 魏家众人心知肚明, 需要力稳足根, 又好面子, 肯定不会拆穿。 虽然好东西, 他们一样也没得到, 却得到了。 魏家成功地引起了金钟上层官柜圈子的注意。 既是守府将魏家带进这个圈子来, 或审视或观望或结交的目光都会接踵而至。 以后魏家女眷出门走动的机会必少不了, 老夫人一再叮嘱, 一言一行都要循规蹈矩, 不得有错。 等家中诸事安定下来了, 魏清闲时便带着依兰上街去转转。 主仆俩出门时, 徐氏在前庭看着两人的背影, 眯着一双眼, 眼里尽是百毒之色。 魏清啊魏清, 敢坏他徐家生意, 敢抢他女儿幸福, 那也得看你有没有命回来。 徐氏冷笑着哼了一声, 转身回了自己院子。 魏清不可能一直待在家里不出家门, 京城里的繁华总算有机会得以身临其境地体会一番, 还有上次徐氏去铺子里问徐家人之银子一事, 魏清不清楚现在他名下的铺子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 需得亲自去了解了解。 魏清知道尽管同在京城, 可想再见殷景一面, 比在周城的时候难多了。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他没有能力自行掌管他名下财产, 所以暂时也不会贸然地把嫁妆要回来。 今日和依兰出门去, 就是想看看那些铺子是怎么个经营法, 都有些神药路子。 徐氏一闻钱都没能知回来, 徐家人肯定已经不在铺子里了。 那铺子里负责经营的人, 可是殷景另找的人。 魏清原本的打算, 只是让殷景帮他保管着房积地气等字句, 虽然曾在殷景面前提了一提, 但是根本没指望殷景会帮他把铺子收回经营。 他那么忙, 也根本没在他面前提过一两句, 却还记得这件事吗? 能让大都督抽空记起这芝麻大典的小事, 还真的是难为他了。 魏清和依兰走在大街上, 他眯了眯眼, 嘴角擒着一抹淡淡的笑。 依兰免不了东张西望, 到处摸摸看看, 魏清掏出一盒带兑换来的碎银子交给依兰, 道, 看上什么自己买。 依兰愣了愣, 道, 福利每个月有跟奴婢发月银。 魏清瞥了他一眼, 道, 这是年终福利, 你要不要, 不要算了。 说着就要收回。 依兰连忙跳起来抓住魏清的手, 笑得灿烂道, 二小姐赏都赏了, 哪有收回的道理。 魏清勾着嘴角, 看着依兰满大街找着灵嘴买, 笑意有些明快。 当主仆俩嘴里叼着棒棒糖, 正在街上转悠时, 忽然接到那头响起了紧促的马蹄声。 紧接着, 街上的百姓们纷纷往两边避让, 即使当街持马速度很快, 他们也不敢有怨言。 魏清及时拉了依兰一把, 很快便有一对人马从他俩的眼前跑过去了。 魏清若无其事地吸着棒棒糖, 要带依兰往别处。 依兰回过神, 嘴里包着糖, 嘴巴圆滚滚的, 拽着魏清的衣袖指着那人马离开的方向, 鼓着双眼道, 二小姐, 那是锦衣卫啊。 锦衣卫在街上, 二小姐若是问问他们, 不就有可能见到大都督吗? 魏清边走边悠悠道, 谁告诉你我想见她的? 依兰默了默, 道, 二小姐的嫁妆不是还在大都督手上吗? 魏清回头看她一眼, 你看我现在很着急嫁人吗? 依兰摇了摇头, 那慌个肾, 嫁妆在她手上又不会跑。 随后两人又去了魏清名下的各个铺子去看看。 在把字句交给殷井前, 她娘留下哪些产业, 眼下就当是客人, 进了店铺里随便逛逛, 见来来往往生意不绝, 掌柜小四招待得也十分热情周到, 魏清不由放了放心。 详细疑问才得知, 原来之前的铺子掌柜弄虚作假, 被抓得当场, 后来几家相连的店铺因患了掌柜和小四。 即便是阴景安排办下来的事, 她也不会亲自出面。 魏清了解了药材铺, 当铺, 还有布庄等几个铺子, 显然都经过了一番整顿, 一个徐家人都没有了。 她和依兰从店铺里出来, 还剩下一个古董玉器的铺子没有看。 刚从铺子里出来没走多远, 就有一个小丝模样的人追上前, 道, 东家请留步。 魏清眉头一动, 那小丝很快跑到面前, 又道, 小的是方才当铺里的伙计, 有位贵人雇佣我们打理铺子时说了, 东家是魏小姐, 不久后可能就会到铺子里来转转, 小的见小姐从当铺出来以后, 又进了对街的布庄, 这几家铺子背后都是一个东家, 小姐就是东家没错吧。 魏清来了京城, 肯定会到铺子里来查看一番, 只是殷锦在重新雇人打理铺子时, 会提前智慧这些掌柜小丝们一声吗? 魏清也琢磨不透她, 只是还不等魏清点头时, 依兰就已经先帮她点头了, 还自顾自地和这小丝聊了起来。 言谈间, 小丝对几个铺子的情况韦时是比较熟悉的。 小丝道, 那接下来东家可是要去古董铺看看, 古董铺离这里比较远呢, 而且位置叫偏不容易找, 不如小的给东家带路吧。 我们当铺与古董铺也常常有生意往来的, 熟悉得很。 魏清和依兰不熟悉路, 便让这小丝在前面带路。 毕竟是第一次见面, 在此之前魏清根本不认识她, 因而魏清留了个心眼。 路上魏清几乎没什么话, 倒是依兰话多, 与那小丝说个不停, 全让把她当成了铺子里的自己人。 这街上主干道热闹人多, 要想不会出什么事。 可是走过主干道以后, 小丝就把魏清和依兰往行人较少的偏接引。 依兰不解, 小丝边走边道, 这古董铺子没有开在旺街闹市, 而是开在后街呢。 后街有专门的古董市场, 董行的人便会去那边讨好东西。 莫看这边白天僻静, 到了晚上可就热闹了。 转眼间, 依兰已经跟小丝走进了偏街, 回头却看见魏清站在街口纸布, 他随手拦了个妇人, 问道, 大娘, 借问一下, 这片街可是通往古董市场的。 妇人指着偏街回道, 往这条街直走下去, 是有不少的古董铺子。 小丝是快地笑道, 小的不会, 匡骗东家的。 魏清便抬脚不置可否地走了过去。 这片街确实比主街冷清不少, 但街上仍有稀稀疏疏的路人。 后来这小丝的话就很少, 只顾着往前带路。 越往下走, 魏清便越觉得不对劲, 这些路人安静得太过刻意了一些, 即使有三五成群的人一起路过, 也在收敛脸上的表情。 古董铺子还没到, 就在前方分岔路口时, 魏清疏地扼住伊兰的手腕, 伊兰惊呼一声, 下一刻被魏清拽着, 便往另一方向跑。 前面带路的小丝回过头来, 看见魏清跑了, 立刻变脸大喊道, 他往那边跑了。 此话一出, 当即周遭装作路过的路人们, 全部朝魏清和伊兰所跑的方向追来。 一群人戳出绣管里藏好的棍子, 便疯狂地对魏清和伊兰围追堵截。 什么当铺里的伙计, 能对东家下手? 但他对铺子相当熟悉, 或许曾经是在铺子里做事的。 还说什么, 贵人指点铺子东家是魏小姐, 看来都是胡说八道, 乱扯一通。 殷景根本不可能出面, 更不可能如此多事。 可魏清还是下意识地联想到是他, 所以大意了。 伊兰跑得不快, 很大一部分是魏清拽着他跑, 脚边的裙脚十分碍事。 他回头看见那伙人凶神恶煞, 越来越近, 不由得小脸煞白。 伊兰六神无主, 脚下一慌, 冷不防就跌倒在了地上。 魏清回过头来, 眼看着跑在最前面的人已经到了几步开外, 轮着棍子还不及动手, 他一把将伊兰拽起, 翻身一脚扫在凶汉的胸膛上, 那凶汉倒在追上来的同伙身上, 几个同伙亮枪往后退了几步。 伊兰上气不接下气, 奴婢, 奴婢跑不动了。 魏清紧固着他的手分毫未松, 声音悠冷而低沉, 想死吗? 他当然不想死, 只有使出吃奶的力气, 奋力往前跑。 他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 明明才来京城不久, 这还是第一次出门上街来, 根本不可能惹上什么丑家呀。 为什么一出门就会遇到这种事? 京城的治安这么差吗? 劫财还是劫色? 都不像啊。 这群人分明是故意把他们引到这偏僻的后街来, 想把他们处理了。 伊兰浑浑噩噩混乱得很, 然而魏清再清楚不过, 一个自称是档铺伙计的人主动出现并带露, 那便和铺子脱不了干系。 能让人如此恼火的是, 无非就是京城里的铺子被收了, 徐家的人被赶出来了。 魏清断了他们的财路和银声。 因而, 他这个新灯架非常暗示, 让这伙人恨不得除之后快。 那些歹徒见魏清和伊兰已经跑进了身像里, 他俩对这里的地形陌生得很, 像两只无头苍蝇一般。 而歹徒对这里却异常熟悉, 当即分成三股, 往三个方向合围。 眼看着前面光线豁然开朗, 两人就快要跑到大街上了, 这是一条又深又窄的巷龙, 因为从院墙里面伸展出来的树枝浓且茂密, 遮天蔽日, 墙缝和地面的青石缝里, 日久爬满的青苔, 破为潮湿。 几乎无人从这里经过。 可是魏清和伊兰还是没有来得及跑出去, 歹徒就从两边成功地包抄上来。 当时魏清只将伊兰用力往外推了一击, 而他转头便与歹徒斗了起来。 那惊心动魄的画面, 伊兰这辈子都没有见过。 只见魏清被几人围住, 他拳脚如疾风镜扫, 脚踢在歹徒的膝关节上能听得见骨骼咔嚓作响, 手摁住歹徒的头用力砸在墙上能砸得他们头破血流。 那裙脚青丝张扬, 明明应该是个娇弱鲜柔的模样, 可是他给人的感觉却是充满了强势和力量。 伊兰看得呆愣愣的, 魏清回过头来, 那凉薄冷锐的眼神一下把他射住, 歪头拧了拧脖子, 一脚把冲上来的一个歹徒踢趴下, 从容不迫地问伊兰道, 愣着做什么? 伊兰眼眶一红, 全然不知该做何应对, 魏清又冲他喝道, 还不跑? 可是, 他跑了魏清怎么办? 魏清也教过伊兰格斗术, 伊兰会几招, 可是正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吓到腿软, 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更不要说和魏清并肩作战。 好几次, 歹徒见伊兰亮在一边, 想要趁机对他不利, 都是魏清于千钧一发之际把他往边上推, 才使得他免遭狠手。 随后追上来的歹徒, 加上缠住魏清无法脱身的这些, 人数不少。 他们都是些乌合之重, 不会什么功夫, 只知道抡着棍子, 毫无章法地朝魏清打来。 魏清身法灵活, 又善于借力, 即使他一人对付好几人也不在话下, 可是伊兰在这里, 让他首尾难顾, 渐渐处于劣势。 伊兰自己也知道, 再这样下去, 他只会拖魏清的后腿。 最终伊兰咬了咬牙,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听魏清的话, 转头就往光线敞亮的大街方向跑, 哽声道, 二小姐你等着, 奴婢这就去叫人来。 歹徒见伊兰跑了, 愤出几人, 就恶狠狠地朝他追去。 只见魏清黄炎挡在伊兰身后, 随手拎着一根从胸土手上夺来的棍子, 裙子上溅了血迹, 眼神又冷又深沉地盯着一众歹徒, 面上的表情风过无痕, 道, 来, 我陪你们好好玩。 地上躺了一些起不来, 窄巷里剩下的歹徒又心生忌惮, 往后退了退。 他们哪里料到, 看起来柔弱弱弱的一个小姑娘, 居然这么能打。 在场的没人是他的对手, 可是眼下就他一个人, 机会难得, 这次要是错过了, 下次不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这些歹徒们一鼓作气, 狠色道了一句, 一起上。 说吧, 他们全部奉拥朝魏清围攻了上来。 他们就不信, 这么多人还干不过魏清一个, 他再厉害, 也总没有三头六臂。 伊兰卯足了力, 跌跌撞撞地从身上里跑出去, 一冲上街道, 外面又是人声鼎沸, 让他有种恍惚的感觉。 他没有找到街上巡逻的官兵, 一般市井小民又不敢管闲事, 伊兰急得团团转, 先前纵马穿接过的锦衣卫哪儿去了呢? 这京城里的锦衣卫何其多, 他们可能不认得魏清, 但是有人打架斗殴, 他们总得要插手管一管吧。 当时伊兰想, 要是大嘟嘟在就好了, 却没有想到, 老天爷竟真的能听到他的祷告。 时间一点点过后, 到最后这身巷子里, 一群歹徒东倒西歪成一片, 最后被魏清打得爬也爬不起来。 魏清也不尽是安然无恙, 他身上多处挂彩, 但好歹他还是最后站着的那一个。 随着重重足迹声渐进, 魏清背靠着墙, 侧头看去, 见那天光乍卸处, 头顶绿鹰成匪, 隐隐熟悉的人影正朝他走来。 魏清眯起眼, 鹰嘟嘟, 还是又见面了。 他永远那么整齐, 一身紫糖色衣袍将他身姿修饰得挺拔无双, 金袖上鱼龙玄纹相衬, 浑身上下无一丝瑕疵。 整洁的官冒下一张脸封神俊朗, 那邪眉入病, 双眸慈悲, 不见善恶, 亦不见喜悲。 一阵秋风起, 卷来丝丝绕绕绕他身上的冷檀香, 像是佛前供奉的香火一般, 敌人心魂。 魏清无言地扯了扯嘴角, 半嗓才挪着疲惫无力的脚步, 从墙头斜身的树荫底下出来。 只可是, 他刚走了两步, 抬头时呼看见和庶民锦衣卫 一起走在后面的衣篮捂着嘴巾声叫道, 二小姐, 小心后面。 魏清没来得及回头。 当时地上一个被他揍趴下的歹徒, 这里魏清转身露出破绽, 突然抓着地上的一根木棒飞快地爬起来, 举起木棒就狠狠朝魏清的后脑机打下去。 魏清只觉得恼人而一荡。 他下意识地反手就捏住那歹徒行凶的手, 伴随着一声惨叫, 歹徒被他拧断了手臂, 被那一棍子敲了一记后脑, 发出顿顿麻麻的痛。 后来他摇了摇头, 有些不清醒。 好像是倒下了, 却又好像没倒下。 眼前的身影模模糊糊。 英锦接住了他下坠的身子, 魏清倒进他怀里, 一歪头便靠在了他的胸膛上。 那熟悉的冷香, 被淡淡的血腥味所扰乱, 却一点也不显得为何。 好似他从来都应该如此。 上次英锦抱着他进蔡家时, 他陷入昏迷人士不知, 而这次英锦抱着他走出深窄的小巷时, 他头晕得厉害, 昏昏沉沉却又理智残存。 在身上里拨弄的风, 夹杂着些许青苔的气味, 在墙头上摆栋的草, 合着婆娑的树叶, 晃晃悠悠。 依稀听英锦在与他说道, 才来京城几天, 便打算称霸街头了。 他声音清和好听, 扣人心弦。 魏清已在他怀中, 合着双眼有些筋疲力尽, 嘴上仍是浅浅地笑, 因都督民间, 我可是良民, 几乎不惹是生非的。 京城里还没见过魏清的随行锦衣卫们, 都惊呆了。 他们大都督从来没抱过女人。 最终魏清还是没挨到回魏家, 就晕过去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躺在了风小院的床上, 依兰在床边尽心竭力地照顾。 依兰眼圈一直红红的。 想起以前, 他只是被迫派到魏清身边来的, 后来他和魏清只有立场关系, 并无主仆情义。 就连认定魏清做主人, 也是形势所迫, 不得不如此。 可是随着时日一久, 依兰明白, 自己的主子对别人从不心软手软, 可是对自己人却是有情有义。 在避暑山庄里, 魏清去以身犯险的时候, 独独把他藏在后山上躲雨, 今日在巷梦中, 魏清自己和歹徒们斗, 又要让他先跑。 他身为奴婢, 魏清时候不是应该舍身挡在魏清前面吗? 又有几个主子像魏清那样, 魏清费力地从床上坐起身, 刚一动作, 便是一阵头晕饭饿。 依兰忙抹了抹眼角, 扶他靠在床头, 道,二小姐你不要多动啊, 有没有觉得好些? 我怎么回来的? 魏清隐约记得, 他好像见过阴警, 闻到过他身上的气息, 还和他说过话。 难道是一场梦吗? 依兰便道, 是大嘟嘟用他的马车送二小姐回来的。 二小姐的伤也已经请大夫看过了, 大夫说了, 要好好静养。 魏清不由伸手去摸自己后脑的伤处, 肿了一个大包, 刚碰一下便撕了一声。 那一棍子下去, 脑震荡不清啊。 看来是得好好养两天。 还不等魏清再多问, 依兰又说道, 二小姐放心, 行凶的那伙恶徒 已经被锦衣卫给送进卫厂里了, 听说进了那个地方, 少不了要掉层皮的。 顿了顿, 他又眼睛红红地坚定道, 以后奴婢一定听二小姐的话, 努力练习拳脚, 绝不偷懒。 魏清轻松地看他一眼, 哭过了。 一篮扁了扁嘴, 只是, 只是眼睛进沙子了。 魏清扯了扯嘴角, 似笑了, 低语道, 怎么古人都喜欢用这么烂的借口。 徐氏怎么也没想到, 魏清这一出去, 没想到还能回来。 而且, 不光是他一个人回来的, 还有锦衣卫驾着马车送他回来的。 虽然并没有见到大都督的人, 可是有锦衣卫亲自护送, 这已经让徐氏非常的坐立不安。 魏清回来了, 那那些人呢, 现在怎么样了? 徐氏无从得知。 结果第二日, 不想殷景就亲自来了一趟魏家。 彼时锦衣卫鱼贯而入, 分站两边。 殷景一身玄清色叶洒, 原莫是刚得闲的样子, 闲听信步地走进魏家的大门。 魏慈叔不敢怠慢, 带着魏家众人与前庭相迎。 徐氏看见各个衣着干练的锦衣卫, 脸色就不自觉地发白, 府里的身子也细微地颤抖起来。 魏慈叔客气道, 不知大都督驾铃寒舍, 有何吩咐。 殷景道, 昨日本都外出公干, 恰逢街上有人打架斗殴, 寻衅滋事, 扰乱京城秩序, 便拿回去招待了一番。 听他们招供, 好像是位大人家的亲戚。 魏慈叔神色一领, 一道, 下官刚来金不久, 不知是何人胆敢冒充下官亲戚, 还请大都督明察。 殷景看了魏慈叔一眼, 道, 无妨, 先任任看。 随即, 锦衣卫便将好几个奄奄一息的人 拖进了魏家的大门, 丢在了魏慈叔等人的面前。 顿时激起魏家人连番尖叫, 这几个人衣服上浑身是血, 已经被料理得面目全非, 形容相当可怖。 但是他们还吊了一口气, 趴在地上, 朝魏慈叔和徐氏伸手。 救我。 魏慈叔往后退了两步, 极力稳住心神。 徐氏则面色煞白, 抖如筛子。 他一手帕掩住口, 不仅仅是被这几人身上的惨状 给吓得尖叫, 还有恐惧和慌张。 徐氏求助地看向魏慈叔, 手里紧紧拽着他的衣角, 换道, 老爷。 魏慈叔咬了咬腮帮子, 朝阴警禀道, 回大都督, 这几人下官并不认识。 徐氏亮腔欲倒, 他想要上前去, 可是刚一挪动脚步, 就被魏慈叔给挡着。 魏慈叔大意凛然诱导, 大都督, 这几人敢冒充下官亲戚, 既是扰乱了京城秩序, 还请大都督严肃处理。 地上的几人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憋着一口气咬牙切齿地嘀嘀道, 魏慈叔,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徐氏嘴唇哆嗦, 双眼失神, 喃喃道, 不, 不要。 阴景眼梢掠台, 清淡地看了徐氏一眼, 道, 好像你有话说。 顿时所有的视线都聚集在徐氏的身上。 魏慈叔转身就盯着他, 额头上的青筋隐隐抱起, 那警告的眼神非常冰冷, 仿佛要将他凌迟一半。 徐氏吓得腿软, 魏慈叔道, 大都督正问你话, 你好好回答。 徐氏看看魏慈叔, 又看看地上形容惨烈的几人, 眼眶通红, 他浑身颤抖, 痛苦不已。 若是就此承认, 这几人就是他的娘家人, 下场会如何? 殷景专门把人带到眼前来让他们认, 若是认了, 秩序是小, 可若是虚意害人性命, 说不定他也得跟着被带到卫厂去。 卫厂里的人手段残暴很辣, 这几人短短一日便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徐氏要是进了里面, 怕是一两个时辰都熬不过去。 最终, 徐氏手指甲紧紧掐着掌心, 深吸一口气, 惶恐至极地捏诺着道, 大都督恕罪, 妾身是见这几人血淋淋地实在可怕, 故而有些被, 被惊吓住了。 地上的人极力地抬起头, 既绝望又震惊地看着徐氏, 连泥也。 最终, 锦衣卫又把几个血人给拖了下去。 殷井轻撩淡写道, 看来是误会一场。 他转身要走时, 徐氏脱口就问, 不知大都督会如何处置他们。 殷井又如来世一般, 清闲地走出了卫家大门, 吩咐锦衣卫道, 这几个砸碎, 拆了卫狗吧。 此话一出, 徐氏再也禁不住, 整个人贪婪在地。 出了卫府, 殷井正准备上马车, 锦衣卫又请示道, 大都督, 除了这几个带头的, 其他闹事的要怎么处理? 毕竟那些不长狗眼的东西, 揍了大都督的女人, 要不要弄得很点, 还等殷井给画。 殷井动作顿了顿, 回头看了那锦衣卫一眼, 道, 还要我教吗, 照老规矩。 是, 照老规矩, 只要是被弄进内场的, 就没有完好无损出来的。 犯事者牵连不大者, 每人赏五十边, 再丢进牢里关两天。 能挨得过去的便竖着出去, 挨不过去的便横着出去。 等锦衣卫带着血人离开以后, 魏慈叔当急着人, 把前庭的血迹清理干净。 徐氏扑过来, 就抱住魏慈叔的腿, 嚎啕大哭。 老爷, 他们是我兄长外甥啊, 你为什么不救他们? 魏慈叔早就一场恼怒, 一脚把徐氏踢开, 道, 他们是被大都督亲自捉拿的, 怎么救? 难不成要搭上你我, 搭上魏家? 徐氏又匍匐着爬过来, 哭道, 可是他们也曾为魏家出过不少利, 这些年也给魏家赚了不少钱财啊。 魏慈叔看着徐氏, 冷冷道, 那方才大都督问你话时, 你何不承认了, 那几人就是你的兄长叔父。 徐氏气不成声, 也答不上来。 最终他还不是为了自保, 而否认了和他们的关系。 魏慈叔不再理会他, 冷哼一声, 摔袖便离去。 老夫人对此也无话可说, 魏慈叔当时的决断是对的, 若非如此, 只怕今日魏家也脱不了干系。 徐家惹的是, 就让徐家人自己去兜, 关魏家什么事。 好在最后只是虚惊一场。 老夫多少也受到了惊吓, 看也不看徐氏一眼, 板着脸道, 以后要是还想留在魏家, 就安分守己, 凡是以魏家为先。 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再有下一次, 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说吧, 也转头离去。 等人都散了以后, 魏穷居才含泪搀扶徐氏起来。 回到院里, 母女俩抱头痛哭。 徐氏万万没有想到, 最后会是这样一番光景。 他娘家兄弟惨死, 以后徐氏在京城里, 就失去了依靠和底气, 而魏家又势力凉薄, 魏慈叔现在做了尚书, 哪里在桥子上商骨出身的徐家, 就算没有今天这回事, 恐怕也迟早要和徐家撇清干净的。 徐氏意识到, 以后他在魏家可谓是步履为奸。 徐氏双目赤红, 恨意滔天, 全都是因为魏清的一个小贱人,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他当即起身就要往外冲, 此时所有理智都被愤怒给冲没了, 他现在只想跑到封小院去把魏清丝的粉碎。 徐氏口不择言道, 要不是因为他, 铺子怎么会被大嘟嘟拿去, 我徐家的人怎么会被赶出去, 要不是因为他, 我徐家的人又怎么会寻衅滋事, 打架斗殴, 今日我就要活活打死他。 魏穷居知道, 这件事多少和徐氏脱不了干系。 不然徐家的人没有见过魏清, 又怎么知道魏清昨天会出门, 就更不会把他引到偏僻的巷子里下手。 结果下手不成, 反遭锦衣卫拿住。 而魏清到头来只不过是受了点轻伤, 他徐家却赔上了几条人命。 魏穷居也愤恨不已, 可眼下不得不奋力拦住徐氏, 道,母亲,你清醒一点, 你现在去,把事情闹大了, 惹得祖母和爹不快, 不是更让他们有话说吗? 徐氏恶狠狠道,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要替你舅舅表兄们报仇。 魏穷居肩声道, 你不为自己想想, 那我和子龟呢, 你也不为我们想想吗? 他缓了缓, 又压低声音, 母亲不要忘了, 没一娘还身怀六甲, 那魏穷居可是做梦都想, 让他娘爬到你的头上去。 这一语惊醒梦中人, 徐氏终于渐渐地冷静了下来。 魏穷居又满腹不甘道, 如今魏清有大都督撑腰, 首府大人又对他与众不同, 要想对付他不能我们自己来, 只能借别人之手。 徐氏明白, 只有先稳住他的主母位置, 才能有机会扳倒其他人。 现在去收拾魏清, 只会火上浇油。 彼时魏清捧着脑袋, 坐在屋檐下轻晃试试, 还震荡不震荡时, 一兰八卦兮兮地回来, 把方才前厅里发生的事 跟魏清讲了一遍。 一兰觉得非常解气, 赞道, 大都督真是雷霆手段, 威风八面。 只要一想起方才魏家众人的 战战兢兢的样子, 一兰便认为, 即便大都督是太监, 那也是个比硬汉还硬, 比男人还男人的太监。 魏清还有些诧异, 半赏道, 他这么闲。 一兰道, 很明显大都督是替二小姐报仇啊。 原本魏清还想着 怎么端了徐氏的娘家呢, 这下好, 还没动手, 就有人先帮他端了。 他撑着额头, 一闭上眼睛, 仿佛就又看见, 深深向中, 清风徐徐, 那抹朝他缓缓走来的紫糖色身影。 魏清连忙摇了摇头, 一兰见他无动于衷, 又道, 二小姐不知道, 昨日那个敢偷袭二小姐的人, 在大都督抱着二小姐转身之际, 就被锦衣卫给大谢八块了, 肠子都留了一地。 魏清戳了戳嘴角, 道, 照你的形容, 场面不是应该血腥可怕吗? 怎么听你的口气, 还有点兴奋刺激。 一兰嘿嘿笑道, 敬朱者赤吗? 后来魏清时常听见一兰在耳边哀声叹气, 哎, 要是大都督不是太监, 那就很完美了。 魏清, 星号星号星号, 早朝时, 文武百官分站两边, 而英景和苏玉亦是分别站在殿手, 一个是武将之罪, 一个是文官之罪。 庄严肃穆的金殿上, 百官之言, 回声朗朗, 如中古陈鸣。 在提及某州城不正史的任选事宜时, 便有文官不可避免地站出来, 拉扯出前不正史遇刺身亡一案。 那文官言道, 启禀皇上, 先不正史被刺一案悬而未决, 臣以为应该尽快找出真凶, 平定民心。 臣听闻, 不正史遇害前, 曾邀请大都督赴宴, 而遇刺当晚, 大都督正好就在那园里。 此话一出, 便有武官站出来反驳道, 梁大人此话的意思, 莫不是怀疑大都督是杀人凶手。 据目记者言凶手是名白衣女子, 大都督身边全是锦衣卫, 何来的女子。 当晚大都督一让人搜过了房间, 一无所获, 难道仅凭当晚大都督也在那园中, 就认定大都督是凶手吗? 文臣道, 臣并未说大都督是凶手, 只是这未免太过巧合。 那白衣女子说不定也只是障眼法, 这世上除了男子就是女子, 想找个白衣女子来顶帽凶手, 那不是太容易了。 上座的皇帝两边看法都得听一听。 而文武之首的殷景和苏裕, 两人均是泰然自若, 自始自终没有任何表态。 一些立场模糊或者狡猾的老臣们, 则默默观望, 绝不参与其中。 新内阁刚刚重组, 若论人心凝聚, 分身蒂固, 还是要比大都督府略逊一筹。 皇帝最终任命一名内阁学士为钦差, 前往周城彻查此案。 内阁学士自然是听苏裕的差遣, 那这桩案子便是掌控在苏裕手中。 不管查到什么证据, 都会对阴景不利。 早朝散后, 文武百官们按照顺序陆续续地退出朝殿。 两位大佬走在最后, 并肩走出朝堂。 那种意外和谐的气氛, 诡异到就差手牵着手, 撑胸道地了。 百官们招惹不起, 还是遍而远之地好。 旭日东升, 金飞色的日光寸寸爬上宫墙, 镀亮了八面腾笼的珠红眼角。 那艳丽明媚的颜色将一座座功楼玉宇 衬托的四仙衣红装的少女。 英景和苏裕两人的身影, 一半静在日光里, 一半聋在阴淡中, 明烂有至。 还能心平气和地聊天。 苏裕着朝服, 眯着眼, 看着东边缓缓升起的朝阳, 道, 听说大都督才拿了一批示警之徒, 还去卫尚书家里立威了。 怎么, 这是与卫尚书有关吗? 英景随意地把竖着袖脚的护腕整了整, 闲聊道, 锦衣卫用行时, 听他们招供说是卫尚书的亲戚, 卫尚书在朝中官职不低, 若真是如此, 本都也可卖手抚一个面子。 所以亲自去查证了一番。 苏裕道, 结果呢, 让大都督失望了。 英景清闲道, 结果卫尚书都还没看仔细, 就否认了, 确实有点失望。 苏裕笑了一笑, 道, 大都督竟管起了街头斗殴, 寻衅姿势, 他样子竟然韦诗很闲。 寻成御史不办事, 只好有锦衣为代劳。 英景西书平常道, 在其位谋其政, 保护荆棘种地安平, 也是本都分内之事。 他一边说着, 一边不疾不徐地走下眼前的白玉街, 象征着身份与地位的鱼龙悬了夜洒, 一脚随着他的步伐而动, 那股不经意的魄力也在步履间流出。 英景走了几步, 傅又停下, 思想起了什么, 对苏裕道, 那名白衣女子的画像, 有幸摸到本都手上, 回头赠给首辅。 苏裕眼神略沉, 道, 如此多谢大都督慷慨相助。 听他既这么说, 这其中便是生了变数。 当日, 那幅画像便转手到了苏裕这里。 当他打开画像一看时, 神色莫测, 良久才缓缓合上, 捏了捏鼻梁。 魏卿。 这画像上所画女子竟然是魏卿。 英景去视察时, 魏卿也已经回到了周成的魏府里, 这两人有什么交集。 你跟着钦差一并到周成去, 将大都督在周成那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 给我弄清楚。 下属领命而去。 另外, 街头斗殴, 本是小事, 但是在锦衣卫手里, 只要是看不顺眼的, 先弄进魏厂里再说。 这非常符合英景的作风。 因而, 苏裕在听到消息说, 英景让锦衣卫把那几个带头挑事的人拆了喂狗时, 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可他并不知道那伙人寻衅姿势的对象就是魏卿。 魏卿脑震荡在家养着, 足不出户, 魏瓷叔在迟钝也明白过来, 恐怕魏卿的伤和徐家的娘家人脱不了关系。 徐家人可都是因为魏卿拿走了铺子房气地气而被赶出来的, 极有可能恼羞成怒才下此毒手。 魏瓷叔不想把事情闹大, 徐氏和魏瓷居更不希望又来一个首府替魏卿做主, 故而一直瞒着。 转眼间, 魏姨娘的肚子已经很明显地浓了起来, 这几乎成了徐氏的一块心病。 他做梦都想弄掉魏姨娘肚子里的孩子。 可是老夫人看得越发的紧, 而魏瓷九和魏姨娘也一日比一日小心。 徐氏在魏府的地位朝不保夕, 不敢轻易下手。 而魏府唯一的嫡子魏子龟自从到了京城以后, 好似水土不服, 整个人淹了一半。 府里大夫请过许多次, 魏子龟小病不断, 一直反反复复, 不得痊愈。 请大夫不奏效, 魏瓷居便向老夫人道, 紫龟日渐消瘦, 孙女和母亲着实痛心。 许是这宅子许久未住, 有会晤作祟与紫龟相冲, 才导致如此。 祖母, 不如请一位大师来看看吧。 老夫人见魏子龟一直好不了, 又何尝不心痛, 听魏瓷居一言, 觉得甚有道理, 便同意去请一位风水大师来看看。 这日, 风水大师在魏宅里走动观摩了许久, 操着手里的罗盘, 掐着手指算个不停, 看得魏家众人一阵紧张。 见风水大师一皱眉, 老夫人便忍不住问道, 大师, 如何? 大师道, 这宅中却有和小公子命格相冲之物, 夫人且看着罗盘, 罗盘所指方向, 便是相冲之物的所在。 于是, 老夫人携魏瓷居和徐氏, 以及一杆下人, 顺着风水大师所指的方向一直往前走, 直到走到梅姨娘的院子里, 方才停了下来。 老夫人面色不定, 魏瓷居却惊讶地开口道, 莫不是这乡冲之物就在梅姨娘的院子里。 这时梅姨娘听闻老夫人过来, 正挺着个肚子, 由魏瓷酒搀扶着出来见礼。 结果迎面就看见, 站在前面的操着罗盘的风水大师, 魏瓷酒和梅姨娘均是一愣。 紧接着, 魏瓷酒心里便沉了沉, 看着架势, 分明是来者不善。 魏瓷居搀扶着老夫人, 徐氏站在一旁, 往日徐氏见了梅姨娘的肚子, 哪次不是咬牙切齿, 今次却不同, 一反常态地安静。 还不等老夫人问话, 这风水大师见之梅姨娘便是一惊, 道,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我倒是这惠物藏得深, 没想到却是藏在了人的肚皮里。 这话一出, 众人哗然。 老夫人急忙问道, 大师这话何意? 风水大师捋了捋胡须, 说道, 这老宅久不住人, 惠物横行。 老夫人举家刚搬进来, 人气正弱, 而这母体人胎, 最是让惠物趁虚而入的好龙气。 只要这东西一天还在, 小公子便一天好不起来。 话音儿一落, 魏穷酒当即喝道, 哪里来的江湖舒适, 竟敢在此信口雌黄, 威严耸听。 怀胎生子乃是孕育生命, 是灵气最纯盛的时候, 更得宋子娘娘保佑, 岂是你所说的污汇产身。 风水大师道, 惠物以肉眼是看不见的。 既然看不见的, 那就是子虚乌有。 魏穷酒又对着老夫人言辞恳切道, 祖母, 自没姻娘有孕以来, 夜里好梦连连, 父中子必是服心高照, 还请祖母千万不要相信 这等江湖骗子的妄言。 徐氏便开口道, 老夫人又没说什么, 你这么着急做什么, 难不成还真是心虚了? 子归迟迟不好, 必是有人不希望她好起来。 风水大师最后再对老夫人道, 与小公子相克之物, 两者只会此消彼长, 不可兼容。 随着这位夫人的父中子 人气日益旺起来, 小公子的人气 势必就会日渐弱下去。 我严禁于此, 老夫人信与不信, 全在自己。 风水大师走后, 老夫人端坐堂上, 徐氏和未穷居, 未穷酒及梅姨娘在侧。 老夫人久久沉默, 让众人都着急不已。 徐氏在庞抹眼泪, 道, 可怜我们子归, 小小年纪就要受这种罪。 这可怎么办, 家里有东西和她相克, 莫不是还要克得她, 后面的话没再说下去。 老夫人瞪着徐氏异常恼怒道, 那你说怎么办, 梅姨娘怀她数月, 难不成要让我未家的子孙 就此胎死腹中吗? 未穷居连忙站出来道, 总努息怒, 大师的话, 应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如今应该想出一个 折中的办法, 兴许对梅姨娘和子归都好。 老夫人看了一眼未穷居, 道, 还是穷居懂事。 你看这是应该怎么办? 未穷居想了想, 道, 不如将子归和梅姨娘分开来吧, 让梅姨娘先去外宅养胎, 带产子以后再回来。 那时, 新徐子归的身体已经养好了, 而梅姨娘的孩子 也吸收了外面的人气, 对子归不再有影响。 此话一出, 梅姨娘与未穷久居是一惊。 真要是住到外宅去, 不仅让人说刀, 还处处不便, 许是不好在府里动手, 可是在外宅却是容易得多。 对于梅姨娘来说, 眼下未斧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见老夫人陈思, 为穷久当即道, 祖母, 姨娘还有几个月就要生了, 这个时候去外宅若是有个差池, 只怕追悔莫及。 大姐姐说得对, 子归弟弟真若是与梅姨娘的肚子相冲, 确实不宜再住在一个屋檐下。 前几日, 父亲不是在为子归弟弟找书院入学吗? 穷久想, 子归弟弟也可搬去书院, 既可以静养一段时日, 又能耳濡目染学点东西。 徐氏怒道, 子归是魏家笛子, 怎能为了他肚子里的下贱种就被赶到书院里去。 魏穷久道, 再有几个月, 祖母就可以有小孙子报了。 这几个月里是断不能出错的, 不然祖母就要空欢洗衣场了。 老夫人何尝不知, 真要是让梅姨娘去了外宅, 确实不能保证孩子的安全。 她即将出事的孙儿还是放在眼皮子底下最稳妥。 虽老夫人最终道, 穷久说得甚有道理是有轻重缓急, 子归性子乖张, 早该进书院里好好教养一番了。 她不是不心疼魏子归, 她是想两个孙儿都要, 所以只好先委屈一个。 徐氏哪受得了, 开口就要骂, 被魏穷居及时按住。 魏穷居忧心道, 祖母, 子归身体不好, 还那样小, 若是把她送去书院无人照顾。 老夫人道, 我会派丫鬟跟过去, 仔细打点子归的房间, 布置得同家里一样舒服。 魏穷居和徐氏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都把魏子归搬出来了, 最后老夫人还是偏向了梅姨娘。 一想到让子归搬去书院赞养, 徐氏就恨不得杀了梅姨娘。 这件事老夫人与魏词书一商量, 魏词书也表示赞同。 她早有打算把魏子归送去书院里管教, 眼下正是一个契机。 而魏子归听说自己要去书院, 又哭又闹, 要死要活。 她在家里称霸称惯了, 哪能适应书院里的生活。 魏词书要送她去的, 绝不是京城里一般的书院, 还是打通了关系才弄到的名额, 里面一应是官家少爷小姐, 书院里的先生全都一视同仁。 这次不管魏子归如何闹, 魏词书就是不会心乱, 老夫人也狠下心不松口。 魏青正在水池边魏乌龟时, 一览跑回来说, 魏子归哭着嚎着, 已经被送上去书院的马车了。 彼时秋一见晚, 明亮的阳光只剩下淡淡的一层暖, 一阵风起, 却被冷不丁的凉意覆盖。 魏子归是因为梅姨娘害的。 要不是梅姨娘肚子里的孩子, 老夫人和魏词书也不会把她送走, 她母亲和姐姐也不会如此备受冷落。 魏子归便潜意识以为, 老夫人和魏词书是因为梅姨娘的孩子, 而不要她了。 将来那孩子出生以后, 就没人疼她了。 说不定以后, 她都要被丢进书院里, 再也回不去了。 小小的魏子归当然不甘心, 谁也不能和她抢。 于是才去了书院几天, 一有时间, 她趁着书院里的先生不注意, 就让丫鬟带着偷偷地跑了回来。 要让她在书院里受苦, 吃那些粗茶淡饭, 每天被那些四叔五惊, 想都别想。 而那个罪魁祸首, 却在家里享受, 魏子归只要一想起, 就忍不住磨牙。 她要回来教训教训那个梅姨娘, 敢欺负她娘和姐姐, 还把她赶去书院, 要让她知道知道她的厉害。 魏子归回府时, 没人敢拦她, 她匆匆穿过花园, 正好魏穷居带着丫鬟在花园里散步, 看见她回来先是一惊, 然后就快步过去把她拦下。 魏子归回来第一时间, 却不是往她和徐氏的院里跑, 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 魏子归回过头来, 看见是魏穷居, 一张怒气冲冲的小脸跌得通红, 扭道, 你放开我。 魏穷居道, 子归, 你怎么回来的? 魏子归脸上露出恶狠狠的表情, 道, 我要让她常常厉害, 敢害我去书院, 魏子归是嫡子, 是老夫人和魏慈叔的新头宝, 即便是她犯了错, 老夫人和魏慈叔也会拿她怎么样的。 魏穷居手上莫名一松, 就叫魏子归跑了出去。 她赶紧叫上丫鬟, 却不是要去追, 而是转头就回自己的院中, 勒令丫鬟道, 今日你我谁都不曾见到小公子回来, 听到了吗? 魏子归一口气跑到梅姨娘的院子里, 一抬头就看见梅姨娘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她那肚皮鼓鼓。 魏穷九正陪着梅姨娘有说有笑, 哪里料到魏子归突然回来, 并且还出现在梅姨娘的院子里。 魏子归双眼通红, 想着自己和母亲、 姐姐都受这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的欺负, 魏子归就气不打一处来。 那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生, 居然就敢和她对着干。 当事实, 魏子归突然就冲了过去。 等魏穷九和梅姨娘反应过来时, 魏子归已冲至眼前。 魏穷九刚要去拦她, 就听梅姨娘一声尖叫, 竟被魏子归推倒了椅子, 直挺挺地往后扬倒了去。 那一把恰好磕在梅姨娘的后腰上, 痛得她腰快断了似的, 再加上大肚子不变, 躺在地上起也起不来。 魏穷九压根没料到, 魏子归一来就直接对梅姨娘动手, 怒吼道, 魏子归, 你疯了吗? 魏子归又推了一把魏穷九, 往她脚上粘踩了两脚, 魏穷九吃痛往后退了退。 而魏子归寻到这一空档, 转头就站在梅姨娘身边。 那小脸上的凶恶表情, 简直不属于一个孩子应该有的, 仿佛她天生骨子里都带着一股邪恶的本性。 她盯着梅姨娘隆起的肚子, 当即抬脚就狠狠地踩了下去, 像才别一个她不要了的居球一般。 当时, 梅姨娘张大了嘴, 脸色惨白, 却连叫也叫不出来。 魏穷九来不及阻拦, 被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 等她疯了一般扑过来阻拦时, 魏子归踩了两脚, 觉得不解气, 又站在梅姨娘的肚皮上, 双脚并用得跳起狠多了两下。 梅姨娘终于惨叫出声, 裙子底下的阴阴血迹流淌了出来。 这一日, 魏家上下乱作了一团。 依兰匆匆跑进封小院, 脸色发白地对魏青道, 二小姐, 老夫人, 请你立刻去梅姨娘院里一趟。 魏青神色一动, 道, 梅姨娘身子不舒服了。 他在梅姨娘里逃了回来, 跑去梅姨娘的院里, 静, 静在梅姨娘的肚子上又踩又剁, 梅姨娘流了好多血。 魏青脸色变了变, 立刻动身, 就前往梅姨娘的院子。 一直以来, 他不愿插手梅姨娘的运势, 也不会如魏琼九的愿与这件事扯上任何关系, 知道梅姨娘和魏琼九都指望着这个孩子翻身。 可是现在孩子尚未出世, 何其无辜。 魏青府一踏入梅姨娘的院里, 就听见房中传来凄惨如厉鬼般的惨叫声。 院子里的地面上, 一滩未干的血迹, 晾在明亮的阳光下, 十分刺目。 老夫人机遇昏厥, 颤抖着拉着魏青的手, 老泪纵横道, 青丫头, 快, 快进去看看, 保孩子, 一定要记得保孩子。 如果当时魏青脸上能做出什么表情的话, 那一定是厌恶的表情。 到底是多自私的人, 才会在人命关天的时候, 仍想着自己的那点私欲。 魏青面无表情的把手抽了回来, 一句话没说, 转身就进了梅姨娘的房间。 梅姨娘的裙脚都被写如湿, 冷汗淋漓, 面色如鬼。 她抓住魏青时, 仿佛抓住了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哭哭哀求, 求求你, 救我。 魏青按住梅姨娘, 当即迎针扎了下去, 冷静道, 梅姨娘放心, 我会尽力。 稳婆姗姗来迟, 魏青在这之前, 尽其所能地给梅姨娘止血, 否则出血过多, 无疑会危及性命。 至于她肚子里的孩子, 光看院里地上的那滩血迹变枝, 已无力回天。 梅姨娘这一胎, 生得极其危险而煎熬。 她那凄厉的惨叫, 伴随着眼窝里的泪水, 生生撕心裂肺。 到后来, 再也叫不出, 整个人几乎走了一遭鬼门关。 中途她心脏骤停, 魏青不停地给她按压胸腔, 抬高四肢, 促使血液回流, 生死一瞬间, 她片刻都不敢松懈。 梅姨娘忽然长抽着一口气醒来, 再攻身用力了一回, 终于将腹中胎儿铲除。 而她倒在榻上, 灰白的脸色没有一点生气。 但好在, 梅姨娘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魏青给她止住了血, 又护住了心脉, 只是她现在极度虚弱, 人是不知。 从房里出来时, 魏青裙子上沾满了梅姨娘的血, 脸上的表情冰冷, 眼神是人, 仿佛从地狱里走来的一般。 魏青从来不知道, 一个孩子恶劣便罢了, 却竟然能够凶残到如此地步。 那是得有多狠的心和多米灭人性, 才能够做得出来。 她救得回梅姨娘的命, 可是却就不回那个已经长成了的孩子。 她还没生下来就已经死了。 梅姨娘最终产下一个死胎, 胎儿已经长成, 脑袋上还长了气气软软的毛发。 那确实是个男婴。 如果不是魏子归今天硬把她才死了, 逼出母体的话, 她原本该在娘胎里一天天成长, 等着瓜熟蒂落的那一天。 可惜最后终究没能等到。 老夫人看见是个男胎时, 哭得垂胸顿足, 当场晕死。 这种时候, 魏青怎么能让她晕过去呢? 以为晕过去就什么都不用面对,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于是, 魏青又把老夫人就醒了过来。 所有人一步到正堂。 堂上, 魏子归正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她一脸都无愧无畏, 根本不知道自己闯下了多大的火。 老夫人和魏慈叔疼她, 她便以为只要和以前一样撒撒娇, 哭几声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魏慈叔进来, 站在她面前, 暴怒道, 逆子, 跪下。 魏子归被吼得一愣, 一别嘴就包着两包眼泪, 快要哭出来。 徐氏连忙过来护着魏子归道, 他还小, 什么都不懂, 老爷, 今天这事一定是有人指使他干的。 老爷应该揪出的是幕后的真凶才对。 魏子归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 仿佛整个堂上最伤心的就是他了。 魏琼酒面色煞白, 眼眶通红, 瞪着魏子归哭着的模样恨己, 道, 当然是有人指使他的, 若是没有人指使, 他怎么能一来就往梅姨娘的肚皮上踩? 他怎么能丧心病狂地在梅姨娘的肚皮上连跺几脚? 有徐氏护着, 魏子归哭的肩膀一抽一抽。 魏青洗了手上的血迹, 染血的裙子却是没有时间换, 便走进了正堂。 魏子归抬头一看见他时, 有些惧怕, 可仍是伸手就指着魏青, 叫道, 是他, 都是他叫我这么做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魏子归害怕受到责罚, 当然更不会扯上他的母亲和姐姐, 这个时候魏青进来了, 他想当然的便要全部推到魏青的身上去。 他也非常痛恨魏青, 可是在他手上吃过亏又怕他, 后来一直不敢再去惹他。 现在全退给魏青, 要是能让魏青带他受罚, 那他一定非常高兴。 魏子归指着魏青, 膀上的人都暗暗吸了一口气。 彼时魏青刚一进来, 浑身血色, 他逆着光, 面上没有什么表情, 但那暗淡的光线下, 一双眼却沉晦得无边。 魏青平静无波地向魏子归看来, 道, 哦, 我叫你做了什么了? 魏子归鼓起勇气道, 是你叫我采梅姨娘的肚皮。 魏青转身便一步步朝魏子归走来, 道, 我叫你采梅姨娘的肚皮, 你就去采了。 我能从中得到什么, 你又能从中得到什么? 魏子归回答不上来。 魏青继续朝他靠近, 又问, 是我叫你从书院里跑回来的? 是我让你跑去梅姨娘的院子里的? 我几时叫你去的, 在什么地方叫你去的, 都跟你说一些什么话, 说, 你若是说得出来, 才有机会让人信你两分。 魏子归随着魏青的逼近, 他身上都是血, 他脸上的表情对于他来说简直可怕。 魏子归完完全全被魏青镇住, 一个劲地往后缩。 徐氏怒道, 魏青, 我的儿子还轮不到你来责问, 你吓到我的儿子了。 魏青看也不看徐氏一眼, 直勾勾地盯着魏子归, 又道, 当你把脚放在梅姨娘的肚皮上又踩又跺时, 可是很爽。 看见梅姨娘血流不止, 奄奄一息时, 可是很爽。 魏子归哭着叫娘, 徐氏当即要来把魏子归抱走, 却被魏青先一步, 揪着衣领兵了起来, 凑近与他对视。 魏子归又恐又惧, 挣扎不已。 魏青眼神冷冽, 道, 你知道你这么做意味着什么? 嗯, 意味着你把梅姨娘肚子里的孩子给活活才死了。 意味着, 魏子归, 你杀人了。 魏子归瞪大双眼。 堂上众人, 竟被魏青的气势给射住, 无人反驳, 更无人出来帮衬一句。 魏青歪头, 像个魔鬼念咒一样, 轻声又对魏子归道, 而你, 毫无忏悔之心, 还想嫁祸给旁人, 魏子归, 你是个小孩吗? 你分明是个残忍冷血的杀人凶手啊。 徐氏私声尖叫道, 魏青, 放下我儿子。 魏子归在魏青手上, 渐渐连挣扎的勇气都没有了。 魏青阴力地道, 想嫁祸我是吗? 不好意思, 姐姐现在也是一肚子火气, 来, 你来嫁祸给我试试看。 谋杀亲弟, 说你丧心病狂也没说错, 天子脚下, 往法如山, 看看到底是书院里的饭好吃, 还是老里的饭好吃。 最后, 魏青一把将魏子归丢在了地上。 魏子归吓傻了, 浑身颤抖不已。 徐氏忙不迭扑过来, 想抱起魏子归, 只是魏慈叔忽然道, 来人, 把这个贱妇压起来。 当即两个仆人左右压住徐氏。 徐氏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颤声道, 老爷, 你想干什么? 魏穷居亦是一脸惊恐, 当即跪地, 道, 爹, 子归年幼无知, 才犯下大错, 求爹网开一面。 他们妇人之人, 成天宠着他惯着他, 才使得他无法无天。 来人, 拿家法。 这次魏慈叔一拿住藤条, 便毫不留情地往魏子归身上打去。 魏子归使出吃奶的劲儿大哭。 上座的老夫人闭上泪眼, 不管也不问。 徐氏和魏穷居亦是哭叫不已。 魏慈叔手上没停, 往魏子归身上打个七八下。 那裸露在外的守备皮肤上, 一道道红狠, 触目惊心。 最后, 老夫人含泪痛道, 够了,够了。 我唯一的孙儿, 你现在也要把他打死吗? 徐氏推开仆人, 就抱住魏子归, 哭嚎道, 老爷, 他可是你唯一的儿子呀。 是, 现在没娘的孩子没有了, 魏子归确实又成了魏府唯一的男兵。 魏慈叔狠狠摔了藤条, 对魏子归怒气冲天道, 从今日起, 他就给我滚回书院里去,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许去看他, 更不许他回家门半步。 若是叫我发现, 必打断他的狗腿。 徐氏哪里还敢反驳, 只要能保下他儿子, 就已经是求之不得了。 遂徐氏和魏琼居赶紧哭着, 把魏子归抱起, 就匆匆回院里找大夫。 魏琼九眼睁睁地看了那母女一子, 就这样离开, 想他娘躺在床上还奄奄一息, 他弟弟还没来得及看一看这人事, 就惨死负重, 而这凶手却仅仅是被打一顿, 便放走了。 魏琼九双眼含泪, 悠悠道, 父亲责打爱子, 公正严明, 凛然大义, 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随后魏琼九一声不吭, 也走了出去。 时至今日, 他对这位家是失望透顶了。 等人都散后, 正堂上只剩下老夫人和魏慈叔。 老夫人又垂胸顿足地痛哭起来, 嘴里含糊唤道, 我的孙儿, 我的孙儿啊, 这是造的什么孽啊? 依兰跟着魏亲出来, 一路上沉默不多言。 方才堂上魏亲字字句句句, 听得出, 他压抑着愤怒。 后依兰道, 二小姐不要生气了, 这件事与二小姐无关, 小公子就由自取, 也被魏大人用家法责罚了。 毕竟以往魏家上下 从来没有动过魏子归一根毫毛, 因而依兰觉得这已经很难得了。 这件事确实与魏亲没有关系, 可是别人却无法感同他的感受。 他竭尽全力地去救人性命, 知道生命无常, 再见到院子里的血迹, 就料到会是个什么结果, 可是当那个婴孩 从魏姨娘身体里出来一动不动时, 真让人窒息。 那孩子, 还没来得及睁眼看看这个人事, 就成了后宅里的牺牲品。 魏姨娘是妾, 她现在流产了一文不值, 还指望魏家严惩嫡子, 平息事端吗? 魏卿走了几步, 挑起嘴角梁国的笑道, 活生生一条人命, 家法则打几下就完了。 什么魏家的家法, 都是用来对付别人, 替自己开脱的玩意儿。 依兰愣了愣, 魏卿若无其事地看着前方的路, 又道, 也是, 魏家就剩这一个独子了吗? 还奈把他怎么样呢? 魏慈叔, 一向装枪做事的可以啊。 依兰回魏过来, 嫩嫩道, 二小姐是说, 魏大人不是为了惩罚他, 反倒是为了保护他吗? 魏卿淡淡道, 如若不然, 魏子归以后, 可能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后宅里发生的落胎事件, 只要魏慈叔不往外张扬, 最后便只能当作是一件家事料理了。 魏姨娘失去了孩子, 险些丧去了性命, 结果换来的, 就是把魏子归送去书院里好好管教, 无视不得回家来。 魏琼九回到院落以后, 浮在魏姨娘床边痛哭了一场, 手指狠狠掐着床颜, 掐断了指甲, 浸出血迹也不知痛。 魏慈叔把魏子归送去书院, 他要怎么找他报仇? 心怀希望, 最终跌落成空, 让人怎么甘心? 魏子归犯下了伤天害理之错, 他理应受到惩罚, 凭什么要帮他逃脱室外? 魏子归被送回院里, 躺在床上痛得嗷嗷直叫。 徐氏嘘寒问暖, 心疼不已, 哭着骂道, 不就是弄掉了一个切实的剑种吗? 魏慈叔好狠的心, 竟对子归下如此重手。 我当然啊, 不疼不疼, 大叔很快就来了。 哭着哭着就嚎啕起来, 又道, 子归才这么小, 那杀千刀的就要把他送去书院, 不准回家, 使我们骨肉分离, 我们子归是笛子, 要走也该是把那贱妾赶出家门, 凭什么要子归走? 魏穷居也很心疼, 但却理智道, 娘, 子归去书院待一阵子也好。 好什么好, 我都看不到我儿子, 不知道他是不是吃饱穿暖, 有没有受欺负。 他去了书院, 也可暂地一下风头。 等事情过去了, 再接他回来也不迟。 想来, 爹也是做的这个打算。 魏穷居道, 孩子没了, 如今娘在府里没有了后顾之忧, 往后应该尽快稳住自己的地位, 到时候子归再回来, 就无人敢多说什么了。 徐氏顿时被一言点醒。 是啊, 让徐氏唯一感到高兴的是, 明依娘的孩子总算是没有了。 他的宝贝儿子可是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魏子归还是魏家唯一的嫡子, 就算闯了天大的祸, 也有人帮他兜着。 现在他被送去书院, 只是去避避风头的。 徐氏的嘴角忍不住上挑起一抹扭曲的弧度。 不过魏穷居的话倒是提醒了徐氏。 经了在堂上, 魏清可是明目张胆地说他儿子是杀人凶手。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 对他儿子以后的名声可不好。 遂徐氏收了梅干的眼泪和扭曲的笑容, 对魏穷居道, 传话下去, 今天那是只是个意外, 是梅姨娘自己不慎摔倒流产, 谁要是敢乱嚼舌根, 就给我撕烂她的嘴。 下人们当着主子的面当然敢提一句, 但是私底下大约都是知晓一二的。 魏子龟这个时候被送去书院严加管教, 绝对有意无害。 大夫来给魏子龟查看了伤势, 抹了药过后, 魏子龟便熟睡了过去。 他自是丝毫不用担心什么, 反正有大人们替他料理善后。 第二天, 魏慷属便态度坚决地把他送走, 连他伺候的丫鬟都不准带, 只带了个年纪比他稍大一点的书童。 魏子龟哭得惊天动地, 最后还是被塞进了马车里, 带离了魏家。 秋冬之际, 花园里渐渐露出萧锁之态, 染黄的树叶一阵阵随风飘落在地上。 两个负责花园撒扫的丫鬟, 一边清扫小劲的落叶, 一边说着话。 这两日下人们私下聊的话题最多的, 便是梅姨娘流产一事。 那丫鬟抬头张望了一下, 见四下无人, 便对另一丫鬟悄悄说道, 小公子回来那日, 我在这里扫落叶, 正巧碰见了。 当时大小姐也在花园里。 另一丫鬟痴惊道, 大小姐也在。 那她怎么没拦住小公子? 丫鬟道, 当时拦了, 好像还说了几句话, 许是没拦住吧, 又让小公子跑了。 这个话题点到为止, 彼此心知肚明。 随后两丫鬟便又去别处清扫落叶。 幽静的花园里, 只剩下萧萧风声。 梁九在一簇长青树后面, 才缓缓走出一道人影。 魏琼九站在那树下, 脸色十分灰暗。 魏琼君, 你比魏子柜大那么多, 会拦不住她吗? 你到底是不想拦, 还是怂恿她来行凶作恶? 魏琼九转身往院子里走, 她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梅姨娘昏睡了两天, 终于迷迷糊糊地苏醒过来。 她失血过多, 整个人还非常虚弱。 得知自己的孩子已经没有了, 梅姨娘轻抚上自己的肚子, 那里已经恢复了平坦, 不由无语泪流。 老夫人送了一些补品 过来给梅姨娘补身子, 梅姨娘偏开头, 一口都不想吃。 魏琼九耐心地喂她, 道,吃吧, 不吃怎么好起来呢? 娘一日不好, 有的人就高兴, 巴不得娘永远好不了呢。 只有等身体养好了, 才能让那些贱人好看。 梅姨娘终于偏头回来, 把魏琼九喂她的所有东西 都吃了得干净。 期间, 徐氏也曾到梅姨娘这里来过一回。 彼时, 梅姨娘正卧床休养。 徐氏道, 眼看着肚子那么大了, 梅姨娘真不小心, 摔了一跤就把孩子给摔没了。 那孩子还是个成型的男婴, 真是可惜了, 与梅姨娘没有母子缘分。 梅姨娘眼眶通红, 手指死死碾着亲背, 道, 夫人说的是, 都怪我不小心。 只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记忍结恨, 早日超生, 将来重新投个好胎。 徐氏趾高气昂地离开了。 这件事后, 一场欢喜一场空, 老夫人开始吃斋念佛, 想给死去的孙儿祈福。 而梅姨娘也很快从伤痛中走了出来, 每日沉昏定省, 没有丝毫怨怼。 老夫人本就觉得对她有愧, 又见她如此贤良淑德, 不由对她更关心了几分, 还让魏慈叔多多体贴开导她。 徐氏眼睁睁看着老夫人支持魏慈叔 到梅姨娘房中去塑液, 气得肺都要炸了。 梅姨娘一改往日和魏慈叔相处时的肃淡, 在房中时开始变得风情万种, 锤尖捏紧,还让魏慈叔在房室上感到相当满足。 这阵子,魏慈叔夜夜不离一枚姨娘。 魏慈叔道,孩子的事,委屈你了。 梅姨娘已在魏慈叔怀中, 柔弱的眼神明暗不定, 道,孩子以后还会再有的, 只要能常伴老爷身边,我就知足了。 如此善解人意, 怎能不让魏慈叔喜欢。 再过几日,是康王作寿, 往魏府里送来的琴帖。 康王是皇帝唯一的兄弟, 不理朝政, 封得各贤王来坐。 一旦没有利益纠葛, 康王又十分安顺地待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 皇帝与康王的兄弟情便相当融洽。 这次魏府收到了琴帖, 应当是自入京以来, 第一次十分正式地融入京城的这个圈子里。 琴帖是由康王妃亲自拟的, 帖子上写明, 邀请魏府的三位小姐一同赴宴。 魏家的三位小姐, 对于京中的夫人小姐们来说, 尚处于指纹其名, 未见其人的阶段。 而且, 魏慈叔又的内阁首府如此器重, 大家早都想揭开这位家的面纱看看了。 听说魏家的大小姐, 还曾是行省州城里的第一美人呢? 这些消息, 自然是魏家人自己放出去的, 意在给魏穷居打造一个良好的形象。 这几天里, 徐氏给魏穷居准备衣裳首饰, 应是府里最好的。 而送去给魏穷酒和魏清的衣裙, 则是赐给不能再赐的。 当然, 去康王府赴宴, 谁也不能抢了他女儿的风头。 徐氏也不忘给自己准备一身当日赴宴的行头, 高高兴兴地等着康王作寿的这一日。 等到了这天, 早上老夫人让大家都收拾妥当到善厅来用早善。 魏穷居精心打扮, 一袭水清色长裙, 拼廷阿娜, 温婉娇美, 自食不必说, 老夫人见了满衣地点点头。 魏穷酒意识尽心, 粉色裙子, 衬得她面容甜美, 笑起来十分讨喜。 而魏清, 老夫人看着魏清, 老脸就是一尘。 她还跟平时在家时一般, 别说精心打扮了, 连胭脂水粉都懒得抹一下。 身上穿的也是寻常的藕色裙子, 浑身上下无一丝多余的修饰。 老夫人道, 昨日徐氏没往你院里送新衣吗? 魏清道, 回祖母, 母亲送了, 只是想到大姐姐才是嫡女, 我只不过是个陪衬, 还是朴素一点好。 徐氏哼道, 算你时去, 今日我们穷居才是主角。 魏清若无其事地吃着粥, 谁管她生日主角。 既是赴宴, 魏清全当自己是去吃吃喝喝的, 又不是去选美相亲的, 要那么隆重精致作甚。 她只要做到大方不失礼便可, 这些小妖精们要比来比去, 关她什么事。 只不过别人作寿, 还想到别人的地盘上去争作主角, 你是脑子有毛病吗? 这时, 梅姨娘实实然开口道, 妾有一言, 不知当讲不当讲。 老夫人道, 但说无妨。 梅姨娘便道, 魏清的生母, 当初是老爷的正式夫人, 京中的官柜们可知老爷已经另立了正式。 此话一出, 满桌子的人均是沉默。 徐氏率先怒目间喝道, 梅姨娘, 你这话什么意思? 梅姨娘的话, 让老夫人和魏慈叔猛然回过神来。 但凡是在京里有点资历的达官显贵, 都知道魏慈叔曾娶了妙兰为妻。 现在几年过去了, 就算妙兰已经不在了, 魏慈叔又立了纪事, 却绝对鲜有人知, 这既是乃是原先的妾氏扶正上去的。 若是徐氏娘家是显贵还好, 可最初只是个卑微马商出身, 并且他娘家现在已经全无半点用处, 这要是让那些官柜夫人们知道, 还不得笑话死。 当初妙兰死后, 魏慈叔经不住徐氏的叶叶尔边峰, 和他缠人的本事, 再加上魏子龟是魏家唯一的男丁, 看在这份上才把他扶正。 那时他和徐家也确实尽心尽力地 帮他打点了不少事。 可现在徐氏什么德性, 老夫人和魏慈叔再清楚不过。 他要是去了康王府, 听不得人家的闲言碎语, 在人家地方闹起来, 那位家的脸在京城就别想要了。 徐氏见老夫人和魏慈叔真考虑起这件事, 当即恼羞成怒对梅姨娘道, 你是个什么东西,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说话? 徐氏一开口, 更坚定了老夫人的决心。 今日徐氏就不要去了, 让我儿带着三个孙女去吧。 穷居也不小了, 身为大姐, 带着两个妹妹在女眷门中间该能独当一面。 徐氏不服, 道, 凭什么我不能去? 我现在就是魏家的正式夫人。 我给你们丢人了吗? 老夫人一拍桌, 道, 你现在这副样子就是再给魏家丢人。 梅姨娘这一提醒, 让老夫人和魏慈叔意识到, 魏慈叔要想保持一个好名声, 便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 家里有一个马上出身的切扶正当了夫人。 好在这件事以前没有对外宣称过, 又是去了地方才把徐氏扶正的, 只要徐氏不随便在大场合露面, 就不会原形毕露。 魏穷居什么都没说, 只安静吃饭。 她最清楚徐氏的脾气, 要是徐氏在外面闹出一点点事, 跟着受牵连的只会是她。 因而老夫人这么做决定时, 她心里也默认了。 后老夫人对魏穷居道, 若是别人问起来, 便说她母亲徐氏乃是江南世家, 只是抱恙在家, 不宜出门。 魏穷居点头应下, 徐氏就指着在京城圈子里立足, 魏姨娘一句话给搅黄了, 看样子以后想要出席各种场合, 也比较困难。 一时徐氏难以咽下这口气, 早晒一闭, 她就走到魏姨娘面前, 扬起手便一巴掌摔了下去。 当时魏姨娘惊叫一声, 色缩着便往魏慈叔怀里躲。 魏慈叔脸色铁青, 一手拦住了徐氏, 反手就往他脸上掀了一巴掌。 徐氏扑倒在桌上, 英茶碗瓷器磕磕碰碰, 清脆作响。 魏慈叔怒道, 一介泼妇, 不顾老幽在场, 还敢大打出手。 来人, 把他拉出去, 如此平行不端, 犹如门风。 话未说完, 魏琼居起身便跪在魏慈叔面前, 恳求道, 父亲请息怒, 母亲他只是性子比较急, 求父亲再原谅他这一回, 以后母亲一定会改的。 徐氏脸色发白, 忽然间感觉, 若是魏琼居不及时出来打住话头, 还不知道魏慈叔会说出多么无情的话来。 穷居, 你起来, 是时辰去康王府了。 他又看着徐氏道, 看着穷居懂事的份上, 暂饶过你这一回。 魏琼居起身, 试了试眼泪, 眼神微冷。 每一次徐氏都沉不住气, 他还要给他善后多少次。 魏琼居回院里补了一下妆容, 才同魏青、魏琼酒一起, 出门登上马车, 前往康王府。 三姐妹乘一辆车, 魏慈叔单独乘一辆。 魏琼居坐在马车里不停地摆弄自己的衣裳发饰, 生怕有哪点不如意。 今日康王作寿, 他料想应该有可能见到首府大人吧。 只要一想起那个人来, 魏琼居便双颊寒羞, 芳心荡荡。 魏青视若无睹, 倒是魏琼酒一直盯着魏琼骚首弄姿, 道, 大姐姐今天真美。 这还是没姨娘流产以后, 魏琼酒第一次主动跟魏琼居说话。 魏琼居端着轻高矜持, 没理会他。 若是往日, 魏琼居兴许还能给他一个好脸色看, 但自从他窜多梅姨娘在徐氏失事过后争宠, 露出了野心以后, 魏琼居就不可能和他维持表面上的友好。 哈, 要不是这次梅姨娘流产了, 只怕他还没从白人梦里清醒过来呢。 现在才知道又来巴结自己了。 魏琼酒笑开了来, 又道, 今天大姐姐一定会放你远扬的。 魏琼居瞥她一眼, 非常不屑道, 这还用你说。 马车在康王府前停了下来。 透过车窗往外看了一眼, 只见门厅阔起, 宾客往来, 寒暄不绝。 他又俯了俯并发拆环, 听到外面魏琼居在说话, 才率先起身下了马车。 魏琼和魏琼酒跟在后面。 王府门前有专门的管家迎客, 魏琼居带着三女上前, 送上贺礼。 管家当即着人, 引他们进王府。 那月里南客女客自是分开招待的, 康王请魏琼居到南客聚集的地方去坐, 在场的少不了朝中的同僚, 一帮闻人在一起无非就是品茶下棋, 谈笑风生。 而魏琼的三位小姐则由丫鬟引到王府内院去, 与众位夫人小姐们在一处。 这王府里的布置, 一路走来, 柳荫花茎, 甲山池塘层出不穷, 园中景致, 在这初冬时节里依然生机盎然, 不见一丝萧索之态。 王府之大, 不是一般官户之家所能比拟的。 就是中庭的花园, 想要逛完, 也需得要好一阵子。 这园中已有不少夫人小姐们在一起聊天说笑, 看到魏家三姐妹来都不约而同地投影目光, 那谈笑声也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魏琼居帘不生香, 裙脚若滑开, 她半滴峨眉间, 顾盼生姿, 嘴角带上浅浅的笑容, 确实十分美丽。 魏琼居带着魏清和魏琼酒先去拜见了康王妃和一众夫人, 随后再到亭中与各家的小姐们相识。 魏琼居自以为自己今天咽压群芳, 无人能比得上她, 可是当她走近见到各家小姐们以后, 脸上的笑容便维持得有点僵硬。 在场的都是大家闺秀, 哪个不是好生叫养的, 那容貌和一度岂会有差的。 魏琼居在他们中间根本算不上佼佼者, 顶多只能算得上中上等。 小姐们中间, 坐东的便是康王家的灵书郡主, 魏琼居一进来, 那挑剔的眼神便上下打量着她, 道, 魏家的小姐甚少出来走动, 可名声却响亮得很。 旁边便有人眼嘴笑道, 听说还是城里第一位人呢。 今日一见, 也不过如此嘛。 魏琼居顿时就像戏园杂耍的猴, 任人观赏。 她咬了咬嘴唇, 硬生生地俯理道, 见过郡主, 那些都不过是别人胡说的。 她原以为她是朝中二品尚书的女儿, 今日到此地来, 多少会得到些阿谀奉承。 可是在场的官家小姐们, 谁的父亲不是朝中大臣, 又怎么会看得起从地方上来的小姐? 养在京城里的小姐们, 不管你从哪里来的, 只要是除了京城以外, 那就是乡下。 那种感觉, 就好像当初魏琼居看不上 从乡下里来的魏亲一般。 魏琼居负责与小姐们应付, 而魏琼居则乖乖地跟在她身后, 偶尔对上周遭投来的目光, 她便回忆甜甜一笑。 对于小姐们来说, 魏琼居的反应反而更加讨喜呢, 不似魏琼居那般故作扭捏。 才坐下没多久, 魏琼居一时反应不过来, 落在了后面, 后知后觉地感到别人都去相迎, 而她当然不能独自坐着, 岁也起身跟着走了两步。 禁忆公主身份尊贵, 与郡主要好, 前呼后拥习惯了, 她进庭中来时, 恰好看见魏琼居慢吞吞的行李, 走到主位上一坐下, 便指着魏琼居道, 她是谁? 林书郡主道, 她是魏大人之女, 叫魏琼居。 建议公主皱眉道, 你爹就是新上任的户部尚书。 魏琼居应道, 正是。 林书郡主意味不明道, 他们刚来京的时候, 听说首府大人还亲自登门过, 送了不少个东西呢。 不怪这么多小姐们对魏琼居抱敌对的态度, 主要还是因为首府在这些带字归中的少女们中间, 人气太高了呀。 在场所有的官家小姐们都知道, 建议公主信仪首府大人已久, 林书郡主这一题, 无疑是点燃了导火索。 魏琼居就是不知道, 此时也应该察觉到了一两分。 他闻到了火药味, 强自镇定着, 晚声道, 能得首府大人赏识, 是家父的荣幸。 魏琼居知道, 多少人等着看他笑话呢? 想来像首府那样的男子, 恐怕不仅他看上了眼, 在场的没有几个是不动心的。 不然, 何故林书郡主要故意把话题往首府身上引, 使得他立于重视之地。 今日他可不能在这些人面前出仇, 否则以后都抬不起头来。 正好, 魏琼不是要跟他抢首府吗? 那魏琼居便先让他去跟这些公主小姐们抢。 虽魏琼居顿了顿, 又柔柔笑道, 上次首府大人确实驾铃寒舍, 是送了些东西。 只不过首府大人却是来看我二妹的, 好像二妹以前就与首府大人有过旧情, 二妹你说, 对吗? 说着, 魏琼居便侧头往身侧看去, 一双眼里笑意有些挑衅, 然而, 当他视线一循, 当即一顿, 才发现身侧坐着的除了魏琼居一人, 哪里可见魏琼? 魏琼去哪儿了? 他什么时候不见的? 魏琼居对此一无所知。 别的官家小姐们又没见过魏琼, 魏琼最初是跟在魏琼居身后进王府的, 所有注意力都被魏琼居给吸引去了, 他自然不怎么起眼, 即便悄然离开这里也没几人会注意。 结果魏琼居对上魏琼居的视线, 魏琼居却天真无邪地说道, 我好像听说首府大人落难的时候, 二姐在乡下救过他, 仅此而已。 不过首府大人那天到我们家来, 在堂上可是夸赞大姐, 说大姐化容愿貌, 教养托好呢。 首府夸了魏琼居这事, 徐氏那两天可时常挂在嘴边, 非常得意。 魏琼居脸色一白, 瞪向魏琼酒, 道,你胡说什么? 魏琼酒委屈道, 我说错了吗? 静衣公主终于发飙了, 抬了抬下巴, 打量着魏琼居, 激笑道, 就凭你也算花容月貌? 首府跟你客气两句, 还当真了? 你还妄想,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魏琼居还是第一次被人抵作癞蛤蟆, 垂头肩眼眶寒泪, 屈辱道, 穷居不敢。 静衣公主又是诗然道, 本公主好像记得, 以前魏大人之妻是姓庙, 你可是庙夫人之女。 很显然不是。 她真要是庙夫人之女, 多年不见, 却是这样一番角楼造作的样子, 那静衣公主得多失望。 静衣便问她, 那你母亲是何人, 出自哪家? 在场官家小姐们的出身高贵与否, 不光看父亲在朝中所任何职, 还要看母亲的出身。 即便父族不够显赫, 母族出身显赫, 也会令人高看一眼。 终于还是面临这个问题了, 魏琼居心想, 幸好今日徐氏没有来, 否则只会乱上家乱。 魏琼居咬着唇, 楚楚可怜的样子, 赵老夫人先前所说, 道自己母亲乃是江南世家之女。 静衣公主道, 正好, 本公主有一个舅舅在江南, 对江南世家都熟悉得很, 你母亲是哪家的? 你说出来, 我问问便知。 魏琼居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吞吞吐吐吐, 却许酒都说不出个所以然。 魏琼酒在旁边怡然自得地捧着一杯热茶喝, 偶尔翘一翘脚尖, 气异得很。 今日康王府里众宾客同僚, 原本欢聚一堂, 相谈甚欢, 但随着一声大嘟嘟道的唱报, 跟着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 这些同僚文官们就一句话都不敢乱说。 后花园里的女眷们听说大嘟嘟来, 形容瑟瑟多过欢欣鼓舞。 虽然大嘟嘟容貌与首辅不相伯仲, 可这气场就可怕多了。 就上回, 不知是哪位官员家办酒宴, 他登门送礼, 送了几颗咕噜噜的人头来, 把那官员当场吓尿。 朝中官宦之家的小姐们对他基本不抱什么幻想, 怕他的姑娘远远超过爱慕他的。 甚至于家中哪个小姐少爷哭闹不听话, 家长便恐吓道, 不许哭。 再哭大嘟嘟来了, 如此屡试不爽。 于是, 大嘟嘟便被打打杀杀和手中权势给耽误至今。 魏琼九听闻殷景来了, 抬起头来时, 恰好看见他带着两名锦衣卫, 堪堪从湖边的杨柳下经过。 杨柳已经稀疏得不剩什么柳叶, 那抹身影在湖光晴朗下, 凌风而行, 还是让亭子这边的小姐们无不瞩目。 有小姐感叹道, 大嘟嘟只可远观而不可禁烟。 大嘟嘟都来了, 甚至首府大人也会来。 一句话顺利地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了首府身上去, 都暗自兴奋。 魏琼九也忍不住暗暗紧了紧手里的香帕, 也翘首期盼。 魏琼九则默默地看着殷景的背影走远, 即便已经很远了, 在胡色与天色的映衬下, 依旧那么令人魂不守舍。 他不是没有想起避暑山庄里自己在他眼皮子底下差点死去的事, 可是他依然忘不了他。 经理的女子都不敢接近他, 魏琼九觉得这集合他的心意。 他希望世间女子全都怕他拒他, 便没人和他争和他抢了。 此生要是能做他的女人, 该是多大的幸运啊。 殷景走过湖边, 刚走到一处假山下将脚步停了停, 两名锦衣卫正从康王所在的院子出来, 顶道, 大嘟嘟, 你已经送了。 殷景谋色温敏, 嗓音清淡寻常, 他高兴吗? 锦衣卫道, 不怎么高兴, 脸色苍白, 没点喜气。 殷景道, 要是等首府来, 他可能会更不高兴。 说着台不离开, 闲话家常道, 证据落在我手上, 我还会当作贺礼送给他, 要是落在首府手上, 首府可没有我这么大方, 轻易将把柄送人。 大嘟嘟说的是, 这群屈炎富士之人, 不识大嘟嘟的良苦用心。 事实, 假山后面实在没忍不住, 发出两声低笑。 锦衣卫动作极快, 当即利刃出窍, 飞窜到假山后面, 出手攻击。 若不是魏清躲得快, 那一刀斩在假山石壁上, 只怕要把他小命给除脱掉。 原本魏清只是找了个 亲近无人之地脱个懒, 今天天气晴朗, 他窝在假山后还可以晒太阳, 赏湖光。 旁边一棵长青树, 枝叶繁茂, 能恰到好处地遮掩假山后面的光景。 今日魏穷居想着占尽风光, 独秀。 不知多少人等着给他难堪呢? 他以为, 这还是在周城的时候嘛, 寻常人家的小姐比他不上, 只有巴结他。 可京城里, 大家聚在一起的, 动不动便是高官子弟, 还有皇室贵胄, 他又算哪根葱。 况且魏穷居身边还有一个魏穷九呢, 可是恨不得让他实施出丑, 颜面无存。 所以魏清还是找个地方晒晒太阳, 赏赏景色, 也比让魏穷居狗急跳墙, 祸水东引舒坦得多, 事实证明他这样做是非常明智的。 他可没有那么想不开, 要去说那些小姐们的舌枪嘴炮。 可是冤家路窄啊, 哪想躲得开这个, 却躲不开那个。 锦衣卫看见是魏清, 及时收手。 彼时殷景站在长青树下, 神色如常, 道, 你方才在笑。 魏清道, 听说殷都督送礼大方, 有良苦用心, 我真的是忍无可忍才笑的。 也难怪那位康王会不怎么高兴, 有锦衣卫经手的证据, 不管是什么证据, 在流落到康王的手上, 锦衣卫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把柄啊, 他能高兴得起来吗? 锦衣卫默默地退下了。 殷景朝魏清走了两步, 走到甲山后面来, 微微一抬眼, 并见一面镜湖呈现在眼前, 令人心旷神疑。 清风徐来, 湖面泛开层层叠叠的连衣。 殷景只在他身边停留片刻, 极浅淡的檀香如这眼前的连衣一般, 随风钻进魏清的鼻子里。 魏清听他默然问道, 头还晕吗? 那嗓音清和得似风似水, 在耳中绕转。 魏清愣了愣, 才明白他问的应该是上次巷子里被偷袭后脑一事, 这都过去多久了, 现在还问。 但他还是点头道, 已经不晕了。 殷景抬脚转身便走了, 魏清侧头看着他的背影, 问, 殷都督吃了酒席在走吗? 转眼间, 他已走出树下, 头也不回地闲淡道, 不了, 我还有事。 魏清灵狐依着假山而坐, 斜身靠着旁边的假山石壁, 阳光洒下来, 他合着眼, 暖洋洋的。 可是还没过去多久, 魏清便听到假山那边的脚步声又悠悠响起, 以为是殷景去而复返, 毕竟这个地方这么偏, 他自躲在这假山后一时, 便只有殷景和他的锦衣卫从这里经过。 于是, 魏清下意识便道, 是不是还是觉得吃了酒再去办事比较好? 眼下苏玉刚从康王的书房里出来, 得知殷景比他早来一刻, 对于殷景究竟给康王送了什么贺礼, 康王避而不谈, 由此耽误了半盏茶的功夫。 康王不理朝政, 处于中立, 可他是经理举足轻重的皇亲, 将来哪位皇子立位登基, 他的支持也非常有分量。 殷景和苏玉分立两派, 这不仅仅是党派之争, 还有皇权所属之争。 不管哪方所拥立的皇子将来登了基, 那另一方的势力必定会是第一个被打压的对象。 从假山旁经过时, 苏玉想着是并未逗留, 可那后边忽然款款传来的一道声音, 使他脚下一顿。 顺时漆黑的眼眸里暗潮退去, 缓缓扶上一缕浅淡的笑意。 他扶了扶跑脚, 时时然转身, 便从假山狭窄的缝隙里钻了进去。 果真到后面, 郑灵湖坐着一女子, 青丝挽在脑后, 身影熟悉不变。 苏玉走到魏清身后, 魏清才猛然察觉到气息不对。 当事时, 一双手捉住她的肩膀, 做事便要将她往湖里推。 魏清本能反应, 第一时间抓住对方手臂, 十分有力地悬伸而起, 反手就想把对方推进湖里。 结果两人均是激紧而早有防备的, 你推我往, 都不得逞。 最后魏清略输一筹, 被他栖身逼退至假山石壁上, 禁锢于两臂方寸之间。 魏清黑着脸, 看着眼前这个与他咫齿的男子, 抽着嘴角道, 苏玉, 有意思吗? 苏玉眼神略深地盯着魏清的脸, 微偏低着头, 鼻尖几乎与他相抵, 低道, 果然是个身手不错的姑娘。 魏清心一沉, 这家伙不是在与他开玩笑, 而是在试探他的身手。 魏清暗自动了动手臂, 不想被这货给察觉, 他索性整个气压上来, 不容他逃脱。 男子气息拂面, 干净轻裂如松柏。 魏清道, 怎么, 只允许你武功天下第一, 就不允许我有点能力自保啊。 苏玉似笑非笑道, 你连不正史都做了, 才指这一点自保的能力。 亏我还大力查此案, 不想这凶手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转。 魏清抬眼, 定定地与他对视, 片刻云淡风轻地笑道, 你今天出门没吃药吗? 苏玉道, 方才引颈来过, 你以为我是他? 你不知, 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吗? 他手上有白衣女子的画像, 我看了一下, 与你挺像。 你要不要也确认一下? 魏清再笑不出来了, 气得脸抽筋。 这两个人渣, 什么破玩意儿真是。 他们要逗个你死我活, 关他什么事。 握了个大槽, 他说怎么阴景怎么那么好心, 帮他掩护又帮他善后呢, 原来是留了这样一手。 苏玉现在要借着命案搞他, 他就把他的画像交出去了。 哦, 搞不动阴景, 于是苏玉就来搞他了。 现在只要苏玉就不正史一案查阴景, 他便会第一个遭殃。 魏清想了想, 一本正经道, 可能那白衣女子是长得与我有两分像吧, 你把画像拿来我看看, 到底哪里像我。 给他看吧, 给他看吧, 他一定第一时间撕个粉碎, 然后再扔着苏玉一脸。 苏玉却是笑道, 画像在我家, 你现在跟我去吗? 魏清, 苏玉又十分遗憾, 声音急滴滴在他耳边温唇道, 我本想借机打压一下阴景, 没想到竟牵扯到了你。 他竟知道我不舍得。 他气息温热入耳, 又如巧语呢喃, 魏清, 你说说, 他是怎么知道我舍不得的。 魏清一震, 好不容易挣脱双手推他, 却被他梳得一收手臂禁锢在怀。 魏清有些措手不及, 额头抵在他胸膛上, 闻到了他身上松柏一般轻烈的味道, 他的双白衣袍很是柔软, 魏清安静了一阵, 呼道, 苏玉, 你再这样, 小心我翻脸了呀。 苏玉总算是缓缓松开了他, 又笑意盎然道, 往后离阴景远点, 不然我怕会伤着你。 你怕伤着我, 我也很怕伤着我自己, 是不是我不仅要离他远点, 同样也得离你远点。 毕竟那阴都督可一点也不怕伤着我。 苏玉认真道, 你离他远点没错, 但可以适当地离我近点。 魏清变色平淡道, 那现在怎么办, 你怀疑我是凶手, 是不是得抓我去归案? 我若真抓你, 你现在还能在这里好好的吗? 魏清不仅不慢地整理自己略有些乱的裙子, 然后抬头看他, 你抓我也没用, 我会说一切都是魏词书指使的, 反正这几年要是没有不证实的关系, 为词书也不可能生得这么快, 他们有利益纠葛。 这样你才提拔上来了一个人, 还没开始用就完完了, 损失最大的不是你自己吗? 苏玉认窄着眼帘, 深深看他, 其长的身躯随意已在石壁上, 两久依卫身长地道了一句, 我还没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你的时候, 看来殷景已经先了解了。 他若是寻常女子, 殷景岂会愿意与他扯上关系。 这头殷景离开康王府时, 将锦衣卫都召了回来。 锦衣卫回到殷景身边, 道, 大都督, 首府在康王后院找到了魏清小姐。 殷景不做表示, 锦衣卫又补充道, 眼下两人正在假山后会面。 大都督看上的人, 首府也感兴趣, 难道大都督一点都不着急吗? 怎么看, 那首府都比大都督有吸引力一点啊, 大都督一到王府来, 满王府的小姐们都不敢轻举妄动, 可是首府一来, 他们讨论的叽叽喳喳, 都沸腾了呀。 殷景坐上马车, 看了一眼旁边干战略的锦衣卫, 说这些, 是觉得我应该去坏他们的好事。 他完全一副看起来不感兴趣的样子, 锦衣卫只好作罢。 结果马车刚掉了头, 才悠悠行驶了两步, 里面便又传来殷景清闲的声音, 首府太闲了, 去找点事情给他做。 还有时间去谈情说爱, 那能不闲吗? 必须给他搞点事情啊。 于是, 锦衣卫顿时十分积极地领了命去办。 康王府的小姐们满心欢喜地 等着一堵首府芳华容颜的时候, 却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迟迟也等他不来。 殊不知这会儿, 苏玉正拉着魏清, 往王府的后门走去。 他的手握着魏清的, 牵得甚紧, 这货又知道他善介力, 他往一边拧着手腕时他便顺着他的力, 导致他始终正脱不开。 魏清黑着脸道, 你带我去哪儿? 去外面吃好吃的。 魏清非常坚定道, 我要留在王府吃酒。 苏玉顿下脚步, 回头看他, 你确定? 那我们现在就去。 说着, 就要拉着魏清转头而行。 看他这样子, 是不打算放开他了, 这要是牵着他去前院给众人看见, 他恐怕会成为所有 春归少女们的眼中盯肉中刺。 魏清眼角狂抽, 拽了拽他道, 等等, 我突然又想去外面吃好吃的了。 苏玉笑笑, 道, 真是个实实物的好姑娘。 走出王府后门时, 魏清十分郁闷, 朝他翻了个白眼, 你请客。 对此苏玉很大方, 好, 我请。 首府的马车停靠在王府门前, 这会儿又悄然离去, 王府内的宾客们一无所知。 魏清上了他的马车, 同他坐在一个车厢里, 不理会他, 只歪头看向车窗外。 马车驶出了王府门前的巷子, 上了街, 街上人气阵望。 哪想才在街上行了不远, 还没到吃饭的地方, 便有随从匆匆赶来, 拦了苏玉的马车。 随从在外禀道, 大人, 不好了, 有两名刑犯翻了口供, 先后死于刑部牢里。 魏清从街上收回视线, 落在苏玉的脸上, 观察到他神色起了细微的变化, 却并不大惊失色。 大约只是从一位闲散公子 到一代首府之间的身份转变。 苏玉问, 什么时候的事? 随从应道, 刚一出事便来向大人禀报。 苏玉看向魏清, 还不及开口, 魏清便先笑咪咪道, 首府大人贵人是忙, 吃饭就先算了, 还是在街边把我放下吧, 你去忙你的。 苏玉但笑了一下, 道, 有那么不愿意和我一起吃饭? 说着就吩咐外面, 先去魏府。 魏清料想, 苏玉应该是挺着急的, 但他还是把自己安全的 送到了魏府门前。 苏玉道, 下去吧。 魏清下车时顿了顿, 又回头看向他道, 既然你来都来了, 且等我片刻, 我进去把玉佩拿来还你。 苏玉微笑道, 下次吧, 这次我赶时间。 魏清, 方才绕路回来时, 他怎么不说他赶时间? 他一下马车, 车夫便掉了头, 又圆路驶出巷子。 赖玉佩, 眼下正放在封小院中 他的屋子里。 自从上次还给苏玉 他不要过后, 魏清便没再随身携带, 结果现在又错失了一次机会。 他走进大门时还在想, 要不还是随身带着, 再见到苏玉时才好给他呀。 老夫人没有想到, 这还没到五时, 魏清就先回来了, 而且还是他一个人回来的。 老夫人下意识就询问道, 出什么事了? 魏清随口道, 王府里十分热闹, 我只是出来透透气, 不想走着走着, 竟走回来了。 老夫人又问, 那穷居和穷酒呢? 祖母不必担心, 大姐姐不管走到哪里 都是焦点的。 老夫人便点头, 道, 也是, 况且有你爹在, 李英不会出什么事。 此时康王府中, 建议公主久等不来首府, 不想浪费时间, 便离开了亭中, 走时回头不明意味地 看了魏穷居一眼。 魏穷居当然也在等首府出现, 又尽量按捺着自己悸动的心情, 面色便有点不自然。 遇上建议公主的视线, 他愈加是不敢造次, 只把头垂得更低。 建议公主走后, 在场的气氛这才松动活络了些许。 若是没有郡主和公主在, 这些小姐们还不至于如此 针对魏穷居, 有不屑与他为伍的, 自然也就有友谊与他结交的。 只是公主和郡主地位在他们之上, 这两位看不惯的人, 他们怎敢当年去结交。 魏穷居之前受到羞辱, 这会儿有人上前, 搭话他也爱理不理, 独自坐在亭中, 孤方自赏一般。 倒是魏穷九, 有选择性地与几位小姐聊起了天, 看样子都是生性活泼的, 投缘得很。 后一名王府的丫鬟, 进亭子里来添茶, 在替魏穷居添茶之时, 便顺手塞了一枚纸条, 进他手心里。 带丫鬟走后, 魏穷居才狐疑地掩在袖中打开来看。 这一看, 不由芳心乱撞, 惊喜不已。 脸上顿时就浮现出两抹燕然的红韵。 那纸条上分明写着, 要他到小梅林处相见, 而纸条末尾的落款是首辅。 魏穷居想也未多想, 起身便柔媚恶挪地走了出去。 首辅相约, 他岂有不去的道理。 魏穷居满心欢喜, 果然,首辅心里还是有他的, 若是不在意他, 这回又怎会私下里腰塌? 魏穷居一走, 魏穷久便注意到了, 与左右的同龄小姐们道, 我姐姐这是去哪儿? 大家都很好奇, 道,不如我们跟过去看一看吧。 魏穷居不难找到纸条里所说的小梅林, 只要找一个丫鬟问一问, 走一刻时辰便到了。 那是一处湖边角落, 因为往园中蜿蜒的身, 因而相当隐蔽。 这个时节, 小梅林里已经有稀疏的梅花结了包蕊。 魏穷居沿着湖边小径走了一会儿, 也不见苏玉的身影, 不由边走边换道, 首辅大人。 首辅大人, 你在这里吗? 直到忽然, 小梅林里冷不丁地传来两声敌一的轻笑, 将魏穷居当场震住了。 他到此处来, 是来和首辅私会的, 要是有旁人看见了。 魏穷居当即喝道, 谁? 是谁在那里? 我就说嘛, 只要试一试, 就知道他的卧错心思了。 随着说话的声音, 从小梅林里缓缓走出来两道身影, 魏穷居定睛一看, 一位是凌书郡主, 一位是静义公主。 两人身后丫鬟簇拥成群, 魏穷居当即面色煞白。 他饶是再蠢, 也应该明白过来了, 传给他纸条的, 根本不是什么首辅, 而是这两人使得计谋。 而这时, 魏穷九也带着小姐们跟了过来, 看见魏穷居便天真的问, 姐姐,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静义公主未之声, 雲书郡主就巧笑烟熙道, 这位魏上书家的大小姐, 看起来颇是贤良淑德, 可哪想竟如此不知廉耻。 以为首辅相邀, 那些知书达礼, 礼教女德就全抛出脑后了, 竟在王府后宅里也胆敢私下来相会。 这话一出, 大家基本上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魏穷居浑身颤抖, 亮枪欲倒。 他当时一心想着与首辅相见, 什么后果都不顾, 更不曾想过, 这里是王府后院, 哪能让他在此地与男子相会。 一经发现, 他便要声名狼藉的。 原来他是来私会的呀,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还以为这是在周城那个小地方呢, 随便私会男子也一点不忌讳。 果然是乡下来的, 一点上不得台面。 四处传来窃窃私语, 让魏穷居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掐紧手心, 死死咬着苍白的嘴唇, 两行轻微素素而下。 零书郡主还笑问道, 你这么急切地来, 结果却没有见到首辅, 是不是感到很失望啊? 魏穷, 拘泪眼, 看向零书郡主和静义公主, 瑟瑟哭道,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零书郡主笑意冷了下去, 道, 我们怎么对你了? 你自己做了些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吗? 首辅是去过你们卫家一次, 你便痴心妄想地以为, 首辅会看上你不成。 但凡是有点礼书和教养的人都知道, 在别人家中做客, 即便是心上人传信邀你相会, 你也应该分一份场合。 你一心撕毁男人, 还有脸怪在别人头上, 不是寡连贤齿是什么? 静义公主冷眼看着魏穷居哭的梨花带雨, 道, 魏尚书家的教养也不怎么样。 灵书郡主道, 你要是觉得不服气, 我就去叫王妃和各位夫人们过来平平礼, 看看到底有没有冤枉你。 魏穷居使才觉得, 以前那些羞辱都是小打小闹, 而今这一场, 京城贵女皆在此, 往后她还怎么在他们中间立足? 她爹是尚书, 她明明也可以成为京城贵女中的一员。 魏穷居做梦都想象从前妙家还没有落罪, 魏清还被人捧在手心里的那般, 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都是高高在上的。 甚至还想在京城贵女当中, 以她的才貌排得上名号, 像魏清的娘那样, 方名灌金。 可惜一场王府宴, 她反倒成了笑话。 魏穷居感觉天都快塌了。 她承受不住旁人的指指点点, 转头看见小镜旁边的胡, 魏正气节, 一狠心咬牙就纵身跳了下去。 她知道, 这么多人在场, 应该不会让她真被溺死在湖里的。 她只剩下这个办法, 可以止住流言摆脱困境, 还能证明自己的骨气。 如此一来, 雲书郡主和静义公主 反倒成了把她逼得跳湖的罪魁祸首。 好歹魏穷居也是尚书之女, 这要是在这里出了事, 谁都说不清。 好好的一场家宴, 还惹出人命了, 康王府更脱不了干系。 谁都没料到, 魏穷居居然会跳湖。 伴随着惊呼声, 魏穷居已经落进了水里。 这入冬的湖水寒凉无比, 魏穷居冷静了骨子里, 在水里挣扎。 这时, 郡主和公主才反应过来, 当即令道, 快, 快去把她救起来。 魏穷九看着湖水里挣扎的人影, 心里叫嚣着痛快。 救她会装。 装纯洁装优雅, 装知书达理, 装楚楚可怜。 现如今, 还装起了烈女。 魏穷居什么德性, 和她在同个屋檐下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魏穷九又怎么会不知道? 魏穷九只恨, 这偌大的湖怎么不淹死她呢? 心里这么想着, 可魏穷九还是第一时间跑上前去, 又担忧又惊慌地站在边上喊道, 姐姐, 大姐姐你撑着, 他们很快就来救你了。 王府里的婢女丫鬟不会浮水, 等小四跳下水把魏穷居捞起来时, 她已经没有力气挣扎了, 人也浑身湿透, 惨白惨白地晕了过去。 这下子谁还敢在边上说风凉话, 连忙把她送到暖阁里去请大夫来。 事情闹大了, 王妃和夫人们自然也知道了。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魏穷居也只不过是少女新姓, 那首府是什么样的人物, 这些小姐们谁不方先暗许。 今日若是换做其他小姐, 只怕也会和魏穷居一样, 欣然赴约。 夫人们心中都暗自庆幸, 还好静义公主整的是别人家的女儿, 而不是自己家的。 王妃不敢责问静义公主, 只好把静书郡主狠狠地责骂了一番, 并勒令这件事到此为止, 谁也不得往外乱传。 王妃也是不想就此得罪魏慈叔, 魏慈叔是首府那边的人, 就更不想得罪首府了。 魏慈叔也万万没想到, 她只不过和同僚吃会茶的功夫, 就听说自己的女儿落水了。 这寒天里, 不赶紧回家处理, 只怕要生病。 于是, 魏慈叔赶紧带着女儿就告辞, 匆匆回了自个家门。 老夫人和徐氏见魏慈居昏迷着 诗淋淋地被送回来, 来不及多问, 就手忙脚乱地安排后续。 等这场闹剧散后, 林书郡主又被康王训斥了一顿。 她对那魏慈居已经痛恨得牙痒痒, 明明自己是负不知廉耻的烂得性, 居然还跳湖伯同情, 真是太憋屈了。 魏府里, 魏慈居换了干衣服, 也灌了热汤药, 眼下还昏睡着, 魏穷九便被带去了老夫人面前问话。 徐氏和魏慈属也在, 徐氏一看见魏穷九完毫无损的, 而他女儿却昏迷不醒, 就恨不得撕烂魏穷九这张脸。 魏穷九说起王府里发生的事来, 还一阵后怕, 脸上的表情可怜又无辜。 无非是公主和郡主 见不得首府亲自到魏家来, 对魏穷居特别, 所以才出了这样的事。 徐氏奸声道, 放屁, 要说特别, 首府对魏清的小贱人才最特别, 为什么他没事, 反倒自己先回来了? 这不提魏慈属, 根本没想起魏清来, 一提才得知, 原来魏清自己早已经先回来了。 魏穷九道, 一进王府花园, 二姐就不见了人影。 大姐姐又生的美丽, 才叫他们心生嫉妒。 哦, 也是, 正是因为魏清不在场, 想把矛头往他身上指都没办法。 由此, 徐氏一门心思认定, 都是因为魏清的缘故, 才把他女儿害成这样的。 要不是魏清偷偷溜了回来, 那些公主小姐们, 怎么可能只刁难魏穷居一人? 都是魏穷居给魏清背了这黑锅。 徐氏不由脆骂道, 自己跟首府乱搞, 竟然还有脸嫁祸给别人。 真是贱骨头。 这愚蠢妇人, 口无遮拦, 要是被首府知道了, 坏他名声, 吃亏的可是魏慈叔。 虽魏慈叔一点都不想听到徐氏说话, 从他嘴里听不到一句好话, 冷声喝倒, 休要胡说八道。 回去好好照顾穷居。 魏穷居受了粮, 着着实实发了一场高烧。 晚上的时候好不容易清醒了一趟, 徐氏守在床前, 连声问他想吃什么。 魏穷居摇了摇头, 什么都不想吃, 徐氏便又开始在他耳边 恶毒地碎碎骂了起来。 魏穷居闭上眼睛, 感觉比和尚念经还难受, 第一次对徐氏的做派如此的不耐烦。 他冷不丁地冷冷开口道, 你既这么恨他们, 何不现在就打过去, 撕碎梅姨娘和魏穷酒, 再打死魏清, 让他再也不能和我抢收服。 以往都是魏穷居劝徐氏要冷静, 眼下徐氏一时卡住, 没反应过来。 魏穷居又道, 可你既打不死魏清, 也撕不烂梅姨娘和魏穷酒, 在我耳边骂这些有什么用? 你再骂, 爹只会更加厌恶你, 梅姨娘只会更加得宠, 真等你从主母位置上被赶下来, 就等着哭吧。 徐氏张了张口, 红着眼眶道, 穷居, 我, 你什么时候能为我和子归想想, 只要一开口就是骂, 谁还会听你好好说话? 以往那个温柔解义的娘到哪去了? 魏穷居平静道, 娘若再这样下去, 我也无法再帮到你。 徐氏还是第一次见魏穷居这么冷脸的神色, 慌张道, 好好好, 娘知道错了, 娘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娘以后一定会改的好不好? 这一天所经历的事, 一是头一次让魏穷居觉得, 原来徐氏在家里这么横, 可实际上却这么没用, 因为徐氏没有一个显赫的娘家, 不能给魏穷居天光家财, 害她到外面还要受人奚落嘲讽, 她甚至不能对外说她母亲乃是妾室扶正, 还要编出一个江南世家的幌子来, 畏首畏尾, 连几两骨都挺不直, 她若是有一个像样一点的娘, 也不至于这么被人瞧不起, 这些话魏穷居当然不可能当着徐氏的面说, 但她对待徐氏的态度, 已然比从前冷淡了两分, 听说魏穷居醒了, 老夫人便过来看望了一番, 出了这样的事, 她也很凿行, 可总不能放任孙女生病, 也不来看一眼, 魏穷居脸色苍白, 见了老夫人还没说话, 眼泪就大颗大颗落了下来, 老夫人也不好责怪她坏了名声, 只叮嘱她好生休息, 魏穷居哭道, 祖母, 穷居自知做得不够好, 惹得大家不高兴, 可要不是公主郡主, 听说首府大人当面夸过我, 她们也不至于如此羞辱我, 不知三妹在这样对她们说时, 究竟是何居心, 老夫人一听, 火上心头, 立刻让人去把魏穷居叫来, 姐妹两个到了外面不团结其心, 反倒相互算计, 这像什么话, 魏穷居真要是有心坑害魏穷居, 老夫人第一个不会放过, 魏穷居一进来, 便乖乖地跪在了老夫人面前, 老夫人沉着脸, 腻着她道, 穷居说你故意言语挑拨, 使得公主和郡主对穷居印象很差, 才发生了这样的事, 是真的吗, 到底怎么回事, 你还不从事招来, 魏穷九做小鹿惊恐状, 韩勒道, 大姐姐怎的这样说, 不知我究竟说了什么, 让大姐姐误会我挑拨离间, 老夫人道, 你当着公主郡主的面说, 首府大人夸赞穷居一事, 惹得他们不快, 有没有这回事, 魏穷九连忙摇头道, 祖母, 首府大人夸赞大姐姐, 不是对大姐姐有意吗, 我是真心替大姐姐高兴, 况且能得首府称赞, 说明大姐姐是真的财貌双全呀, 魏穷九十分无辜冤枉的样子, 亦是哭道, 首府大人夸赞大姐姐是多光荣的事啊, 就连祖母和母亲不也时常挂在嘴边吗, 孙女见他们实在心高气傲, 瞧不起我们从周城上来的, 一心想为大姐姐挽回局面, 所以才说出口的, 要是让大姐姐和祖母误以为这是挑拨离间, 那孙女也可以跳呼, 以正清白, 最终这件事也说不出个谁是谁非, 魏穷九主动拉着魏穷居的手, 又是道歉, 又是关怀备至, 老夫人哪还好责罚她, 魏穷居一点也不想理她, 却碍于老夫人在场, 不得不随口敷衍两句, 第二天, 魏穷居还在休养中, 因为康王妃派人来慰问过了, 魏穷九便主动与老夫人倒是想去康王府回个礼, 若是能与灵书郡主和解, 便再好不过, 魏穷九肯主动去, 老夫人心里当然欣慰, 况且她身为魏穷居的妹妹, 带魏穷居去一趟再合适不过, 这乡, 魏穷九到了康王府, 被引入王府内, 与灵书郡主见了面, 魏穷九看起来乖巧, 不如魏穷居那么故作宛柔, 又带着甜甜的笑, 却不像魏穷居那么让人反感, 灵书郡主仍是美好气, 道, 你来干什么? 魏穷九道, 祖母让我来带我姐姐向郡主赔罪, 灵书郡主讥讽道, 你姐姐做了丢人的事不敢出来, 却让你来赔罪, 大姐姐是嫡女, 我不过是树出, 我早已习惯了为大姐姐做这些的, 她抬起头, 对郡主又是甜甜一笑, 全无怨对, 郡主就不要生气了, 我知道这件事郡主没有错, 说我姐姐太急躁了些, 灵书郡主脸色这才好转, 魏穷九道, 我姐姐不应该在王府内忙忙撞撞的, 就去见首府大人, 可能我姐姐也实在是相思成极了吧, 灵书郡主问, 怎么说, 首府大人来为家那一次, 姐姐第一次见到她, 就着魔了呢? 夫人也一心想促成姐姐与首府大人的好事, 灵书郡主怒骂了一句, 真是不要脸, 魏穷九道, 只是我们刚来京城不久, 还有许多是要忙, 那时又急着给四弟找合适的书院, 就没顾得上, 现在夫人已经把四弟送去书院了, 了缺一桩大事, 想必回头就要多多邀请首府到家中做客了吧, 灵书郡主听得鬼火冒, 就连康王府去请首府做客, 也不一定请得动呢, 那区区上书甲, 算个什么东西? 魏穷九又道, 夫人把四弟送去了龙山书院, 想向郡主打听一下, 不知那书院可好, 四弟可是夫人的宝贝子, 又是姐姐的亲弟弟, 那书院要是有一点不好, 肯定是不会再去了, 灵书郡主心思一动, 道, 你四弟叫什么名字, 回头我帮你打听打听, 他是那魏穷居的亲弟弟, 魏穷九点头笑道, 是, 他叫魏子龟, 冥冥人最小, 在家里却是个称霸王的, 灵书郡主比一道, 看魏穷居那德行就知道, 他弟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魏穷酒喝了喝茶, 不再言语, 灵书郡主现在可讨厌死了魏穷居, 一听说他还有个小霸王弟弟, 就跟他一并讨厌了, 荣山书院是京城里最好的书院, 里面全是官家子弟, 灵书郡主当然识得好一些, 请那些官家子弟帮忙关照一下, 不在话下, 伊兰拿了点肉丁, 回来喂乌龟时, 看见魏清正坐在院子里, 手里摆弄着一把大铜锁, 锁是伊兰负责去帮他找来的, 市面上大大小小, 各种各样的锁, 他都去买了个便回来, 魏清突然对锁十分感兴趣, 开锁时他不用钥匙, 而是抽了头发里的簪子, 在锁孔里戳呀戳, 刚开始不怎么熟手, 后来他把铜锁拆开, 了解了里面的构造以后, 再开锁就显得轻快容易多了, 伊兰问, 二小姐摸熟了这个, 是打算去做贼吗? 随着啪哒一声, 魏清手里的簪子 利落地撬开了铜锁, 他悠悠道, 我昨晚做梦, 梦见我当了的开锁匠, 所以事先掌握这门技术火, 以便将来有个饭碗端。 实际上, 昨晚魏清大半晚不眠, 到了京城, 他要一直做这位家的二小姐吗? 当然不会, 魏清想来想去, 是殷景和苏玉仙对他不仁的, 这两个人不好好斗, 非得要把他扯进来, 那他也不能坐以待毙呀。 虽然他很想离他们远点, 最好有多远离多远。 可是这两人身在朝堂, 是不可撼动的大树。 他有他必须要做的事, 不能完全地相信谁, 更不能完全地依靠谁, 可也总是会不可避免地 从那树荫下走过。 既然躲不过, 那偶尔在树荫下乘一成两 也可以的吗? 康王坐寿时, 殷景送了什么证据 给苏玉当贺礼, 刑部大佬里又死了两个罪犯, 魏卿料想, 苏玉手里应当是有一桩 牵连甚广的案子。 好像那桩私犯掩体案 虽然已经浮出水面了, 苏玉也借此坐上首辅之位, 但他还没有最终受网。 不过, 魏卿眼下关心的可不是掩体案, 他关心的是其他, 他需要一个契机。 眼下一栏说道, 奴婢方才看见三小姐 一脸心满意足地 从外面回来了。 他今天不是去康王府和解了吗? 那位郡主应该是难缠的主, 奴婢还以为 他会灰头土脸地回来呢? 魏卿把玩住手里的锁, 若无其事道, 那肯定达成了此行的目的。 说不定和郡主是相见恨晚, 故相谈甚欢。 不想过了两天, 静义公主竟亲自来了为家。 虽然在王府里 魏穷居落水也有着公主的一份, 但老夫人和徐氏 还是恭敬相迎。 若是这次能兵士前嫌, 往后与皇家贵咒走得近些, 这也是因祸得福吧。 魏穷居还在病中, 听说静义公主来了, 也不顾上自己生病, 硬要丫鬟搀扶着, 出去参拜一番。 结果静义公主看也不看她一眼, 高高在上地问老夫人道, 妙兰之女在何处? 有权有势的人到魏家来, 一次两次, 全都是来找魏卿的。 现在又来了一位皇亲贵咒, 依然是来找魏卿的。 老夫人不敢怠慢, 忙让下人去请魏卿。 魏卿没想到, 静义公主竟主动来找她。 上回在康王府里, 她和静义公主连面都没见过。 下人来传话, 魏卿便带着依兰往正厅去一看。 眼下静义公主在正厅等着, 让众人退下, 老夫人和徐氏离开后, 魏穷居却不愿意离开。 她垂头咬唇, 对着静义公主便是吟吟一败, 道,穷居自知惹得公主不快, 特向公主赔礼道歉。 结果,魏卿府一走进厅门口, 就听见魏穷居楚楚可怜地说道, 请公主相信, 穷居对守府大人并无非分之想。 守府大人上次到魏家来, 随口夸赞两句, 不过是碍于父亲祖母在场。 实则守府大人登门, 是来看我二妹的。 魏卿挑了挑眉, 站在门口若无其事地听着。 静义公主吻了一口茶, 一抬起眼帘来, 便与魏卿的视线撞个正着。 魏穷居游在道, 守府大人对二妹特别, 不仅亲自去二妹院子里, 随后送来的那许多东西, 全部都搬进了二妹的房里。 穷居不敢奢望得守府大人青睐, 那日收到纸条, 也只是出于好奇, 不知守府大人有何要事, 故而才莽撞赴约。 她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 守府真正关心的人是魏卿, 送的东西也是给魏卿的。 公主既然这么喜欢守府, 那就去收拾魏卿啊。 这静义公主不可一世, 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她的敌人不是自己, 而是魏卿。 这些话魏穷居在王府当日就想说了, 可是魏穷九在中间打岔, 冤大头。现在有了机会, 魏穷居当然要一吐为快, 最好让公主往后死死叮住魏卿, 让他们俩相互撕咬才好。 魏穷居心里打着主意, 面上却越发娇若无辜。 魏卿温和地笑了笑, 道,听大姐姐言辞恳切, 确实是不想与守府扯上半点关系。 魏穷居端的一颤, 回头看来, 见魏卿正不紧不慢地走进厅中。 她没有想到, 魏卿来得这么快, 自己背后说人时, 正被人给听了正正。 一时魏穷居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 道, 二妹, 我也只是实话实话而已。 家里都知道, 守府大人带你是不同的。 魏卿站在魏穷居面前, 嘴角笑意未收, 道, 大姐姐不敢对守府有非分之想, 也不敢奢望得到她的青睐, 那大姐姐喜欢守府吗? 魏穷居整个人僵了僵。 魏卿开了她的眼睛, 又轻声问, 大姐姐喜欢守府吗? 毋庸置疑, 魏穷居当然喜欢。 可是, 她怎么能当着静义公主的面承认, 那方才那番言辞恳切的话不就白费功夫了吗? 还得担上个欺赏的罪名。 可她若是说她不喜欢, 便是自己掐断了与守府的一切可能性。 将来她要反悔, 静义公主在对付她, 她连一点反驳的余地都没有。 魏穷居紧紧撵着手帕, 没想到被魏卿一句话给拨了回来, 就回答不上。 她既不敢轻易说喜欢, 又不甘心说不喜欢。 为什么这魏卿每一次都要跟她作对? 见她不答, 静义公主一开了口, 不耐烦道, 喜欢还是不喜欢? 回公主, 魏穷居低着头, 满目愤恨, 咬着牙回道, 穷居, 不喜欢。 魏卿淡淡笑笑, 道, 那大姐姐方才所言, 就合情合理了。 静义公主不屑再多听魏穷居说一句话, 道, 你退下。 最终魏穷居从正厅退了出来, 脸色苍白, 眼眶通红。 她恨恨地想, 虽然她被逼着承认她不喜欢首府, 可静义公主知道首府对魏卿特别, 也不会轻易放过她吧。 静义公主的侍女都在厅外守着, 依兰也退了出去。 听上便知剩下静义公主和魏卿。 公主起身, 几步走到魏卿面前, 她比魏卿高出些许, 在宫里养尊处优, 浑身透着一股皇家贵咒与生俱来的高贵。 而魏卿风轻云淡, 在她面前丝毫不显卑微。 公主端向她半赏, 道, 你就是魏卿, 长得是有些像妙夫人。 一些很久远的记忆片段, 随着这位公主的出现, 而呈现在了魏卿的脑海里。 小时候的事, 并不是每一件都记得很清楚。 那时, 魏卿是木工最宠爱的外孙女, 常常得以随她娘进宫去。 宫里的琉璃瓦, 八角岩, 屋檐下的鲜艳而精美的落花细刻, 很是美丽, 眼角下的宫灵叮铃作响。 有一位很高冷的小公主, 不苟言笑, 却每每在她进宫来时, 便站在高高的屋门前等着她。 那时, 他们一起读过书, 一起挨过太妇的法。 小公主性子骄纵些, 明明她比魏卿大点, 却多是魏卿迁就她, 给她超过作业, 帮她兜过措施。 要是静毅没有出现, 魏卿都快望干净了。 公主见她神色幽远, 不由又冷冷迟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以为你多少有点长进。 魏卿反应很平淡, 行李道, 参见静毅公主。 静毅公主眼里有东西闪了闪, 最终也恢复了平静。 她端着高冷的架子, 道, 听说你就过手辅。 魏卿道, 只是偶然遇见, 帮她治疗过一点皮外伤。 你们关系很好。 公主问, 只是泛泛之交。 公主不客气道, 以你现在的身份, 也不可能高攀得上她。 今日本公主来通知你, 以后离她远一点, 她是本公主看上的人, 你知道了吗? 魏卿道, 公主的话, 我一定好好记在心里。 静毅公主冷哼一声, 不知是气还是脑, 道, 你这脾气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就这么喜欢替人兜着, 受了委屈, 连替自己争辩一句都不会。 也难怪, 什么东西都能爬到你头上来, 作威作福。 魏卿抬头看着她, 眼神里平静无波, 她嘴角却笑了, 道, 静毅公主, 我现在脾气可不怎么好。 所以最好, 各自摸清各自的底线, 互不侵犯。 静毅到魏家来, 不应该是来叙旧的。 因为往事如风,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就可叙的。 多年不见, 彼此都不是当初的小女孩, 一个是尊贵无比的公主, 一个是乡下回来的妻女。 静毅除了关于首辅这个话题以外, 再无别的话可说, 等了一会儿, 也不见魏卿有话说。 她离开时, 也不知是在刺激魏卿, 还是在安慰自己, 道, 让你知道, 我喜欢首辅也好, 照你的性子, 你知道了, 就不会跟我抢。 魏卿眯着眼, 看着静毅的背影, 她只是觉得好笑, 他们喜欢谁也好, 不喜欢谁也好, 与她有什么关系? 难道他们喜欢的人, 都是受她支配的不成? 最终, 静毅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正厅外的侍女都撤了, 依兰才躲进厅里来, 问道, 二小姐, 这公主可是个不好相遇的人。 魏卿若无其事地走出门口, 道, 谁知道, 这京城里的人生来尽在富贵里, 吃饱了没事干整天闲的发慌, 可是我却还忙得很。 依兰闭口跟在魏卿身后, 她多少了解些魏卿的脾气, 知道在见过静毅公主过后, 魏卿的心情不美丽。 静毅公主前脚一走, 魏卿后脚也跟着出了套门。 依兰看了探天, 不解道, 二小姐这会儿要出门吗? 看见天气, 今天恐怕要下雨呢。 今日没有太阳, 天色有些暗淡阴沉。 静毅公主前前后后都有侍卫和婢女跟着, 因而行得并不快。 等魏卿上了街, 还能看见静毅公主的车架在街上明晃招摇而过。 魏卿不加理会, 只和依兰走在街边人群里。 魏卿四下看了看繁华的街上, 道, 依兰啊, 上回你是在何处找到锦衣卫的? 依兰一听, 来了精神, 道, 上次是锦衣卫在街上办事, 奴婢看见了就去拦下了, 又运气好, 拦恰好是在避暑山庄里认识的。 今天要是再看见, 魏卿嘴角抽了抽, 道, 我又想念大都督的权势了。 那次轻易地就把他卖了, 他怎么能不去弄点补偿回来? 只是主仆俩在街上转用了一阵, 都不见经个有锦衣卫出来办事啊。 倒是经过榜台时, 看见那边聚拢了许多人。 这京城的榜台也比地方要阔气一些, 一张张官榜张贴下来, 官榜上的消息传得飞快。 就上次私犯掩帖一案, 由内阁首辅着刑部严审, 一众涉案官员及勾结的商人, 均论罪而处。 由掩帖案又牵扯出贪污受贿的案件, 抄家的抄家, 流放的流放, 最佳一等者责任于菜市口问站。 这掩帖在古代, 可是国家专营的项目, 不然光靠百姓税收, 怎么能够支撑起偌大的朝廷? 此案牵连之广, 势必盘根错节, 但凡有点势力的财阀, 都有可能层层相互官商勾结。 魏卿站在外围看了一眼, 那绑上名字密密麻麻地罗列着。 难怪苏玉一上位, 朝中便会经历一番大变动。 这确实相当于换一次血呀。 苏玉借此换上自己的人稳住了地位, 可凡是有好有坏, 这也会替他数不少的敌。 不过像他们这种位积人臣的人, 又有哪个数敌会少的? 除了掩铁案的官榜, 另外还有农商改革制的官榜贴出。 这是利于百姓的一项措施, 百姓们无不拍手称赞。 这样一来, 首府稳住了地位, 他建设朝廷,赢得民心, 而大都督手握兵权, 一个主内政, 一个主攻守, 这下子两人还真真是势均力敌。 可既然有人从这项举措中得利, 便有人从中失利。 苏玉动了财发势力的饼, 财发势力不会恨得拿刀剁了他吗? 当然, 苏玉肯定经得很, 这还用不着他来操心。 后来魏卿和伊兰又在街上晃悠了一阵, 就在这时, 街上突然响起了一阵马蹄声, 听起来比当初锦衣卫巡街之时还要迅猛得多。 所至之处, 百姓避让不及, 往街道两边扑倒, 掀起一阵惊叫连连。 在京城繁华处如此纵马, 是要被巡城士兵给拦下的。 只是不巧, 巡逻的士兵刚好才从这条街经过, 前往别处去了。 因为榜台这边聚集的人多, 好些个百姓都被马蹄给踢飞, 躺在街上东倒西歪。 若不是魏卿和伊兰闪得快, 只怕也要被飞驰的马蹄给伤到。 魏卿稳住惊吓不已的伊兰, 眼见那伙驰马的人却是个个身着不一, 化身寻常老百姓的样子。 可看着熟人的架势, 哪里又是普通人? 正这样一想时, 从魏卿眼前跑过的一匹马上, 除了骑马的不一人以外, 还横扛着一人。 伊兰惊呼出声, 是, 是公, 公主。 伊兰的话, 全然被淹没在鼎沸杂乱的人生里。 街上百姓四下乱窜, 无论关心这些人是不是挟持了什么人, 又是挟持了谁。 指尖的马腕上横趴着的, 锦绣罗裙, 黑发如云。 他头朝魏卿这边, 飞快掠过之时, 极力抬头也看见了魏卿, 一直定定盯着他, 那眼里的无助与慌乱之色一览无余, 哪还是方才那个高高在上的近义公主。 这茫茫大街上, 只有魏卿和伊兰知道她是公主。 公主被劫, 倘若不第一时间追击, 则会失了先机。 这伙人显然有备而行, 扰乱街上秩序, 再趁乱结了人逃走。 毕竟是皇亲国妻, 落在恐怖分子手里, 能不能安然无恙, 还真的是个未知数。 可是这与她有什么关系? 静义公主是死是活, 能给她带来什么好处? 过去了这么多年, 静义也一点没变啊, 还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她今日若是不到魏府来, 依然在宫中做她的公主, 过着与魏卿各不相干的日子, 也就没有今天这回事了。 所以最终魏卿面无异色, 短短一瞬, 依然平静地与她错过。 然就在她转身走开时, 恍然间却依稀听见静义张口, 似乎在大叫她的名字。 魏卿。 魏卿默然足下一顿, 在回头时, 只见人影纷乱, 马蹄渐远。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 对方又是扰乱为主, 扬功为辅, 搅得静义公主的护卫是从七零八落。 他们亦不再行刺, 而在劫持, 又是快马加鞭, 护卫根本拦也拦不住。 等到护卫淋灵散散地追过来时, 那群根本不知道什么身份的人, 早已经跑远了。 依然魂无主意地问, 二小姐, 现在该怎么办? 魏卿收回视线, 看了依然一眼道, 什么怎么办, 静义公主是你亲戚。 依然摇头, 可公主毕竟是从魏府出来, 才遭劫的。 还不等她说话, 魏卿又道, 你若是贤良心过不去, 就去叫官兵, 不管是锦衣卫还是巡城的士兵, 拦下把事情告诉他们就好。 依然还在发愣, 魏卿道, 还不快去。 依然呕了一声, 刚转身跑了几步, 回头发现魏卿果然没跟来, 便冲她大喊道, 二小姐, 你要到哪儿去? 魏卿没理她, 静止走到街边的一辆不知谁的马车前, 解了人家的车缘缰绳, 将马匹独立出来骑上马, 就朝那伙人跑过的方向追去。 依然见状追出几步, 当然追不上, 顿时心急如焚, 就用自己最快的速度跑去找官兵。 魏卿一路追过去时, 隐约还可见那伙人纵马跑过的痕迹, 街上百姓走在街边一阵厚惊, 一时都不敢再往街道中间走。 魏卿骑着马, 冲着空无一人的街道中央, 就一阵狂奔。 再看前面的街上又是车水马龙, 旁边横插了一条巷子, 魏卿想也没想, 便驱马往巷子里追去。 果然, 巷子深处的地面倾台上 有被马蹄践踏过的痕迹。 那伙人目标太大, 劫持着静翼公主又太明显, 纵使纵马狂奔, 也不可能就这样跑出京城。 但是, 如若不第一时间出城的话, 等消息一传开, 全城封锁, 想出城就困难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乔装一下, 分批出城。 魏卿抿了抿唇, 也不继续往下追了, 掉了码头, 侧马便直奔离这里最近的城门。 眼下是太平时候, 城门虽有士兵镇守, 可来往行人不会一一盘查, 除非觉得有可疑的情况, 才会上前询问。 若是那些寻常不一的人, 在全城封锁之前, 分批一个个出城, 一定会顺利地不能再顺利。 而被挟持的禁忆要运出城, 便需得用马车, 或是可以掩护的其他交通工具。 魏卿一口气跑到城门口, 士兵一见状就把他扣了下来。 因为京东街上不可快马奔驰, 惊扰百姓, 为者要受到处罚。 魏卿下了马, 被两个士兵拦着, 接受盘问。 魏卿眼不离这些出城的人, 随口敷衍着回答。 若是要告诉他们, 静翼公主遭劫, 肯定不会有人相信。 上头的消息还没传下来, 况且静翼公主好好的在宫里, 又怎会遭劫? 而魏卿还有可能会被 以散播谣言为由抓起来。 所以魏卿暂且等在城门口, 静观其变。 一旦见到有车辆出城时, 魏卿当即拨开士兵, 冲上前去一把掀开帘子, 听见里面冷不丁传来惊呼, 可是他都没找到静翼的影子。 士兵以为魏卿是专门来闹事的, 便上前来压他下去。 天空比出门前还要昏暗, 冰凉的雨点落下来, 滴在魏卿的眉心上。 魏卿意识到, 他还是来迟了一步, 那伙人不应该耽搁这么久, 可能已经出城去了。 他眼也不眨, 毛里深的会暗, 抓住一个士兵便问道, 仔细想一下, 在我来之前, 有没有车辆出城, 里面可能有个昏睡不醒的女子, 大约比我年长一点, 身形也比我高一点, 有没有? 要把静翼运出城, 不可能把他手脚绑着, 嘴巴堵着, 这样守城滴一查, 就会漏下。 那么, 只有把他弄晕, 让他昏睡着。 城门下众多士兵健壮当即围拢上来, 贺道, 大胆, 你是何人, 还不快束手就擒? 魏卿道, 那是我姐姐被人贩子给拐跑了, 我要把他追回来。 你们有没有见过他? 被魏卿抓着的那个士兵约莫生性善良, 约莫又是被魏卿的眼神给震慑住, 想了起来道, 是有几辆车出城, 其中也有一个像你说的那般的姑娘, 睡在马车里, 说是要带他出城去寻医。 什么时候出城的? 魏卿问, 走了多久了? 带他出城的是什么样的人? 士兵道, 是一对夫妇, 就在你来之前的不久出的城。 话音刚一落, 身后官兵终于姗姗来迟, 骑着马高升胡倒, 上头有令, 即刻封锁城门。 守城的士兵当即各回各位, 而魏卿瞅着这一空挡, 匹手夺过自己骑来的那匹马, 翻身骑上去, 侧马就在城门缓缓关闭之前, 猛地冲了出去。 一场冬雨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 很快就打湿了魏卿的衣裙。 城外青山朦胧, 寒风萧萧, 他马不停蹄地往官道上飞驰而去。 那静翼虽然高高在上, 目中无人, 可以往每回都会在宫楼屋檐下等他。 那静翼不苟言笑, 随时端着公主的身份与架子, 但是却像一只张开翅膀的小母鸡一样, 让谁也欺负不了他。 可是这些过往的秦义, 全都随着一道圣旨落下, 妙家满门落罪而结束。 马蹄飞快地踏在道路上, 泥江四溅。 魏卿紧紧握着缰绳, 抿着唇角, 伯良的眼神一直看着前方。 前方的视线被雨丝给模糊, 像是迷蒙上一层宝杀。 穿越而来的魏卿, 根本不在乎何静翼的这点寥寥旧情, 可要命的, 以前的魏卿还在意。 静翼昏昏沉沉地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待在一辆马车里, 这马车早也不是他自己的车架。 而他也重新被绑上了手脚, 塞住了嘴巴。 静翼用力挣扎, 也挣脱不了分毫。 随着马车在泥泞的路上奔波, 单薄的帘子一张一合。 静翼看见车帘外, 静翼荒野萧索的景象, 心里阵阵发凉。 入夜时, 这些来历不明的人把他带着, 住进了一家荒郊野外的客栈。 这客栈是装供来往赶路的人吃素的, 附近一户多余的人家都没有。 入夜过后, 周遭一片寒冷漆黑, 客栈里的灯火昏黄而微弱, 像是冷夜里唯一的一抹温暖光源。 这天又黑又冷不说, 外面还下着雨, 很不好赶路, 眼下他们已经顺利出京, 京城里恐怕还要乱上一阵子, 不可能这么快有追兵, 因而才在这野外客栈里留一晚, 等天一亮再行赶路。 客栈里没有别的客人, 上上下下都被这伙人给把守起来。 他们话少, 动作十分利索, 截了近一来也暂且没动他, 而是把他丢进房里, 门窗都锁死。 显然这伙人截了, 他是另有所用。 眼下这荒野客栈里, 一下子来这么多人住宿, 厨房里仅有的几个人忙得打转, 卫青一身粗布火急衣服套在外面, 坐在灶堂前烧火时, 厨房里云雾缭绕, 谁看得清他。 这种又忙又乱的时候, 只要有人肯烧火帮忙就不错了。 卫青一边往灶堂里添加柴火, 一边捏来一根柴火棍, 削尖了一头, 不动声色地塞进了锈管里。 这伙人分两批用饭, 一批在大堂上吃饭时, 另外一批仍在客栈附近把守。 所以时间有限, 在另一批回来发现之前, 他必须要把静义救出来。 热腾腾的饭菜一端上来, 那些人围着桌子吃饭, 吃着吃着就一个个闷头栽在了桌面上。 卫青从侧面飞快地跑上楼, 见到房门前还落了一把锁。 不知是天意还是怎地, 正巧这两日他熟悉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抽下发尖细簪, 掏入锁孔里, 不费吹灰之力就开了锁, 忙推门进去。 静义此刻是依发狼狈, 再不见他公主的雍容高贵, 他听见门锁打开的声音, 顿时整个人缩在角落里, 手里攥紧了自己的发簪。 他肯定打不过这些劫匪, 可是也万不会在他们手上受辱。 因而就在房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他握紧发簪就鼓起勇气突然突了过去, 顺时就用劲把发簪往那人身上扎。 幸得卫青反应快, 一侧身入屋, 猛然就捏住了静义的手腕, 力道大的静义腕上发麻。 而静义的发簪, 离他尖紧不过一寸有余。 卫青抬眼, 一场冷静地看着静义, 道, 悠着点。 静义撑大了眼, 根本没料到, 来的人居然是卫青。 而他的眼神, 不再是静义记忆中如绵羊一般又温又软的样子, 而是冷锐分明的。 静义后知后觉, 手上有些颤抖, 吃惊地问, 你怎么来了? 卫青哪有功夫回答他, 抓着他的手便遇待他出房门下楼往外逃。 可就在这时, 外面的堂上响起了脚步声。 那些人发现栽在桌上的铜火, 顿时浑身凛然戒备, 低声道, 上楼去看看。 静义慌张地看向卫青, 道, 怎么办, 被发现了。 卫青俐落地降门插上栓, 而后走到窗前用细簪开了窗锁, 他神情从容不破, 分毫不乱。 打开窗往下看了一眼, 对静义道, 把床杖扯下来。 这上二楼, 下面是后院, 夜里天黑下着雨, 下面又湿又滑, 还不能轻易往下跳。 否则伤了腿脚, 就是从这房里逃出去了, 也跑不远。 那脚步声正绕过楼下大堂, 咚咚咚地上楼。 静义丝毫不敢耽搁, 连忙去扯床杖。 只是他的力气, 扯了几下, 连拴着床柱子的细带子都没扯断, 卫青转头过来, 一把将床杖掀了下来, 凝成绳飞快地在静义的腰上打个结, 拉着他就走到窗前。 跳。 那伙人到达房门外, 正破门而入。 几乎与此同时, 卫青手法极快地把挽在手臂上的床杖 这头拴在窗帘上, 自己拉着挂在外面的床杖便纵身往外跳了去。 等他双脚落在了地面上, 才动手把拴着的静义解开, 拉着静义就往前跑。 那伙人冲进房门, 第一时间跑到窗边, 看见卫青拽着静义便往茫茫黑夜中逃去, 顿时全部转身下下楼, 低鹤,追。 这黑天黑地的, 卫青和静义都不曾来过这个地方, 对这里的地势十分陌生。 卫青只知道要往前跑, 静义被他拉着, 亮亮呛呛地跟在他身边。 地上的泥浆, 一脚踩下去, 很快就打脏了静义凡复的裙脚, 拖在他脚边笨拙又厚重。 他不知道要逃到什么地方去, 一抬眼就是卫青的背影, 明明比他还要单薄, 却在这种时候显得那么安全有依靠。 静义忽然有种热泪盈眶的冲动。 那些劫匪岂会放过, 在身后紧追不舍。 静义着实给卫青拖了后腿, 眼看着劫匪越追越近, 那荒野客栈里的威莫灯火 已经十分朦胧暗淡, 只见几道黑影飞窜上, 一边朝静义抓来, 一边朝卫青攻去。 当事实, 卫青一把将静义横着往前很拽, 静义直接往前跨了几大步, 然后控制不住地扑倒在地, 恰恰躲过了劫匪的魔爪。 等他回过头去看时, 见卫青已经和他们打了起来。 眼下追上来的人不多, 卫青还能处理, 他放倒了两个劫匪, 抬眼看见还有一个劫匪 正去静义身边把他逮起来。 卫青手里握着那根削尖的柴火棍, 踩着满地泥泞, 快脚走过去, 就狠狠从他背后刺去。 那劫匪反应还算快, 连忙侧身躲过, 卫青却并不罢休, 动作更快, 仿佛料到他会这么躲一般, 手肘一撤, 反手就从后面将木棍送进了他的身体里。 这一系列动作发生得极快, 静义仰着头, 只能看得见两人搏斗的黑影。 可那劫匪当着静义的面被卫青刺穿, 那股热血洒在他身上, 他惊恐到极致, 除了又冷又哆嗦, 大口喘息着, 连叫一声都没有力气。 卫青把木棍从劫匪身体里抽出时, 伴随着扑痴的声音, 十分惊悚。 这绵绵雨液, 无休无止。 雨声落在树叶上, 像蚕食桑叶一般, 细密而沙沙不绝。 卫青把静义拉起来, 嗓音低沉冷寂导, 走。 静义像个木偶般, 乖乖地跟在卫青的身后。 仿佛卫青才是比他年长的那一个。 那伙劫匪还没完, 定会搜寻而来。 卫青带着他穿进山林, 东躲西藏, 他的所有感官都调到最机敏的程度, 身子紧绷着一刻不得放松, 抓着静义的手, 亦是紧的静义麻木发痛。 静义强忍着没有吭声, 因为他知道, 卫青抓得越是紧, 便越是不会把他放开。 他从卫青的身上, 感觉到强大的求生的力量。 树林里一片漆黑, 卫青听到解匪的脚步声时, 便带着静义到树后去躲着, 两个女子浑身湿透, 不得不平住呼吸, 连一丝痕迹都不可以泄露。 等到解匪离开后, 卫青又带着静义前往别处。 两人不知走了多久, 静义冷得都快发僵了, 终于走出了这片漆黑树林, 看见树林环绕的地势略高的空地上, 有个可以躲雨的破房子。 静义迫不及待地想进去躲一躲, 卫青则比较谨慎, 确认过破房子外的狮女脚印, 是今晚才留下的, 说明那些劫匪已经到这处来搜过了, 短时间应该不会再来一次, 这才带着静义踩着原先劫匪的脚印, 小心翼翼地靠近。 这是一座废弃已久的破庙, 中间放着一尊残破的佛像, 能暂且用来遮风避雨, 对于两人来说已经是很难得了。 此处又不能生火, 进来过后, 卫青和静义找了个干燥的角落坐下来, 静义抱着自己的膝盖, 冷得瑟瑟发抖, 破庙里回响着的都是她哆嗦的呼吸声。 卫青也冷, 只是她比较能忍, 不紧不慢地把身上沾满血腥气的火急衣服脱下来, 里面穿的是她本来的裙子, 她比静义还糟些, 从下午开始下雨起, 她便一直裹着这身湿裙子。 她把裙脚捋起来, 将多余的水分挤干, 随口问道, 知道他们为什么劫你吗? 静义摇头不支, 随后破庙里便是久久的沉默。 呼听静义颤声问, 你为什么要来救我? 卫青平淡地回道, 在街上你不是叫了我的名字吗? 既然那么不喜欢我替你兜着, 你还叫我就你做神? 静义抬起头来看她, 即使身处狼狈, 她依然从容不迫。 想起今天晚上发生的种种, 静义耿道, 你不是以前的那个绵羊卫青了? 她能把她从那么多人手里救出来, 她临危不乱, 还能与劫匪搏斗, 杀人沾血的时候, 就像杀着小鸡那样稀疏平常。 这还是从前那个魏青吗? 从前的魏青脾气好, 和静义一样, 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 又哪里会杀人, 只怕一点血都能被吓晕过去。 这些年, 她在外面都经历过些什么, 才能长成这番模样呢? 魏青道, 我当然不是, 不然早死在乡下了, 哪还能重新回到京城来呢? 梁九, 静义又道, 在乡下, 你是不是过得很苦? 我知道你爹曾在我父皇面前, 明言修气你娘的事, 他是不是后来也不喜欢你? 回应他的又是一阵沉默。 静义勿自道, 你是不是也很恨我? 因为我是公主, 你家的事是因为我家而起, 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魏青不答, 他声音颤抖得更厉害, 闷闷道, 你信不信, 当初我也曾跪在父皇寝宫门前, 苦苦向我父皇哀求过, 他才赦免了你娘。 魏青一愣, 皱着眉头, 心里却涌起一股难言的色然。 静义道, 我并不是什么都没做, 并不是从来只有你迁就我, 可我也没脸去见你, 知道你过得不好, 也无法帮到你。 魏青抬头, 看着破庙外无边无际的夜, 蓄了一口气, 清道, 静义, 你是在哭吗? 静义偷偷抹着眼角, 道, 我堂堂公主, 怎么可能会哭? 我只是冷得有点发抖罢了。 照这样冷下去, 到天亮, 得冷出病来。 魏青坐过来紧挨着她, 动手就开始扯她身上湿湿的衣服。 静义慌乱阻止道, 你干什么? 她怎能敌得过魏青的力道, 几下就把她湿裙子给脱下, 只剩下中医。 接着, 魏青又开始脱自己的, 然后靠过来和静义搂抱在一起。 静义十分僵硬别扭, 魏青道, 你我都是女的, 害什么羞? 眼下又不能生火, 两个人只能抱在一起能取暖。 静义游海嘴硬道, 我是公主, 搂搂抱抱的成和体统。 可是嘴上说着, 手上她却把魏青抱紧, 埋头在她肩甲窝里, 轻轻抽动着肩膀。 一股暖热之意流淌进魏青的井窝里。 静义道, 谢谢你还能听得见我叫你。 妙家之祸, 确实是因皇家而起。 皇帝的一句话, 就能让妙家满门凋零。 魏青知道, 身为仁臣一朝落罪, 那是朝政上的事, 静义是皇家公主也与她没有多大关系。 只是终究物是人非。 倘若静义不出宫来找她, 往后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 魏青也半点都不会去打扰。 可偏偏, 静义就是安纳不住, 出来找她了。 魏青面上无动于衷, 静义维持不住她那层高冷的伪装, 断断续续道, 我也有努力过的, 我打听到你在乡下, 这次首府去地方查案, 我听说她要路过你在爱的地方, 我请她帮我去看看你, 没想到她路上遇刺危险之际, 却是你救了她, 这是不是阴差阳错? 魏青有些发症。 原来, 苏玉是在特地去龙乡的路上 才遭遇行刺的, 而不是遇刺逃到龙乡了吗? 她可能一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却还是一直都装作不知道。 静义话题一转, 又问, 你是不是喜欢她了? 喜欢谁? 首府苏玉。 静义道, 你不许喜欢她, 是我先喜欢的。 魏青扯了扯嘴角道, 这世上比谭青说爱重要的是那么多, 我还没那么闲。 后来静义后背都冻僵麻木了, 终于抵不住寒冷和疲惫, 靠着魏青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魏青不敢闭上眼, 一直清醒着, 也不知是希望天快点亮, 还是希望这夜一直持续下去。 若是那些劫匪还没走远, 天亮以后她和静义会更加危险。 可一直待在破庙里也不是办法。 也不知过了多久, 这时树林里突然想起了动静。 魏青浑身一紧, 顿时如夜里匍匐着的豹子一般, 立刻将静义给咬醒。 静义十分难受, 头晕得厉害, 身体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眼皮重得睁不开。 魏青把湿衣服捡起, 不得不重新披在静义身上。 静义被这股刺骨的冰凉 给刺激得终于清醒了两分。 静义按捺着紧张, 问道, 是他们又回来了吗? 魏青低着嗓子道, 不知道, 一会儿若情况不对, 你便去佛像后面躲着, 我会去引开他们。 静义揪着魏青的衣角, 那些劫匪要大, 且随着越来越靠近, 隐隐可见, 有火光在树林里闪动。 会不会是援兵来了? 静义问, 话语间带着浓浓的稀迹。 随着火光越来越近, 还有铁甲的声音, 虽然没有看清对方的脸, 但基本可以确定 来的是官兵而不是劫匪。 魏青还不敢全然放松, 但静义已然慢慢松懈下来了。 在闪烁的火光下, 重重人影朝这边走来。 静义看见走在最前面的男子, 昏黄的光线下长袍如玉, 仿若踏破重重迷雾而现, 静义再熟悉不过, 又端起那股高贵的公主架子, 出生换倒, 首辅大人, 本宫在这里。 魏青不由抽了抽嘴角, 小小年纪, 哪来的这老成? 还是方才抱着他, 偷偷地哭时比较可爱。 苏玉寻声看来, 快步走进破庙, 威宁的眉目下是一抹素色, 全无半点寻常地得闲自在。 他命所有士兵在破庙树杖外驻足, 自身边随从手上拿过披风, 便独自走进破庙里来, 把披风裹在静义公主的身上, 正色问, 公主有样否? 静义摇了摇头, 眼眸里却浮上水汽。 她是几乎所有京城少女们梦中的模样, 静义也不例外。 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匆匆赶来她身边, 无疑会把她整个芳心都站满。 静义起身实腿还有些软, 苏玉情理之中扶了静义一下, 交给随从送她下山。 魏清自己遍野起身, 若无其事地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苏玉依然站在破庙里, 看着静义走出门口了, 方才转身回来, 眼神定定地落在魏清的身上。 她那眼底里深阔如苍穹, 碎光如陈兴, 还不曾让别人见到过。 前一刻, 她对静义还只是发乎情指乎里的君臣关心, 而此刻看魏清时, 那股君臣之感顺时散去。 苏玉走向魏清, 低头看着她的脸, 卢氏的病发贴在她脸上, 她神色平淡如水。 方才在山脚发现打斗的痕迹, 苏玉将她上下打量了一遍, 滴滴道, 可有受伤。 魏清反问道, 首府大人还能再来迟一点吗? 要是静义公主有个三长两短, 你这首府当安心吗? 苏玉道, 我可以理解为你这是在操心我。 她一边说着, 一边将自己的外袍解下来, 裹在魏清身上。 魏清刚要拒绝, 她手臂一收, 反而裹得更紧, 随之用两个人的声音说道, 所谓爱之身责之妾。 但是一知道出事, 我给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可是一点也没耽搁。 她的衣袍上一夹杂着 干净冷冽的雨后气息。 魏清当时一心去追静义, 起码跑到快天黑, 才总算发现了那伙人的踪迹。 而城里情况那么乱, 苏玉想要追上魏清, 也不是一时半刻的事情, 眼下能找到这个地方来, 已经是动作相当迅速了。 魏清心里当然清楚得很, 要是静义有个什么差池, 所以静义被劫这件事 要不是与苏玉有关系, 他会去蹚这趟浑水。 静义究竟为什么被劫, 可能根本就是因苏玉而起。 因而魏清数落他两句, 他一点也不愿。 静义朝外走了几步, 不禁顿住脚, 回头望了苏玉一眼。 苏玉的身量完完全全地 把魏清挡住了, 虽然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静义可以感受到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静义身为公主的教养, 告诉他, 这不是无理取闹, 争风吃醋的时候。 那伙劫匪在苏玉带人上山来时 就已经全部击杀了, 士兵举着火把, 将尸体从林子里抬了出来。 静义不忍不看, 坐上劫他来的那辆马车, 苏玉便送他回城。 魏清本是在外骑着马, 静义叫他进马车里来, 他浑身湿透, 即便裹着一件苏玉的外衣, 凌冽寒风还是往他骨子里钻。 他也怕他撑不到进城就倒下了, 虽也坐进了马车里。 静义盯着他身上那件衣袍, 看了许久。 魏清挑着眉梢动手去解, 道,来,你我换换。 静义止住他, 道,既是首府给你的, 你便暂且披着。 回头记得还给他。 他这故作不在意的样子, 实在让魏清觉得好笑。 奔波了一天一夜, 魏清没有多余的精力跟他玩笑, 后以着车身地休息了一阵。 等回城时, 天都快亮了。 这个时候城门敞开着, 火光明亮, 隐隐可见一对一对的士兵人影 再来回穿梭。 公主安全被救回, 让所有人都续尽一场, 大松了一口气。 静义的车架也已经停在城门下, 他昏昏沉沉地 被人从那辆破旧马车上送下来, 转而就送进了自己的专属车架。 车架里暖炉汤婆子应不少, 还有势必第一时间给他除去 湿衣裹上又厚又暖和的毛毯。 所有人都紧张着静义的状况。 魏清从破旧马车里下来时, 就显得冷清了些。 守城的士兵认出了魏清, 想到白天他是跑出城去追静义公主了, 是公主的救命恩人, 因而也无人敢问他的罪。 但是和公主相比起来, 他仍然微不足道。 谁会过问他冷不冷, 难不难受? 工人势必粗拥着车架, 苏玉要护送静义回宫去复命, 临走时他脚步顿了顿, 转过身看向魏清, 道, 我先派人送你回府, 回头我去看你。 魏清勾唇笑笑, 若无其事道, 不用了, 你去忙你的。 话音刚落, 火光下, 隐隐绰绰, 却是由锦衣卫从街上巡逻而来。 苏玉朝锦衣卫看了一眼, 还是坚持让自己的两个得力下属 护送魏清回去。 魏清瞇着眼, 看着苏玉护着公主的车架, 与锦衣卫刚打了个照面, 和他说话的人龙在火光的阴暗面 被车架挡住了大半光景, 看不太真切, 只隐约可见光照落在他的衣角上, 衬出衣脚上的鱼龙绣纹。 那声音隔了段距离, 还是随风传到了魏清耳边, 模模糊糊, 却很是亲切。 这乡苏玉的下属又迁来一辆干净舒适的马车, 对魏清恭恭敬敬道, 二小姐请。 魏清收回视线, 转身上车。 然, 他才将将挪动着脚步一转身, 还未来得及上去, 整个人突然就毫无防备地倒了下去。 二小姐。 苏玉闻声回头去看时, 他还来不及, 并有人掀他一步, 步履快如疾风, 站在魏清侧后, 像是在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自然而然地成为他身后的靠山。 魏清依稀倒在一方怀里, 伴随着一道熟悉的气息。 只可惜他双眼紧闭, 看不见。 只能隐约感觉到, 让他依靠着的人, 在说话时, 胸膛发出轻轻的颤动。 像是清泉在时下回响, 意味悠长。 阴景任魏清靠着, 神色温宁慈和地与苏玉继续话道, 首府及时追回静义公主, 公主安全无余, 可喜可贺。 不是要进宫复命吗? 苏玉看着魏清依偎在阴景怀中, 眼神莫测, 片刻吩咐护送魏清回去的下属道, 大都督诸事缠身不宜劳反, 还不将二小姐送回去。 下属刚想从阴景那里接过魏清, 拿想阴景却丝毫没有要放手的意思。 他不放人, 下属也不敢硬上去抢。 殷景清闲道, 眼下本都不忙, 正巧过来就是看看有没有本都尽力的地方。 他记救了静义公主回来, 眼下首府顾不上她, 本都自然待为照顾。 他低头看了魏清一眼, 脸色不太正常, 他随手摸了一下她的额头, 看了苏玉一眼不明意味道, 一路烧得这么厉害, 首府尽不知。 苏玉神色变了变, 一路上魏清坐在马车里, 苏玉无从得知, 他不舒服却没有说一声。 他下意识就想舌身回去, 把魏清从殷景怀里抢回来。 可是公主的车架当前, 城门下诸多兵将在此, 殷景之时, 击他做出异常之举。 倘若他弃公主于不顾, 而去抢夺魏清, 那反而是置魏清于不利。 最终苏玉忍下了, 道, 二小姐生病, 应该尽快送回找大夫。 拿想下一刻殷景静把魏清拦腰抱起, 从锦衣卫身旁走过, 像是中途截获了一样猎物一般, 表情一贯的, 很是寻常随和, 道, 回魏清。 城门下官兵皆震惊, 大都督到此处来, 竟然抱了个小女子就离开。 苏玉眼睁睁看着殷景要抱走魏清, 声色从容道, 他就公主有功, 我待会儿自会禀名皇上, 等着她的是皇恩赏赐, 而不是魏清那个地方。 殷景侧身看着他, 一双眼里在光火下, 恍若慈悲生万象, 道, 你紧张了。 苏玉眯了你一眼, 道, 大都督不也很反常吗? 已经很不容易了。 裹了一天一夜的湿衣上, 早就感到身体不舒服, 可是他很能忍。 情况紧迫, 懒容得他有时间来管自己舒不舒服。 不过, 他若是还清醒着, 看见这两个渣渣又把他扯进是非里来, 可能也会气昏过去。 再这样下去, 估计要不了多久, 他就会很出名, 而且还是成为女人们公敌的那种出名。 天色朦朦胧胧的亮开, 料想早过了苏玉进攻复命的时间, 但他却没有出现在胃场。 殷瑾在堂上做了一盏茶的功夫, 太医才从房里出来, 由锦衣卫引出胃场。 这时, 另有锦衣卫从外面回来, 禀道, 大都督, 首府已经从皇上那里离开, 自行打道回府了。 意思是, 他不会过来问殷瑾要人了。 殷瑾手指粘着茶盖, 轻轻落在茶盏上, 咸淡倒, 他倒沉得住气。 今时苏玉若是过来了, 不仅要不到人, 还会引起皇帝格外注意, 他出宫后直接回府,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等明日对卫青的赏赐下来, 卫青若是还没回卫家, 则苏玉可以堂而皇之地来卫场要人。 若是殷瑾对他用过刑, 则反会被苏玉猜上一本。 所以, 这段时间里殷瑾应该不会对卫青不利。 还有太医进出卫场的是, 可瞒不住苏玉的耳目, 他确定卫青在卫场暂时是安全的, 才会先行回府。 卫青睁开眼睛时, 外面的天光已经大亮了。 他眼皮子酸胀, 浑身上下都犯着一股酸疼乏力。 这是高烧半夜过后留下的后遗症。 他悟渍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发现这不是他的房间, 房内摆设十分简单而明镜, 暗街上的香炉里正飘起鸟鸟燃香。 是檀香的味道。 卫青撑着身子坐起来, 头还有些晕晕胀胀的, 私下看了一眼, 再低头看了看自己。 那身湿冷的衣裙已经不在身上了, 他身上只穿了一身雪白的礼衣。 忽而房门打开, 吱哑一声,有种时光悠悠的矿位。 卫青抬头看去, 见阴景抬脚不疾不徐地走进来。 他逆着光, 屋门外明亮的光线将他的身形轮廓修饰得明暗有致。 他刚上完早朝回来, 这电青色叶洒整洁而正式, 一脚上云纹与飞鱼交织, 一斤叠得一丝不乱, 趁得他身姿阴长挺拔。 他头戴官帽, 官帽下的一张脸干净明晰, 风神俊朗。 看见卫青醒来, 卫青一点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这里的, 迷着眼轻松道, 一睁眼就看见阴都督, 这感觉还真是奇妙啊。 明明昨天他, 还想找他来着, 可惜那时不见人影。 阴景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闲聊道, 是吗? 那一会儿要不要去我卫厂的牢里坐坐, 相信体验会更奇妙。 卫青抽了抽嘴角, 歪头看他, 哦,阴都督是来找我清算的。 阴景语气不变道, 你坏了我的事, 是指昨天我救了静义公主的事。 卫青神色了然, 要是静义有难, 这是可能因首府而起, 首府逃脱不了责任, 难怪, 昨天街上半个锦衣卫都见不到。 昨天锦衣卫不出洞, 便是打定主意不会管这件事。 否则静义被劫, 赵锦衣卫的办事能力, 还会让劫匪跑这么远。 甚至于可能锦衣卫知道, 有劫匪混进了城里, 他们也只会争知掩蔽之言。 阴景对此撇得十分轻松, 道, 锦衣卫也辛苦, 全年无休, 昨日恰逢, 我给他们放了一天假, 让他们放松放松。 卫青, 殷锦道, 去了牢里参观嘛, 今日可能有包人皮, 拆人骨的戏码。 卫青默了默, 殷都督, 我还是个病人, 我看你精神还不错。 卫青一听, 立刻抓紧被子, 就又缩回被窝里去, 道, 不, 我还在滴烧, 需要休息。 他把自己裹得紧紧的, 拨着头又道, 锦衣是我救时, 我不能不救他。 至于殷都督和首府 是怎么计较着的, 不关我的事。 还有, 上次殷都督把我的画像 交给首府的事, 我还没说什么呢? 我给的是白衣女子的画像, 首府尽一口咬定是你吗? 难怪他早早结案, 干脆地如此出人意料。 你是觉得我哪里对不住你, 人不是你杀的? 还是或不是我兜的? 卫青李直气壮倒, 我不听这些, 心里就是有点受伤, 锦衣卫对京城的人士都熟悉, 殷都督要是带给我一份 朝中的人士关系资料做补偿, 可能就好多了。 殷锦垂着双眸, 看着被子外面背对着他的半个后脑勺, 柔顺的乌发, 一股脑散在他的枕上, 道, 要不还是去形势里做作, 我与你好好谈谈, 看看究竟是什么鬼迷心窍, 让你在我面前提混账要求。 说着便转身, 又平和道, 穿好衣服, 出来。 卫青当即扭过身子, 伸手就想抓住他的袖脚。 可是殷锦习惯束秀, 于是卫青只能抓到他的手。 殷锦回头看了他一眼, 卫青仰着头, 对上他的视线, 道, 喂, 你先出卖我, 我问你要分资料而已, 这你都要拒绝, 你良心不痛吗? 殷锦细长的眼眸里一片悲悯之色, 却道, 我哪来的良心? 卫青, 想想以前, 我救过你, 还替你出生入死, 真是太善良了。 殷锦极细微地瞇了一下眼, 道, 我没救过你, 没替你挡过灾厄。 卫青脸都不要了, 张口就乱来道, 你说一个人可以认多个义父吗? 我现在在认你做义父迟不迟? 殷锦看了看他, 觉得他提出了一个颇有建设性的提议, 道, 你要是能保证让首府娶了你, 将来也换我一身义父, 我可以考虑。 卫青嘴角狂抽, 有时候男人较劲起来的时候, 那心眼真的, 比真眼还小。 要是首府也换他一身义父, 这次估计心里爽翻了吧, 简直是幼稚, 可笑, 卫青哭笑不得, 那还是算了吧。 他还从来没想过将来让谁娶他, 嫁人对于他来说太遥远, 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当然, 卫青也不曾细想过, 他若真是认了殷锦做义父, 可能苏玉这一辈子都无法娶到他。 这两个人是死对头, 一个人怎么可能认另一个做干爹? 想都别想。 所以, 不知殷锦这么说时,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真想听苏玉将来换他一生义父, 还是想让苏玉将来都无法得到他? 最后谈崩了, 卫青不好再强留着殷锦, 最郁闷地松开了手, 眼睁睁看着殷锦走出了房间。 床边放着卫青的衣服, 已经是干的, 他穿好衣服, 随后也走出了房间。 殷锦说邀约他去牢室里谈谈, 可卫青出门后却不见他的身影。 后来他才知, 他眼下确实是在锦衣卫的卫场里。 而他躺的那房间, 是殷锦在卫场中临时休息所用的地方。 难怪那么整齐, 房内一点多余的摆设都没有。 房间里熏的香也是他身上惯有的檀香。 卫场里的锦衣卫对卫青都比较友好, 毕竟在他们心目中已经一致认定, 这是大都督的女人。 因而卫青拉住一个锦衣卫, 问什么他就答什么。 不出所料, 昨天的劫持公主一案, 果真是首府的敌对党弄出来的。 近来首府干掉了一批牵涉禁严体案的受益党, 又着手改革农商, 动为一些财阀世家的饼, 人家能不想办法搞他吗? 听说皇帝有意把静衣公主许佩给首府, 所以那些人才想办法把静衣公主结了去, 一来可以威胁苏玉将涉案的一些人员免除死刑。 二来, 苏玉若是不从, 就杀了静衣, 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度。 可是昨天因为卫青插手救了静衣, 使得他们的计划泡汤, 最后无法撼动苏玉分毫。 而掩体案还得继续结, 恐怕苏玉会比之前更雷厉风行。 然后卫青又从锦衣卫那里了解了昨天晚上的情况, 也知道是殷井把他带了回来, 还在他高烧不止的情况下给他请了太医来看病。 他占了殷井休息用的地方, 而殷井自己在堂上坐了一个多时辰便动身去早朝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确实坏了殷井的事, 可殷井最终也没把他丢进牢室里, 还给他请大夫, 还是很够一起的。 卫青想了想, 与锦衣卫道, 可以给殷嘟嘟泡一杯黄旗人参早茶。 锦衣卫道, 有劳二小姐。 卫青无语了一会儿, 道, 我是叫你们去泡。 锦衣卫推得非常干净, 我们不懂这个。 于是, 卫青出于好意, 最后却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这位常理, 除了清一色的锦衣卫, 就是被拖进来或者被拖进去的犯人, 像卫青这样还能自主行走的闲人, 除了他就没有第二个。 卫青跟着锦衣卫到茶房, 随口一问, 锦衣卫消息灵通, 收集来的朝廷人士第一手情报在这卫常理吗? 锦衣卫问, 二小姐问这个作甚。 卫青瞇着眼笑了笑, 道, 我想了解一下哪些是阴都督的敌, 哪些是她的友, 我和她感情这么不一般, 当然得跟她站在一条线上。 二小姐言之有理, 那趁我泡茶的功夫, 你去给我弄一份来。 锦衣卫, 可能不行, 所有一手情报都在大都督那里, 二小姐去问大都督要最好。 卫青把脸一黑, 要是问她要得来, 还找你做什么? 这点事都办不好, 真是没用。 到了茶房, 卫青找到黄旗餐片, 加了两颗枣, 给泡了一杯热茶, 还另烧了一壶热水, 送到阴景那里去。 阴景正在办公室的堂上坐着, 随手翻着书桌上的一本册子看。 卫青把热茶送到她手边, 她也毫不意外, 道, 首府还没派人来接你。 卫青放茶时也跟着凑过来若无其事地看了一眼。 这一看发现好巧, 她手里翻的可不就是她想要的人事资料呢? 卫青不由又多看两眼, 比阴景还聚精会神。 卫青随口应道, 她来接我干什么, 时间还这么早, 我不着急回去。 遂阴景翻册子时, 卫青就站在她身侧跟着蹭了一会儿内容看。 她嫌阴景翻得慢, 便催促道, 该翻页了。 阴景看她一眼, 她笑眯眯地把茶捧到她手上, 道, 阴都督喝茶, 昨夜辛苦了, 这茶补气养神。 阴景接受了她的茶, 饮了一口, 不知为何, 卫青心情极好, 又道, 朝中大小是阴都督应该早就已经了如指掌了, 还用得着看这个吗? 阴景道, 我记性不好, 拿出来温习一下, 这爱着你了吗? 卫青低头清了清嗓, 唇边淡淡含笑道, 嗯, 你说什么都有理。 这时锦衣未来报, 倒是首府来了, 要接卫青回去。 阴景没理会卫青, 先行起身走了出去。 卫青背着手, 瞅了两眼书桌上的那本册子, 着实是心仰难耐。 拿不拿呢? 结果很明显, 卫青面不改色地把侧子卷起来塞进了自己的袖口里, 抬脚就跟上。 况且阴景都摆出来了, 不拿白不拿。 他又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守法良民。 卫青出卫场时, 苏玉正在门口等他。 见了他出来, 句话没说, 先把他拎上自己的马车, 再对阴景道了声告辞, 就载着卫青离开。 马车驶动时, 车厢里轻轻晃了一下。 卫青精卫分明地与苏玉分开坐的, 他墨地伸手过来握住他的手腕, 将他往自己身边带了带。 若不是卫青定力够好, 只怕直接要扑到苏玉怀里去。 卫青离了离他, 道, 又没吃药。 苏玉却是上下看着他, 问, 阴景可有对你用过不见皮外伤的行? 卫青抬头时, 冷不防看见他眼里的关心。 苏玉又伸手往他额头上摸去, 低声道, 这会儿倒是不怎么烧了, 昨夜发烧了, 怎么不说? 他离得很近, 身上穿着整齐的巢服, 卫青闻到他一脚散发出来的 轻烈如松柏的气息。 卫青平视着他的巢服衣襟, 只要他微微垂头, 便能抵靠在他胸膛上。 卫青问, 倘若我告诉你我发烧了, 很不舒服, 你当如何? 他望着他的眼睛, 你是要顾我还是要顾静怡公主? 苏玉低着头, 深深地把他看着。 卫青道, 以后别问这种废话好吗? 半赏, 苏玉轻叹了口气, 卫青, 你这样会不会太现实了点? 卫青从他身前退开, 坐到旁边去, 道, 不现实点, 难道还要讲感情吗? 感情用事可不是大嘟嘟的对手。 苏玉挑唇笑了笑, 随手扶了扶一脚, 行驶间又是一副云阔天高的淡然, 仿佛先前的那一丝丝纠结, 只是幻影。 他道, 哎, 本来昨晚气你不顾还有点愧疚, 现在看来完全是我自作多情。 回到卫家后, 没想到宫里来的赏赐正摆在前院里, 卫青又是苏玉亲自送回来的, 老夫人和卫慈叔在门前笑脸相迎。 当着苏玉的面, 老夫人笑得合不拢嘴, 拉着卫青说道, 亲丫头, 你救了静义公主, 真不愧是卫家的好女儿。 言语间竟是欣慰满意, 却不曾问过半句卫青可有受伤。 卫穷居听说苏玉来了, 也急急忙忙地出来相见。 结果看见卫青完好无损地回来, 旁边有苏玉陪捅着, 卫穷居心里就恨透了。 静义公主再也别回来, 他原先还指望着静义公主好好收拾卫青呢, 如今恐怕两人却越走越近。 这卫青不知死活地去救静义, 怎么不一起死在外面呢, 居然还要让首府亲自送回来。 你说他送回来就送回来吧, 苏玉好歹也是辛苦了一趟。 结果还不等踏进卫家的家门, 卫青转身就挡着他往外推了推, 一本正经道, 首府大人忙, 就不留你招待了。 苏玉低头看着他, 微笑道, 我在忙喝杯茶的时间还是有的。 还是把手里的烂摊子收拾好了再来吧。 苏玉童是低语着回他, 你这么善解人意, 你家里人知道吗? 最后, 苏玉还是没有进门去, 只嘱咐了两句, 让卫青好好休息, 当时还有事物在身, 便先行离去。 卫穷居好不容盼着他来一回, 结果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 就右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 卫穷居愤恨又怨对地看了卫青一眼, 道, 怎么说首府大人也是亲自把你送回来的, 怎么连起人进去喝杯茶都不能? 有你这样待客的吗? 卫词书知道, 苏玉这几日是真忙, 因而也没有多说什么, 随之整了整衣着, 便跟着出门工干去了。 卫青道, 大姐姐这么想留首府大人喝茶, 怎么不开口留他呢? 卫穷居十分休脑, 不由对老夫人道, 祖母, 穷居只是觉得二妹这样非常势利。 老夫人看苏玉走时也没有不高兴的样子, 可能真的是吃卫青这一套, 便道, 罢了罢了, 人都走了, 说这些也无用。 老夫人便拉着卫青的手又说道, 亲丫头, 如今你是静怡公主的救命恩人, 那就再好不过了。 前些日子看望府里的是, 你大姐姐和公主闹得不愉快, 你看看能不能在中间和解一下, 让你大姐姐与公主也能冰释前嫌。 卫青温和地笑道, 祖母, 人家是公主, 祖母这么着急, 让我以救命恩人自居, 不觉得太蹬鼻子上脸了吗? 老夫人面色卡了卡, 道, 祖母又不是让你去做困难的事, 只不过是让你在公主面前替你大姐姐美言几句。 卫青头还有些晕, 没有耐心在这里耗下去, 侧头看了一眼门口正目送着苏玉车架远去的心不在焉的卫穷居, 他满心都扑在了苏玉那里, 在卫青面前也仍是一副巨傲的样子, 哪有心思听卫青和老夫人说什么。 卫青笑道, 祖母还是不要操心了, 我看大姐姐眼下还没有这个诉求。 等卫穷居回过神来时, 卫青已经抬脚往自己的封小院走去。 卫穷居问老夫人道, 祖母刚刚在说什么? 老夫人见卫穷居一脸茫然的神色, 不由叹口气, 满眼失望。 只不过失望归失望, 可回头看见这些宫里赏赐下来的东西时, 老夫人又是心花怒放。 她从中挑了好些自己满意的东西, 让嬷嬷送回自己院里, 随后又让卫穷居调了一些, 再分了点给卫穷酒和梅姨娘, 然后再把剩下的送到封小院里来。 一兰在封小院里等了一天, 见卫青总算是黯然无恙地回来了,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可是回头一见老夫人命人把宫里的赏赐送过来时, 又一口气窝在胸口, 上不来也下不去, 韦时气闷得很。 一兰道, 这明明是公主赏给二小姐的东西, 她们凭什么挑挑拣拣, 只剩下这些才送来。 卫青回房换了寝衣, 扶了几个药丸, 倒头便睡, 随口道, 你在卫府当差又不是一天两天, 这么大惊小怪。 等睡醒了起来, 一兰已经备好了午饭, 卫青用过午饭后, 才感觉整个人又慢慢复苏了过来。 她坐在窗前的座榻上, 将从阴井那里弄来的侧子打开来看。 而卫府, 上午才收了赏赐还天喜地, 下午就又击飞狗跳。 荣山书院传来消息, 卫子归在书院里不好好学习, 还是那股小霸王的作风, 结果与书院里的其他学生打架, 被追得爬树, 不慎从树上摔了下来, 摔断了腿。 这可怎么得了? 老夫人当即破了为词书撂下的卫子归, 不得随意回家的狠话, 急忙令人去把卫子归接回来。 卫子归一进家门, 就嗷嗷直哭, 徐氏在旁呵护着, 跟着抹眼泪, 道, 我可怜的儿, 这才出去多久, 就是这样一副样子回来。 老夫人也心疼不已, 赶紧让人去请大夫来看。 虽说卫子归是摔断了腿, 但也不十分严重, 他人又还小, 只要固定住腿骨痒一段时日, 就可痊愈。 这几日, 卫子归又在家里过起了小祖宗的日子, 犯来张口依来伸手是最基本的, 还对谁都胡来喝去。 唯有在卫慈书的面前, 他才稍稍收敛一点。 梅姨娘和卫穷九听说卫子归回来了, 自然也要到他院里来看看, 还送了点梅姨娘亲自做的点心来。 彼时卫慈书也在, 徐氏还是十分警惕, 半步都不准梅姨娘靠近卫子归。 卫子归见了梅姨娘, 立刻就又暴露了本性, 高高地抬着下巴, 屁腻着梅姨娘母女。 对之前所发生的事, 全无半分反省与悔过。 卫子归指着梅姨娘, 问徐氏, 娘, 这个女人为什么要放进来? 徐氏连忙哄道, 娘这就把她赶出去, 好不好? 卫子归道, 还有她带来的东西, 全都给我丢出去。 卫慈书本来对梅姨娘不计前嫌, 来看望卫子归很是宽慰, 没想到这对母子却毫无愧对之心, 让魏慈书大为光火。 魏慈书过来, 牵着梅姨娘的手, 道, 莫伤心, 我同你一起走。 徐氏脸色发白, 想到之前魏穷居的警告, 张口欲言又止。 魏子归拿懂这些, 看见魏慈书也跟着走了, 当然满意得很。 魏慈书还没走出门口, 却道, 再养两天, 差不多了就给我送回书院里去。 魏子归又哭闹不止, 我不回去。 我不回。 魏姨娘回到院子里, 请客就变了一副脸, 眼眶里含满了泪水, 满脸都是怨毒之色。 你害死我的儿子, 我也会让你的儿子不好过。 魏穷九随后进房间里来时, 看见魏姨娘正在准备各种东西, 有插满银针的五股娃娃, 还有蒙汗药, 刀具, 绳子等等。 魏姨娘抬头来问魏穷九, 女儿, 你来帮娘选选, 看看选哪样去为我报仇。 魏穷九过来, 把那些东西全都收起来, 刀, 娘, 如今用不了我们动手, 你冷静些, 这次魏子龟是断腿, 下次说不定还要断手断脖子。 魏穷九目光十分阴暗, 又倒, 就让他一次死了, 太便宜他了, 我要慢慢地折磨他。 让魏家人眼睁睁看着, 这唯一的男丁一点一点地废掉。 魏子龟好动, 一点都掀不住, 等他腿伤好点了, 趁着徐氏和魏穷居不注意, 就杵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去花园里晒太阳。 结果魏穷九遇到他了, 便过来同他说说话。 要是没有媒娘那件事, 魏子龟并不讨厌魏穷九, 因为魏穷九总是给他带零食吃。 比如他化牙的时候, 徐氏和魏穷居不准他吃糖, 魏子龟很是愤愤, 但魏穷九每次都带糖给他吃, 还说许多中听的话。 眼下看见魏穷九, 魏子龟只是冷哼, 并不搭理他。 魏穷九笑眯眯道, 子龟弟弟, 还生我气呢? 这是昨日糖铺子里新买的糖, 你吃不吃? 魏子龟冷冷道, 我娘说了, 以后要离你原点, 你和你娘一样, 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只是关心你的病情, 不知道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魏穷九道, 你可是我们全家人的宝, 外面那些人是吃了豹子胆了, 才敢这么对你, 回头一定不能放过他们, 不然他们还以为你好欺负。 这话魏子龟伪实受用, 他摔断腿这么久以来, 都没人站在他这一边, 这口恶气伪实咽不下去。 魏子龟磨着牙, 恶狠狠道, 我一定会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 魏穷九道, 咱爹可是二品尚书, 朝中官职比咱爹高的可没有几个, 你完全不用惧怕他们。 你是爹的独子, 出了任何事, 爹也会替你兜着的。 随后, 魏穷九在徐氏和魏穷居找来之前, 便匆匆离开了花园。 魏清花了两天的时间, 将册子翻了个头。 这朝中官员及家眷,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魏清合上侧子, 放在了自己枕头底下, 让依兰给他准备的衣裳, 也准备妥当了。 那是一身男子衣裳, 魏清穿上后, 高高竖了头发, 俨然一副唇红齿白, 俊秀如玉的少年郎。 依兰问, 二小姐打扮成这样, 是要干什么去? 魏清若无其事地, 把一根细簪插进发棺里, 道, 当然是便衣形式。 京城里荣安侯家的小侯爷, 叫继从贤, 可偏偏不是个从贤的货, 这货喜欢赌博, 经常混进于各大赌方, 惹的是大大小小从不间断, 让荣安侯十分地脑壳痛。 今日魏清出门时, 让依兰带了一盒带的碎银子。 依兰以为他只是想女扮男装常常先, 于是一切都准备得十分妥当。 可到了街上, 依兰眼睁睁地看着魏清 往赌方大门走去时, 脸色就变了, 忙拉住他道, 你去那里坐肾, 却不得, 里面乱得很。 魏清看他一眼, 建议道, 要不你在外面等我? 依兰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低声道, 二小姐怎么说也是堂堂尚书小姐, 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地方。 魏清似笑非笑道, 你莫慌, 我不是来赌的, 我只是来结交朋友的。 依兰急得跺脚, 皱着脸道, 二小姐要结交朋友, 应该去结交那些官家小姐们啊, 这地方都是烂人啊, 哪有什么好朋友? 依兰又拦不住, 只得着急地跟在后面。 一进赌方, 里面鱼龙混杂, 喧嚣得很。 要找到那位继小侯爷不是难事, 只要往京城里的几个大赌方找一遍, 角落里想要低调, 却又穿得奢华, 并且旁边还跟着一众随从纪公子, 纪公子的叫, 那一定就是继从贤了。 魏清走到角落里那桌, 他身形小有优势, 钻进人群里, 挤到赌桌最前面, 站在继从贤的身边。 纪从贤两只眼珠子, 恨不得粘在赌桌上一般, 旁边站得谁一点都不关心。 等到要买定离手时, 纪从贤左右摇摆不定。 一看就是混迹赌场, 还经常输得货色。 魏清试试多了多他手肘, 指着一边道, 买这个。 纪从贤看他一眼, 魏清又道, 相信我, 没有错, 我有内部消息。 于是, 纪从贤也不管他是谁, 脑子一抽, 就往魏清所指的这边下了注。 结果庄家一开, 纪从贤脸都笑烂了。 魏清只不过随手一指, 没想到居然中了。 纪从贤顿时十分相信魏清, 偷偷与他道, 哎, 你哪来的消息, 这个坐庄的是你的熟人是吗? 这盘该下哪边? 魏清面不改色, 随手又指了一边。 没想到, 纪从贤又中了。 看来今天出门是大吉大利, 他应该去买彩票啊。 拉了一个腿的, 他明明是想要纪从贤输的, 最好输的连裤衩子都不剩。 可是他一指一个准, 纪从贤看他时两眼都在冒光, 都快把他奉为财神了。 后来每次纪从贤赢都快要飞起来时, 魏清就默默地服额, 很头痛。 好不容易他只错了一回, 纪从贤有些丧气, 他心里高兴, 但又不好明显地表现出来。 魏清就安慰他道, 放淡定, 不能总赢啊, 要适当地输两回, 别人才不会怀疑你出老钱。 纪从贤觉得十分有道理。 一上午的成果下来, 赢多输少, 这大概是纪从贤混迹赌场以来最顺风顺水的一回了。 同他一起走出赌场时, 魏清心情很是郁闷。 纪从贤大方弟递了几张银票给他, 道, 我见你天赋一柄, 以后跟我混, 少不了你好处的。 我认你是兄弟, 这条街上就没人敢欺负你。 魏清看了看银票, 又看了看纪从贤, 笑得异常和善道, 既是兄弟, 小弟有意忙, 不知大哥帮不帮。 什么忙? 魏清冲他勾勾手指, 叫他弯下身来。 没办法, 魏清身高不够吗? 纪从贤一弯下身, 魏清就顺手勾住了他的肩颈, 把他拉到一边去。 身后纪从贤一众仆从有些紧张, 依然比他们更紧张。 这光天化日之下, 这顽固公子哥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二小姐竟然还和他勾肩搭背。 魏清把纪从贤勾到街边, 轻声地对他说道, 实不相瞒, 小弟我想进大理寺啊。 纪从贤数着银票, 随口道, 大理寺可不好进, 你进去干啥? 我虽然是小侯爷, 但那种地方守卫森严, 别说我, 就连我爹没事也不能随便去。 这小侯爷, 吃喝玩乐, 看似糊涂, 实际上也不糊涂嘛。 他嘴上不说, 心里已经清楚, 魏清必是看准了他的身份, 才来找他的。 魏清道, 可你是宗氏子弟呀。 既从贤看着他, 不解道, 那又如何? 魏清勾起唇朝他一笑, 道, 我若揍了你, 不就能进去了吗? 大理寺也管宗氏子弟的案子, 是不? 本来魏清想让他输钱, 等把他输急了, 事情自然就搞起来了, 可是现在既从贤走了狗屎运, 居然赢了钱, 那魏清就只能主动挑逝。 明明是个小少年, 可在对他一笑时, 既从贤竟然有些失神。 紧接着, 魏清手臂紧固住他的梗子, 微眯着眼, 似笑非笑地往他腹部, 就是一记拳头。 既从贤哪里有防备, 碰得弓身, 妈蛋的, 敢这样揍他, 就是进了大理寺, 那也是去坐牢吃牢饭的。 魏清可没手软, 三两下把既从贤打趴下。 他的仆人们见状, 非常震惊, 一边冲上来揍魏清, 一边大喝, 大胆刺客, 竟敢行刺小侯爷。 依然见状, 也不能袖手旁观啊, 他好歹也是经历过的, 练了点胆子, 手脚也比以前中用, 盲头就冲过去, 对那些仆人又抓又挠, 关键时候还能一击腿风 一脸恐涩, 还一声尖叫, 仿佛他才是那个受害者一般。 他心头把凉把凉, 这回糟了, 可就是真正的街头兜了。 可要是不还手, 就得被对方揍, 所以打架还是得积极地打。 这件事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 寻成的官兵一来, 把所有人都抓了起来。 继从贤鼻心脸肿地从地上爬起来, 气急败坏地指着魏清, 咬牙切齿的样子, 最后大叫, 我要找我爹弄死他。 因为继从贤的身份, 在金兆尹府衙过了一道程序, 然后魏清和依兰及继从贤等人, 就被送去了大理寺。 进了牢房, 继从贤自压咧嘴地揉揉自己的伤, 打魏清他又打不过, 幸亏魏清跟他是分开来关押的, 给他留了点面子, 他指向征性地往牢房缝隙里, 朝魏清的牢房踢脊脚, 放狠话道, 你应该庆幸你这会儿跟我分开的, 否则我会揍得你爹娘都不认得。 魏清不搭理他, 他端了衣巾整了整, 很气愤诱导, 等会儿我爹就会来把我捞出去, 你想坐牢我就成全你。 魏清若无其事地坐在牢房的石床上, 微笑着对隔壁的继从贤汉手道, 多谢小猴也不吝相助。 继从贤又被他那副纯粮无害的模样给晃了谎眼, 见他态度还算好, 扮上憋门道, 你说你有什么想不开, 到大理寺牢里来做什么? 魏清张口急来, 躲避仇家追杀, 这大理寺牢里最安全。 依兰郁闷地在地上画圈圈, 闻言抬头, 送了魏清一个鄙视的眼神。 有大都督和首府罩着, 哪个仇家敢来追杀他呀? 所以依兰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想不开。 傍晚的时候, 容安侯就匆匆忙忙地来捞人了。 彼时继从贤啾啾啾昂地整理着衣摆, 对魏清道, 你爱待着就待着, 小爷我就不奉陪了, 告辞。 这次的事, 继从贤真的是受害者, 容安侯也不顾这些, 头大的走进牢房里来, 一把凝住继从贤的耳朵就把他往外拖。 爹,爹爹爹, 轻点。 魏清冲他的背影笑笑, 道, 小侯爷, 下次有空一起赌钱啊。 容安侯更气, 边宁边骂道, 还有下次, 再敢烂赌, 看我不剁了你的手。 继从贤疼得鬼哭狼嚎, 是风度全无。 魏清这回是主动打人的, 若是没人来接, 估计得关上好一阵子。 依兰为此十分心忧, 蹲过来道, 二小姐, 不如也让他们去跟大都督说一声, 叫大都督来捞一捞。 魏清悠悠地捋了捋一脚, 道, 我不是很着急。 这大理寺牢里很空旷, 只灵心有几个棚头垢面的犯人。 到了晚上, 狱卒过来送了一次饭后, 便在各牢房汇聚的中间空地岗位上指手。 那地方摆上一张桌子, 放着一个火盆, 两名狱卒边烤着火还能边烫点小酒。 这冬夜来得早, 过了虚时, 大理寺的官员应该早已离开官署, 便只剩下职业的人。 依兰靠着墙壁, 双手抱着自己正浑浑噩噩将药入睡时, 魏清睁开一双清明的眼睛, 将依兰碰醒。 依兰揉了揉眼睛, 魏清递给她一枚药丸, 道, 含在嘴里。 依兰不明所以, 还是照着做了。 魏清自己也含了一颗, 随即走到牢门处, 将手里取出的一枚药丸精准地弹到了壁上的灯火里。 那药丸预热慢慢融化在灯油中。 不一会儿, 便有一股十分清幽的药箱在牢间的空气中弥漫开来。 直守岗位的狱卒毫无察觉, 被酒精给支配着, 但那缕香气钻进他们的鼻子里, 不多时, 狱卒就栽在桌上睡得死死的。 其他牢间里的犯人们这个时候早已入睡, 那药箱不过是助他们睡得更香而已。 依兰含着药, 睁大着眼睛, 偌大的牢房里就只剩下他和魏青还是清醒着的。 魏青随手抽下发关上的细簪, 神色寻常, 不仅不慢地掏尽索心, 咔嚓一声, 打开了牢门的厚重铜锁。 依兰眨了眨眼, 忽然扶持心灵, 问道, 前些日子二小姐苦练开锁剂, 就是为了能打开这牢门的锁吗? 魏青回头看她, 灯火下暮色平静淡然, 道, 我要去找点东西, 你要一起吗? 依兰问, 是不是找到了东西后就不回来了? 魏青挑唇一笑, 道, 当然是。 依兰肯定得跟她走啊, 不然她不就被关在牢里出去了吗? 于是, 两人堂而皇之地从牢里走出, 经过两个狱卒时, 又把他们身上的衣服扒下来, 套在自己身上。 出大牢走门时, 门外有守卫直守。 依兰手忙脚乱地, 把狱卒帽子扶了又扶, 遮住大半张脸。 大理寺一向安顺, 极少出过什么事, 要是门口直守的守卫, 瞌睡朦胧得有些懒散, 他们站着就能睡着, 还有几个靠着墙壁打瞌睡的。 魏青出去的时候面不改色, 沉着嗓子倒是要出去方便方便, 那些个守卫黄眼一看, 穿的狱卒服, 也就没多管, 只让他们快去快回。 依兰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一路紧巴巴地跟着魏青。 她一个小小的丫鬟, 怎么老是经历这种惊险刺激的事情? 这一旦被发现, 要是跑不掉, 那是要被当成郁郁地打死的。 等走出很远了, 夜里光线很是昏暗, 大理寺仍有一对一对的侍卫轮番巡逻, 魏青带着依兰在墙角躲过了一番。 依兰说话都带着抖枪, 现在, 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魏青看了一眼这座大理寺, 在微弱的灯火下呈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颇为严整。 魏青道, 地方太大,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且慢慢找吧。 好在大理寺的职能部门分类得很清楚, 魏青要找的东西应该属于大理寺的后勤部门保管。 照着这一方向, 两人摸索了一个时辰, 终于找到了大理寺的卷宗阁。 卷宗阁里保存的是建朝以来所有大理寺办理过的案子。 魏青不大意地已经开始撬锁了, 一弯四下紧盯着以防巡逻地突然到这边来, 一边偷偷地问, 二小姐, 你到这里来到底找什么呀? 他实在不明白, 这大理寺有什么东西, 值得魏青冒这样大的风险。 魏青一言简一概, 找卷宗啊。 最后魏青利落地溜了进去, 让依兰随后把阁门眼上, 依兰就躲在门后边, 掀了一条细缝, 给魏青放哨。 卷宗阁内, 弥漫着一股古久的枢墨气息。 这里一搭搭卷宗, 全部按照时间顺序罗列起来。 魏青要找的, 是五年前的妙家一案的卷宗。 那时妙宫是当朝三宫之一, 朝中高官犯了案, 应是有大理寺经理的。 这里的卷宗全部都是结了案, 尘埃落定的, 酒门人来摸过, 魏青手辅在那些卷面上, 只副掠起薄薄的尘。 她的心, 正如尘封下的书卷, 一样平静。 这卷宗阁里不能点灯, 魏青随身带了火折子, 借着火折子一点点微弱的光芒, 寻找她要的东西。 依兰开始催促了, 二小姐, 你找到了没有啊? 光线不好, 这里卷宗又多, 魏青只能凭借时间 大概猜出一个范围, 然后在这范围里一本本找。 魏青没回答她, 她又道, 好像外面有脚步声了。 此话一出, 魏青刚好找到写着妙文培字样的卷宗, 正是他外公的名字, 他也听到了外面的脚步声, 当即在柱子上碾灭了火折子, 卷宗阁里顿时一片漆黑。 他不动声响地把卷宗收起, 放进自己的衣怀里。 这时, 外面的脚步声又没有了, 应当是巡逻的侍卫刚刚经过。 等到外面彻底安静下来过后, 魏青才携着依兰, 悄无声息地从卷宗阁溜了出去。 这一出去, 便不是回先前的牢里了, 而是打算直接溜出大理寺的大门。 依兰心里坠坠的, 可是随着两人离那大理寺大门越来越近的时候, 他心里就止不住欢喜雀跃, 便渐渐放松了下来。 只要偷跑出去就没事了, 反正他和魏青都是男扮女装, 这大理寺的人也不知道他俩是尚书府的, 等换回女装过后完全可以重新做人嘛。 然而, 就在两人经过通往大门的一个广场时, 四周本来是一片寂静的, 突然亮起了火光。 四周的官差手擒火把, 顿时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 猝不及防地将魏青和依兰围在了中间。 方才在卷宗阁那边, 建筑密集, 可以躲藏的地方多, 可眼下深处广场, 四周光秃秃一片, 还往哪里躲? 顿时魏青意识过来, 之前卷宗阁外的脚步声恐怕不是巡逻的, 只是那个地方施展不开, 所以才在这里聚集设下了埋伏。 眼下他和依兰被包围, 想要低调地溜出大理寺已经不可能了。 这回要是再被抓住, 事情可就不是单纯地揍揍小侯爷那么简单了。 这时从官差门中间分开一条道, 没想到还有一名身着大理寺官府的人, 从后面走了上来, 冷眼铁面地看着魏青和依兰, 道, 胆敢打晕手牢狱卒越狱, 擅闯卷宗阁重地, 还想撕逃大理寺, 最佳一等。 先把这二人抓起来, 眼神下移, 见他双腿打颤, 镇定地滴滴道, 一会儿看见机会就往外跑, 现在可不是腿卵的时候。 当事实, 那些官差继续上前, 将包围的范围慢慢缩小。 这些官差料想魏青和依兰逃脱不得, 便先有两名官差上前试图压住他们。 拿想魏青突然出手, 一脚踢在官差膝带骨上, 反手就从官差手上夺过火把。 另一官差见状, 连忙拔刀就朝魏青宫去。 可他一手擒火把, 一手拿刀就比较受限制。 这时, 依兰有些怂得朝他伸手, 好心提醒道, 来, 我帮你拿着火, 你好空出手。 官差一愣, 魏青一记火把头就往他头上敲了去。 那名官员便恼怒道, 还敢殴打大理寺官差, 给我上, 一定要捉住二人。 于是所有官差一起上, 有的擒火, 有的拔刀, 捅捅朝魏青和依兰攻来。 魏青手里的火把挡住那些刀光, 碰撞之时, 激起火星四箭。 他动作十分利落, 官差的功夫很一般, 很快就打出了一道突破口, 顺手把依兰往外一推, 低沉道, 跑。 魏青自己也不练战, 步步往后退, 随后空当间, 手里钳着几枚药丸, 捏成粉末, 顺时抛进火光里, 他转手就将火把塞给了究竟的一名官差, 道, 给, 拿着。 官差还没反应过来时, 一股悠悠的药香便从火把中升腾出来, 借着迎面的风势往后扩散。 拿火把的那名官差率先倒在了地上, 那大理寺官员见状立刻道, 这烟有毒, 捂住口鼻。 说这话时, 已经有一批官差中了招, 虽不至于立刻昏迷, 但也浑身无力, 摇摇晃晃。 魏青趁此机会, 抓着依兰的手, 就带着他猛往大理寺大门的方向冲。 从大理寺各处调来的官差, 正相继赶来这个地方, 两人在前面跑, 后面火光重重, 官差们在后面追。 广场的边缘, 便是长长地往下的阶梯。 今夜有风, 广袤无垠的苍穹里, 点缀着一夕的寒心。 广场上一片混乱之时, 那步步长街, 却安静地落满了霜。 正有人披着夜色, 不疾不徐地走了上来, 全然不受上面混乱喧嚣的影响。 像是徐徐展开的折扇一般, 他每往上走一步, 所呈现出来的光景就多一份。 先是头戴官帽, 双眉斜飞入病, 双眼温善落水, 能将夜色倒扣。 他衣经整齐, 夜洒袍脚上的绣纹 在光火下若隐若现, 十分修长阴挺。 卫青喘息间, 喝出一团一团的白气, 身后的火光淬亮了他的身影, 和并边细碎的发丝。 他抬眼时, 所看见的便是这样一幅 如画卷一样缓缓展开来的光景。 依兰见之简直要喜极而泣, 大嘟嘟来了, 这下子有救了。 可当事实, 卫青煞然松开了依兰的手, 他眼神深不见底, 独独映着他的身影, 下一刻他直直冲了过去, 闯进他怀里。 阴景将将抬脚, 走上阶梯的最后一步。 他微垂着细长的眼眸, 看着卫青朝他跑来, 仿若拥住了他。 寒夜里的空气也跟着静止了一般。 他再一次当着众人的面, 又侵犯了他。 这个时候, 卫青顾不上会不会弄乱他的衣裳, 他曲着手臂往他怀里探去, 低头肩额头抵在阴景的胸膛上, 气息不定地低笑道, 阴都督真是来得好巧。 他知道, 阴景不可能施恩不徒报, 他只需要举手之劳就能让他欠他。 既然需要他, 欠都已经欠了, 也不在乎多这一次两次。 以后若要还给他, 大不了像上次在避暑山庄那样, 而他再陪他杀一次。 身后锦衣卫和广场上的官差, 无意轻举妄动。 然而, 正巧当苏玉也到大理寺来时, 正走在那阶梯上, 一抬头便看见了 卫青和阴景相拥时的光景。 火光如影, 在周遭镀上了一层朦胧的光泽。 苏玉顿在那长街上, 眼中不见往昔心悦。 卫青轻抚好阴景的衣经, 往后退开, 直到时间打破了僵局, 众人这才回过了身。 那大理寺官员上前见礼, 又怒喝着让官差把卫青抓起来。 毕竟是大理寺牢中看管不力, 才让牢犯跑出来冲撞了大都督, 官员忙不迭地又向阴景赔罪。 阴景随手理了礼衣角, 面色寻常, 卫青不必自责, 即使这牢犯冲撞了本都, 本都便将他提回去受审。 这官员面露难色, 道,大都督, 这可能不妥, 此人犯白天里殴打小侯爷, 晚上又试图越狱而逃, 下官正欲将其好声审问。 阴景道, 现在他又冒犯了本都, 这案子就归锦衣卫管了。 大理寺是没人守夜了吗? 需要少卿来守夜? 旁边一览用力地点头, 就是, 现在已经不归你们大理寺管了。 不等这位温少卿回答, 身后便传来一道不温不火的声音, 是我让温少卿今夜留夜, 有案情需要与温少卿交接的。 卫青听到那声音不由一正, 回过头来, 看见苏玉意识正往那长街上一步步走来。 早已经过了公事的时辰, 苏玉身着长服, 一袭墨色衣袍与夜色融合, 步履尖端的是从容自已。 等苏玉走上台阶, 温少卿又上前向苏玉见礼。 苏玉眯着眼道, 此人犯可能不能跟锦衣卫走了, 他和刑部的案子有关, 当已交刑部。 今晚卫青要是没有越狱 并潜入卷宗阁的举动, 但是殴打小侯爷, 那他的罪行真不算特别严重。 如果刑部或者卫厂 有更紧要的案情需要提他走, 大理寺理应交接。 首府助理万机, 公事繁忙, 这等事当然要顺着首府的时间来, 苏玉早跟大理寺打过招呼了, 雇着温少卿今夜才留在大理寺, 等着首府来提人。 温少卿也没想到, 这两个犯人居然胆大包天的越狱, 还擅闯了卷宗阁, 于是赶紧带人把两个犯人围堵起来。 有首府打招呼在先, 大都督提人只是一时兴起, 因而温少卿才会斗胆婉拒。 现在的情况就比较尴尬了, 刑部和卫厂同时抢人, 这犯人到底该一交给谁? 这头还没扯清楚, 大都督和首府正僵着呢, 这时又有人连夜到了大理寺来, 还是宫里来的太监。 那太监剑场上人还挺多, 惊讶了一下, 一一向殷井和苏玉剑里, 然后又对温少卿理道, 温大人这个时候还在大理寺, 真是太好了, 咱家是奉静义公主之命, 听说今日有人当街殴打了小侯爷是不? 静义公主已经与小侯爷谈妥, 县公主要招打人的人犯进攻巡化, 不知温大人可方便呢? 这,温少卿十分为难。 太监又笑呵呵地道, 温大人放心, 荣安侯对此事已不予追究, 明日就会到大理寺来销案。 这大佬一来来俩也就算了, 现在又来一位公主。 而且, 这三位都是来提同一个犯人的。 温少卿抓卫卿时还一副铁面无私, 现在韦石有点猛。 卫卿和依兰面面相去。 依兰也有点猛, 但继而她更多的是兴奋。 不是没人来唠卫卿吗? 你看, 这不是一次就来了撒, 而且还是朝廷里数一数二的显贵。 只听温少卿道, 公公来得不甚巧, 此人范首府大人和大都督也想提审呢。 苏玉看向魏卿, 竟然问她的意见, 道, 你呢? 是去静义公主那里, 还是跟我走? 在她这里, 没有大都督的选项。 不等魏卿回答, 依兰就开始煽动魏卿, 小声语她道, 二小姐, 这种情况当然是跟大都督走啊, 你刚刚都向大都督投怀送抱了, 不跟她走向话吗? 况且, 还是大都督先来的。 魏卿戳了戳嘴角, 依兰啊,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殷景和苏玉都是习武之人, 而聪慕明的, 你还怕他们听不见吗? 最该跟谁走她自己比谁都清楚。 说来方才殷景只是跟温少卿要人, 自苏玉来后, 她还不曾说过一句好坏。 结果她一开口就十分大方, 道, 既是首府亲自要人, 又与刑波案子有关, 那本都就不好夺人所好。 说着, 她倾弦地看了魏卿一眼, 你就跟她走也无妨。 说吧, 便转身往台阶下走去, 一杆锦衣卫跟着收队, 魏卿不住地揉额头, 这个腹黑渣男。 这么大方, 怎么可能是殷景的作风? 东西还在她那里, 她明知道今晚她非但她走不可, 所以才以退为进, 推她去践踏苏玉的一片好意。 殷景刚走两步, 魏卿就叫住她, 殷都督不是要拿我去问罪吗? 我跟你走。 殷景停下脚, 魏回头, 看着前方夜色里的大理寺大门, 眉少卿微地动了一下。 魏卿要走时, 魏绍卿事实又道, 大都督请恕罪, 此犯人方才擅闯过卷宗阁, 下官以防他偷走卷册, 许得先搜查一番。 还有他狡猾至极, 擅长用毒烟, 要先把解药交出来。 说吧, 两名官差就上前, 要搜魏卿的身。 魏卿张开手臂, 大大方方地让他们搜, 道, 那种玩意儿, 谁会去偷? 我只不过是误闯, 大人不幸仅可来搜。 至于解药, 这不是毒烟, 也就没有解药, 两个时辰过后自然可恢复。 依兰就有些着急了, 搜不搜得出东西不说, 魏卿可是女子, 怎能随便让人搜身。 两名官差走到魏卿面前, 刚要动手, 苏玉冷不防道, 我来。 魏卿前一刻还是一脸坦然, 一听到苏玉的话, 脸就黑了下来。 官差往后退了退, 换苏玉站到魏卿面前, 他低着头看他一眼, 然后动手往他身上叹来, 嘴里笑着与他低语道, 是不是我若比他早来半客, 你要投怀送抱的人, 就会是我。 他的手从他的肩膀, 轻轻划至他腰上, 并不轻薄, 例行公事一般。 可是他靠得近, 让魏卿清楚地看见, 那唇边的笑意不及眼底, 有些黯然。 魏卿轻声回他道, 还是很感谢你今晚来一趟, 上次没吃成的那顿饭, 下次换我请你, 等你忙完了手里的这些破事, 记得来叫我, 地方你定就好。 最终, 苏玉也没在魏卿身上搜到任何东西, 可是他心里清楚得很, 纵然是有, 也早在他投向阴景怀中时, 那东西就已经不在魏卿身上。 魏卿抬头看他, 正声道,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魏卿跟着阴景一同离开时, 苏玉侧身, 眼神寂寥地看着他的背影。 他自以为可以掌控全局, 计算一切, 可是他算不准魏卿的心。 或许是他太认真了, 不认真的人, 例如阴景, 就从来不会有他这样的顾虑。 和他抢人, 不过是两准了他设步的, 所以想看他急躁, 想逼他露出更多的破绽。 殷景知道他不会不顾魏卿的安危, 而肆意打压对手, 正如不正史一案那样, 最后也还是草草了结。 苏玉一直站在原地, 叶峰了起他的跑脚, 他看着魏卿, 忠视随殷景走出了大理寺的大门, 身影消失在了夜色里。 温绍卿和一杆官差无不目瞪口呆, 这两个人犯放着好好的行步不去, 居然要跟着锦衣卫去卫场。 难道卫场不比刑步更恐怖吗? 开玩笑, 那可是朝廷出了名的酷刑场。 现在的年轻人, 总是想着要去寻刺激。 这一去, 还有没有命回来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已经不关温绍卿的事了。 宫里来的太监, 见也没自己什么事了, 便匆匆回宫去复命了。 苏玉在阶梯边站了两久, 寒风凛冽, 温绍卿不由开口问, 首府大人, 这殴打小侯爷的案子消, 还是不消。 苏玉回过神, 收回了视线, 脸上一丝一毫的端倪都在找不到, 恢复从容宁淡的样子, 点头道, 消吧, 不然一进卫场那地方, 还能回来不成。 今夜有劳温大人。 下官不敢。 忙活了半晚上, 最后被锦衣卫给截胡了, 不是白忙活一场吗? 不过, 首府都没有说什么, 他们自然也不敢多说什么。 出了大理事后, 依兰被锦衣卫给拎上马, 卫青则从善如流地跟着阴景爬上了他的马车。 卫青上车过后还没坐稳, 第一件事就是扑过去扒住阴景的衣巾, 往他怀里掏东西。 他感觉自己要是不主动去拿, 这家伙是不可能会主动还给他的。 毕竟在利用他帮自己藏卷宗时, 卫青事先也没打声招呼。 果然, 阴景早有预料一般, 先一步随手从衣怀里取出东西, 仰手往上一抬, 明显不想轻易给卫青拿到, 结果使他扑了个空。 一时没有掌握好力道, 车身跟着往一边晃了晃。 外面的锦衣卫都漠然, 一上车就这么激烈, 大嘟嘟果然好手段。 阴景抬着长臂, 在身高和体量上, 卫青完全不占优势。 只要阴景不想给他, 他就是硬拽着他的手臂也拿不到。 阴景一边防着卫青一边倾弦地吩咐道, 上路。 车车声咕噜噜地响起, 在空气的直道上尤为行尔。 仿佛成为卫青和阴景之间唯一的声音。 两人僵持片刻, 卫青打破沉默道, 给我。 阴景将书册摊在膝上翻开, 就着马车外延脚下的灯光, 淡淡扫了一眼, 闲聊道, 你想往我身上藏就藏, 想从我身上取就取。 没什么悬念的, 他去卷宗隔偷的, 是当年妙家一案的卷宗。 卫青碰硬的不行就来软的, 道, 主要是阴都督一看就是好人, 肯定不是那种占了别人东西不还的人。 那你可能是看错了。 卫青面不改色, 一本正经的夸赞道, 阴都督今晚非常好看。 阴景闲闲看他一眼, 手指一掠, 将卷宗合上。 卫青见时机正好, 当即轻身就来拿。 拿想阴景约莫是欲把卷宗放在中间的小几上, 结果也往前探了探身。 两人不约而同地凑拢上来, 卫青当时一脑袋就磕在了阴景的额头上不说, 他伸手往阴景膝上探去时还探了个空, 直接摸在了人的大腿上。 只听闷冬一声响, 空气都凝固了一般。 卫青脑门阵阵发麻, 那股悠悠的冷檀香气息顿时无孔不入地钻入他所有的感官里。 他呼吸一紧, 咫尺之间和阴景抢着稀薄的空气。 片刻, 阴景才嗓音低沉得过分, 道, 你是在对我撒娇吗? 手往哪里摸? 卫青一阵头晕, 眼前发花, 马车眼角的灯火都不再看得清, 阴景那张近在眼前的脸仿若也化作了虚无。 也不知道他这脆弱的脑花, 惊得起几次晃。 他后之后觉得深抽一口气, 只感觉他气息温热, 轻轻地散落在自己的脸边。 卫青这才注意到, 原来他手正摸在阴景的腿上。 他夜洒衣角随意扑在双腿上, 手感极是柔软。 拿想卫青非但不收手, 反而是栖身过来顺利往他身上摸索着, 顺着他的手臂摸到他的手, 双手并用地把他手上那次卷宗给抢回来。 等终于拿回东西过后, 卫青这才满意地往后退了退。 可他才刚一撤身, 忽然马车行驶到不慎平坦的路上, 给颠簸了一下, 卫青还没来得及站稳, 就又朝阴景扑了过去。 这下子, 他毫无征兆地稳稳扑进他怀里, 撞他的满怀。 额头再次磕在了阴景的额头上。 卫青深有感觉, 还是磕到同一个地方。 更浓, 卫青头部的重量全部抵在阴景的额头上。 他闭眼轻喘了一下, 尽量将那股血运平复下去, 撕道, 你额头是铁打的吗? 阴景依然一副平淡的语气, 你觉得我不痛? 你这语气, 我真觉得你一点都不痛。 话音一落, 马车又来一下颠簸。 卫青这回早有防备, 顿时眼疾手快地扶住阴景的额头, 使得他这一刻下去, 好歹有了手掌做缓冲。 这时他摸到阴景的额头上, 能不能好好驾车? 你们大嘟嘟就是将来不死在沙场上, 也要快被你给颠死在马车上。 外面的锦衣卫一丝不苟地认了错, 天黑看不清路, 那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卫青坐回去, 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很是郁闷, 也起了一个包。 阴景道, 我为什么要死在沙场上? 卫青抱着卷宗, 闭着眼随口敷眼, 这只是一个加重语气的句子, 别放在心上。 阴景闲话家常道, 你就是不被颠死在马车上将来, 也要跟我一起死在沙场上, 这样用对吗? 卫青抽了抽嘴角, 阴嘟嘟, 这个造句不好玩。 造句, 阴景嗓音清和慈悲道, 你应该能听出来, 我是在加重语气。 我怕寂寞, 不能一个人死。 卫青揉额头, 额头上的包越揉越疼, 脑袋也越揉越长。 马车停下来时, 一篮在外面道, 二小姐, 我们到了。 卫青掀起帘子, 往外看了一眼, 发现阴景已经把他送到了卫府门前。 卫青看了阴景一眼, 起身准备下马车, 道, 阴嘟嘟这额头, 回去还是得扶一扶。 阴景道, 明日上朝, 首府若是见到了, 他可能很着急。 毕竟今晚阴景最后见到的是卫青, 明日苏玉要是一看见阴景额上有伤, 定会联想到卫青, 认为他和阴景之间发生过什么事。 卫青一听, 起身的动作顿了顿, 又从善如流地坐了回来, 对外道, 依兰, 你先进去拿点冰块出来, 分两份, 记得用不包着。 哦, 依兰便先进了府门, 不一会儿又拿了冰回来。 卫青自己拿了一团, 又递给阴景一团。 阴景伸手接了过来, 于是两人就默默地坐在马车里, 冰敷额头。 随后两人心平气和地聊起了天。 跟卫青聊天, 阴景总能聊得下去的, 就像老友寒暄一般, 随意自在。 你想要的东西, 怎么不直接去找首府, 他给你取来不是轻松自如。 如此, 卫青也就用不着去阴景那里聊资料, 然后锁定目标, 还辛苦一趟把自己弄进大理寺牢里。 卫青抬头看他, 笑了笑道, 那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能第一时间抓住他的把柄? 那不是害他吗? 阴景垂目看下来, 暮色里的深邃浩瀚无边, 道, 你舍不得害他。 卫青淡淡勾着唇角, 道, 跟我无怨无仇的人, 我没心情去害。 他去着一条腿, 手肘撑在膝盖上, 手里的冰团在微垂着的额头上揉动着, 又道, 虽然知道阴都督肯帮我, 今夜还肯出现, 多半是因为首府, 但最后还是成了你的情。 是不是觉得不报答一下说不过去? 卫青笑眯着眼道, 是啊, 明年阴都督还要去避暑吧? 明年你要是还被刺, 那时我还你。 阴景看他一眼, 道, 不是死在沙场就是被刺, 你是不是不希望我过几天好的? 怎会, 阴都督身在高位, 应当及时规划未来有可能发生的风险吗? 等兵敷完以后, 卫青回了府, 阴景也就此离开。 回到封小院后, 夜已经很深了, 卫青洗漱过后躺在床上, 一览给他整理亲背时, 也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二小姐想要这份卷宗, 为什么不直接找大都督出面去弄呢? 要是他出面一定手刀拈来, 二小姐今天这样就太过冒险了。 卫青何嘴眼道, 别人若是问你借一样无足轻重的小东西, 你不放在心上随手就借了, 还能讨这个人情。 可别人若是问你借一笔钱, 你不得考虑一下损益, 借出去的钱还收不收得回来。 所以, 不管是对阴景还是对苏玉, 想要依靠他们坐享其成是最愚蠢的, 人家跟你非亲非故, 凭什么给你依靠? 只要他能偶尔借助一下, 他们想要携制对方的思量, 给自己谋点小便利, 那就很不错了。 一蓝脑回路, 全然不跟卫青在一条线上, 若有所思到, 追根究底, 还是大嘟嘟若即若离, 让二小姐很没有安全感啊。 若是早点把关系确定下来, 那二小姐还是别人吗? 自己人都不分什么借不借的。 卫青还能怎么办, 只有闭着眼睛装睡着啊。 第二天醒来, 他额头还有些痛, 但好在包已经消下去了。 卫青坐在窗前, 第一时间便是打开内侧厚厚的 被大理寺尘封已久的卷宗来看。 当年妙家究竟发生了什么祸事, 卫青年纪太小, 对此一无所知。 可是当他翻开卷宗, 一直往下看时, 平静的脸色就渐渐变得凝重。 当年穆宫身为太子太父, 地位何等高崇, 他若是犯了案, 牵连门声众多, 大理寺必定不会草率处理。 若妙家一案是冤案错案, 看卷宗案情总能找到些蛛丝马迹, 还有可能替妙家翻案并洗刷冤情。 原来五年前, 太子自尽于东宫, 皇帝悲痛万分, 认为太子党臣没有尽臣子本分, 一怒之下, 卷宗所载, 卷宗所载, 只是被发配边疆三年, 如今三年已经过去, 卫青不知道他们身在何方。 等他回过神来之际, 提笔写了两封信, 却不知该往何处寄。 电关那么大, 怎么能把他们找回来? 可能妙家遭此一劫过后, 舅舅们也不想再重回这个物是人非之地。 卫青一连几日都神情郁郁, 提不起精神。 当卫青提出要上街时, 依兰当然十分积极地响应。 出去透透气, 散散心也好。 一上街, 卫青就打听到京城里设有信站, 类似于邮局的一个地方, 可以投信到信站里, 付了钱, 便有专门的人负责送往各地。 卫青带着两封信便前往信站, 他只知道个边关大概的方向, 收信人是原本充军的人员, 留下详细名字过后一并交给信站里的人。 信站的人, 但凭模糊的信息, 也无法保证把信送到确切的人手上。 但卫青还是决定试一试。 依兰问, 二小姐希望就老爷重新回到京城吗? 卫青走在人来人往的街上, 平淡倒, 从哪里倒的, 就要从哪里起来, 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在街上没走多久, 便有一辆马车缓缓与卫青并排着走。 卫青很想忽视, 但这样一辆马车大啦啦地跟着他, 为时太过招摇。 卫青忍无可忍, 咬牙微笑着抬头, 冲到马车车窗道, 有意思吗? 车窗帘子缓缓抬起, 露出里面苏玉的轮廓, 他侧头朝卫青看下来, 笑道, 真是好巧。 卫青抽了抽嘴角, 分明跟了他一路, 哪里巧? 苏玉毫无自觉, 十分悠然地说道, 正好忙完了事, 本来想着去接你, 没想到在街上碰见了。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日陪我去吃饭, 如何? 卫青站在街边未动, 来往行人如知, 苏玉的马车便也停靠在他旁边。 苏玉撩起车帘, 探出声, 雪青色跑脚散落在马车的车缘上, 他一手搭在膝上, 一手朝卫青伸来, 那手指修长白皙, 温温如玉, 脸上的神情也是似笑非笑的。 如此一副清贵俊雅的形容, 怎不叫街上来来往往的姑娘们, 放心乱颤。 只是他目光自始至终落在街边的小女子身上, 不曾往旁的花草的多看一眼, 街上的行人仿佛成了一道流动的背景。 而他和他变成了流动的人潮里一幅定格著的画面。 只要卫青不跟他走, 苏玉便不会收手。 这家伙表面跟你笑嘻嘻, 蛮横起来时也不跟你商量的。 在街上杵着只会引来更多的目光, 随卫青黑着脸, 把手放到他的手心里, 由他将自己拉上马车。 依兰跟着也无用, 所以先行回了卫府。 眼下马车在一家酒楼门前停了下来, 卫青下的马车只见酒楼门厅阔起, 进出的客人均是衣着不凡。 苏玉带着他便步入门厅, 酒楼内的掌柜见了他来, 熟门熟路地亲自把他引去后园。 不想后园内别有洞天, 这个时节园中正盛开着一粗粗饱满的梅花, 空气里暗箱浮动。 在园中, 一道道木制回廊, 把一座座精致的小阁楼相连起来, 坐落在这梅花林里, 若隐若现。 每座小阁楼上二楼都只有一个房间, 只招待一处贵客。 魏青进去时, 里面十分清静别致, 苏玉站在房门边, 与引路来的掌柜点了饭时, 随后才悠闲地走了进来。 魏青走到窗前, 推开格子窗, 一眼看出去, 下面满人梅花映入眼帘, 还依稀看得见对面阁楼上的格子窗。 他随意地趴在窗帘上, 眯着眼秀着满人冷香, 道, 你们这些金柜, 可真是会享受。 苏玉道, 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 还是有资格享受一下下的吧。 魏青回头看他, 知道, 堂堂首府, 能别说得那么可怜吗? 茶炉上的茶水正沸, 苏玉蒸了一杯热茶, 塞进魏青的手里, 给他暖手。 魏青看着手里, 这杯清脆的热茶, 温暖着他凉凉的手指尖, 不得不承认, 他细致入微起来的时候, 少有人急。 魏青手捧着热茶, 道, 这么快就把烂摊子收拾妥当了。 苏玉给自己也倒了杯茶, 道, 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了, 再拖下去, 皇上会不高兴的。 魏青垂着眼, 眼下谋中的深浅不定, 道, 眼铁暗截暗了, 那试图伤害静翼的那伙子乱党呢? 你的农商新政, 应该进行的也不怎么顺利吧? 苏玉笑了笑, 道, 你是在关心当下时局, 还是在关心我? 魏青道, 你就是当下时局。 魏青以为苏玉不会跟他说太多的, 不想苏玉, 却告诉他道, 劫持公主, 当然不能放过, 皇上等个结果, 所以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 至于农商新政, 给百姓支持, 我给他们脱离新政另当别论, 他们自然而然, 只有一附朝廷才能谋得利益。 魏青道, 应该说是他们要依附于你, 才有新的利益, 而不是一附朝廷吧。 这农商新政一出来, 百姓们的呼声就很高。 可那些名声, 说到底都是为将来苏玉所支持的皇子营的, 苏玉自身笼络住了世家财法, 那才是最实际的利益。 说不定搞新政营明星只是顺便, 苏玉真正的目的是收拢这些财法才对。 这次金益公主被结议是魏城, 可能反倒成为苏玉手中的筹码。 苏玉这次保住了他们, 以后他们都可以为苏玉所用。 想什么呢? 查量了。 魏青道, 亏我还担心你斗不过殷都督, 现在看来完全是多余。 苏玉换了杯盏, 重新给他添了杯新的, 道, 你知道我最大的破绽是什么吗? 是什么? 他抬头, 深深地看着魏青, 是你。 魏青一正, 所以你最好不要对殷警抱什么幻想, 他对你好都是源于我。 他这人比我更狼心狗肺。 魏青文言就笑了, 笑容很浅淡, 他从来没对谁有过幻想, 他很清醒, 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 才加以利用的不是吗? 苏玉滴滴地问, 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 你知道我一直等着你开口。 怎么这一个两个都觉得他想要得到什么, 应该直接向殷警或者是向苏玉开口去要求呢? 魏青道, 开口什么? 开口求你帮我达成目的, 做一个你身边的寄生虫, 只管着作响其成是吗? 我是会寻求捷径, 可也不至于贪心到一步跨到终点, 就算是捷径也是经过我辛苦开拓来的捷径, 因为任何没经过努力得来的东西, 到最后他都是站不住脚的。 苏玉听着, 眼底里尽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他道, 大抵如此, 所以我才这么喜欢你。 魏青惊讶道, 啊, 你喜欢我吗? 他认真的看着魏青, 道, 是啊, 如果我喜欢你, 你会怎么回答? 魏青道, 什么怎么回答, 应该是我问你有何诉求? 你若是没有诉求, 你喜欢我关我什么事? 这还能有什么诉求? 喜欢一个人, 当然是想要跟他在一起啊。 只是魏青的回答, 未免太过凉薄。 结果还不等苏玉说话, 魏青就又一本正经地补充道, 说吧, 你有什么诉求? 说出来我才好拒绝你。 苏玉, 他这是还没开始, 就已经凉了吗? 事实, 做好的饭食送进了房里来, 苏玉道, 算了, 先吃饭吧。 梅花后园里, 正由酒楼里的掌柜把另一拨客人往其他阁楼里引。 掌柜的恭恭敬敬地站在阁楼门口, 点头哈腰道, 这里的位置和对面的位置最好呢, 能将整个媒人尽收眼中。 两座阁楼相对, 赏的景是一样的。 只不过在他们来之前, 对面的阁楼里已经有客了, 楼上的窗都是开着的。 一名景一客, 躬身做了个请的姿势, 对中间一身电青色长衣的男子道, 大都督里边请。 阴景衣着严谨, 金秀严丝合缝, 同色腰风竖腰, 趁得身姿十分修长挺俊, 行走在梅花树下, 胜过花间一切傲骨风姿。 他抬脚走进了阁楼内, 身后若干长服官员紧随其后, 并吩咐掌柜地将酒楼里的招牌菜和招牌花酿送上来。 这酒楼里的招牌花酿, 莫过于梅花酿了。 每年的梅花开得好, 折了来酿酒, 来年便是一坛坛的玉露穷江。 一起疯子, 便有一股清韵的酒香悠悠意了出来。 苏玉没给魏清饮酒, 她身上夹杂了些浅浅淡淡的酒膝, 暗芳在她手指背斩肩浮动, 却一点也不令人讨厌。 魏清仔细地品尝着桌上的美食, 苏玉眯着眼看着她吃饭时候的模样, 沉默扮上漠然道, 嘖嘖嘖, 你这样子真让人受伤, 感觉对待饭菜都比对待我要认真。 魏清抬眼看她, 道,那不然怎么办呢, 不吃了。 坐在她面前的明明只是一个小女子, 可是她却是无可奈何的那一个。 说出来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吧, 可偏偏她的心智就是在魏清这里动摇了。 苏玉没吃多少东西, 倒是酒没停过。 魏清或放下筷子, 伸手就拿走了苏玉手边的酒壶, 又夺过了她手里的酒杯。 酒有什么好喝的, 这里的菜不错。 她把自己觉得好吃的都夹到苏玉碗里, 让苏玉吃。 苏玉道, 这里的菜都吃过不知多少回, 酒是喝不醉的, 在冠场上最少不了的就是应酬。 魏清道, 那你怎么不带我去一个你没去过几次的地儿, 这样你我都会感到新鲜。 苏玉懒懒对她笑道, 带着你就已经是一种新鲜了。 她这副举止神态, 有几个姑娘受得了的。 魏清瞥了她一眼, 道, 别聊我, 我年纪还小。 魏清觉得这顿饭差不多了, 想起了正事, 在朝苏玉伸手时, 手指尖便挂着她的那枚玉佩。 魏清挑着眉道, 这玉佩你总该拿回去了吧。 苏玉低头看了看自己, 道, 可能不行, 今天出门我也配了腰佩了。 说着, 她还让魏清往她腰间看, 她腰上确实佩戴着一枚腰佩。 魏清说黑脸就黑脸, 道, 你倒是说说, 你哪天出门没配腰佩的? 你怀里几十片金叶子都能塞得下, 还塞得下一块玉佩。 苏玉悠悠道, 玉佩我喜欢戴着, 不喜欢塞着。 那你就委屈点, 腰上挂两块。 苏玉既把玉佩给了她, 就没打算再拿回去。 说什么她都不要。 魏清威胁道, 你不要, 我一出去就会拿去卖了。 苏玉微笑道, 卖了就卖了吧, 总归我是给了你。 这家伙软硬不吃, 可魏清今天打定主意非还给她不可, 于是起身就把玉佩往苏玉怀里塞。 苏玉连忙往后退一步, 魏清直将她逼到了窗台边。 见魏清是在必得的样子, 苏玉抓紧自己的衣精无好胸怀, 十分无奈道, 你以为这玉佩真是我不小心落下的。 这本就是给你的, 你就收好不行吗? 魏清道, 当初我问你要的时候你不给, 现在我不要了你却强留给我。 你还是拿回去自己娶媳妇用吧。 苏玉一边挡着魏清的手一边道, 娶媳妇是骗你的, 我说了完的, 你不用有什么负担。 魏清塞不进她的怀里, 索性由上宫改为下宫, 不由分说就要把玉佩挂到苏玉的腰上。 苏玉道, 喂, 这样挂两块很不雅观的。 我管你。 于是一人往那腰带上拴, 一人往后撤, 两人在窗边拉拉扯扯, 难分难舍。 正胶着不下时, 霍儿对面窗台传来一道不温不火的声音, 首辅真是豪雅兴。 魏清和苏玉同时一顿, 然后双双抬头往那对面看去。 眉影对面的阁楼里, 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刻, 窗户打开了, 窗边站着一个人, 他身后的屋子里人影晃动, 宫愁交错。 这一看不得了, 虽然中间有少许梅之遮挡, 可是怎么也遮挡不住窗前那一抹辨识度非常高的身影啊。 别说是亲眼见其人了, 魏清就是在听到那院的过分的嗓音时, 浑身汗毛就莫名其妙地炸了。 阴景, 对面的客人居然是阴景, 不知他是何时站在对面的, 更不知他看着魏清和苏玉拉拉扯扯, 不知看了有多久。 这丝, 一定看得非常起劲吧。 对面房里显然不止他一个人, 结果他这一出生, 其他人也是朝中要员, 当然时的首辅了, 便惊讶地开口道, 对面的人是首辅。 那些人纷纷凑到窗前来一看究竟。 彼时苏玉手臂当即往魏清腰上一收, 动作极快地一把将他揽入怀扣住, 扶着他的头压在自己的胸膛上。 那些人看过来时便看不清魏清的模样, 只能看见苏玉搂着一个曼妙的女子。 苏玉动作间丝毫不乱, 自意从容得很, 还能与对面谈笑风声道, 没想到在此地与大都督和诸位大人偶遇, 真是幸会。 殷锦毫无起伏地回道, 能遇首辅在此地闲弄风月, 也是难得。 苏玉道, 让大都督亲眼撞见, 我不好意思得很。 可看他一脸的春风得意, 哪里有半点不好意思。 殷锦身边的几人回过神, 八面玲珑地笑着与苏玉寒暄, 心里却炸开了锅。 首辅一向洁身自好, 从不曾听他与哪个女子亲近, 今日居然亲眼看见他怀里搂着女人。 魏清埋着头, 脚上也不闲着, 一脚踩住苏玉的斜面, 用力地碾了碾, 又碾了碾。 苏玉维持着笑容不变, 低声与魏清道, 别闹, 跟童谣打招呼呢。 魏清, 是不是给你一壶酒, 你还能跟他们对窗聊起来? 他推了推苏玉, 苏玉将他搂得更紧, 压在他怀里有些喘不过气。 苏玉一直与阴景的眼神对视碰撞, 均不动声色。 魏清除了跟苏玉暗暗较量以外, 也没有过于轻举妄动。 他不能露脸, 也知道正是因为如此, 苏玉才一把将他搂入怀。 他心里恼火, 谁会相信他只是想还个玉佩, 只是苏玉这次万分地不配合。 苏玉低下眼帘看了一眼这会儿到安分地魏清, 见他的手还扒在自己的腰带上望了抽开, 嘴角边上挑起来, 垂头附在他耳边, 可那视线却是看向对面的阴景, 轻声道, 你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会, 你很迫不及待的。 诚然, 从对面的角度看来, 魏清拉扯着苏玉的腰带, 就像是要扒了他的衣服似的, 居然连窗户都不关, 可见是有多么的心急。 魏清顺势在他腰上用力地拧了一把,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是吗? 那我有多迫不及待呢? 苏玉朝对面道了一句大嘟嘟请慢慢赏紧, 树不奉陪, 然后慢条斯理地关上窗。 关窗那一刹那, 魏清就跳脚地第一时间把他推开。 苏玉携以着窗铃, 扶着腰上被他揪过的地方, 道, 好歹我也是帮你打掩护, 你就这样对我。 魏清冷笑, 为我打掩护, 你怎么不跟他们继续聊, 聊到晚上顺便一起吃晚饭? 苏玉笑笑, 道, 我是首府, 在外面要注意影响啊。 我要是一慌, 别人立马就抓住不放了。 那是你的事, 可扯我腰带的人是你, 也不是别人。 我名声受损, 你要负起责任。 魏清笑得分外温和, 道, 那要不要我的腰带也给你扯一下, 我们就算扯平了。 苏玉道, 此想法甚好。 然后, 魏清就开始捏手指骨, 捏得啪啪作响, 又活动了一下脖子, 大有要干他一场的气势, 来, 你放马过来。 苏玉就笑, 道, 算了算了, 我不与女子一般见识。 方才苏玉搂着他时, 他已经将玉佩塞进了他衣怀里。 现在物归原主了, 魏清不必要再在这个地方久留。 只是他刚开门要走时, 苏玉也不强留他, 直道, 你走吧, 估计这会儿你一出去, 对面那几个老滑头的人正在外面候着, 想看看你的真面目呢。 魏清脚步顿了顿, 苏玉随手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又道, 你若是不想被发现, 就等他们走了再出去, 你若是不在乎这个, 现在就可以走。 说着, 清酒入喉, 反正我随便, 也乐意对你负责。 这要是被对面那些人知道了他的身份, 那他和苏玉就真的有嘴说不清了。 于是, 魏清又转身走了回来, 道, 既然这么乐意对我负责, 为什么又要告诉我这些? 让他们发现了, 我不是更好吗? 苏玉看了他的眼睛, 道, 对我是好, 但对你不好。 我不想你因为流言蜚语跟我在一起, 我要你心甘情愿地跟着我。 魏清心上一正, 后来他和苏玉留在房里, 一直等, 等到对面的阁楼里的人酒过三巡, 吃饱喝足才有了散场之意。 苏玉所料不假, 阁楼里的官员们果真派了自己的下属, 在下面盯着, 若是那时魏清就离去, 肯定会被他们看得清清楚楚的。 下属来传消息, 官员们脸上的表情就有点意味深长, 没想到首府和那女子一直在房中, 半步都不曾出过房门啊。 阁楼里的房间十分宽敞, 除了吃饭用的地方, 还有暂些用的床榻, 两人在房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着实很令人瞎想。 如此挨到了半下午, 那些官员见苏玉和神秘女子还不出阁楼, 最后只好散场离去。 阴景可没有他们这么闲, 过来吃了个午饭, 便先行离开。 他走在眉园中, 从那阁楼下堪堪经过。 他脚下似乎停滞了一下, 抬头看了一眼, 阁楼的两扇窗紧闭着。 可是他脸上总是一股寻常, 不见半分着急之意。 只有那双眼里, 慈悲下包含着森罗万象。 不管楼上的人在房里做什么, 总之不会轻易露面便是了, 那样才是明智的。 苏玉不光是做给那些官员看的, 还是做给他看的。 苏玉以为他也会感到着急吗? 就像那叶卫青高烧不止被他半路截胡, 而苏玉着急时的一样。 阴景最终也只置了短短一瞬, 便步履沉稳地离开。 等半下午过后, 那些人都散了, 卫青才偷偷摸摸地从阁楼里出来, 哪还能让苏玉送他回去, 就连他自己回卫家也跟做贼一般。 本来只是吃个中午饭, 没想到回卫府时已经是傍晚了。 依兰很是疑惑又担心, 见他回来, 就八卦地问, 为什么和首府一顿饭要吃那么久? 是不是吃过饭以后, 又和首府去哪里玩了? 二小姐是不是对首府有感觉了? 卫青揉着额头进门, 道, 有感觉呀, 而且这股感觉还非常强烈。 不揍他一顿, 就感觉浑身难受。 依兰道, 大嘟嘟就不会让二小姐有这样的感觉。 卫青脸一贪, 一提他我就更难受。 还有种恼然而易硬作痛的感觉, 大约是偏头痛又犯了。 吃顿饭也能遇上, 而且就在对面, 还看戏一样地看着你, 不仅他一个人看, 还带着别人一起看, 能不让人上火吗? 虽然卫青心里清楚, 殷景突然出声, 总比等他那边的官员先发现了的好。 若是叫他那边的官员发现了, 说不定就看清卫青的脸了。 苏玉回到自己家中, 更衣时忽然有东西从衣袍里掉了出来。 他弯身捡起来, 才发现是卫青硬要还给他的那枚玉佩, 淡淡不由心地笑了笑。 这定是他抱他时, 卫青趁他不备, 塞进他怀里的。 当时两人肢体接触, 他的注意力没在玉佩上, 又要应付对面阁楼上的人, 所以没有感觉到。 明明是他想要送给他的信物, 他却不要, 非得还回来。 若是让外人知道, 他堂堂守抚, 连没玉佩都送不出去, 岂不是笑话? 玲珑剔透如他, 怎会不清楚他的心意? 他到底是对他无意, 还是对男女之情无意? 苏玉把玉佩放在一边, 淡然自若得更好长衣, 扶了扶衣脚。 随后他进了书房, 不一会儿便有随从进来禀告。 大人, 今日二小姐去过信站, 寄了两封信出去。 苏玉朝他抬了抬手, 随从就把那两封信递到了他的手上。 苏玉拿在手里来回看了两眼, 然后放在桌面上, 取过旁边挑灯新用的银签子, 开始拨信上的蜡风。 他手指分明, 在灯火下留下好看的剪影。 手里的动作也非常细致, 能将整个蜡风不着痕迹地拨下来, 等一会儿再在同一个地方重新上蜡风, 一般人不会看出来。 随从在旁边默默地看了一会儿, 忍不住吭声道, 可, 大人, 二小姐这应当是加信, 不是什么密信, 大人拆开了看, 会不会不太好。 苏玉手里动作未停, 远上一丝一毫的羞愧感都没有, 在心安里得不过, 道, 少女的心事难猜得很, 看看她写什么, 我心里才有个数。 等苏玉挑眉看完了, 又叠起来塞回信封里, 重新上蜡风, 然后交给随从投回信站里。 随后夜中, 锦衣卫从外面回来, 把信程给了殷景, 一道, 二小姐投了两封信出去, 已经被首府拦截过一次, 大都督要不要确认一下信里的内容。 殷景正在看边防的军报, 随手敲了一下桌面。 锦衣卫力锁地上前, 把信放在了她的桌上。 殷景拿着信封翻来覆去看了两眼, 上面的收信人信尿, 一看便应当是加信。 写信人显然是不知道收信人的具体位置, 连地址也写得很笼统, 大约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对于他们这种经常俏人历密的人来说, 一点也不难发现信封已经被启过。 殷景道, 首府这人渣, 连女人的加信都不放过。 她一边说着这话, 一边随手拆着信, 一脸的理所当然。 锦衣卫在一旁沉默, 默说别个, 大都督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呀? 跟首府不是半斤八两吗? 不过殷景就没有苏玉这么小心翼翼, 也不管辣封会不会被破坏, 直接就拆开, 面色清淡地取出信纸来看。 不过看殷景和苏玉均是心安理得的样子便知, 这两人平日里定是没少干这种缺的事。 殷景看完以后, 又让锦衣卫取两个新的信封来, 把信纸塞进去, 随手拿了笔, 利透纸备地罩着写了收信人的名字, 又交还给了锦衣卫。 锦衣卫出去时, 殷景莫的道理一句, 走一站送出去。 是, 因为这是卫场的信封, 上面又落了大都督的笔记, 走官方驿站的送信通道的话, 信差丝毫也不敢怠慢, 还会尽其所能地送到收信人的手上。 如若不然, 让民间信站送信的话, 不知猴年马月才能送到边关去, 就是半途损毁, 没给他送他也无从得知。 卫青没想到, 短短几天的时间, 有关首府的八卦会传得如此迅速。 早上在卫家的善厅里, 大家坐在一起用早饭时, 卫穷酒搅了角洲碗里的条羹, 看着卫穷居吃的优雅端庄, 便开口说道, 昨天我去郡主那里, 听说了首府的事, 好像首府与女子优惠于梅园阁楼, 让几位朝中大臣给撞见了。 首府与那女子搂搂抱抱, 十分地情投意合。 卫青冷不防一口粥梗在了喉咙里, 他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不动声色地咽下去。 卫穷居就很不淡定了, 抬起头来时脸色变了, 一双美眸泛红地瞪着卫穷酒, 道, 外面那些风言风语, 也值得三妹拿到饭桌上来说吗? 首府洁身自好, 岂会让女子沾身, 肯定是有人故意泼脏水。 卫穷酒无辜道, 大姐姐何故这样生气, 我也只是听郡主说的。 卫慈叔沉着脸, 这件事是从朝中大臣嘴巴里传出来的, 他当然知道一二, 有些恼火又觉得有些可惜。 若是首府成为他的女婿, 那不知道有多好。 卫穷居眼里蒙上了一层薄物, 卫穷酒又还在道, 就是不知与首府相拥的那女子会是谁呢? 谁这么有福气能得首府的喜爱? 话没说完, 卫穷居受不了, 重重地放下碗筷, 也不告辞, 转身就往外跑了。 他这无礼的举动, 惹得老夫人和卫慈叔十分不快。 卫穷酒眨了眨眼, 天真的问, 大姐姐这是怎么了? 徐氏暗自咬牙切齿, 自从听了卫穷居的话, 他就把脾气收了起来, 这时起身道, 穷居许是不舒服吧, 我去看一看。 卫青用完早膳, 从膳厅回到封小院, 还没消化呢, 义兰就又风风火火地跑进来, 道, 二小姐, 最新消息。 首府居然有了新欢, 听说她与那女子在酒楼的房间里 待了一整天闭门不出, 不知道在房里都干了些什么。 卫青感觉她一整天都会消化不良了。 义兰还在卫青耳边激动地道, 孤男寡女, 独处一世, 天雷地火, 一触即发, 你说她们在房里还能干什么? 卫青, 你想象力真丰富。 义兰接着分析道, 平日里奴婢看那首府大人风度翩翩, 气质不凡, 像个君子模样, 却没想到首府居然是这样的人。 你说她都有了相好的了, 在家里腻歪不成吗? 非要带到外面来? 还有, 她都有相好的了, 还来招惹二小姐干什么? 卫青面无表情地听义兰滔滔不绝, 就差开始骂首府朝三暮四, 三心二意了。 卫青不住地揉鹅脚, 及时打断义兰道, 是呢? 据你打听来的消息, 说她是在什么地方与女子私会的呢? 义兰浑身都充满了八卦气息, 好像是在一家酒楼里, 那酒楼有个厚园子, 园子里是片梅花林。 这些八卦分子整天, 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吗? 连这都传得清清楚楚。 卫青又捧着额头问,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义兰准确地回答道, 就是三天以前的时间, 那天首府还要二小姐一起吃饭呢, 没想到一转头就与别的。 四终于回味过来了, 义兰声音减弱, 然后戛然而止。 卫青抬起头忧郁地看着义兰, 道,哦, 你还记得那天首府邀我吃饭啊? 义兰有些凌乱, 那, 那那天跟首府在房里, 据说是一天闭门不出的人, 是二小姐吗? 难怪那天快天黑了, 卫青才回来, 想到这里时, 义兰是恍然大悟。 没想到外面传得轰轰烈烈的神秘女子, 就是卫青, 义兰是一点八卦的心情都没有了, 只剩下担心, 那, 那那天你和首府在房中。 卫青深吸一口气, 道, 我还这么小, 你说我能和他在房里干什么? 义兰纠结得挠挠头, 可是首府他是成年男子啊。 卫青郁闷道, 那天运气不好, 在酒楼里遇到了朝廷的人, 所以一直摸到那些人离开我才回来, 除此以外, 再无别的。 这话说出来, 别人也不会信, 更不能往外说。 所以, 卫青就当那些吃饱了撑着的人, 传得与首府暧昧不清的女子, 不是他吧。 义兰也谨慎起来, 明白这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尤其是卫穷区, 还有外面那些爱慕首府的姑娘们。 否则让他们知道了, 组团来活死了卫青都有可能。 这时宫里传来一指, 明妃娘娘要宣卫青进宫。 宫人一到卫家来传消息, 老夫人即刻重视起来, 忙让义兰给卫青梳妆打扮。 这可是自回京以来, 宫里人第一次宣卫家的女儿进宫。 明妃是敬义公主的生母, 在后宫里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她宣卫青进宫, 肯定不是坏事。 只是这等好事, 还轮不到卫穷区这个嫡女, 让卫穷区极度地眼红。 眼下流言正紧, 对卫青来说这可不是进宫的好时候。 只不过, 这也不是卫青能决定的事, 卫青只能让义兰帮她挑一身比较正式的衣裙, 妆容淡雅, 显得礼貌庄重即可。 老夫人亲自到卫青院子里来, 进了她的屋子, 看着铜镜里装扮出来的女子, 竟有些失神。 老夫人早已习惯了, 卫青长了一张与妙兰相似的脸, 所以从卫青回到卫家来以后, 从不曾像今日这般仔仔细细地瞧过她。 铜镜里的少女, 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落的这般动人。 她有一双在明亮的光线下, 卫青不禁地淡然, 御家亲历俊美如初夏离满目无穷的连天毕业中, 悄然伸展出来的第一抹荷花尖头上的浮光艳色。 一栏上在给卫青梳头发, 卫青坐着没法动, 但平静的眼神看着铜镜里的老夫人, 道, 祖母觉得我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老夫人回过神来, 不知是喜悦还是复杂, 道, 我只是看清丫头越来越出色, 没什么不妥。 她想起自己过来的目的, 又对卫青说道, 今日进宫要严心谨慎,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最好心里有个数。 你是卫家的女儿, 凡事当以卫家为先, 若能在明妃娘娘和静义公主面前说几句卫家的好话, 那最好不过。 卫青不知可否。 老夫人道, 你能与静义公主交好, 自事很好, 只不过这些风光体面, 也不是单靠你一个人就能得来的。 想想你爹, 在朝中也是尽心尽力, 若没有她, 哪来你的今日? 青丫头, 今日进宫就好好与静义公主说说, 带你大姐姐向静义公主赔的不是。 你看穷酒, 多与灵书郡主走动以后, 也能争取到郡主的谅解。 镜中的女子, 唇色不点珠, 轻轻往一边挑起, 那淡淡一笑间, 真是亲眼无方, 涉人眼球。 卫青道, 祖母说得对, 要是没有爹, 怎么会有我今日? 只不过静义与我相识, 却不是因为魏家的缘故, 祖母是不是忘了, 我与她乃从小的玩伴。 老夫人一愣, 以前妙兰是时常带着魏青进宫去, 可那是妙家的荣光, 那时候魏家怎能比拟得上? 因而老夫人能进宫的次数寥寥无几, 更不要说与宫里的贵人结交了。 所以老夫人哪里知道, 魏青在宫里与宫主是玩伴? 魏青悠悠道, 不然静义与我非亲非故, 我为何要冒险救她? 老夫人没想到, 这其中竟然还有这样的机缘造化。 她当即神情动容, 笑道,原来如此,既然是这样, 那亲丫头在公主面前岂不是更好说话了? 依兰给魏青梳好了头, 魏青起身,回过身来, 不仅不慢地对老夫人行礼道, 我只是想告诉祖母, 这既不是因为家而起, 也不会因为家而止。 祖母在这么设身处地为大姐姐着想的时候, 可曾问过我, 对公主那一夜遇到过什么危险, 一夜未回又在什么地方? 老夫人一梗, 答不上话来。 魏青一问, 她才发现她从来不曾想过这个问题。 魏青又道, 不过祖母放心, 我不会在明妃娘娘和公主面前说魏家的闲话便是了。 明妃和静义是后宫里的人, 在他们面前说那些有什么用, 无非就是试点整治人的小手段。 真正有用的, 是有一天朝堂上能够听得见她诉说的话。 老夫人动了动口, 最终什么也说不出来。 赵魏青的脾气, 能让她承诺不会在娘娘和公主面前搬弄魏家的是非, 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魏家发生的这些事, 魏青身上发生的, 魏穷居身上发生的, 还有魏子龟身上发生的, 不管哪一件拿出来在人前说刀, 就足以让魏家陷入风波中。 老夫人自知, 对魏青疏于关心, 有些理亏, 也不好再坚持什么, 便领着魏青去前院, 交给宫里来的宫人。 宫人备了叫年, 请魏青上叫。 这叫年比魏府里任何一辆马车都要奢华, 实在让人瞧着眼热。 闲杂人等不得进宫, 依兰身为魏青的贴身丫鬟, 也只好留在了府里。 这一路上都非常平顺, 到了宫门口, 也顺利通行。 魏青的心情, 随着宫墙楼宇渐渐呈现在眼前, 而五味沉杂。 这里没有什么东西, 会因为岁月的漫长流逝, 而失去了本有的光彩。 宫檐下的落花彩雕, 年年都有人往上面新添颜料, 花园里亦是繁花不屑, 不管春夏与秋冬, 宫里的人, 旧的去了新的来, 宫里的雾, 旧的堆在杂物堆里, 暗无天日, 新的陈在眼前亮丽光鲜。 魏青不想去回忆, 但也无法彻底忘记, 曾经他娘带着他往这宫里走过, 他去他外公的太学里, 偷听外公授课。 外公十分宠爱他, 魏青模糊的记忆里, 他是个爱笑的白胡子老头。 他在太学里, 给他排了一张小桌子, 准他旁听。 后来, 他渐渐就成了太学里禁义公主的半读。 魏青清楚得很, 再不想进来, 最终他还是不得不进来。 只有这样, 才能一点点靠近权力的忠心。 进了明妃宫里, 魏青由宫女一路引着进殿。 他低垂着头, 进来后毫无差错地向明妃行跪拜礼, 彼时禁义公主也坐在明妃身边。 魏青道, 邻女参见明妃娘娘, 参见禁义公主。 禁义的眼神从魏青进来衣食, 便微微热气了两分。 只不过他端坐着, 一脸的矜持高傲。 明妃让身边的嬷嬷把魏青搀扶起来, 打量着他, 温声道, 清清。 魏青应道, 明女在。 明妃朝他伸手, 他迟疑了一下, 方才缓不上前。 明妃拉着他到面前, 眼神复杂地看着他, 道, 一转眼, 长这么大了。 妙兰以前进宫, 走动得最频繁的, 便是眼前这位明妃了。 两人在各自出嫁前, 乃是一双好友。 明妃道, 前些日听闻是你救了我们静义, 静义受了风寒, 一直没有机会叫你进宫来, 今日总算得一件, 我应当好好向你道谢。 魏青道, 娘娘言重了, 公主是从魏府回去, 途中一劫, 明女也有责任。 明妃还是将挑选好的东西赠给魏青。 魏青道, 上次皇上已经赏赐过了, 娘娘实在不必如此。 旁边的静义终于开口道, 这是母妃亲自选的, 你不可浪费母妃的心意。 不等魏青再多说, 静义已经让工人把东西全部搬去晚些时候要送魏青回去的教年里。 随后, 明妃又拉着魏青说了会话, 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妙兰。 明妃无不感慨道, 当初你娘离了京, 不成想, 竟是一去不回。 青青, 你娘是如何? 魏青捶着眼, 眼底忧深沉静, 嘴上平记道, 我娘心结难解, 久病难治, 便是去了。 既然为词书对外宣称, 妙兰是病逝的, 那就病逝的好了。 这是他娘最后所剩下的仅有的一点体面。 反正有朝一日, 他会用他的方式将他娘的清白向魏家全部讨回来。 明妃带魏青不由郁佳怜爱两分, 还言道若是以后魏青有什么难处, 只管来找他, 他自会为魏青做主。 魏青谢过, 明妃知道两个孩子必是有话说的, 便不留魏青, 让静毅带他去自己请宫里。 静毅端着他的公主架子, 从明妃的垫上下来, 不苟言笑地走出去, 走到门口还回头来看一眼, 确定魏青是否跟在他后面。 静毅的请宫里十分舒适温暖, 静毅一进去, 就吩咐宫人送茶果点心。 魏青抽着嘴角, 听他提点心的名字都提了一大串, 看他那不冷不热又理所当然的神色, 怕是恨不得把宫里所有的点心 都让宫人呈上来一半。 魏青忍不住打断他, 道, 宫主要这么多, 吃得完吗? 静毅回头看他一眼, 道, 没让你吃完, 每一样你尝一口就行了。 魏青, 好吧, 有钱人的世界他还不太理解。 但静毅还是在魏青提出意见以后, 便没再往下说点心名字了, 就他说的那些, 就算每一样魏青都尝一口, 也得够撑的。 静毅身边的女官府里下去准备, 林老孝道, 宫主点的这些, 都是素日里宫主觉得好吃呢, 是希望二小姐也会喜欢。 静毅有种被拆穿了的羞恼, 道, 多嘴, 退下去。 魏青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挑。 开玩笑, 这皇家里做出来的点心, 有难吃的吗? 宫女全都因退下去后, 静毅让魏青坐下, 还递了一个暖手炉给他, 然后就严肃地皱着眉, 开口问道, 听说你揍了寄从贤, 你为什么要揍他, 还被关进了大理寺。 魏青道, 在街上起了点争执。 静毅便老成的语气道, 你与他一般见识做什么, 他不学无术惯了的。 后来我让人去大理寺接你, 结果回来的人却说, 首府和大都督也去了, 你没跟首府走, 却跟大都督去了卫厂。 当时静毅听到这一消息时, 还替魏青捏了一把冷汗。 好在首府让工人传了话, 让静毅不必担心, 第二日就听说魏青已经安全回家, 静毅这才稍稍放下了心。 眼下不等魏青回答, 静毅就又问, 你去卫厂, 大都督有没有为难你? 那里的锦衣卫对你动行了没有? 魏青道, 大都督要是怎么了我, 我现在还能好好的吗? 静毅打量着他, 见他尾时没有什么事, 便道, 你才回来京城不久, 卫厂那些地方有多凶残你还不知道, 以后不要贪心先想进去瞧一瞧, 静毅要的点心, 前前后后地送了一些, 摆在茶几上。 那些茶点看之精致非常, 闻之芳香扑鼻。 魏青捧着热茶喝了一口, 静毅公主忽然悠悠道, 外面传言, 首府与一女子于房中甚是亲密, 魏青, 你知道那女子是谁吗? 魏青冷不防一口热茶呛在了喉咙里, 低咳不止。 静毅狐一道, 你为何反应如此强烈? 魏青好不容易顺过了气, 手里端着茶杯, 念瘫道, 说实话, 我不知道。 我只是惊讶, 在公主的眼皮子底下, 首府居然如此不检点, 伪实该罚。 静毅沉默了一下, 那层高冷的伪装在魏青面前慢慢有些暗淡, 他道, 这不怪首府, 我虽然喜欢他, 但却没与他有什么挂格。 要罚也该罚那个女子。 魏青眉毛抖了抖, 道, 那女子也没什么错, 首府位高权重, 又不是那女子所能拒绝的, 这其中可能有什么误会。 静毅看着他, 道, 你为什么要帮他说话, 你是不是认识他? 魏青, 不认识, 但事事并不如眼前所见, 亲眼所见的尚且不一定是真的, 更何况还是流言蜚语乱传的。 静毅想了想, 道, 你说的对, 首府不是那样的人, 这一定是他的, 对党污蔑他的。 魏青揉了揉眉心, 随口道, 他还真不是什么好人。 你说什么? 我说首府这个人, 品貌优秀, 才学一等, 伪实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人。 静毅这才满意了一点。 他敏感多疑, 还端着架子, 魏青真不知该说他什么好。 静毅端了一叠点心, 送到魏青面前, 魏青拿了一块来吃, 入口即化, 十分美味。 两人坐在坐榻上, 安静地品着点心。 想起从前, 也是这般, 在魏青进宫来时, 静毅就会准备上他认为好吃的点心, 手里端着, 和魏青一起吃。 他端着碟子, 放到魏青面前时, 魏青还不得不拿来吃。 魏青从小的妙兰教养, 并不会在人前挑食, 不管静毅觉得美味的不美味的, 他都觉得还好。 魏青在想, 一个人想对另一个人好, 到底是应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对方, 还是应该把对方喜欢的东西准备给对方? 可能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吧。 很明显, 静毅属于前者, 可有时候那更需要一种魄力, 因为把自己喜欢的给对方, 就意味着自己拥有的也会变少了。 他这样的性格, 虽然扭捏了一点, 但也不失可爱。 幸好是生在皇家, 有人疼。 魏青神色有些温暖, 闻了口热茶, 若无其事地问道, 首府知道你这么喜欢他吗? 半晌, 静毅才憋出一句话, 他可能不知。 可经中大部分的官家小姐们都知道, 静毅公主对首府情有独钟。 静毅又替苏玉辩解道, 首府公务繁忙, 管着朝中大小事, 哪有时间来管儿女情长, 终身大事? 魏青看不见得。 那丝闲起来的时候, 简直闲得淡疼。 魏青道, 所以你打算一直这样单恋下去。 静毅问, 那不然怎么办? 你要么问问他的意思, 要么让你爹做主啊, 你这样不吭声, 不是耽误了自己吗? 静毅低头, 抿着小嘴, 手里妈撒着茶杯上的诱纹, 道, 我父皇叹过他的意思, 他说他要为朝廷效力, 暂不考虑个人终身大事。 首府是朝中重臣, 父皇不好勉强他, 看他这几年, 确实没有成家的打算。 魏青默了默, 问, 首府究竟是怎么做到, 让皇上不好勉强他的。 皇帝是君, 苏裕是臣, 皇帝若要管苏裕的婚姻大事, 而且还是将公主嫁给他, 能有他拒绝的份吗? 结果进一回答, 首府说, 大都督乃国之公骨, 朝之重臣, 一心一意效忠朝廷, 兢兢业业未曾懈怠, 他尚且还没成家, 首府哪有颜面先成家, 坐享其人之福? 魏青福恶, 果然狡猾如斯。 这两个对头既是皇帝的左膀右臂, 又是棋逢对手, 既然都没成家, 皇帝也不好顾此事彼。 可是要找一个和大都督相匹配的女子, 何其困难? 首先就得要抗揍吧, 皇帝家的女儿娇生惯养的, 皇帝怎么舍得? 其次, 朝中一二品大人中的女儿, 怕大都督怕得跟见鬼似的, 这不是祸合成一对怨务了吗? 要是人家女儿嫁过去, 就方箭早逝, 皇帝也过意不去啊。 再者, 就算有斗胆看上大都督的女儿嫁, 那身份地位也是不相符的。 所以想给大都督找良缘, 感觉就成了朝廷里的一大难题。 魏清道, 大都督喜欢的是权势, 喜欢的是朝廷里的事, 感觉他五行八卦里都不需要女人, 这种人会成家。 静怡深表赞同, 是的, 我甚至觉得他是天生情薄的, 命里没有女人, 难道他需要男人? 魏清颠着下巴, 思寸道, 继而心头一跳, 说不定还真是如此。 他和苏玉斗着斗着, 万一斗出真感情来了, 魏清不由自主地抖了抖, 连忙摇了摇头, 他不应是如此想象力丰富的人, 一定是被伊兰给传染了。 静怡道, 也不需要男人, 他就需要他自己。 魏清, 有传言说他其实是个太监, 其实他只是显得想证实一下, 毕竟平日里伊兰说得那么玄乎。 这怎么可能? 静怡道, 太监怎么可能在朝堂上当官? 大都督掌管一朝军务, 父皇的安危和宫里的秩序 由他的锦衣卫负责, 还有宫里执事的东厂太监也是由他过问。 静怡说着自己都觉得不太对, 和魏清面面相去道, 你不提我还没觉得, 大都督管太监的是坐肾? 太监的事不都是太监在管吗? 魏清, 你就当我没问过好吗? 随后午膳的时间到了, 静怡丝毫没有要放魏清走的意思, 留他下来和自己一起用午膳。 宫里的御膳岂会有差的, 一道道送上来, 君是真修佳肴。 可是魏清吃了不少点心, 又没怎么动过, 一点都不觉得饿。 午膳的时候, 只向征兴地吃了几口, 便饱了。 看得出来, 静怡的心情好, 胃口也不错。 和魏清在一起时, 虽然也要做出一副不苟言笑, 正经严肃的形容, 但偶尔弯一弯眉眼, 想笑又不笑的样子。 很显然, 今日敬前伺候的工人们, 都一副含笑的样子, 想必是知道自家主子十分开怀。 今日静怡想见魏清, 想问问那个神秘女子的事, 最终没问出什么下文, 午膳后她又道, 其实我还有件事想拜托你。 还没等魏清问是什么事, 静怡就自顾自地说道, 我父皇快过寿了, 我不知道该送她什么寿礼, 宫里的东西她都见过得不足为奇, 你在宫外帮我找找, 说不定能找到什么新奇的东西做贺礼。 魏清未做表示, 静怡低着头, 生气也跟着低下来, 就意味着她肯降下自己的身份服软, 低声对魏清道, 你可以舍身救我, 能不能不要生我父皇的气? 他是皇帝, 你与他生气, 是半点也讨不了好的。 他是在为魏清着想。 诚然, 魏清想与皇帝相抗, 无异于以卵击食。 魏清平和道, 我没有生气, 也不敢生气。 绝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如若卷宗所宰属实, 妙家之祸因太子之死而起, 那皇帝没有将妙家满门抄斩, 最终只是赐死了他外公, 确实是在法外开恩不过。 他失去了最疼他的外公, 皇帝也失去了一个他精心培养的儿子。 虽然有过不甘, 可是他是理智的, 揣夺利弊,不得不将这件事放下。 既然追究不了过往, 那他便应该着手打算以后。 皇帝能让妙家落魄潦倒, 自然也能让妙家东山再起。 所以, 他确实不生气, 也无从恨。 静毅神色一宽, 道, 那你便是答应我了。 魏清眯着眼道, 我只说我不生气, 我说过我要帮你了吗? 静毅脸色冷冷的, 又有些巴巴的。 魏清道, 你笑一个给我看, 我就帮你。 静毅一愣, 严肃道, 我乃堂堂公主, 岂能卖笑于你。 魏清挑了挑眉, 神情自若, 只是觉得你笑一笑比较好看, 首府可能也会更喜欢。 静毅半信半疑, 不知是想让魏清答应他的要求, 还是希望自己好看一点, 或者是希望首府更喜欢一点, 最后他努力地尝试着去笑一笑。 在人前摆架子都摆惯了, 现在魏清要他特地笑一笑, 他反倒不知该怎么笑。 魏清见他嘴角扬起, 点头道, 不错, 就是动作有些僵硬, 多笑几次就好了。 一说,底气十足道, 那你便是答应我了。 给皇帝挑寿礼, 魏清能不答应吗? 在宫里待得够久了, 下午时候, 魏清才从静毅宫里出来, 只是要走的时候, 静毅又叫住他, 道,等等。 魏清回转身, 道, 公主还有什么吩咐? 静毅看着魏清, 敏纯问, 上回首府给你披的外袍, 你还给他吗? 魏清一脸猛。 啊? 苏玉的外袍? 他是记得静毅说过, 要他及时还给苏玉, 可是没想到, 静毅记得如此认真。 他都完全搞忘了呀。 现在静毅一提, 魏清才想起, 那件外袍好像从魏清在魏厂里醒来过后就没见过了, 他要怎么还? 见魏清不说话, 静毅又眯着眼道, 难不成你想撕留着首府的衣物做念想? 魏清感觉敏感的静毅已经在犯酸了, 摆着手撼道, 没有没有, 我绝对没有那个癖。 要还要还, 肯定是要还的。 静毅斜翘着眼角, 道, 那你就快些还, 那天晚上首府外袍什么颜色什么样式, 我记得清清楚楚, 你休想糊弄我。 要是久不见首府穿那件, 定然就是你没还。 魏清抽了抽嘴角, 高贵的静毅公主, 你是不是关注得有点过头了? 不过魏清仔细想了想, 实在想不起苏玉的那件衣袍是什么样式的, 更想不起他在魏厂醒来以后, 那件衣袍是落在什么地方的。 看来要想找来还给苏玉, 还得问一问殷井啊。 别过静毅后, 魏清走出公寓楼前, 没想到明飞赏赐的东西这么多, 都快把送他回去的教年给填满了, 他无处落脚, 真是上也不是, 不上也不是。 还真是说曹操曹操道, 这时殷井正好经过, 一身紫糖色叶洒, 身边跟着几个细细白白的太监, 似乎正在向他禀报事物。 他高大的身影往飞檐宫楼下走过, 与身边那几个太监, 天差地别。 只不过魏清哪在意这些, 他一看见殷井, 就名模好齿地笑了起来, 打招呼道, 哎呀, 殷嘟嘟, 我才念着你你就出现了, 真是好巧啊。 那模子糖色的身影一顿, 侧身朝魏清看来, 只见魏清那脸上那条不出刺儿笑容, 真是无懈可击道, 仿佛他俩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一点前嫌与隔阂都没有。 魏清当然没忘, 前些日他和苏玉的绯闻, 都是因为对面之后看好戏挑起的, 只是此一时比一时吗? 眼下殷井出现的可相当事实后。 魏清非常看得开, 跟殷井记仇, 苦的可是他自己。 殷井神色平淡地与几个太监交代了什么, 太监便退下去了, 殷井才抬脚走过来。 冬日的阳光没有温度, 却亮得黄眼, 趁得周遭的一切都生机, 鲜活了两分。 他站在花镜旁, 身后一片一品红绚烂涂靡, 却不如女子的熔岩艳丽。 那笑意没在他眼里掀起波澜, 沉淀着一股云淡风轻, 一看便是连笑也笑得清醒。 殷井似看着他, 又似看着他身后的一瓶红, 眼神淡薄如水, 道, 看样子近来你过得很滋润。 魏清笑眯眯道, 哪里, 这都是托殷都督的福。 殷都督准备下班了吗? 何时出宫? 殷井一看教年里的情况, 便知道了他的目的, 怕是来蹭他轿子的。 果真, 还不等他说话, 魏清便一本正经道, 我找殷都督有正式商量, 你的轿子呢, 不如我们上轿量。 于是当了时辰过后, 魏清成功地挤进了 停靠在宫门口的殷井的轿子里, 而负责送他回去的轿年, 则先抬着满满一轿明飞的赏赐, 先送回魏家去。 这人抬的轿子, 肯定没有马车那么宽大, 但殷井的轿子里挤一个魏清, 还是不成问题。 魏清一点也不介意, 有轿子蹭, 总比没有的好啊。 眼下殷井坐在轿中, 手腕随意地搭在膝上, 垂着的修长的纸节微曲, 有种悠然而然的矿位。 魏清脸着裙子坐在他旁边, 轿子里空间有限, 无可避免地碰到他的衣角。 有时轿子轻微晃动一下, 还会碰到他的手臂。 魏清不慎在意这些, 开口与他说道, 我的嫁妆, 殷都督打算什么时候还我呀? 急着嫁人啊。 殷井嗓音略低沉有雌性, 十分勾人耳朵。 魏清道, 哎,这哪能急得来呢? 比嫁人有趣的事情那么多, 干嘛要找个人把自己拴起来? 我是想着吗? 把那些铺子收回来, 经营方便点。 殷都督这么忙, 怎么能还让你继续操心呢? 殷井手指倾弦地牵了牵衣角, 道, 你要是好好说话, 可能还有商量的余地。 魏清清了清嗓, 一脸坦然道, 上次去看我的铺子, 还有家古董铺没来得及去看, 这回静义公主托我给他 找份新奇的寿礼, 所以我想去古董铺子找, 但静义好像忘了给我钱, 我本人继续浅薄, 所以殷都督你看。 殷井靠着软枕, 已经合上眼帘, 显然不太想理他。 魏清等不到他回答, 侧头看了他一眼。 光线从窗帘缝隙间 云了一些劲来, 往他侧脸轮廓 翠了一层浅淡柔和的光。 他睫毛在下眼瞼 头上一层剪影, 像羽毛一样, 看起来非常恼人心肝。 欣赏归欣赏, 魏清手肘一抖, 多了他手臂一下。 殷井不予回应, 不是说只要他好好说话, 就有商量的余地吗? 现在看来是没得商量了。 岁魏清又道, 哎, 殷都督贵人是忙, 整天勾心斗角都斗不完, 还要操心我的嫁妆。 我那渣爹都不曾像殷都督 这般操心过。 殷井睁开眼, 凉晶晶地看着他, 道, 古玩是夜中开, 要去也是晚上去。 魏清嘴角轻勾, 眯着眼道, 殷都督今天真好看。 殷井道, 皇上寿臣将至, 是该准备一份寿礼。 你顺便帮我也挑了。 后来魏清没让他 送自己到家门口, 而是到了就近的街上 把他放下去。 他和殷井约好了时间, 等过两天 一起去古董市场去转转。 反正又不用他花钱, 他只负责挑选, 顺便还能去看看 自己的古董铺子 是翻什么光景。 临下车前, 魏清想了起来, 问殷井道, 对了, 上回我在卫厂, 身上是不是 披了件首府的衣裳, 还在殷嘟嘟那儿吗? 殷井, 烧了。 你烧了? 魏清十分头疼, 好好的一件衣服, 又没惹你, 你烧他作肾。 殷井闲闲淡淡地看着他, 道, 不然我留着首府的衣服 做什么? 拿来碍眼吗? 魏清, 你完全可以 叫我把他打包带走啊? 殷井随意地 轻轻抹扎着微锤的手指, 思量着道, 提起首府, 我突然不是很高兴, 没有心情去古玩。 魏清咬了咬牙, 当即换来的笑脸打断他道, 哎呀, 首府真坏, 老是让殷都督不高兴, 我们不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了。 说着, 他就吓了轿子, 站在街边, 生怕殷井会反悔, 对教脸内的殷井笑道, 殷都督, 那就过两天再见。 殷井薇垂着双眸, 不见眸底神色, 那视线透过轿连 往下斜落在魏清脸上, 一吸见得他容颜, 眉梢略略动了一下, 却道, 起轿。 魏清看着殷井的轿子远去, 一时头都大了, 苏玉的衣袍怎么整, 他忘了这事, 静毅以为他私藏着做念想, 那苏玉会不会也这样以为? 若是因此生出这样的误会, 十分不好。 加上静毅又盯了紧, 魏清想着, 要不还是做件一模一样的 还给他算了。 可那天晚上, 苏玉穿的什么衣服来着, 魏清真的想不起来。 那时候刚逃出一劫, 谁有功夫像静毅那样 去关注苏玉的着装啊。 回到魏府时, 宫里人已经把明妃赏赐下来的东西 抬去了她的封小院。 明妃赏得比先前皇帝随便赏得 要精致得多, 基本都是内造的玉器首饰和织紧布料, 还有上等的胭脂水粉, 引人最是拒绝不了这些, 就连老夫人见了也十分眼热。 老夫人一对魏清说道, 清丫头, 养到赏赐下来的这么多东西, 横竖也用不完, 不如分鞋给你的姐妹, 这也是让魏家有面子。 魏穷鞠和魏穷酒既羡慕又嫉妒, 当然很想要, 所以老夫人开口时, 他俩就乖乖站在一边, 均不说话。 平日里的争锋相对, 暂且掩其息鼓, 想着祖母开金口, 魏清没有不分的道理。 结果魏清不仅不慢道, 娘娘赏赐下来的首饰和布匹, 在宫外买不到, 我若分给姐妹, 她们可能穿戴出门。 若是让娘娘知道了, 可就不是让魏家有面子了, 而是对娘娘不敬。 我倒是不介意分鞋给大姐姐和三妹, 祖母介意吗? 老夫人倒没想到这一层, 文言迟疑了起来。 这一迟疑的空当, 魏清又道, 不过祖母多数时间在家, 回头我选两体合适的织紧 来给祖母做新衣裳, 倒是不错。 老夫人一听, 当即喜笑颜开, 哪还顾得上魏穷鞠和魏穷酒两姐妹, 叠声道, 好,好, 还是亲丫头最孝顺。 眼睁睁看着魏清回了封小院, 魏穷鞠愤恨地拧着自己的手帕。 自从来了京城, 就属他魏清把所有的风头都抢了去, 而自己呢, 却沦为别人的笑柄。 最可恨的是, 他偏偏不能把魏清怎么样? 魏穷酒也十分失望, 他自以为和魏清还没有撕破脸, 表面关系也维持得好, 魏清却连面子功夫都不肯做, 那些手势知紧就算了, 却连和宫里的胭脂水粉 都不愿分享出来吗? 魏清回到封小院, 轻点了一下名妃赏的东西, 一兰在旁叨叨叨, 上次功力赏的全被他们给瓜分了, 这次还想着要来分, 不觉得太贪得无厌了吗? 魏清物字挑挑剪剪, 从中挑了两盒胭脂, 随手就抛给一兰, 接着。 一兰一惊, 忙不迭伸手去接好, 二小姐, 这是。 魏清若无其事道, 我不喜欢这些, 以后你负责图好看点就是。 没有了, 再问我拿。 没有女人不爱胭脂水粉啊, 像魏清这般毫不热衷的, 那一定不是个合格的女人。 一兰欢喜又纠结, 可是二小姐不是说, 娘娘赏赐的, 给别人用事大不敬。 魏清看她一眼, 又不是衣裳手势, 这玩意儿你抹在脸上, 别人只知道好不好看, 谁又知道是什么牌子产子哪里的。 一兰顿时欢天喜地美滋滋, 二小姐说得非常有道理, 那奴婢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魏清就寝的时候, 翻出枕头底下的卷宗, 临睡前又看了一遍, 不知她写给舅舅们的信何时, 才有回音。 神思一动, 墨地又想起, 今年她去祭拜她娘的时候, 到了那荒山上, 见荒坟有被打理过的痕迹。 除她以外, 还有别人曾去祭拜过, 而且知道她娘喜吃橘子。 魏清顿时睡意全无, 一个达亭起身下床, 披衣走到桌前, 取来毛笔, 站莫往纸上写信。 这封信是写给周城蔡夫人的, 她来了京城安定下, 也是时候去信给她一母了。 信中问候过蔡夫人, 请蔡夫人帮忙着人留意着, 看看除了她以外, 还会有谁到那里去。 第二天上午, 魏清就带着依兰出门去信站, 把新写的这封信投在信站里。 哪想投过信后, 魏清才在街上转了转, 依兰眼睛间, 先指着一人与魏清说道, 二小姐, 那人, 是不是首府身边的那个随从? 魏清定睛一看, 还真是。 主扑亚亲眼看着她进的信站, 片刻后又出来。 依兰不解地问, 首府也要在这民间信站里投信吗? 他这么高的官, 怎么会没有个替他跑腿送信的人? 魏清眯了一眼, 道, 估计是吃饱了撑的。 说着, 他就抬脚往信站走去, 对里面的人说要收回自己的信, 不投了。 结果信站的人吞吞吐吐, 找了半天找不到魏清的信, 最后才老实交代, 是有人取走了。 信站的人说, 姑娘, 取信的人有关章, 说是最近严查通信, 若是没问题, 还会再送回来的。 果真, 到中午的时候, 信就看似完好无损地送回来了, 并让信站的人尽快送出去。 然而, 送信回来的随从前脚刚走, 魏清便看见, 后脚又有两名锦衣卫进了信站。 锦衣卫意识进去片刻又出来, 出来时还面无表情地, 把手里拿着的一封信往衣兜里揣。 魏清深吸两口气, 好不容易才把心里冷不防窜起来的一股邪火给压下, 让依兰回信站去看看, 是不是自己的信又不见了。 依兰回来, 弱弱地对魏清点了点头, 甘笑道, 可能他们, 他们只是关心二小姐。 翠, 握了个大槽, 这两个丧心病狂, 道德败坏的人渣。 秦兽, 居然查到他头上来, 还窥探他个人隐私, 剥夺他通信自由, 妨碍他基本人权。 锦衣卫把信拿走以后就再也没送回来, 魏清不由怀疑上次那两封信, 是不是也被锦衣卫给带走销毁了。 于是魏清回去以后, 又提笔记书, 很快地写好了一封信, 就交给依兰让他投到信站去。 依兰不解, 还是照做, 问, 那要不要奴婢盯着, 万一那些人又去拿走了呢? 魏清道, 投了就回来, 这次不用管。 那信进了信站后不久, 这次锦衣卫动作比较快, 先首辅的人一步, 把信拿到了手, 匆匆回去复命, 禀殷警道, 大嘟嘟, 这次赶在了首辅前面。 殷警忙着桌面上的事, 也没抬头看一眼, 只抬了抬空出的一只手。 锦衣卫把信放在他手上。 殷警不急不许把信只拆开, 神色寻常地往那上面淡淡扫了一眼, 然后抬头看锦衣卫, 道, 敢在首辅前面, 很值得骄傲。 锦衣卫一脸茫然, 以往做任何事, 锦衣卫不都是要力争赶在别人前面吗? 只见殷警把信又装了起来, 重新封好, 交给锦衣卫。 锦衣卫挠挠头, 问, 大嘟嘟, 这次还走一站送出去吗? 殷警, 放回去, 首辅还没看。 锦衣卫不由觉得更疑惑, 什么时候大嘟嘟要和首辅分享情报了? 锦衣卫把信放回去过后, 不久首辅的人又来把信取走了。 苏玉在他官署里忙碌, 随从把信取来时, 他便放下手中事物, 颇有兴致地来亏一亏未清的信件内容。 随从说, 这次慢了一步, 让大嘟嘟的人先截了去。 苏玉一边打开, 一边道, 他截去了的信, 还会又送回来给我看。 结果定睛一看, 苏玉的表情就顿住了。 然后捏了捏鼻梁, 试笑道, 这次写得不怎么样, 骂起人来却一点也不马虎。 魏清这封信没什么别的内容, 就是专门写来骂人的, 谁看就骂谁。 从戏属变态偷窥狂的种种罪行, 到陈述将来有可能遭受的种种报应, 最后再总结一句, 你怕不是脑子有毛病吧? 魏清写得很舒爽, 躺在躺椅上想着那两只人渣先后会拆开来看, 心里就更舒爽。 星号星号星号。 这天傍晚, 魏慈叔从外面公干回来, 一家人在善厅里正准备用晚膳, 外面来人顶道, 大人, 荣山书院的先生请大人过书院一趟, 说是出了些事, 去得大人过去公断处理。 荣山书院出了事, 除了魏子归还能有谁? 此话一出, 老夫人和徐氏, 魏穷居的心都跟着提了起来。 老夫人紧张道, 快去看看。 魏慈叔对魏子归惹是生非, 不知天高地后厌烦不已, 但那是他唯一的儿子, 他还是不得不出面去收拾场面。 老夫人放心不下, 又连忙起身道, 这惠子, 书院应该已经下学了吧, 我和你一起去。 魏穷居道, 我陪祖母一起去吧。 徐氏还是十分了解魏慈叔的脾气, 知道魏慈叔不忍服了老夫人的意, 便柔声又道, 老爷, 这要是出了什么事, 人多也好帮个手。 于是, 书院只是来请魏慈叔一人过去, 最后却跟了一家子过去。 除了魏慈叔以外, 还有老夫人带着魏穷居和魏穷九两个孙女。 魏穷居担心魏子归, 魏穷九一主动说想要帮忙, 老夫人便都允许了。 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 眼下天都快黑了, 书院的人还郑重其事地来请魏慈叔, 能有什么好事。 魏穷九当然要跟过去看一看, 看看那魏子归又捅了什么篓子, 他要不停地犯错才好, 这样才让人看得痛快。 而魏清对这些是不感兴趣, 用了晚饭后便回了封小院。 都这个时辰了, 荣山书院里早已没有教学, 但是却灯火通明。 等魏慈叔他们到时, 发现书院里还有不少人。 魏慈叔自识认的, 基本都是他在朝中的同僚, 且不论官职高低, 他们在朝中的资历都是比他老的。 一看便知, 他们的儿子也在书院里就学。 见得魏慈叔来, 这些人皮笑若不笑地曹操打声招呼。 魏子龟被几个随从围在中间不准走, 他看见老夫人和魏穷居, 当场哇哇大哭, 大声祖母姐姐的叫唤, 委屈至极。 老夫人一阵心甘疼, 忙过去安慰, 可是这些随从挡着丝毫不给面子。 老夫人一阵恼怒, 顿着拐杖道, 你们些个大人, 怎的欺负一个小孩子? 他可是上书家的孩子, 还不快让开。 这时, 一位长者上前, 是荣山书院里最受人敬重的先生, 道, 老夫人误极, 子童生性顽劣, 举止不端, 书院里其他学生指认他偷人误实, 他拒不承认, 由此才请魏大人亲自过来一趟, 看看是否有误会。 此话一出, 在场这么多人看着, 老夫人顿时脸上就挂不住, 一阵火辣。 魏子龟还在叫骂道, 放屁, 我没偷。 魏慈叔面色铁青, 逆子, 住口。 魏穷居看着那个一脸蛮横的魏子龟, 一时也不敢伤情, 会越发让人诟病。 以后谈论起他时, 指定就要把魏子龟一并带上, 今晚着实不该来。 几个官家子弟站出来指认, 说出自己都丢了些什么东西, 在魏慈叔到来之前, 随从只是把魏子龟拦着并未伤他, 现在魏慈叔在场, 要想证明魏子龟到底有没有偷东西, 一搜便知。 这时一名同僚上前, 拱手说道, 魏大人, 若是幼子不见得是寻常东西, 丢了就丢了, 可这不见识的家中老祖宗亲手带的偿命锁, 听幼子说他更衣过后就不见了。 这也可能是孩子们的玩笑, 只要找出来就好了。 另外一人右上前说, 他的孩子不见了一块玉佩, 还有说不见了金锁扣, 玉簪子的, 这些官家子弟的东西都不是便宜东西。 后卫慈叔大义凛然地请搜, 把魏子龟在书院里的客桌, 寝房里的行李, 以及他本人身上全都搜了个遍, 结果竟是从魏子龟的衣兜里搜出了偿命锁, 玉佩等, 全部都不是他的东西。 魏子龟还打死都不肯承认, 理直气壮道, 这些都是我捡的。 可事实摆在眼前, 人赃并获, 魏子龟还毫无悔过之心, 魏慈叔是暴怒, 过去揪起魏子龟, 一巴掌把他扇趴在地上。 魏子龟嚎啕大哭, 魏慈叔骂道, 膝下瞒上, 不知悔改, 家门耻辱。 这次魏子龟让魏慈叔在同僚面前颜面尽失, 魏慈叔一点也没有手软。 老夫人痛心疾首, 却没上前阻止半句。 魏穷拘意意识撇开脸, 只当自己没看见。 魏穷酒鸡翘地微微翘起嘴角, 不是姐弟情圣吗? 怎么弟弟圣诞的时候, 姐姐却又袖手旁观了? 还不是怕弟弟的行为影响到他, 这件事传出去了, 外面那些官家小姐们一说起他, 就会提及魏子龟是他亲弟弟, 只会更加鄙夷。 最终东西找到了, 这些家长也没有要把魏子龟送去见官, 算是给魏慈叔一个面子。 魏慈叔脸面无存地向他们道歉, 等他们带着自家孩子离开了, 才回过头来面色可怖地看着魏子龟。 魏慈叔又向书院的先生告罪, 倒是先把逆子带回去调教好了, 再送回来。 先生叹口气, 他也求之不得。 魏慈叔拎着魏子龟, 就怒气冲冲地出了书院。 这次谁劝都没用, 回了魏府以后, 无情地把魏子龟丢进祠堂, 让他跪瓷撕过。 起初魏子龟向老夫人和徐氏求救, 以为只要他哭得可怜, 就会免罚。 结果魏慈叔一藤条抽在他膝盖上, 他不跪也得跪。 徐氏心疼地直抽, 忍不住想扑上去挡, 被魏穷居拉住, 低声道, 爹正在气头上, 娘这时候上去, 只会火上浇油。 魏家正因为魏子龟的事闹得鸡犬不宁时, 封小院里倒是一片清静, 一兰匆匆从外面跑回来, 对魏清道, 二小姐, 大都督来接你了。 他早先和殷景约好了, 晚上要去古玩市。 当时只约定说过两天, 可过两天只是个模糊的概念, 魏清以为赵殷景那贵人是忙的程度, 后面能想起来就算不错了。 没想到, 说的过两天, 还真的是只过了两天。 魏清动身就要出门, 叮嘱依兰道, 困了就先睡, 今晚不用等我。 他还不清楚古玩市的情况, 也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时候回来。 还不及出门, 一兰就一把拉住了魏清。 魏清回头看他, 还有事。 一兰眨眨眼, 道, 二小姐就这样出去呀。 魏清低头看了看自己, 没发现有什么不妥。 紧接着, 一兰就砰地关上房门, 跑到衣橱边, 往里面挑选了一身裙子, 让魏清更衣。 魏清脸贪了贪, 一兰, 你可别说我出套门还要精心打扮一番。 一兰已经抱着裙子过来, 不由分说的姐魏清身上的衣裙, 理所当然道, 出门又不是在家里那么随便, 进宫时二小姐上知道要装重礼貌, 这到了外面去, 那么多人看着, 太邋遢多不好。 虽然不用精心打扮, 但好歹也要时多时多嘛。 魏清抽着嘴角问, 我哪里邋遢了? 一兰包了他的裙子, 瞥他一眼, 道, 你身上这身都已经穿了一整天了, 方才吃晚饭的时候, 裙边上还落了一块油渍。 魏清不服, 把那身裙子拿起来, 一兰一把夺过换下来的裙子, 丢在一边, 道, 哎呀, 别耽搁, 大嘟嘟还等着呢。 天气冷, 一兰披上来的干净衣裙, 魏清不穿也不行, 于是跟个木偶似的, 默默地看着一兰替他更衣, 殷勤地整理好裙脚。 魏清, 我穿这么薄, 你觉得我不冷吗? 一兰给他换的, 是一件比平时轻盈飘逸两分的裙子。 经理的姑娘都喜欢这么穿, 可魏清平时出门, 都是裹一身棉裙的。 一兰不慌不忙地取了一件斗篷披风来, 罩在魏清的身上, 并仔细地系好袋子。 斗篷上裹着一圈柔软非常地雪白胡秋皮毛, 便衬得他的脸即是轻眼较润。 一兰把他压在披风下的乌发捧出来, 柔顺地垂在披风外, 再重新给他挽了头发, 插上细簪。 魏清自己都不可置信, 盯着铜镜道, 我为什么更完衣又要梳头发? 一兰翘着嘴角, 因为二小姐衣上脏了, 更衣时头发也乱了, 所以奴婢只好重新梳一下。 紧接着, 一兰打开一盒崭新的唇枝, 趁魏清一不注意, 一手扶住魏清的头, 一手就把唇枝往魏清唇上抹。 魏清抖着眉毛道, 一兰, 你胆子越发大了。 一兰严肃道, 二小姐可别乱动, 你一动嘴就花了, 还得重新打水洗脸呢, 多麻烦。 魏清, 他觉得一定是他把一兰给惯坏了, 养的这是什么毛病。 于是, 最后魏清就被石垛成肤白唇红, 眉目如画的模样, 然后被一兰推出门去了。 魏清正回头发作, 一兰笑嘻嘻地对他道, 二小姐还想不想去古玩夜市了, 大都度时间宝贵, 二小姐浪费得起吗? 他确实浪费不起, 可也不看看, 浪费的人是他吗? 魏清郁闷地紧了紧披风, 道, 你有本事别睡, 等我回来, 再修理你。 一兰眉飞色舞道, 二小姐快去吧, 今晚不用赶时间, 奴婢也不会等你的。 魏府门前的那辆马车, 寂静地停在夜色里。 魏清走到前院, 还没出大门, 就已经看见了。 他正提着裙子跨出门槛去, 拿响身后忽然传来一道严厉的声音, 这么晚了, 上哪儿去? 魏清回头看了一眼, 见是魏慈叔正走到了前院里。 原来方才一兰去向魏清禀报时, 看门的下人也去向魏慈叔禀报了一声。 毕竟这般明目张胆的 幺二小姐夜里出行, 不合规矩。 要是在平时, 魏清什么时候出门或者一晚上不回来, 魏慈叔丝毫都不会关心, 可今天才出了魏子归的事, 魏慈叔现在心情非常糟糕, 急需找件事情来发泄。 正好就撞上魏清夜里要出门了。 魏清淡淡俯礼, 应道, 回爹, 听闻夜中有闹事, 所以出去见识一下。 魏慈叔走上来, 站在门口看着门前停靠着的马车, 扬声道, 现在深夜,竟还与人出行, 知不知羞耻。 你这一去, 生生晚上就不回来了。 魏慈叔并不指马车里是何人, 只见那辆马车没有动静, 车前有两名车夫坐在车园上, 夜色下约莫着黑色静衣,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表情。 可是哪家千金小姐会在夜里来找魏清结伴而行? 魏慈叔一看见马车, 就猜到里面坐的肯定是个男子。 外面驾车的人是两个面生的, 若要是朝中认识的人, 不可能躲在里面, 不出来打个招呼。 加上这阵子, 魏慈经常往外面跑, 魏慈叔便料定他是招上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因而, 魏慈叔这一扬声说话, 不仅仅是训斥魏慈, 还是训给马车里的人听的。 魏慈虽是庶女, 也万不能在这时候跟些不三不四的人随便出门去。 魏子归今晚让魏慈叔颜面扫地, 魏慈叔已经非常恼火了, 要是再来一个辱墨门风的, 他岂能容忍。 只是今晚魏慈的反应有点不寻常, 他竟然没有回一句嘴, 而是垂着头, 用脚尖蹭着地面, 俨然一副乖乖受训的样子。 要是以往, 他的一个平静无畏的眼神, 亦或是一番一针见血的话语, 都会让魏慈叔再三斟酌。 而眼下, 他居然没有反驳, 这让魏慈叔在魏慈面前极少有的身为人妇的优越感, 顿时油然而生。 他变本加厉地怒涩扭曲地训导, 就是你不要脸, 魏家还要脸。 你现在身在魏家, 就该知道, 不要给魏家抹黑。 自己做出不知廉耻的事来, 到时不要怪魏家对你无情。 魏慈叔转头看见门前那辆马车纹丝不动, 但凡是有点羞耻心的人, 在被人这样含沙摄影地训过一遍过后, 就应该有点眼识, 尽快离开。 可马车和驾车的人, 看起来一点也没有要回避的样子。 于是, 魏慈叔光训魏清一个还不过瘾, 转身便走出大门口, 又去训断马车上的人, 道, 不知车架内是何萧小之辈, 白天不现真面目, 夜里却私会诱拐家宅女子, 如此大胆狂妄, 不自重, 还敢堂而皇之停在我家宅门前。 望阁下自重, 速速离去, 我便既往不救, 倘若再赖着不走, 就休怪我报官处理。 魏慈低着的脸上哪有半分委屈, 唇边的弧度似有似无, 蹭着地面的脚尖, 也是悠悠然地掉掉。 这位家人惯喜欢蹬鼻子上脸, 看吧, 他只要稍稍配合一下, 魏慈淑就能一脚蹬到天上去。 也不怪他不识得大嘟嘟的车架, 这不是阴景平日里出行所成的那辆马车, 而是换了另外一辆, 锦衣卫的锦衣也换成了长服, 颇为低调。 释放在阴景身边的都不是固定的锦衣卫, 魏慈淑认得出来才怪。 结果, 魏慈淑画音一落, 一只手不计不许地把窗帘扶开, 落影若现地露出里面阴景的轮廓来。 他一时身着长服, 黑沙官冒下的一张脸, 在朦胧灯火下, 温宁清润如玉一般。 那神色不卑不喜, 却令人望而生畏。 魏慈淑见之, 顿时所有的底气都泄了去, 额上冒出冷汗, 吓得险些跪下, 当即攻身做身衣, 请罪倒, 不知大嘟嘟驾临, 有失远迎。 下官言行有失, 请大嘟嘟恕罪。 一个人从义愤填膺, 到卑躬屈膝, 只需要短短一瞬间的时间。 那是因为, 魏慈淑面对的那个人, 有权有势, 他还远不能及。 他那副嘴脸, 变换之快, 真是让魏清叹为观止。 殷景道, 本都私会家宅女子, 胆大狂妄, 魏大人还要去报官吗? 魏慈淑后悔莫及, 腰都快弯断了, 头也快垂到地上去了。 汉层层道, 下官不敢, 下官不知是大都督, 冒犯大都督, 实在自残行贿。 殷景看都没看魏慈淑一眼, 清闲道, 首府如此谨慎的一个人, 怎会容许身边的人粗心大意, 口无遮拦, 他却破格提拔了魏大人这般的, 魏大人知道是为何。 魏慈淑不是没疑惑过, 首府在提拔他之前, 与他根本没有交集, 首府为何不提拔别人, 却偏提拔了他。 魏慈淑心里提了提, 谨声道, 请大都督明示。 殷景眼神略过魏慈淑, 落在魏家诸红大门后的魏慈身上, 嗓音清淡如水道, 他若是在魏大人手上有个什么, 魏大人的高官厚禄, 富贵荣华, 可能就要到头了。 魏慈淑被震在原地, 动也不敢多动, 直到魏慈出门来上了殷景的马车 缓缓远去了, 他方才回过神来。 他慢慢直起身, 看着马车的车影一息驶出了横道, 心里一片战梁。 首府提拔他, 是因为魏慈。 他知道魏慈救过首府, 首府带他也特别, 但是魏慈淑没有想到, 魏慈对首府竟这么重要。 魏慈淑对自己今晚的心直口快, 万分懊恼后悔, 他尾时不该一看见魏慈出门就一味地发泄怒火, 结果现在怒火没发泄完, 反倒把大嘟嘟给得罪了。 魏慈上了马车, 淡定地在殷景身边坐下, 马车较以往的窄, 两人挨得近了些。 不过他和殷景一样, 丝毫不受魏慈淑的影响, 仿佛方才魏慈淑的出现, 只是一只跳蚤, 上窜下跳了几下。 马车出向道口左转时, 魏慈受外力往殷景身边亲了亲。 殷景侧头看了魏慈一眼, 再看了魏慈一眼, 然后声音有些低沉, 萦绕耳边, 道, 精心打扮过了。 魏慈, 问得如此直白, 都不用考虑一下别人的少女心吗? 别人精心打扮一番, 是希望你夸他好看的, 而不是希望你一句话拆穿他的。 还好还好, 魏慈自以为他是没有少女心的, 所以殷景差人的话, 听来也没有什么杀伤力。 他就说吧, 大都督专攻于打打杀杀, 你还指望他懂什么风华雪月? 所以, 一蓝就让他一身年裙出来不好吗? 不然还以为大都督会欣赏不成。 魏慈十分坦然地捋了捋自己的裙脚, 那柔软的裙脚似乎贴在了殷景的衣脚上了, 他又往自己这边牵了牵, 若无其事地笑说道, 今日我家丫鬟做妖, 让殷嘟嘟笑话了。 天寒地冻, 冷夜漫长, 这个时候街上已经十分冷清, 丝毫不去春夏时候的夜市热闹, 只不过魏慈也没机会在春夏时节来逛过这里的夜市。 街上指灵星有些许行人, 两边的灯火在寒风中破碎摇曳。 魏慈不太能相信, 道, 这正街尚且如此冷季, 果完夜市还能热闹得起来吗? 殷景道, 买卖不同, 无法相提并论。 很快他就能亲眼看到了, 对此魏慈还是满怀期待。 马车在正街行驶过一段距离过后, 便拐进了巷子里, 往偏僻的地方行进。 魏慈还记得, 上回那个因他的小丝便是往着巷弄里引路的。 他还特意了起帘子往外看了看, 隐约可变出上回与徐家那些人打架斗殴的地方, 比石阴景就是在那条分叉出来的巷子幽处找到他的。 眼下天黑, 只隐隐见的轮廓, 从墙头伸展出来的树影像一颗悬浮的黑球。 巷子里比街上还僻静, 听得车折的声音, 因为航道十分幼窄, 在两边墙壁上回响得颇位形而。 魏慈也不知在后巷里行驶了多久, 前面的道路才慢慢宽敞了起来, 但依旧不见半个行人。 再往前走了一阵, 魏慈便发现路上开始不止有他们这一辆马车, 还有零零散散的马车从各个航道街口汇聚而来, 到最后一路走下去, 竟有种车水马龙的感觉。 且每辆马车连幕都遮得紧紧的, 不会有人探出头, 车夫只管驾好自家的车马, 整条路上均是沉默寡言, 唯有马蹄和车折声不停地回响着。 魏慈大概明白了, 像他一样想来淘东西的人, 不止一个两个。 而这古玩市之所以开在晚上, 大概也与买卖的货品有关。 这里有相当一部分东西应该是不能正大光明交易的, 所以要定在晚上做交易, 不然哪有这么多古董来交易? 并且晚上光线暗, 实货地采买, 不实货地便不买。 到了特定的地方, 马车缓缓停了下来。 魏慈随殷警下了马车, 发现前方只有一盏微弱的灯悬挂在高高的竹竿上, 四在给这些马车引路。 后面还有许多马车, 守规矩地整齐停了一路。 他们能看清脚下的路就不错了, 哪还能看清彼此的模样? 到这里来的都是买物件的, 根本不在乎谁是谁。 因而魏慈和殷警也如寻常一般, 毫无压力地混在人堆里, 进了谷玩夜市。 这夜市里分两部分进行, 前一部分是黑市, 沿街的古董铺子是不开门做生意的, 他们把要走的货搬出来, 放在街两边, 接上每隔十丈才有一盏灯, 因而光线十分暗, 看不太清对方的脸, 想买物件的只有靠感官触觉来判定, 免得买家和卖家都惹上麻烦。 后一部分才是民事, 到时候街上灯火全亮, 铺子里也敞亮着开门做生意。 但是铺子里的东西都有真有假, 有优有裂, 这些人多半还是冲了黑市裂起来的。 魏清紧跟着殷井在人潮里走走停停, 到了那摆着物件的地方, 遇到觉得新奇的轮廓, 他也用手去摸一摸。 结果正好殷井也去摸一摸, 魏清东西没摸出好坏, 却摸到了殷井的手。 动作顿了顿, 继而魏清先放开, 十分坦荡, 没有一丝尴尬。 之前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魏清都抱过他, 亲过他, 眼下光是摸一摸手怎么了, 又不是没摸过。 魏清问殷井, 你想找见什么样的做受理? 殷井似回答了一句。 可是这黑市中, 有不少卖主与买家的交谈声, 殷井耳利好能听见魏清的话, 但他比他高处许多, 魏清却不容易听到他说的话。 因而魏清仰头看他, 很明显没听清。 殷井垂眸看他一眼, 而后低下头, 靠近他耳边道, 一会儿明示开了, 你随便选选。 黑市上的东西, 多来路不正, 有风险。 魏清好笑道, 是不是这里还有可能 有宫里偷运出来的东西? 这要是买到宫里偷运出来的, 回头再拿去献给皇帝, 那就尴尬了。 所以眼下魏清跟他走走逛逛, 先看个新鲜。 魏清问, 我的古董铺子在哪里? 殷井随手指了指前面, 两人便缓慢地顺着人潮, 继续往前走。 魏清一边四下观望, 想起了个事, 便一边随口与殷井闲聊道, 你打算何时把我的信还给我? 看也看了, 却拿走了不还, 有点过分了呀。 殷井清闲道, 一般我要拿的东西, 没有还的。 魏清道, 那只是普通的家信, 有何重要的情报, 值得你接我的信的? 我不过是想找回我的家人, 还有向一母问声安好, 这也爱着你了。 魏清抬眼看他, 刚好走到石杖处的一盏灯下面, 他侧影非常柔和, 身上又夹杂着一种寒霜一样的清冷。 且看他一副心安理得, 问心无愧的样子, 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随魏清停下脚, 跟他心平气和地讲道理, 只要我没妨碍谁, 危害谁, 与谁通书信, 书信的内容是什么, 这完全是我的自由和隐私, 人权你懂不懂。 殷都督, 良心你没有就算了, 但羞耻心是个好东西, 你得有啊, 偷窥别人隐私, 你不感到羞耻吗? 殷井一丝动容都没有, 道, 是首府先看的, 你怎么不去骂他? 就凭他这毫不知错的态度, 哪有什么羞耻心。 魏清抽着嘴角道, 我看你俩都是吃饱了撑的, 首府看了好歹要还, 殷都督看了怎么不还? 性在哪儿, 到底还不还了? 话音一落, 还不带殷井回答, 怎想这时黑市上突然出现了骚动。 前面好像多个买家看中了一样东西, 于是开始拍卖, 出价高者得。 于是周遭的人纷纷涌过去看热闹, 想瞧瞧究竟是什么样的宝贝。 魏清站在灯火下猝不及防, 遭后面拥上来的人往前挤。 眼看着和殷井快挤散了, 殷井伸手去拉她, 她一时朝殷井伸手。 殷井牵住了她的手, 一收手臂就将她拉了回来。 灯火下行人颇有些拥挤, 不断推丧着魏清。 殷井拉她回来的力道甚大, 她本就快贴着她, 这人朝一挤, 就毫无间隙地把她挤到殷井怀中。 挂着灯笼的竹竿轻轻晃动, 殷井站在旁边如山一般窥然不动, 任魏清靠着她。 周遭熙熙攘攘, 魏清头靠在了她的胸膛上, 嘴唇仿若触到了她整齐的衣巾。 那股只有她身上才有的冷檀香, 冷不防钻进她鼻子里, 让人觉得安宁。 魏清忽觉眉心有些凉, 不由抬起头来看, 却见是一小片一小片的雪白, 细细舒舒地从漆黑的夜空里飘落下来, 被细微的灯火映得暖黄暖黄的。 落了几片在阴景的肩上, 雪花在她深色的衣上, 极为晶莹剔透。 魏清伸手往她肩上浮去了落雪, 滴雨清晰道, 下雪了。 殷景垂着眼眸, 那不卑不喜的目光微微流转, 定定地落在她脸上。 片刻, 她低下头, 与她道, 信仪不在我手上, 我还不了你。 那信在哪儿? 魏清一殷景仰头, 额头堪堪抵着殷景的下巴。 她视线无端落在了她的喉结上, 随着她说话时发出低沉悦耳的颤鸣。 殷景逼着的眉梢斜飞入病, 她神色思量道, 这是隐私。 魏清, 果然不能对她抱什么期望。 随后拍卖结束了, 拥挤的人群才又散了开来。 再逛了一会儿, 黑市快要结束了, 从开始那头, 已经有人一盏盏地点亮了灯笼, 正朝结束的这头缓缓蔓延过来。 而两边的古董兔子也相继亮了灯, 开起门做生意。 殷景带着她走到一家古董铺子前, 抬脚走了进去。 先前的锦衣卫已经来打过了招呼, 此刻掌柜地见了二人, 忙上前见礼。 掌柜地说道, 听说东家要选东西, 这店里的东西东家尽可看看。 这古董铺里东西不少, 除了前面柜台上摆放出来的, 还有后面没有摆放出来的东西。 魏清从掌柜这里了解到, 这里的黑市并不是每天晚上都有, 每逢黑市一开, 古董铺子也会进一些东西。 魏清前前后后地观摩挑选时, 殷景便坐在铺子里窗前的一把椅子上, 掌柜的王脊上蒸了热茶, 殷景靠着椅背, 安静地看着铺子外面蒸落雪。 雪花顺着乌檐细细碎碎地飘下, 像是春日里飘飞的柳絮, 独独添了清寒。 若是没有魏清的提醒, 大带殷景也不会有这份闲心, 静坐下来听雪。 魏清的身影在灯火温黄的铺子里走来走去, 神而往殷景面前晃悠一下, 不觉匆匆, 却满是闲暇。 魏清手捧着一个古词花瓶, 侧头看着他问, 殷嘟嘟, 这个可好看。 殷景将视线从外面的落雪上收了回来, 先看了他一眼, 才看着他手上的那个花瓶, 道, 宫里还少这个。 魏清眯着眼, 似笑非笑道, 谁说我是给你们挑的, 一模喜花, 若是用这花瓶给他插花, 再好看不过。 殷景无语了一会儿, 道, 你还是先挑受礼比较好。 只是魏清来来回回看了几遍, 都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 这时, 店铺里的伙计从外面捧了件东西回来, 用筹布盖着的, 应该是今晚黑市的收获。 魏清揭开筹布一看, 只见那是一尊散发着温盈光泽的古玉佛。 外家说这古玉佛是从仙人墓葬里挖出来的, 历史悠久, 和皇宫扯不上关系, 掌柜的也仔细验过, 所言应当不虚。 魏清见这古玉佛保存得十分完好, 质地又温润, 雕刻还栩栩如生, 不由上了心。 很快, 他就让掌柜去找个合适的柔软的锦盒, 把这古玉佛精细地包起来。 阴景抬头看了, 随口一问, 决定好要这个了。 魏清点头, 眼神落在古玉佛上, 一边欣赏着一边道, 金义公主说, 皇上平日里, 除了忙碌正物, 就是喜好点书画, 最近又因为太后礼佛, 皇上偶尔也陪同太后会参务参务, 很是自得其乐。 眼下送这个, 头其所好。 可能是因为朝堂有首府和大都督两位重臣, 这皇帝才当得如此省心。 不知他是太与世无争, 还是身安制衡之道。 魏清道, 况且这玉佛看起来不普通, 够贵重, 也不是眼下宫里有的东西, 只要不是从皇上手里流出去的, 管他来路正不正。 若说他是皇上敬重的某个仙谷圣贤所有, 还能让皇上龙心大悦。 殷瑾看着他, 嗓音轻和道, 你这是欺君。 魏清回过头来, 道, 据说, 你知道什么是据说吗? 就是据别人所说。 要是说的不对, 那也是别人的错, 关我什么事。 殷瑾无语。 魏清又道, 公主说皇上有孝心, 要是送这古玉佛给他, 他转手拿去送给太后, 太后一定高兴。 太后一高兴, 他也就高兴了。 一次性让两位泰山人物感到愉快, 岂不一举两得。 这时, 掌柜地把合适尺寸大小的盒子拿来, 魏清拿锦布包着, 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 殷瑾说道, 若是公主知道你这么费心地为他考虑, 他应该感动一下。 魏清将锦盒闭上, 若无其事地不锦布慢道, 我有说这是帮静益选的吗? 皇上宠爱静益, 他送什么皇上都会高兴的, 静益追求的与殷都督追求的不一样, 所以这物件是替殷都督准备的。 以前每逢皇帝过寿, 还不至于让殷瑾费心琢磨, 受理应是下属官员帮忙准备的。 所以他才让魏清随便选选。 可是他却放在心上, 一进门就来来回回地看, 殷瑾以为他是在帮静益公主选, 却没想到是在帮自己选, 还连圣意都帮他喘慕好了。 苏玉也不是会在这种事上费心的人, 可今年殷瑾若是如此用心, 他估计得吃上一惊。 殷瑾看着魏清把盒子捧到他面前, 低道, 那你又替公主选什么? 魏清挑起唇角笑笑, 道, 静益要的是兴棋和孝心。 他眼神落在殷瑾所坐的这把椅子上, 我看这座椅就不错。 原来魏清从一进兔子就注意到这椅子了, 替静益选的那份他早就有了主意。 殷瑾坐的也不是把普通的椅子, 而是一把金丝楠木椅, 非常漂亮阔气。 可在漂亮阔气的东西, 到了宫里都不足为奇。 魏清把掌柜的叫来, 道, 这椅子不符合人工体学, 掌柜的问, 怎么改? 魏清想了想, 拿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图形, 把椅背的弧度进行调整, 还加上一些按摩的木珠子。 这样的话, 人坐上去还能按摩穴位, 最是适合皇帝这种久坐且日理万机的老大, 闲时坐下来放松放松。 魏清把图纸给阴景看了看, 道, 这样就比较有孝心了, 阴都督觉得呢? 到时还得劳烦阴都督包把改良后的椅子送去给公主。 魏清逛了这么久, 又说了这么多, 渴了。 掌柜的这才想起, 给他也添了盏味满的热茶。 可是热茶太烫, 魏清随手拿过阴景手边凉确的半盏冷茶, 就往自己茶杯里冲。 一冷一热, 冲成可以入口的温茶, 魏清问, 你还喝吗? 不喝我全喝了。 阴景往自己茶杯边扣了两下, 魏清便还了他半盏温的, 剩下的自己一饮而尽。 从古董兔子里出来的时候, 夜已经深了, 外面下过细细落落的雪, 地面湿润润的。 空气冷得仿佛夹杂着冰茶子。 魏清喝着白气, 和阴景一起朝马车走去。 他又问起了这个问题, 阴都督, 我的嫁妆, 你想什么时候还我? 阴景看着前面浓稠的夜色, 还是一样地回答, 着急嫁人了吗? 魏清摸摸冻僵的鼻子, 道, 莫不是要等到我嫁人, 你才肯还我? 若是我一辈子不嫁, 你岂不是一辈子都不还? 不是说你爹渣吗? 那我先替你保管着。 他说这话时, 还真是一点不要疼, 脚下咸精性不斑地走着, 铺子还照常经营。 按理说, 有大都督给他做后台, 那肯定硬的不能再硬, 他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 经营他娘留下来的遗产。 可是这家伙给他做后台的同时, 就要紧紧管着他的铺子, 是觉得他未成年会乱来吗? 魏清道, 那我缺钱, 花怎么办? 阴景看了看他, 上次菜帧给你的黄金, 你花完了? 魏清。 阴景, 还有明妃娘娘给你的赏赐 也败光了。 魏清。 阴景辞合道, 若是都花完了, 就来问我要。 你衣服不在京城, 我替他照顾你一二也是应该。 说白了, 就是捏着他的嫁妆不放了是吧? 还说得这么好听, 以前魏清怎么不知道 他如此爱管他的闲事呢? 魏清磨了磨牙, 捏着眼微微笑道, 我在城郊还有个山庄呢? 附近的甜土都是我的, 我打算空闲的时候 拿那山庄来另做点营生, 要不大嘟嘟跟我合伙做生意啊? 阴景随意道, 再说吧, 年下不是很得空。 上马车时, 魏清直截了当道, 单单这几个月的盈利 给阴都嘟做报酬也应该够了, 以后可是阴都嘟主动要管的, 我是不会承认给你一分钱的, 铺子所有盈利全都是我的。 要是以后仗对不上, 我就…… 就怎么…… 魏清和阴景并肩坐在马车上, 他捋了捋裙脚, 悠悠道, 要你肉肠, 你有本事试试。 不行, 大嘟嘟根本唬不住, 要是大嘟嘟不配合, 他也确实没那个本事。 阴景把魏清送到了魏府大门前, 马车没有先行离开, 如来十一般, 静静地停在那里。 阴景身形未动, 在黑暗中透过窗帘细小的缝隙, 似在看着魏清紧裹着披风走上台阶, 进门去。 魏清走到大门前, 脚下停了停, 意识回头来看。 只是车帘挡着, 他看不见阴景, 便以为阴景也看不见他似的。 如此, 他觉得自己回头看了一眼, 不爱着谁, 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影响。 匆匆一眼, 魏清便进了魏府流的小门, 那群角自朱红的门槛轻轻拂过, 飘渺如烟。 等小门紧紧关上以后, 阴景才让锦衣卫掉头回去。 魏清冒着凛冽寒风, 一路小跑着回封小院, 没想到房间里还给他留了盏灯。 一兰趴在桌上睡着了, 听到开门声, 他揉了揉眼, 看见魏清从外面进来, 支起身体, 睡意朦胧道, 二小姐回来了, 今晚玩得高兴吗? 魏清下了马车跑回来时, 冷得瑟瑟发抖, 吸了吸洞出来的鼻涕, 悠悠道, 你说呢? 一兰忙起身, 单笑, 呵呵呵, 今晚好像下了点小雪哈, 奴婢这就去打热水给二小姐洗漱。 殷景独自一人, 习惯留在胃场, 大都督府内经常控制着。 从外面回来, 一身夜寒, 殷景身后跟着两名今夜随行的便衣锦衣卫。 锦衣卫带有煞气地问, 今晚那位词书狗胆包天辱骂大都督, 要如何处置? 殷景步履沉稳, 进屋时, 屋里的灯火将他的修长身形映照得一半在明一半在暗。 他随手解了树袖的护腕, 语气温淡, 首府养着这条狗, 随处可见破绽。 留着他, 以后迟早的坏事。 锦衣卫, 那属下去做了他。 殷景在门前止步, 侧身看了锦衣卫一眼, 坏的是首府的事, 做他做神。 哦, 锦衣卫明白了, 意思就是留着他呗。 进屋后, 锦衣卫打来清水, 给他洗脸禁手。 只是刚把水放下, 锦衣卫准备退下去时, 不经意抬头往殷景看了一眼, 煞时便一脸凝重之色, 道, 大都督受伤了。 今晚半个刺客都没有, 哪来的受伤? 锦衣卫指着自己的胸口, 沉声道, 大嘟嘟这里有血色。 殷景站在洗脸架前, 棚盆里的清水正映照着他的影子。 他看见自己的衣巾上, 确实有珠红颜色, 只不过不是血, 刚好印在他胶叠的白色综艺边上。 殷景抬手去摸了摸, 默然想起在街上拥挤时, 他拉了魏清一把, 魏清被挤到他怀中, 唇似乎正贴在了他这个地方。 殷景一向温善如水的暮色, 像是呼吁激流漩涡一般, 一圈一圈往下沉, 他手指在唇红上停顿片刻, 恢复如常,淡淡道, 不是血。 锦益卫多嘴一问, 那是什么? 殷景语气不变, 闲话家常一般, 却让锦益卫听得头皮一码, 怎么,你感到很好奇吗? 锦益卫连忙攻声道不敢, 随之退了出去。 第二日,魏慈淑专门着人到封小院来传话, 让魏清去善厅用早饭。 昨晚虽飘了点雪, 可落雪没激起来, 早晨一推开窗, 一股湿寒之气便迎面熄来。 院子里也一英是凄几凉凉的, 感觉比大雪天还要冷些。 魏清穿了厚厚的棉裙, 洗漱过后带着衣篮前往善厅。 魏慈淑和老夫人坐在一桌上手, 魏清照常上前请安。 老夫人慈祥地点点头, 道,来了就快坐下吧。 魏慈淑脸色复杂, 他既对魏清憋着一股火气, 又想着昨晚阴景说的话, 不能再轻易发作。 但魏慈淑还是忍不住问, 魏清,你昨晚怎么不说马车里的是大都督? 魏清抬起头, 看向魏慈淑道, 爹不是没问吗? 魏慈淑肝火更甚, 道,我没问, 你也应该主动说。 魏清道, 爹一来就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 我也没机会说呀。 桌边围着的人都到齐了, 而魏穷居和魏穷九都已经知道 昨晚魏清偷偷出门的事了。 魏子龟还在祠堂里跪着, 眼下见魏慈淑非常火大, 正是转移矛盾的时候, 有伤风化, 就算爹着骂二妹也是应该的。 无论如何, 二妹都应该详细告知, 更何况来的还是大都督。 你这样什么都不说, 不是陷地狱不易吗? 魏清笑了笑, 温和道, 大姐姐无忧心, 昨晚一路上我都向大都督解释过了, 大都督狂宏大量, 不会为难爹的。 倘若魏慈淑淑是骂殷景几句, 殷景就要杀了或是怎样, 那一点也不符合殷景的作风。 殷景又不是个忍不了骂的, 外面骂他的人那么多, 怎不见他去一个个杀了? 况且杀了一个魏慈淑, 对他没有用处的事, 他会做吗? 对于他来说, 魏慈淑一点不难缠, 想收拾起来易如反掌, 越是这样才, 越要继续留他在首府手上。 这根本用不着魏清去劝嘛, 就算他要劝也是, 劝殷景尽早把魏慈淑弄了呀。 不过这话魏慈淑听来, 却是稍稍放了放心。 魏清停顿了一下, 又道, 倒是子归弟弟, 在书院里做出那等事, 让爹颜面扫地, 不知大姐姐可能去向那几位大人解释解释。 魏慈淑才准备降下去的心火, 蹭得又提了上来。 魏穷居咬了咬唇, 不再作声。 后魏慈淑又对魏清道, 之前就提醒过你, 往后少与大都督来往。 如若首府提拔他真是因为魏清, 那他万不能让魏清还与大都督纠缠不清。 魏清道, 爹的教会我谨记于心, 只是大都督亲自来找, 我可以不去吗? 这话倒把魏慈淑给问倒了。 大都督来找, 根本没有他拒绝的余地。 魏穷九低着头吃早饭, 无法强留着脸上天真无邪的笑。 他脸上乌云密布, 眼神十分灰暗。 魏清, 居然还在与大都督来往, 还深夜与他出行。 魏穷九怎能不嫉妒呢? 他都快嫉妒地疯了。 早饭后, 从善厅里出来, 魏穷九匆匆追上魏清, 甜甜道, 二姐。 魏清挑了挑眉, 回头看他。 魏穷九走到跟前, 吹头说道, 二姐, 我知道上回避暑山庄的事, 使得大都督很不愉快, 我想亲自给他赔罪道歉。 二姐, 可以帮我吗? 不等魏清回答, 魏穷九已经楚楚可怜地拉着他的袖脚, 眼神里满是愧疚期待之色, 蓄着一层薄薄的水雾, 不然, 不然我心里一直管。 若是大都督能够谅解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魏清手指戳着眉心, 一副相当为难的样子, 我倒是想帮你, 可大都督不是想请就能请得来的。 大都督对二姐这么好, 二姐一定请得来的。 魏穷九道, 到时候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二姐的。 魏清一脸被他感动的神色, 和善道, 既然三妹这么想向大都督赔罪, 我应该尽力帮忙的。 魏穷九见魏清答应了, 满是欢喜地辞别。 依兰瞅着魏穷九离开的背影, 怎么那么看不顺眼呢? 她道, 二小姐, 三小姐明显是利用二小姐想见大都督啊, 在山庄的时候她不是还主动凑上去过吗? 二小姐怎么轻易答应她了? 她对大都督绝对心思不单纯。 魏清道, 求着赶着作死, 我能怎么办, 当然是成全她呀。 她妈撒着下巴撕存, 就是不知道殷都督最近有没有这个闲心。 依兰, 亏她还担心魏穷九想抢大都督来着, 现在看来完全是瞎操心啊。 皇帝寿臣快到了, 到时候宫里会有一场隆重的宫宴。 早在一两个月前, 宫里便已经开始筹备了。 只不过给皇帝送什么贺礼, 首府和大都督两位大佬不怎么在意, 但是文武百官们却是绞尽脑汁。 两位大佬已经未及人臣, 完全不需要再讨好皇帝, 可其他官员们却不得不讨好啊。 若是自己送的贺礼出气不易, 能让皇帝多看两眼, 说明就记着了, 以后万一有提拔的机会呢? 魏慈书身为二品尚书, 也不得不琢磨起这件事。 他当然想在皇帝面前讨个好彩头。 他与老夫人一合计, 于是就将魏卿叫来。 老夫人亲切地与魏卿道, 亲丫头,皇上快过瘦了, 你看你爹该送什么贺礼比较妥当。 魏卿应道, 这是朝廷里的事, 我又如何能知道呢? 老夫人道, 今日叫你来, 也就是就这事跟你商量一下。 魏卿俯着裙脚笑道, 祖母和爹太太就我了。 亲丫头, 你娘留下的不是有个古董铺吗? 要不去铺子里给你爹选一样好的用来做贺礼。 魏卿爽快道, 这个没问题啊, 敢问爹和祖母想选一样什么价位的。 老夫人和魏慈叔面色齐齐卡了卡。 老夫人端着词想, 道, 你是魏家的女儿, 你爹献礼一荣俱荣, 你还要与你爹算, 价钱不成。 魏卿道, 别说祖母和爹了, 现在就算我自己去选东西, 也应是要记在账上的。 铺子在大嘟嘟那里, 他不还我也没办法。 但是大嘟嘟说明能给爹打个八折。 魏慈叔怒不可遏, 却又不得不控制着怒火, 冷冷服袖道理一句, 那可是我魏家的财产, 大嘟嘟凭什么霸着不放? 可生气归生气, 魏慈叔又不敢去找阴景理论。 魏卿深表赞同, 道, 哎, 我哪里知道大嘟嘟是这样一个人呢? 最后魏慈叔想不花一文钱, 就在古董铺子里拿一样宝贝来, 借花献佛的美好想法, 只能套汤了。 他只能从下属官员那里打听打听, 毕竟平时下属官员想送礼的确实不少。 过了几日, 古董铺按照魏慈的要求, 把改良过后的金丝男木椅送到了殷景那里。 殷景这两个锦衣卫来在魏慈过去, 看看是否符合他的设想, 若是没有问题, 他便送去宫礼交给静一公主。 魏慈进了卫厂熟悉得很, 直接就去网上回殷景办公的地方。 只是锦衣卫及时到, 二小姐, 眼下大都督没在那边, 他在房东休息。 魏慈愣了愣, 抬头看天色。 这才刚过中午, 晴天白日的, 又不是惹人犯困的春夏之际, 他还在休息。 锦衣卫道, 近来大都督因为朝中是有些繁忙, 年下各边防军务都需要大都督处理, 首府还尽给大都督使绊子。 大都督昨晚忙了大半宿, 今天上午一上午也不得闲, 这会儿才去市中休息片刻。 魏慈道, 那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锦衣卫道, 大都督有令, 二小姐来后便去见他, 不然一会儿又要忙起来, 不得空闲了。 原来殷景这么忙, 那他先前还有时间和他一起去逛古玩夜市。 锦衣卫退下后, 魏慈站在房门前, 片刻才轻轻推门走进去。 房里的清冷程度, 还和上次一样, 摆设一览无余。 窗户外的天光雪白, 香炉内的焚香鸟鸟。 殷鞋靠在床榻上, 合着双眼。 他胸眉如风, 眼阔狭长, 微微往下弯着弧度, 风神俊朗的脸上一片宁静祥和之色。 尽管魏慈动作非常轻, 可他一进来, 殷景还是醒了。 他抬手捏了捏鼻梁, 眉间神色少许心松。 魏慈道, 听说殷都督最近很忙。 殷景嗓音有些沙哑, 却迷人至极, 首府不消停, 想着怎么消我。 魏慈若无其事地问道, 是削殷都督的拳吧? 殷都督手里的拳那么多, 首府想学哪样? 大的他动不了, 自然是从边缘开始消。 殷景本不该与魏慈谈这些, 他道, 你想知道。 魏慈自以为, 就算他知道与否, 也不会影响到殷景和苏玉这两人, 但是却有助于他了解朝中的形势。 魏慈淡淡道, 再怎么是边缘化的权利, 看似无用, 实则有用。 首府想学的, 应当是殷都督手上的东厂内侍权吧。 锦衣卫在后宫行走不便, 但东厂太监掌握后宫消息就很灵通了。 殷景当家常一样与他闲聊道, 年下了, 皇上只想安心过个好年, 宫里事情也多, 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 皇上虽动心, 也只能压到年后去。 借这次皇上受臣, 殷景可以笼络一下圣心, 就算不使皇上动摇, 也要让皇上不好意思。 那么之前, 魏慈替他选的受理正好就选到了点子上。 魏慈道, 殷都督若事情多, 给静义公主调的受理, 我可以自己送进宫去。 殷景不疾不徐地从踏肩起身坐着, 睁开双眼时, 眸中温宁如初, 叫两个锦衣卫送去即可, 这是无需我费心。 叫你来是来看看, 那椅子有无差错。 魏慈点头, 见他准备离踏, 道, 不用多休息一会儿吗? 殷景全无在休息之意, 道, 随我去看看, 没问题就让锦衣卫送你回去, 椅子天黑前会送到静义公主那里。 魏慈呼道, 若是殷都督还觉得乏, 可以再躺一躺, 我帮你舒缓驱乏。 殷景又心安理得地躺了回去。 魏慈脸了脸裙脚, 在他床榻边坐下, 手往床盘拍了拍, 道, 头一过来一些。 殷景便往他这边移了移, 只是还不带魏慈动手帮他揉, 忽而正愣了一下, 殷景合着自然而然地往他的腿上枕来。 魏慈一时反应不及, 下意识地往上抬了抬手臂, 结果就使得殷景顺利地枕在了他的腿上。 看着腿上的这个人, 魏慈半晌没有动作。 窗下的光线往他身上淬了一层淡淡的白光。 他的头发散落在自己膝上, 从膝边垂泻下去。 殷景缓缓睁开了眼, 如佛陀慈悲而又望而生畏的一双眼, 刹那间仿若年轮一般缓缓转动, 越来越深, 仿佛要把他拽进他的大千世界里。 他可以像一幅画一样吸引人, 却极少有画师能够妙笔丹青描绘出他的神态。 魏慈低头与他对视, 然后缓缓伸手, 覆住了他的双眼。 他依稀感觉到, 他的睫毛在自己的手心里, 似乎动了一下。 魏慈嘴上笑道, 殷嘟嘟的这双眼睛勾魂射破得很, 所以还是闭上较好。 殷景的眼睛在他的掌心下, 又缓缓地合上去。 他手指轻缓得当地帮他揉着头部, 看着殷景双眉间, 轻松倦怠之意渐渐消散, 心里莫名地宁静。 殷景忽然出声, 嗓衣里非常难得地透着两分慵懒, 伟殷若有落无地上挑着, 无视献殷勤, 有求于我。 魏慈似笑非笑道, 我若说只是回报殷嘟嘟之前诸多造福之恩, 殷嘟嘟信吗? 不太信。 魏慈眯了你一眼, 道, 那确实是有一件事, 只不过不是求你, 只是通知你, 我那三昧想念殷嘟的锦, 想找机会, 就山庄里的是向殷嘟嘟赔罪, 却或不去, 随你。 殷景闲话家常道, 要赔罪, 你可以把他带到魏厂里来, 让锦衣卫教教他, 怎么赔? 魏清玩耳道, 又有包人皮, 拆人骨的戏码。 那肯定不行啊, 吓都要吓死了。 不想片刻, 殷景竞应了他, 过两天有空的话。 魏清道, 殷嘟嘟繁忙就算了。 先前以为不过是戴维传个话, 可是现在觉得他若是手里事情忙, 那就完全不必要给魏穷酒什么赔罪的机会了,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给殷景按摩头部时, 魏清注意到他双眉阴气修长, 漆黑如墨, 极是好看, 就是不知道摸起来的手感如何。 魏清被自己的这一念头给吓到了, 顿时一开视线。 魏清啊魏清, 最近你可是越来越流氓了呀, 这样非常不好。 揉过以后, 殷景起身时, 看起来精神了些。 他整好了衣着, 纹丝不乱, 又整理好头发, 戴上官帽, 先去了办公的地方。 魏清知道他办公的地方在何处, 便去了趟茶房, 泡了一壶安神氧气的茶, 进去放在殷景桌边。 那金丝男木椅就放在他书桌前面的堂上, 光线一照进来落在椅身上, 只见上面的木纹流经一彩, 异常漂亮。 而新改的椅背和上面的木珠子, 都是用同样的材质完成的, 魏清围着他走了一圈, 意识找不到任何瑕疵。 魏清走到门口, 将房门掩了眼, 然后自己走回来, 往那金丝男木椅上一座。 抬头便见殷景正看着他, 魏清靠在椅背上, 道, 殷都督别这样看我, 我是在帮公主试试这椅子好不好用。 若是不好的东西, 能随便送给皇上吗? 他当然知道送给皇帝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做, 可皇帝要是做得不舒服, 那东西不是白送了呀? 所以他还是得先体验一把, 到底舒服还是不舒服。 殷景支着头, 不冷不热地问, 那你是出来了吗? 魏清舒服地摊在椅子上, 嘴上一本正经道, 已被回收的弧度刚好支撑了腰部, 木珠子也够圆润, 还可以像蒜珠一样转动, 达到按摩背上穴位的目的, 适合日理万机的九座大老板, 甚好甚好。 殷景说过两天, 结果又是很准确地过了两天, 两天后恰好是冬至, 皇帝心血来朝休朝一日, 而殷景的马车行驶到魏府门前时, 恰好又与另一辆马车狭路相逢。 苏玉慢条思理地从马车上下来, 抬头看见殷景, 比了李一脚, 微笑道, 大都督真是巧, 也来魏上书家做客。 魏慈叔哪想到这一天, 有贵客不期而至, 而且一来还来俩。 首府到来, 魏慈叔当然高兴, 可大都督也来了, 还在门口与首府碰得正着, 这就让魏慈叔的心境比较复杂了。 万一首府误会他立场不坚怎么办? 魏慈叔陪着小新到门口相迎, 这乡伊兰已经匆匆来向魏清禀报了, 二小姐, 大都督来了。 魏慈愣了愣, 抬头看伊兰, 今天冬至, 你说他来了? 这人手时就手得有点苛刻了呀, 是有强迫症吗? 况且, 当时他并没有一口答应下来, 照他的忙碌程度, 李英抽不出时间才是。 伊兰严肃地点点头, 道, 不仅大都督来了, 首府也来了。 二小姐还是准备一下, 出去见客吧。 奴婢看大小姐和三小姐那边, 真是准备得紧啊。 魏慈服了服额。 冬至天, 这两人不好好待在家, 还结伴到这里来凑热闹。 魏慈站在灵堪前, 黏着香点燃, 给他娘上了香, 随后才不紧不慢地出门去。 伊兰十分着急, 苦口婆心地劝道, 大小姐和三小姐经得可是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来打扮, 二小姐不打扮也就算了, 换身衣服总该可以的吧。 魏慈一想, 又舌身回来, 伊兰以为他想通了, 正准备高兴呢, 结果魏慈却连门也不出了。 伊兰问他为何, 魏慈悠悠道, 大都督和首府一起来, 有的是人欢迎, 我就不去瞎凑合了。 免得到时候场面难收拾, 都退给我。 伊兰觉得有点遗憾, 但也无话可说。 大都督今天来, 魏穷九铁定一门心思, 借着赔罪的理由想接近他, 伊兰多少也了解一点大都督, 多半魏穷九会吃不了兜着走。 还有魏穷居, 恨魏清得很, 免不得煽风点火。 所以这热闹虽然看不到, 但不去惹一身心也好。 这天冷得很, 小池里的水都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魏清好些天, 没管小池里的那只龟, 今日发现他已经不在小池里了, 于是顺着蛛丝马迹, 在旁边湿润的草丛泥沙里, 找到了内祸的踪迹。 他缩进壳里一动不动, 俨然冻僵了一般, 伊兰担心道, 他是不是死了呀? 前些日奴婢没能找到他, 还以为他又跑回隔壁那户去了呢? 魏清思存道, 大概是在冬眠吧。 魏清又把他放回了原位, 不去打扰。 彼时, 殷景和苏玉已经进了魏府大门。 魏穷居和魏穷酒慌忙间装扮好了才出来, 两人皆是面试粉带群、 刘香、 拼廷阿娜、 楚楚动人。 平日里水火不容的两个人, 今日倒十分和谐。 毕竟他俩各自喜欢的人互不干扰, 若这个时候还闹得不愉快, 就让大都督和首府见笑了。 两人眉目寒春地上前见礼。 首府和大都督在处理人事上面, 一向有很大的差别。 苏玉点头示意而过, 毫不识风度。 他脸上虽微微笑着, 却并不让人觉得可以随意好亲近。 尽管如此, 魏穷居还是脸颊粉透, 少女情动。 而殷景则像进自己家门一般, 面色寻常, 更无虚理会任何人, 尽职从魏穷居和魏穷酒身边走过, 进了正堂。 魏穷酒轻轻咬着唇, 垂着的眼睛眼睁睁看着, 那席垫青色的清冷衣角和一双沉稳的黑靴 从自己身旁走过, 他纵在无情, 魏穷酒还是对他念念不忘。 魏穷居对殷景还有很大的阴影, 维持着府里的姿势, 殷景走过时, 动也不敢多动一下。 魏慈叔额上隐隐有冷汗, 苏玉神色没有异常, 可魏慈叔揣夺不了他的心思, 遂斗胆问殷景, 不知大都督大驾光临, 所为何事? 这样一问, 意思就很明白了, 殷景是不请自来, 作坊的两把椅子上落座, 下人赶紧奉上茶。 苏玉碾着茶盖, 随手拨弄着里面的茶末, 挑眉道, 大都督进来俗世缠身, 应该是没空来魏尚书家里喝茶。 殷景与他闲话家常道, 今日休朝, 我偷得半日闲, 首府能来, 我不能来。 苏玉闻言笑了笑, 眯着眼道, 不知道魏尚书家里的汤圆 是不是又软又糯, 所以冒昧前来, 登门品尝。 魏慈叔一听, 连忙陪笑着硬承下来, 道, 首府肯赏脸, 是下官的荣幸。 他转头, 救命府里的下人, 立刻准备午膳, 当然少不了汤圆。 魏穷居和魏穷酒还在边上晾着, 魏慈叔心思一转, 便得人去把魏亲爷请过来。 可是下人空走一趟, 回来却禀报道, 二小姐说他身体不适, 不宜见客。 魏慈叔面色微沉, 郑玉再派人去请, 苏玉道, 不必了, 他不舒服就歇着吧, 这里人多嘈杂, 他来了可能会更不适。 之前魏穷酒被殷景无视, 魏穷居多少, 还有点幸灾乐祸。 可眼下他垂着的神色, 也好不到哪里去。 苏玉好不容易到魏家来一趟, 却还是关心着魏青。 以前魏慈叔明明是偏向他的, 可如今也跟着偏到魏青那边去了。 魏穷居心里非常不好受, 又不甘心就此离去。 若是能多看苏玉急眼也好啊。 殷景饮了口茶, 这时清闲道, 恐怕首府惦记的东西不软也不诺, 还很磕雅。 这不, 他俩一来, 魏青就避而不见, 躲得远远的了。 殷景放下茶盏时, 总算抬眼扫了一眼边上的魏穷酒, 魏穷酒顿时满脸通红, 神态不自觉流露出娇羞之色。 只听殷景道, 听说三小姐想就上次在避暑山庄 当着本都的面脱衣洗澡的事, 给本都赔罪。 前一刻, 魏穷酒还放心乱蹦, 哪想下一刻就直接被殷景的话 给打入了九天寒窖里, 脸上红韵褪去, 整个人冻得发白。 殷景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毫不留情地直接当场拆穿他。 上回落水回到魏家后, 魏穷酒为此还粉饰过, 说是他去山泉里洗澡时, 不知道大都督也在, 所以才犯下过错。 魏慈叔和老夫人都在清楚不过魏穷酒的心思, 可为了他的名声着想, 那件事就当成是意外, 谁都结果不提。 可没想到魏穷酒不死心, 还想要接近殷景, 竟用如此拙劣的借口, 这不等于把自己的脸洗干净了, 伸过去让别人打吗? 难不成他还指望殷景会因为他的女儿家名声, 而联系一二不成。 老夫人带着徐氏和梅姨娘过来见客时, 才走到正堂外, 恰好就听见了这话。 老夫人深吸了一口气, 而梅姨娘和魏穷酒的反应一样, 柔媚的脸上微微发白。 这阵子安分手挤的徐氏文言, 嘴角却是忍不住翘起来了, 不由瞥为眼眉姨娘, 意味分明,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东西, 在众目睽睽下丢人现眼, 也是火盖。 魏穷酒一眨眼, 眼烧就挂着晶莹欲滴的泪珠, 十分的隐隐动人。 只可惜殷景就不是个怜向西域的, 苏宇也只坐在一旁修守旁观, 谁会来怜悯她。 魏穷酒本以为, 今日能看见殷景, 在在饭桌间向她敬杯茶, 就算赔罪了。 她压根没有想到, 殷景才来一坐下, 就主动救世重提, 还是当着首辅的面, 言辞毫不避讳, 这要她以后怎么做人。 旁边的魏穷鞠露出身为长姐的关怀之色, 对魏穷酒道, 三妹, 快向大都督赔罪吧, 大都督宽宏大量, 不会与你计较的。 拿想殷景饮茶间, 又道, 你知道本都宽宏大量, 连不与她计较都替本都做好了决定, 要不这大都督你来当。 她身边的锦衣卫各个面无表情, 目露煞气。 魏穷鞠怎会料到, 她只不过随口劝了魏穷酒一句做做样子, 殷景却如此悔她。 上回差点被抹脖子的事, 又重新浮现在魏穷鞠的脑海, 她面露恐惧之色, 颤颤巍巍, 胆战心惊, 整个人摇摇欲坠。 堂上坐着的这尊大佛来者不善, 而另一尊又兴为盎然, 丝毫没有帮衬为家做主之意。 魏慈叔心下猛沉, 当即喝道, 还不跪下向大都督认错。 穷鞠之错。 殷景没叫她起来, 她便一直跪着。 她仰慕的人还在堂上坐着, 魏穷鞠觉得极为屈辱羞愤,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殷景道, 本都记性不好, 回京以后还没顾得上处理山庄里的事, 既然三小姐主动要求赔罪, 人人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本都若是不成全, 倒说过去。 她眼神依旧慈合, 看着魏穷酒, 三小姐打算怎么赔。 魏穷酒完全预料不到, 事态会如此发展, 已经不是她所能控制的。 她哆哆嗦嗦地蒸了一杯茶, 颤着脚步走上前去, 含泪道, 是穷酒不懂事, 一时糊涂才冒犯了大都督, 这杯茶向大都督赔罪, 请大都督饶个穷酒吧。 殷景不语, 只是不喜不怒地看着她, 那股无形之间的压迫感让她无比胆寒。 她终于颤颤巍巍地 在殷景脚边跪了下来。 殷景与魏慈说道, 魏尚书这女儿可得好好教一教, 脱衣服时脱得胆大妄为, 认错时却认得马马虎虎。 魏慈叔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却不敢发作, 唯有出声道, 是魏家教养之过, 以后下官定当严家管教。 今日他魏家的两个女儿接受辱, 等于魏慈叔也被打了脸, 一阵清一阵白, 火辣辣的。 老夫人捏诺着嘴角, 亦是一句话都说不出。 若不是平日里不检点, 岂会被如此当场羞辱? 再多做惩罚。 梅姨娘看着地上瑟瑟发抖, 泪眼模糊的女儿, 是心疼不已。 平时魏穷九很聪明, 也很懂得收敛, 梅姨娘当然知道她, 要不是喜欢大都督, 喜欢得入了魔, 又怎么会乱了分寸。 因而殷景起身离开时, 梅姨娘什么都不顾上了, 只想一心成全魏穷九, 驱腿就跪在了堂门口。 她低着头, 看着殷景的脚步, 在门槛边停了停, 梅姨娘缓了缓心神, 道, 大都督大人大量, 见切替小女谢大都督不杀之恩。 小女是一时糊涂, 可终究, 终究也让大都督看了身子, 失了敏捷。 梅姨娘朝殷景磕头道, 只要大都督肯收小女在身边, 做个丫鬟侍妾也好, 只要能为大都督端茶送水, 就算她赎罪。 求大都督成全。 为此书恼怒道, 你在胡说什么? 那一刻, 为穷九平住呼吸, 多希望殷景能够答应。 然, 殷景只停顿片刻, 低头倾听撞, 等梅姨娘把话说完, 然后便抬脚走了出去, 道, 本都也不是什么东西都会看。 为穷九终于有点绝望, 而无力地摊在地上。 等殷景走后, 苏玉便也扶着一脚起身, 对魏慈叔微笑道, 看来今日我来的不是时候, 魏大人这里的家事有点复杂, 应该亟待处理。 我就不打扰了。 魏慈叔毫无颜面, 道, 让首府见笑了, 下官一定严肃处理。 苏玉道, 魏大人不必自责, 家家有本难念的金。 随之魏慈叔这管家送苏玉出去。 苏玉走出正堂, 头也不回, 悠悠道, 不用了, 二小姐身体不适, 我先去看看。 两人走后, 堂上就剩下魏家这个烂摊子。 徐氏和梅姨娘连忙过去, 把自己的女儿搀扶起来。 两个女儿哭得梨花淡雨, 伤心欲绝。 魏慈叔闻那哭声, 明明此事因他们而起, 却还偏偏哭得跟受了莫大委屈似的, 实在压不下怒火, 走过来便往两个女儿脸上 一人扇了一把掌。 魏慈叔扭曲着脸, 怒急喝道, 就知道哭。 你们有什么脸哭? 魏穷鞠和魏穷酒只能捂着脸, 无声泪流。 殷景走出花厅过后, 身边锦衣卫随便叫住了一个魏家的下人, 问, 你们二小姐的住处在哪里? 下人诚惶惶惶惶地指了路, 殷景便抬脚往花园那边的封小院走去。 没走几步, 苏玉便追了上来, 也是要去封小院的。 殷景见了她也不奇怪, 道, 首府不留在魏尚书那里品尝又甜又糯的汤圆了吗? 透过萧索枯枝照下来的日光, 苍白又微弱, 只能在地上投下浅浅的影子。 苏玉玩耳道, 还是大嘟嘟了解我, 我喜欢的姬不软也不糯, 还很磕呀。 依然闲不住, 本来是偷偷出来打探, 看看前任厅堂那边的情况如何的。 两位魏家小姐的下场, 她是见着了, 可是还来不及痛快, 就见了殷景和苏玉打算双双往封小院去。 依然想也不想, 扭头就先一步风风火火地往回跑, 进门神情惊悚地对魏青道, 奴婢好像看见大嘟嘟和首府一起过来了。 魏青一听, 脸就黑了下来, 一点也不感到满意和高兴, 道, 前任里不是有魏穷居和魏穷馋缠着吗? 怎么还能到我这里来? 依然急道, 说是要来看谈二小姐, 两人表情如何? 依然想了想, 道, 相当的风平浪静。 风平浪静? 魏青抖着眉道, 表面风平浪静罢了, 说不定内心里早就问候了对方祖宗, 还盘算着怎么干掉对方。 魏青转身蹬了鞋子, 就往床榻间滚去, 一边拉被子一边躺下, 还不忘伤神的吐槽, 魏穷居和魏穷九不是对他俩私之如狂吗? 怎么这点残忍的本事都没有, 真是不中用。 依然瞪着眼站在床边, 与魏青面面相去。 依然咋舌道, 二小姐好像很怕他们。 依然是害怕那两位大人乱上添乱, 回头魏穷居和魏穷九不得把火气转移到魏青身上吗? 要是他觉得自己一个丫鬟慌慌张张的还情有可原, 可是魏青完全没道理这么怂啊。 魏青闻言, 唬着脸道, 笑话, 我为什么要怕他们? 我不是身体不是非剑客吗? 你去抱回绝了。 可身体不是, 不也只是之前魏大人派人来寝食, 二小姐随便找的一个借口吗? 哎, 说他怕就怕吧, 反正就是经验之谈。 这两人, 魏青觉得一次只应付一个就行了呀, 像上次在酒楼里那样一次见了俩, 是要出事情的。 魏青闭上眼, 心平气和的装睡。 归会儿, 门外就传来依然静置静泽的声音。 大都督和首府大人来得真不巧, 我叫二小姐说他身体不是不宜剑客。 魏青深吸一口气, 还没来得及吐出呢, 紧接着依然就无嘴惊叫一声, 又道, 爬出来了。 魏青眉头跟着跳了跳。 许事之前他打扰到乌龟冬眠了, 今天天气比较前两天还算暖和一点, 所以乌龟中途醒了。 眼下他正从草丛里爬出来, 缓慢地匍匐在洒满东洋的小径上, 离英锦和苏玉的脚就直尺的距离。 依然叫道, 大都督首府大人脚下留情啊, 那可是二小姐养的龟。 魏青再待不住, 一把掀开亲背就起身, 连鞋都来不及穿, 单踩着白色罗袜下床, 快速走到门边之下, 就利索地打开房门。 刹那间他脸上的表情也跟着英转情, 笑得无懈可击。 哎呀, 两位栋梁怎么到这里来了, 是魏尚书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吗? 彼时, 英锦正好抬着一只脚悬在了乌龟的正上方, 魏青深刻地觉得, 他要是再慢一步, 英锦肯定就踩下去了。 而英锦这时, 才低头往地上的龟看去, 像是刚发现一般, 道, 原来还有一只龟。 大驼又显眼地爬在地上, 大嘟嘟你瞎吗? 苏玉笑得满面春风道, 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说好的不一见客, 怎么出来了? 魏青黑着脸走出屋檐下, 顿时整个人呈现在阳光下, 周身四蒙了一层洁白的白沙一般。 他踩着罗袜走在石板路上, 那双脚十分玲珑小巧。 英锦弯身, 把乌龟捡起来。 乌龟已经缩进了龟壳里。 魏青意识笑得和善道, 再不舒服也得出来呀, 不然这龟不得报销呢? 苏玉对屋门前的依兰吩咐道, 将你二小姐的鞋拎出来。 依兰忙, 转身进去拿鞋了。 这时魏青走到英锦面前, 伸手就想把龟夺过来。 不想英锦随意仰手, 就轻易地让魏青够不着。 英锦视线落在她的罗袜上, 道, 把鞋穿好了再说。 依兰将魏青的鞋摆在脚下, 魏青便若无其事地 抬脚伸了进去, 脚趾还在鞋面里钻了几下。 依兰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却又一时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 后来她灵光一现, 一拍大腿, 卧槽, 二小姐竟然当着两个男子的面穿鞋, 这成何体统? 难怪依兰觉得不对, 魏青穿鞋时, 大嘟嘟和首辅可都看着她的脚。 这两个人模人样的单身汉, 是没见过女子的脚吗? 然而, 看惯了现代夏天, 到处都是光脚凉鞋的魏青, 丝毫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魏青蹬着鞋, 踩着鞋跟也懒得去拔, 再去问殷锦要乌龟时, 殷锦这次还给了她。 魏青拿着龟壳翻来覆去看了看, 乌龟许是害怕, 又许是太冷了又一次沉睡了, 都没再有什么反应。 魏青不由看看殷锦, 又看看苏玉, 道, 二位国之栋梁, 今日国事不繁忙吗? 苏玉悠然道, 今天朝中暂休一日, 你若是想, 下午可以带你出去走走。 魏青断然拒绝, 我偏头痛, 需要休息。 上回的事还没完呢, 又想来坑她。 临近中午的时候, 魏慈叔听说殷锦和苏玉 居然还在封小院里没离开, 怎可怠慢, 于是备好丰盛的午膳, 派人来请两位去用膳。 结果两位大佬都嫌难得走, 打算留在封小院里用午膳, 让魏青做陪。 上午的事, 魏慈叔还十分恼火, 午膳的时候也不想强颜欢笑陪上司, 因而听说大都督和首府在魏青那里用膳, 魏慈叔反而暗暗松了口气, 联邦把膳食转移到封小院去, 请两人吃好喝好。 那二人对待魏穷居, 魏穷酒和对待魏青食, 还真是天差地别。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封小院的膳食比魏家善厅里还要讲究何丰盛的。 平时魏青在封小院用饭食, 他和伊兰两人的饭食比较简单, 都是摆在闺房的桌上。 但是现在多了两个, 自然不能摆在魏青房里了, 而是摆在旁边的一间空屋里。 魏青要吃酒酿汤圆, 伊兰给他咬了一碗, 然后又很周到地给殷景和苏玉各自都咬了一碗。 魏青吃着汤圆时, 便听伊兰说道, 今天冬至, 吃了汤圆, 寓意团团圆圆呢, 大都督和首府请慢用。 魏青闻言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结果吃汤圆分心走神了, 冷不防就被半只汤圆耿在了喉, 伊兰见状连忙来给魏青顺杯, 顺了几下又随手端起旁边的一杯水 以殷景和苏玉来不及阻止的速度喂给他, 道, 二小姐大口喝, 咽下去就没事了。 魏青一口闷进了嘴里时, 脸色变了变, 但是梗得难受, 却还是皱着眉往下咽。 那半只汤圆总算才滑了下去。 他表情复杂地看了一眼伊兰, 道, 吃饭的时候能别乱说话吗? 还有, 这是水吗? 他为什么要跟这两人一起吃汤圆? 呵呵, 还团团圆圆, 真是作孽。 伊兰端起来闻了闻, 道, 哎呀, 怎么是酒? 可能是方才奴婢倒酒倒茶时倒差了。 魏青缓了口气, 撑着手肘伏额, 郁闷了片刻, 然后对伊兰道, 伊兰, 你的职业素养呢? 有酒怎能我一个人喝, 还不快给大都督和首府都买上。 后来, 魏青兄中一团热, 饭时间一有空隙, 就往殷景和苏玉的杯盏里倒酒。 不能他一个人遭罪啊。 这两人都是在饭桌酒宴上应酬惯了的, 怎么可能没点酒量? 等一顿饭吃到后面, 酒壶里的酒夜也几乎空了。 魏青只喝了最开始的那一杯, 其余的全被苏玉和殷景喝了。 殷景比较自持, 喝得较少, 就连魏青劝他说殷都督, 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浅财舔一舔, 殷景也不给面子, 只钱印少许。 苏玉便很是随意, 只要是魏青闭上来的, 他都笑着不会拒绝。 于是魏青还在劝苏玉多喝一点时, 殷景已经放下筷子起身, 魏青大喜过望, 瞇着眼看着殷景道, 殷都督这就要走了。 殷景看了他一眼, 他那眼神分明在说, 要走你怎么不早说, 快点走快点走。 殷景道, 还有点事, 要到别处去。 魏青连忙让依兰带他出去。 终于走了一个, 那剩下的一个就好办了。 他在取过剩下的另一满壶的酒, 继续往苏玉杯子里倒。 苏玉似笑非笑道, 你想把我灌醉。 魏青晕呼呼道, 首服酒量这么好, 怎么会醉? 要醉也是我先醉呀。 苏玉见他似醉非醉的样子, 脸颊边浮起来的红韵 比杯盏里的酒夜还要醉人。 尽管他只喝了最初的一杯, 而且还是倒在茶杯里 被当成水来喝的满满一杯, 但对于一个小女子来说, 已经是不少了。 魏青心里一直辗转着一个是, 殷景一走, 她终于有了机会, 便对苏玉道, 你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在什么地方做的? 怎么, 想做衣服给我呀。 魏青就笑了, 她一笑, 仿若叉子烟红都黯然失色。 她斜斜懒懒地支着下额, 道, 对呀, 就你上回出城追敬意的那个晚上, 穿的那身非常好看。 苏玉看着她, 眼神深邃, 道, 哪里好看? 哪里都好看。 苏玉仿若低笑了一下, 温声细语道, 说来那件外衣, 你好像还没还我, 是不是想留下来做念想? 一件够不够, 不够我那里还有。 看吧, 她没还, 苏玉果真是这样想的。 魏青眼角飞然, 实不相瞒, 你的那件被阴嘟嘟给烧了, 所以我决定陪你一件新的。 苏玉也不诧异, 道, 能已就换新也不错, 要不要我把身量尺寸告诉你? 魏青有些醉意迷离地点头, 要, 当然要, 可你现在告诉我我也记不住。 你跟依兰说, 还有那天晚上穿的什么颜色, 什么样式, 在哪个铺子请的那位师傅, 都一并说了吧。 依兰, 魏青扭头往门外叫, 依兰不知脸上该摆个什么表情, 及时应了一声。 魏青轻飘飘地道, 你进来, 把首辅的尺码给我记下。 依兰, 哦, 苏玉鞋挑着眉, 方才还说我那晚穿的好看, 结果连什么颜色什么样式都不记得了吗? 魏青一脸醉得迷茫的样子, 啊, 我头有些晕, 你确实穿什么都好看。 苏玉道, 你有什么非还我一件一模一样的理由? 魏青道, 我弄没的是哪件, 就要还你哪件, 你到底要不要? 苏玉不知可否地看着她, 仿佛想要看穿她。 魏青又道, 你不要, 我就送给阴都督。 苏玉动了动眉, 轻声道, 现在知道拿她气我了, 你要送给我的东西, 我就是丢了, 也不会让你给她。 魏青浓色含笑, 方艳多姿, 他道, 别气别气, 本来就是送给你的呀。 苏玉跟依兰说尺码的时候, 一直深深地看着魏青。 最后, 哪个铺子, 哪个师傅, 还有那件衣袍的颜色和样式, 他都一并告诉给了依兰。 依兰很认真地帮魏青记下。 魏青得到了完整的信息, 然后眼皮眨了又眨, 终于支撑不住, 一头醉倒了在桌上。 桌边半上没有动静, 后苏玉声线低唇地道, 魏青, 你在装醉吗? 魏青毫无反应。 下一刻, 苏玉走到他身叛, 一揽他入怀, 便将他拦腰抱起。 依兰见状大惊, 道, 不不不必劳烦首府大人, 还是奴婢来吧。 苏玉道, 他醉了, 我抱他回房去休息。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依兰十分着急, 二小姐归房, 男子, 男子不得善入。 首府大人, 这也是为二小姐的名声着想, 真要是为他好, 就让奴婢扶二小姐进去吧。 苏玉低头看着怀中的女子, 真要为他好, 一直以来, 他不都是在为他好吗? 今日到魏府来, 本想着有空闲了, 可以带他出去玩, 只是晾他, 也不会和自己出去, 他便只有赖在他这里了。 最终苏玉还是将他放下, 让他的身子 移在自己的胸膛上。 那件衣裳, 你便是不还, 我也不会问你要, 你是多想和我撇亲关系呢? 苏玉知道, 魏卿不会硬他, 他贪贪一低头, 便试探性地 轻轻在魏卿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温浅笑了笑, 道, 连我这样, 你都没有反应, 看样子是真醉了。 依兰立刻过来, 壮着胆子把魏卿和苏玉分开, 让魏卿靠着他, 善善道, 二小姐喝醉了, 奴婢要扶他回去休息, 就没法送首辅大人了。 苏玉起身扶了扶衣脚, 微微挑着唇脚淡然道, 让他好好休息。 依兰扶着魏卿, 眼开着苏玉转身走出了房门, 又背影修长清俊地走出了封小院, 这才松了一口气。 只是还不等依兰搀扶魏卿回房, 魏卿轻叹了一声, 滴滴问, 那撕走了吗? 依兰愣了愣, 应道, 走了走了。 魏卿这才睁开眼, 轻轻吐了口气, 眼角虽非然, 可他神色间清醒如初, 哪有半分醉意。 他不紧不慢地起身, 道, 总算都打发走了。 依兰苦哈哈地道, 敢, 敢情二小姐是装睡啊。 居然在被首辅亲近的时候都能不动如山, 可见是定力非凡。 我头还是有点晕。 魏卿一边捏着鹅脚一边躲出门口, 又回头看了依兰一眼, 问, 方才首辅碰我额头了。 依兰倒头, 他亲了二小姐一下。 魏卿用手擦了擦, 往自己房门走去, 撕道, 啊真是, 他耍流氓的时候你怎么不阻止? 发生的突然, 奴婢也还没来得及, 眼看着魏卿走到他自己的房门口了, 依兰脸上的表情越发古怪。 魏卿手落在房门的门扣上, 道, 方才首辅说的尺寸你都记下了吗? 改日照着首辅留下的信息, 却给他做一件外袍出来。 依兰一张脸皱巴巴的, 二小姐为什么突然想起来送首辅衣裳呢? 魏卿想起来也是郁闷, 道, 要不是姓茵的烧了他的袍子, 我能这么费劲吗? 敬义公主盯得紧, 要我赶紧还, 他怕是连苏玉外袍上一针一线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个, 二小姐, 大嘟嘟他可能, 可能还没走远, 走了就好, 我管他有没有走远。 见魏卿推开门要进去, 依兰往后退了两步, 道, 小姐, 还是自己进去吧, 奴婢想起来还要收拾饭桌呢? 不等魏卿回答, 依兰扭头就跑了。 魏卿走了进去, 转身降门和尚, 然而当他回转身来, 冷不防看见窗边坐榻上坐这个人时, 着实抽口气, 吓了一跳。 他眯着眼睛一看, 东阳洒进来, 窗边的人影亲浅随和。 魏卿不由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莫非他醉眼昏花了不成, 怎么得看起来好像是阴景? 此时, 依兰在隔壁屋里, 俯着胸口暗自庆幸。 幸好, 幸好之前苏玉要抱魏卿回房时, 依兰集中生智找了个说辞, 倒是归房重地, 男子不得擅入, 否则真要是让苏玉把魏卿抱回房, 和阴景撞个正着, 那不就很尴尬吗? 关键时刻, 依兰觉得自己还是很靠得住的。 眼下魏卿往窗边走近两步, 又仔细看了他两眼, 道, 阴嘟嘟, 你不是去别处还有点事吗? 怎么还在这里? 阴景手边的茶几上探着一本册子, 他倾弦地翻过一页, 道, 这就是在别处。 魏卿, 这还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好在阴景是先抽身离桌了, 否则苏玉绝不会先行离开, 两人还不知要好道什么时候。 先前他觉得, 仅仅是有点头晕, 还不会醉。 可是现在突然受了惊吓, 感觉一股酒劲直窜上脑, 眼前阵阵发花。 魏卿给自己倒了杯冷水灌下去。 他见阴景在翻他的东西, 便问, 你在看什么? 不等阴景回答, 他自己就轻声过来, 把他手里的那侧东西给收走。 阴景坐在座榻上未动, 道, 想过T妙家翻案吗? 魏卿把卷宗抱在怀里, 反问道, 翻案我外公能活过来吗? 有那个经历去澄清过去, 不如着手以后, 只有以后稳妥了, 才更有机会看清以前不是吗? 没想过就好, 你翻不了, 即便翻了案, 妙家的人也不可能再被启用。 阴景将他怀里的卷宗抽出来, 在魏卿面前翻开, 指着某页上面的名字, 这妙锦, 是你舅舅对吗? 魏卿在茶几这边坐下, 看着他的手指落在写着妙签字样的旁边, 雪白的光线趁着他的手指修长有力。 魏卿回道, 是我二舅舅。 阴景清淡道, 他在边关, 冲军入了舞, 大抵是想靠建功立业来重振妙家, 你想找他回京城来, 可能不行。 还有个妙签, 没在边关陆舞, 暂且还没消息。 发配的三年期满, 或许有可能重回京城, 朝廷也没有明令禁止妙家之后 重新参加科举, 进朝为官。 他说着, 发现魏卿没有回应, 也不知他有没有在听, 便抬眼聊聊看他一眼。 结果魏卿也正愣愣地看着他, 两亮日光照亮窗帘, 落进他的眼眸里, 琥珀色的瞳孔透彻到容纳不下任何人或者物, 却偏偏将他坐在对面的影子映进了眼底。 魏卿觉得自己一定是醉了, 他看着对面的人越来越模糊, 看不清他的五官轮廓, 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可是他扶着额头闭上眼睛的时候, 却有一张风神俊朗的脸, 戴着官帽十分干净明晰, 那双眼睛总是温敏慈和的, 说话的嗓音好听, 脖子下的衣巾整洁到一丝不苟。 魏卿深吸了两口气, 哑然问道, 因嘟嘟所谓的去别的地方有点别的事, 就是只告诉我这些吗? 英锦动身将起, 魏卿怕他走了, 伸手就握住他的手, 轻声道, 你什么时候帮我找到我舅舅? 我的信, 你也帮我寄出去了声事。 他抬起头, 望着他居高临下的脸。 在他这里, 没有什么众生平等, 那慈悲如佛陀的眼神, 只会让人敬畏, 让人仰望。 有谁能够真正地靠近他呢? 又有谁, 能够被他那在眼里? 所以魏卿很诧异, 他正问过后, 紧接着便不得不清醒。 魏卿道, 我外公是文臣, 大舅舅和二舅舅也应当是饱读诗书的文人, 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文人, 英都督倒是说说, 我二舅舅是怎么入伍做军人的? 他拉着英锦的手缓缓起身, 靠近他问, 是英都督让他去的对吗? 将来妙家若重新入朝, 有一脉便是英都督阵营里的人了。 英锦垂目看着他, 片刻, 嗓音低沉的只有他听见, 道, 魏卿, 你身为女人, 既可惜, 也不可惜。 魏卿有些站不稳, 一倒头就抵在了英锦的胸膛上。 他若有若无地牵了牵嘴角, 道, 英都督果然做任何事都思虑周全, 未雨绸缪。 我很荣幸与英都督相互帮助, 各取所需。 可是妙家已经做过一次政治牺牲品了, 不会再做第二次, 妙家将来不与英都督为敌, 但也不会与英都督为伍。 那你呢? 与我为敌, 还是与我为伍? 魏卿道, 至于还影都督的情, 那比还首府的容易多了, 不讲感情, 不拖泥带水。 倘若以后英都督有需要, 我还是会尽全力帮你。 他缓我清淡地笑了笑, 反正像英都督这样的祸害, 肯定一千年, 以后应该有的是机会还你。 可笑, 英都督怎么可能无所求, 我竟差点就要被你感动了。 最后一句话声音极轻, 说完, 他便无声无息, 已经沉睡在怀。 味酒的后劲, 这会儿才淋漓尽致地发作。 魏卿浑身都泛软, 光靠着英警也靠不稳, 缓缓往一边滑倒。 英警扶着他的腰身把他抱起, 朝床踏间走去, 弯身将他放下时, 还随手捏开了他病脚微乱的发丝, 道, 偶尔感动一下, 也无妨。 英警扶着他的腰身把他抱起, 朝床踏间走去, 弯身将他放下时, 还随手捏开了他病脚微乱的发丝, 道, 偶尔感动一下, 也无妨。 找妙家的人这件事, 苏玉也派人去找, 只不过没有英警那么方便。 英警有专门传送边关军务的途径, 也有办事利索的人, 而目前苏玉的注意力 多半放在薛英警的权上面, 就算派人去找也是泛泛地找, 不可能这么快有结果。 魏卿一觉睡到了傍晚, 醒来时依兰捧着行酒茶, 在旁侍奉。 魏卿轻松地看了依兰一眼, 还不带说话, 依兰就老实交代道, 大都督从隔壁一出来, 转头就进了二小姐的房间, 奴婢提醒了二小姐的, 说大都督并没有走远。 魏卿老然硬硬作痛啊, 道, 谁知道没有走远的意思, 就是在我房里。 她什么时候走的? 二小姐睡着以后就走了。 依兰道, 还有刚才魏大人那边来人, 叫二小姐过去一趟, 应该是为今天的是吧? 魏卿喝了醒酒茶, 头重脚轻地下床他邪。 还有, 依兰见魏卿心情不怎么美丽的样子, 咽了咽口水, 不知是该继续说还是不敢说。 魏卿看了一眼裙上的褶皱, 便不紧不慢地换了身衣裳, 随口问, 还有什么? 那只龟, 早前把他抱进房里来避寒, 可不知是不是醒了, 资格又爬出去了。 依兰道, 奴婢到处都没找得到。 魏卿常常出了一口气, 道, 他自己有脚, 大约是找个地方继续躲起来过冬了吧, 不要去打扰就行了。 那现在要去魏大人那里吗? 嗯, 之前在房里, 面对殷景时, 那一丝丝含糊不清的莫名的情绪, 眼下在魏卿的脸上都找不到丝毫的痕迹。 仿佛不过是喝醉酒后的一场儿戏, 大家都不必当真。 但是, 殷景帮他寻两个舅舅的事, 他是真的没想到, 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总还是让魏卿知道了他其中一个舅舅的下落, 真是过得不消停。 不过魏卿也不气馁, 在真正尘埃落定之前, 他也别指望有个消停。 魏卿最值得庆幸的是, 好在两个祸首今天同时出现, 最后没有搞出什么大事。 草草收拾过后, 出门时魏卿已经彻底醒了酒, 神色平静地前往魏慈叔和老夫人那里。 路上依然精彩分成的, 把上午在前堂上发声的是一五一时的讲给魏卿听。 到了堂上, 还没进门, 就听见里面传来魏琼酒的哭声。 魏卿身影一出现在门框里, 魏琼酒回过头来, 魏眼斑驳地看见了他, 便哭得更悲痛, 道, 二姐, 我和你素日无怨无仇, 你为何要如此害我? 魏卿挑了眉, 我怎么害你了? 今日大都督羞辱于我, 以后我没脸见人了, 还不如吊死算了。 上座, 魏慈叔和老夫人均沉着脸, 看着魏卿。 魏慈叔对今日大都督的到来, 正好和首府撞在一起, 非常不满意, 他担心首府会误会他的立场。 眼下魏慈叔沉声问魏卿, 琼酒说是你把大都督请来的, 可有之事, 往日我便多次警告过你, 最好断了与大都督的干系, 你都到耳边疯了吗? 魏卿缓缓道, 三妹那日求着我, 要我找机会给三妹向大都督赔罪的事, 三妹这么快就忘干净了。 魏琼酒摇头气道, 没有, 我没有, 我怎么会做那般自取其辱的事? 爹, 祖母, 你们要相信我? 魏卿勾起唇角笑了笑, 道, 三妹的意思是, 我故意请了大都督来羞辱你。 魏琼酒只是哭, 不说话。 魏卿转身便往外面走去, 魏慈叔见状喝道, 站住, 你要到哪儿去? 魏卿微微回头, 堂上烛火一闪一朔地照着他的轮廓, 他道, 自是请大都督来做个证。 结果魏卿刚一抬脚, 魏琼酒就扑过去一把拽住他的裙脚, 道, 别去, 你不能去。 看他那一脸慌张和心虚的模样, 老夫人和魏慈叔纵使什么都不再问, 也应该明了了。 皇帝寿臣就在几日后, 宫里已经提前下派了请柬来。 魏琼君身为嫡女, 本来以为这次还有机会到宫里去见识一下, 可哪想请柬一下来, 上面却只写着魏卿这一个魏家女儿的名字, 当然老夫人和魏慈叔的名字也在其中。 老夫人心知肚明, 看来, 宫里人始终只承魏卿才是魏家的嫡女啊。 魏琼君上次在康王府里已经丢尽了名声, 魏琼九也在首府和大都督面前声名尽毁, 如今唯一能够带得出去不受诟病的, 也确实只有魏卿一人, 况且魏卿还与禁义公主和明妃娘娘如此亲近。 因而, 这次任魏琼君和魏琼九如何委屈, 老夫人都不为所动。 魏卿当日进宫的穿戴, 老夫人还要亲自过问一遭。 魏卿第二日就带着衣篮匆匆上街, 到指定的铺子, 照着苏玉的尺码给他赶一件衣袍出来。 最好是赶在进宫前还给他, 这样静义问起话来, 才好回话。 等魏卿拿到了新做出来的成衣, 还没来得及去还给苏玉呢, 半路就被锦衣卫给截胡了。 锦衣卫送了个托盘给魏卿, 说道, 大嘟嘟说, 二小姐送这件去比较好。 魏卿坐在马车里, 将两件衣袍一对比, 颜色和样式可都不一样。 依兰问道, 这两件完全不一样, 二小姐, 是送哪件呢? 魏卿气定神仙地道, 当然是送大嘟嘟给的这件。 可大嘟嘟给的这件也是新的, 他怎么记得首府具体哪天穿的什么衣裳呢? 魏卿道, 据说有锦衣卫在, 连首府家的看门狗有几颗门牙都知道, 就更别说首府穿的什么衣裳了。 冬至那天他好像在房门外提到过这件事, 房中的殷景听见了也不足为奇。 既然知道是静衣公主要他还的, 殷景应该还不会添乱。 可苏玉就说不准了, 正是因为他探不出他的用意, 所以就有可能随便说过伊瑟来, 继续试探他。 果真, 当魏卿把锦衣卫送来的那件外袍送到苏玉面前时, 苏玉眯了眯眼, 顿时魏卿便知道, 他还真猜对了。 像这种到处都是新眼的人, 十个字起码有五个字都是不能信的。 魏卿问, 如何? 苏玉笑得十分欠走, 道, 本来以为你忘了便算了, 眼下看来你记得挺清楚, 说明心里还是有我的。 魏卿真想用这衣袋勒死他。 魏卿微笑道, 你要是能在皇上寿臣那天穿这件, 那就非常完美了。 穿吧, 穿好看点给金玉看看, 好证明一下他的清白。 苏玉站在他面前, 滴滴咳了一声, 笑意盎然道, 你这么一说, 我就知道, 那天晚上铁定不能穿这身了。 魏卿, 新号新号新号。 魏琼九在灵书郡主面前最会放低姿态, 说的话也顺耳, 因而一有时间他变成了灵书郡主的常客。 老夫人自然不会阻止这等与金贵结交的好事。 这日魏琼九又去了一趟康王府, 与灵书郡主道, 郡主已经收到宫里来的铁责吧。 郡主点了点头, 道, 那日你我可结伴同行。 魏琼九便落寞地强言欢笑道, 我不如郡主, 一个庶女是没有机会进宫去见识的。 只不过这次我大姐也没有机会呢, 宫里进点名要求我二姐进宫去。 郡主想了想, 从魏琼九口里知道她二姐就是魏亲, 只是好像不曾亲眼见过, 不屑道, 你二姐不也是庶女吗? 怎么她就能进宫? 魏琼九道, 二姐与金贵公主的关系好呀, 先前还救过公主一命, 郡主应该有所耳闻吧。 原来是她。 郡主心里一阵烦闷, 好像近来, 金贵都不怎么与她往来了。 以前她和金贵可是走得最近的。 魏琼九道, 前不久, 公主宣了二姐进宫, 明妃娘娘赏了好多东西下来。 公主肯定很喜欢二姐。 郡主冷哼了一声。 魏琼九故作神秘地凑过来, 在郡主耳边又道, 前阵子传言与首府纠缠不清的那个女子, 我大抵知道是谁了。 郡主狐疑地看着魏琼九, 这声问道, 是谁? 不光敬意公主在意, 恐怕全京城的官家小姐们都会在意, 林书郡主当然也在其中。 她知道这些京城贵女们中间, 为敬意公主最大。 有公主在场的时候, 郡主都不会把自己的心思暴露出来。 可实际上, 像首府那样的男子, 谁不喜欢? 在知道有神秘女子和首府传出暧昧流言过后, 郡主也极度地恨不能将那女子给活寡了去。 魏琼九道, 敬意公主也真是善良, 被骗得团团撞而不知, 还交往甚欢。 她这一说, 郡主顿时就知道是谁了, 横梅冷树道, 你是说那狐狸精就是你二姐。 魏琼九有些为难地点点头, 道, 冬至那日, 首府还亲自到我家来, 在二姐的院子里待了大半天, 连午膳都在二姐那里用的。 郡主气得两眼喷火, 道, 乡下来的东西, 也不堪谈自己什么身份, 一个庶女也敢恬不知耻地勾搭首府。 她露着一张娇艳的脸, 瞪着魏琼九, 你说这次指明要她进宫去? 魏琼九诚恳劝道, 郡主无声气, 我二姐现在有公主撑腰, 她难免抵气硬血, 不与她一般见识就是了。 郡主咬了咬牙, 道, 那是因为静义公主还不知道 她就是勾搭首府的狐狸精, 若要是知道了, 哪还会给她撑腰, 怕是要打断她的腰。 静义因为那个庶女而不和她来往, 这次定要让静义看看那庶女的真面目。 雲书郡主之前还郁郁的心情, 顿时燃烧成熊熊斗志。 以前她要整治哪位官家小姐, 还没有不成功的。 郡主胸有成竹地瞇了瞇美眸, 道, 看着吧, 这次宫宴我会让她知道点厉害。 郡主因为极其反感魏穷居, 因而对魏家的其他人也没有个好印象, 就魏穷酒还好点。 郡主越是厌恶魏穷居, 就越是关注她, 还让魏穷酒帮忙丁得死死的。 因而魏家亦有什么情况, 魏穷酒便会来告知郡主。 郡主让她一个庶女, 也不敢说谎话骗自己。 可这回与首府纠缠不清的女子究竟是不是魏清, 魏穷酒其实也不十分肯定。 但她可以肯定的是, 首府对她是真的特别, 冬至那日也确实在她院里待了半日。 不仅仅是首府, 还有大都督。 魏穷酒只要一想起大都督, 以及冬至日她所受的屈辱, 就恨意逃天。 她是很想再见大都督一面, 想要的是可以和大都督亲近, 而不是遭受那样的侮辱。 要不是魏清把大都督请到家里来, 根本就不会发生。 她甚至怀疑魏清是不是在大都督面前 说了些什么她的坏话。 现在魏穷酒什么都不用做, 她只需要在郡主面前说几句话, 郡主自会出头去教训魏清。 这次皇帝寿宴, 朝中官员和家眷都会到场, 到时候魏清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被郡主修理, 一定会非常精彩吧。 魏穷酒遗憾自己不能去, 否则就可以亲眼去见魏清的惨状了。 魏穷酒本来不想与魏清为敌, 可是她忍无可忍。 她不能再坐以待毙, 眼睁睁地看着所有最美好的男子 都被魏清吸引, 向魏清靠拢。 即便是她得不到大都督, 也绝不会让魏清得到。 她要让她成为众矢之地, 就像当初魏穷居那样。 皇帝大寿这天, 百官朝事闭后, 可以特许着长服进宫录宴。 不然进宫吃酒, 大家也穿得那么正式, 像是商讨国事一般, 很有种压力。 这天宫宴前很早, 静毅就派了教免来接魏清提前进宫。 老夫人和魏慈叔没有这种殊荣, 只能等到了时辰后再行进宫。 依然想使出浑身解数来为魏清做打扮, 毕竟今晚是大场面, 丝毫不能输了光彩。 只不过还没来得及有大动作, 依然才将将拿起了胭脂水粉, 魏清就悠悠道, 这次你再乱来, 我可能就要发飙了。 依然别了别嘴, 道, 二小姐打扮好看点不行吗? 别家小姐想必都是早早做准备, 为了今晚的公宴, 打扮精细的不能再精细。 魏清道, 一, 我不是去选美的, 二, 我不是去联谊的。 弄那么好看作甚, 万一别人看上我了怎么办? 依然。 魏清看着童镜里自己的脸, 她的担心还真不是多余。 今晚进宫, 少不得要在人前露面。 那些还没成家的公子哥和小姐们的家长, 今晚怕是挑挑拣拣, 盘算着给自家儿子找儿媳, 给自家女儿找梁旭。 魏清不喜欢往人前凑热闹, 可是过了今晚, 以后她都避无可避。 她平淡又道, 往日喜欢出风头的魏穷居, 现在是个什么光景? 依然愣了愣。 魏清随手拿了一支平平无奇的细簪, 别在了发际上, 旁边为她准备的更精致璀璨的簪子, 她动也未动。 魏清道, 到了京城, 不光要做个有用的人, 还要度量一下自己有几寸光辉。 众星捧月, 不可与月争辉辉, 懂吗? 魏清目前还只是个尚书府的庶女, 若不是沾了静义公主的光, 根本没有资格参加今天的宫宴。 宫宴场上, 比她身份地位高的小姐们多的是, 况且还有静义在, 魏清若要去和她争风光, 那就太不明智了。 依兰若有所思的应当, 奴婢明白了。 最终, 魏清只让依兰照着上次进宫的光景, 给她淡淡描了一下妆容, 大方不失礼数便可。 明妃和公主对魏清再好, 那两位也是高高在上的主。 魏清进宫以后, 明妃往她身上打亮了一眼, 便知她丝毫没有失了分寸, 也丝毫没有恃宠而骄。 明妃笑意温柔, 招了魏清进前来, 关怀了几句, 然后就把时间留给了敬毅。 敬毅显然是有许多话想要对魏清说的, 眼下那张即将要送给皇帝做寿礼的金丝楠木 已正摆在敬毅的寝宫内。 一进寝宫, 工人上了茶退下去, 还来不及细问椅子的是, 敬毅就又发挥了她的敏感本质, 看了魏清一眼又一眼, 道, 你与大都都什么关系? 魏清一口茶也着了, 敬毅的眼神就有点意味深长, 反应这么大, 做什么? 魏清试了是嘴角, 思道, 这茶烫。 敬毅审视着她, 道, 若是没有关系, 大都都怎么可能会帮你送东西给我? 寻常人哪个敢找她帮忙, 她也不可能会帮。 魏清抽了抽嘴角, 道, 她哪是帮我的忙, 她是帮公主的忙。 在让殷景帮她把椅子送进宫里来时, 她哪想过敬毅如此会联想, 她只是为了图个方便快捷呀。 敬毅半信半疑, 道, 你要是没和她说过我给父皇准备受礼的事, 她怎么知道要送来给我? 难怪你上次向我打听大都督, 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魏清十分汗颜, 公主想多了。 敬毅捋了捋绣纹繁复的裙脚, 正色道, 回头我去帮你确认, 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是太监。 魏清抬头, 一本正经地拒绝道, 不用, 她是不是太监都不影响我的。 敬毅表情十分凝重, 道, 你敬毅对她情根深重致辞。 魏清有种咬了自己舌头的麻木感, 听敬毅还说道, 不过大都督此人天性寡良, 守抚以外, 你若是还瞧得上其他的男子, 可以跟我说, 我请母妃为你做主。 大都督你可能把控不住, 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魏清揉了揉额头, 含糊硬倒, 再说吧。 这敬毅, 管别人的事倒是管得兴起, 怎么不管管自己的事? 随后敬毅才把注意力挪到了那把椅子上, 绕着椅子走了一圈, 问道, 这个椅子却是奇特, 也甚是漂亮, 你是在哪里找的? 这已被往前攻得厉害, 而且上面的珠子不会磕背吗? 其实他不是很确定, 皇帝坐起来会不会舒服。 魏清笑了笑道, 公主坐上去是过了吗? 静毅板着脸道, 送给父皇的东西, 哪能随便乱坐? 可既然是送给皇上的, 当然要被加小心, 若是不亲自试一试, 怎知他好不好? 只有确认他确实好, 才能放心送给皇上吗? 静毅想想, 觉得也是, 碎脸裙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但他平日里端庄过头了, 即使落座, 也只是屁股沾一点点, 然后挺直了身子。 魏清眯着眼道, 坐进去一点。 静毅往里面挪了一小点点。 魏清摁了摁抽出的眼角, 再进去一点。 静毅再挪了一小点点。 真是, 这里又没外人, 端庄给谁看? 于是, 魏清弯下身来, 在静毅猝不及防的正愣表情下, 双手伸到静毅腋下, 直接把他抱着, 往里靠上了椅背。 静毅正想正, 魏清的声音便响起在他耳畔, 有些清淡, 又有些低吻, 给我做好了, 靠着放松一点。 静毅像是回到了自己被劫的那个夜晚, 因为魏清在他身边, 他突然感到无比的安心。 静毅侧目, 看见魏清眼神平静温和, 他放开了自己, 往后退了两步, 举止坦然。 魏清似笑非笑地问, 现在感觉如何? 静毅回了回神, 整个后背放松摊靠在椅背上, 发现丝毫不磕背, 那些木珠子按摩在后背上, 还相当地舒服。 魏清与他解释道, 这一背弯曲的弧度, 刚好能够支撑起腰部的重量, 加上后背的按摩效果, 可以舒缓腰背疲劳。 皇上处理国事, 每日应当要做好几个时辰吧, 腰肌难免负重劳损, 应该会喜欢的。 静毅诧异道, 你怎么懂得这么多? 魏清低眉笑笑, 垂着的眼神里平静深远, 道, 以前在乡下的时候, 跟老大夫学过几手医术, 对此有点研究。 静毅道, 我父皇确实国事繁重伤了身体, 经常腰疼。 魏清若有若无地挑了一下眉梢, 道, 宫里的太医若是定时帮皇上针灸, 配以按摩和贴片膏药, 定能缓解许多。 这时, 工人在寝宫外禀道, 启禀公主, 凌书郡主来了。 静毅正试着椅子, 也知道凌书郡主是个什么人, 并不想让魏清与他多接触, 便吩咐工人道, 去毁了他, 本宫现在不得空, 一会儿有空再去找他。 工人匆匆去复命。 而凌书郡主在殿前等了片刻, 他见工人正往静毅请宫里送点心呢, 以为静毅是给他准备的, 没想到工人却来回话, 倒是静毅线下没空接见。 凌书郡主皱着绣眉, 道, 方才我看宫女送了东西到静毅公主那里去, 公主还有别的客不成? 工人如实回答, 公主正语魏家二小姐在一处呢? 魏家二小姐, 凌书郡主顿时一会过来, 拔尖了嗓子, 就是那个庶女。 他也不好在静毅的地盘上撒野, 静毅现在不见他, 他只好兜着火气先离去。 凌书郡主是跟着康王妃一同进宫来的, 王妃一进宫, 当然第一时间去拜见出价前的好友惠妃。 凌书郡主在静毅这里吃了闭门羹, 眼下没地方去, 只好先去了惠妃那里。 惠妃毫不见外, 在殿上接见了康王妃和凌书郡主, 谈及了今天晚上要献给皇帝的寿礼, 惠妃把自己准备的寿礼拿出来给康王妃瞧, 康王妃便也将自己带的寿礼拿出来给惠妃过目。 那锦盒一打开, 里面是一颗质地非常油润温厚的夜明珠, 外面的天色渐渐暗下来, 那夜明珠在殿上散发出来的光泽十分美丽。 康王妃道, 这是王爷去东海游历的时候寻回来的一颗夜明珠, 正好借此机会献给皇上。 惠妃点头笑道, 听闻东海出美珠果不其然。 云淑郡主百无聊赖, 在看见这颗夜明珠后便动了心思, 灵俏娇憨地对康王妃撒娇道, 母亲, 一会儿向皇叔父献授的时候, 让我去好不好。 云淑郡主作为后人, 又是皇帝的亲侄女, 她去献授再合适不过。 见康王妃一时没有答应, 云淑郡主便抱着康王妃的胳膊摇晃, 道, 母亲你就答应我吧, 向皇叔父献授一年才有一次呢。 惠妃在旁笑道, 王妃若是再不答应, 只怕郡主要哭鼻子了。 就让郡主去吧, 我献授时也是让皇儿去的。 康王妃这才失笑, 对郡主无奈道, 可以准你去, 但切记不可莽撞。 灵书郡主高兴道, 谢母亲。 离公宴还有半个时辰, 听说老夫人和魏慈叔都进宫来了, 近一想起来还要见一见灵书, 就叫人去请灵书来, 魏亲也先告辞, 准备去公宴的场地与老夫人和魏慈叔会合。 毕竟今晚是一家人, 面子还是要的。 工人只将他送出静义的公寓门口, 就舌身返回了。 今夜宫里的人多, 他若是不知路, 可以问路上的宫女, 也很方便。 云书郡主从惠妃宫里出来, 面有得色地打开锦盒, 将里面的夜明珠取了出来, 单独收了起来。 他身为黄金贵咒, 进宫允许带着自己的贴身婢女, 云书郡主扬起红唇, 对婢女道, 先去会会那个庶女。 云书郡主一想起魏卿, 就非常生气。 今天静义居然为了那个庶女, 而不见自己。 云书郡主对这宫里十分熟悉, 云书郡还没走到宫宴的场所, 便被他给堵住了路。 彼时云书郡主盛装隆重地朝魏卿走来, 见他衣着打扮和自己相比起来, 实在是寒酸, 果然是香下来的, 这副样子一点也蹬不上台面。 这是云书郡主第一次正面见到魏卿, 随着多看魏卿两眼, 他心中就越发不快, 因为就算魏卿没盛装打扮, 看起来也一点都不难看, 就站在那花镜旁, 一脸的风轻云淡。 云书郡主不得不承认, 这可比魏家那个敌你魏穷居给强多了。 一时间, 郡主心情复杂, 眼里的意味也跟着复杂, 有鄙夷, 有生气, 还有一丝本不该有的嫉妒。 可他走进魏卿过后, 看向魏卿的眼神里满是娇翘笑意。 邻书郡主交际场面应付得多, 虚与伪移起来也自然而然, 不露痕迹。 你就是魏穷九的二姐魏卿吧。 魏卿倩申礼道, 见过邻书郡主。 邻书郡主亚异道, 你知道本郡主。 魏卿道, 康王祝寿那日, 郡主虽不认得我, 但郡主十分出众, 我在人群外得性瞻仰过一二。 开玩笑, 也不看看他的衣着打扮非一般官家女子, 还有身边的婢女也非公里人, 除了皇亲, 谁还敢如此夸张? 这么迫不及待地来赌魏卿的, 除了邻书郡主, 还会有谁? 随着魏卿的话, 邻书郡主一股优越感油然而生。 他笑容甜美道, 我也常听魏穷九夸起你, 可惜今天这样的盛宴, 魏穷九不能来, 不过遇到了你也不错, 正好我有一样礼物, 想托你带给魏穷九。 魏卿温和地笑了笑, 不仅不慢道, 得郡主挂忌, 真是三妹的好福气。 郡主要我带什么, 等宫宴结束后, 我会替宫主传达的。 邻书郡主道, 宫宴上人多眼杂, 我怕一会儿也没有时间, 索性现在给你。 说着他便上前, 主动而亲密地拉过魏卿的手, 锦绣一挥尖, 葱白玉纸就放了一样东西, 在魏卿手心里。 魏卿垂目一看, 一边眉梢便不置可否地挑了起来。 他手里的这颗珠子入手冰润, 通体散发着均匀柔腻的光泽, 有缘鸡蛋那么大致。 这是夜明珠。 他还是第一次亲手摸道, 亲眼看到货真价实的夜明珠啊。 周遭夜色铺沉下来, 可见夜明珠的光辉若有若无地照亮魏卿的脸。 邻书郡主见他的表情完全被吸引了, 露出一抹得逞之色, 道, 这夜明珠你以前也没见过吧, 我们家都当赵明使。 魏卿赞叹道, 康王爷可真有钱。 邻书郡主越发得意, 像打发施舌乞丐一般, 慷慨大方道, 卫卿的给他。 魏卿道, 这东西一看就十分贵重, 郡主还是亲自交给他吧。 邻书郡主有些脑道, 我都已经转交给你了, 岂有收回来的道理。 要是坏了或者不见了, 到时候我唯你是问。 静义公主还等着我, 就不跟你闲聊了。 说着就拂袖从魏卿身边扬长而过。 走了几步, 邻书郡主又回头来, 机翘地看了魏卿一眼, 嘴上笑道, 你可别想着私吞啊, 回头我会问问魏穷九 有没有收到过我的礼物的。 魏卿眯着眼, 看着灵书郡主远去的背影, 傅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夜明珠。 说得好像这玩意儿 真是送给魏穷九似的。 灵书郡主真有这么大方, 他爹妈可没这么大方。 这东西一看就不是便宜货, 康王舍得给他拜。 要送人东西, 好歹也用个盒子装着呀, 就这样直接地给他, 不是搞事吗? 魏卿抬脚继续往前走, 宫宴的地方很容易找, 夜色来临, 宫中最灯火辉煌, 来往工人最多的地方 便是宫宴场地了。 他一边走着, 一边若无其事地 随手颠着夜明珠, 也不怕一个 手都给抛到了地上去。 他有什么好担心的, 摔碎了又不是他的, 只能说灵书郡主运气不好。 今晚场面很大, 宫里宫外都有锦衣卫严守岗位, 宫中各处也时不时 会有锦衣卫巡逻。 魏卿走着走着, 看见前面恰好有一对锦衣卫 正巡逻经过, 让人看见了他手里的夜明珠可不好, 他便从容地把东西收起来。 然而, 他还没来得及揣进衣袋里, 这时忽然一道悠悠的冷檀香 从身后袭来, 冷不防钻进他的鼻子里。 魏卿心里暗道不妙, 有些人走路跟鬼一样, 都没声音的, 果真下一刻耳侧后 便想起一道非常好听, 但魏卿此刻 一点也不想听到的声音, 在藏什么。 听他说话间, 魏卿下意识地手肘往后撤, 顺势就想把夜明珠塞怀里, 拿想他没计算好身后人离他的距离, 结果一回走恰好抵在他的腹部, 紧接着魏卿手一抖, 就眼睁睁地见了一颗漂亮的珠子 光溜溜地滚了出来, 啪的一下, 摔在了地上。 魏卿看着地上摔碎成挤绊的夜明珠, 方才还一点都不怕他碎, 可哪里想得到, 他说碎就碎了, 就跟闹着玩似的。 继而魏卿服额, 用一种十分遗憾的语气道, 看来老天注定, 零书郡主命中有此一劫呀。 他拍了几下掌, 又对身后的人竖起大拇指, 嘖嘖赞道, 这都是托英都督的福, 英都督真是干得漂亮。 身后出现的人除了英镜还会有谁? 小镜上光线较暗, 魏卿蹲下身, 捡起地上的夜明珠碎片, 方才站起来转过身, 看不见他神色, 只隐隐能看出他的轮廓, 大抵是一身夜洒, 妖风竖妖, 身形修长凛裂, 堪堪往他面前一站, 便有一股随身携带的压迫感。 他动了动没烧, 道,你好像蛮高兴。 魏卿看着面前站着的高高的人影, 正色道, 哪有, 因嘟嘟损坏了灵书郡主的东西, 我难过得不行。 这玩意儿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今晚康王府用来献瘦的寿礼, 哎, 真是抱殿天物。 但是英景却看得清楚, 他脸上哪有半分惋惜之色。 英景问, 既是康王献瘦的寿礼, 为什么会在你手上? 那位郡主想阴我呗, 我本来想不动声色地还回去, 这下好, 被英都督这么一碰就摔碎了, 现在英都督也有份。 英景同样是心安理得倒不行, 碎了影响到你发灰了, 就不能不动声色地还回去了。 看吧, 别指望这家伙有一丝一毫的愧疚感。 魏卿不紧不慢地把碎片收进秀里, 道, 还肯定还是要还回去的, 我负责善后, 回头郡主来找我报仇, 英都督可得兜着点。 他不等英景赖账, 又强调, 毕竟这不是我主动摔的, 是英都督碰到了我的手肘才摔的。 虽然很遗憾, 但是他眯着眼笑得十分温和, 英都督要负主要责任。 这珠子, 要是魏卿自己主观摔的他, 自己负责没话说, 可这是确实是因英景而起, 一点没冤枉他。 英景道, 我好像站着, 动也没动。 说我碰了你的手肘, 还要脸吗? 反正他别想赖掉, 魏卿一本正经道, 那也是因为你突然出现, 又离我太近, 害我慌神。 然而话一出口, 魏卿就感觉, 好像不是那么个意思。 他动了动唇, 刚想改口, 这时锦衣卫巡逻回来时发现这边有人影, 正往这边过来, 所以及时打住, 和英景陷入了沉默。 等到锦衣卫走进到一定的距离了, 英景方才声色平和地开口道, 这里无异常, 去别处看看。 锦衣卫闻其声, 躬身作衣, 然后掉头去往别处。 等锦衣卫走了以后, 小镜上又安静了下来。 两人突然都没话说了。 小镜外面的人生, 仿佛不属于这个空间, 十分地飘渺模糊。 有种难以言喻的气氛, 在鼻嘴中间流转。 昏暗中, 依稀见得英景垂眸看着他, 不见深浅, 梁九在开口时, 却揪着他方才的话不放, 声音极低, 你说我让你慌了神。 后来魏卿及时抽身, 往后退了两步, 他感觉再待下去, 莫名的会很危险。 算了, 反正这夜明珠碎了, 也追究不到他的头上, 顶多是遭点凌书郡主的暗中报复, 他又不是顶不住, 何必与阴景争论这些。 魏卿伸手往肩上指了指身后, 若无其事地清了清嗓音, 道, 工业要开始了, 阴都督还要巡视是吗, 那就不打扰了, 告辞。 说吧他半刻也不再停留, 迅速地转身离去。 刚走几步, 不想身后阴景默然回了他, 郡主要是不服, 让他来找我谈谈。 魏卿脚下顿了顿, 而后脚步轻快地往前走, 抬头看向前面依稀灯火之际, 周氏眉忍住红唇倾起, 缓缓上扬。 静亦在自己宫里等着凌书郡主来, 他更了一, 又重新上了庄, 都不见凌书过来, 直到要出寝宫去前殿那边住寿了, 才见凌书郡主姗姗来迟。 凌书郡主一见面就道歉, 轻易道, 唐姐姐可不要怪我, 先前是见你有客, 我才没来的, 我母亲看得紧, 去了惠妃那里想脱身又不容易。 静亦心生不悦, 但并没有过于表现出来。 随后, 凌书郡主就随同静亦 一起往公宴前殿那边去。 公主和郡主一同过去, 身边工人簇拥, 那自视排场够大, 凌书郡主很是享受这种众人拥捧的感觉。 凌书郡主跟静亦公主走了半路, 壮丝无意地问道, 唐姐姐和那个魏卿很要好吗? 静亦不冷不热地看了她一眼, 道, 你想说什么? 零书郡主就笑了起来, 善解人意道, 我也只是怕唐姐姐上当受骗, 她可能没有唐姐姐想象的那么简单, 说不定接近唐姐姐只是为了屠龙华富贵呢。 静亦根本没放在心上。 零书郡主便又道, 唐姐姐不是想知道与首府纠缠不清的女子是谁吗? 我才得到了消息, 好像就是那个魏卿。 静亦莫地停住了脚步, 侧头看着零书郡主, 好像, 郡主道, 我才得到的消息, 还是魏卿的三妹魏穷九亲口告诉我的。 还不等她说完, 静亦就抬脚继续往前走, 脚步比之前快了些, 打断她冷冷道, 既不是亲眼看见的, 就不要拿一些模糊的东西在我面前说。 魏卿的三妹, 就是那日在亭子里装无辜的那个, 她能把她大姐往风口浪尖上推, 你指望她是个什么好东西? 原来就康王府那日的事情, 静亦看得明白, 她只是没有挑明。 众人推浪, 她闲来无事, 打一打浪罢了。 静亦知道, 林书郡主是个什么人, 以前只是没计较, 偶尔一起打发一下时间。 但现在看来她着实对林书太过纵容了。 林书郡主的话被堵了回去, 她没有想到, 静亦会如此维护那个魏卿。 甚至连魏卿和她最在意的首府扯上关系, 她也还是帮魏卿说话。 静亦不再听她多言, 道, 父皇收宴快开始了, 有什么等过后再说吧。 随着走入宫宴场地, 现身于众人眼前, 那些官父和小姐们纷纷见礼。 林书郡主强颜欢笑, 十分委屈地亲换, 堂姐姐。 静亦端庄高雅地往前走着, 道, 人前换我公主, 你忘了吗? 林书郡主咬了咬唇, 满脸不干, 还是硬道, 是, 公主。 魏卿此时也在殿前, 等着公主皇子们先入殿, 随后众臣及夫人小姐们才跟着入殿。 林书郡主自是不能跟静亦一同入殿的, 他也只能站到一边去。 他一眼就瞟到了魏卿, 魏卿对他微微一笑。 林书郡主心里暗恨, 等着吧, 一会儿到了殿上, 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面上却不动声色地也回忆一笑。 等到众臣子七卷进殿时, 首府来了和大都督来了, 自当引领群臣走在前面。 这两位人物一出现, 不知吸引了多少目光。 魏卿抬眼看去, 殿前明亮的灯火硬衬着, 殷颈衣着十分严谨, 夜洒衣脚上鱼龙绣纹轻轻浮动, 官帽下的一张脸清冷而分明。 而苏玉与他并肩入殿, 风格与他大不同, 这一身长袍, 举止轻哑中透着潇洒。 果然, 不论何时何地出现, 这两人都是万人瞩目的焦点啊。 一个是蛊惑人心的妖孽, 一个是行走人间的恶鬼, 根本不相伯仲。 可是少女们的小心心 还是不受控制地往苏玉那边飘。 殷颈不会笑, 魏卿好像几乎没见他笑过, 但是苏玉却将一抹似是而非的笑容 常常挂在嘴边。 少女们当然觉得首府更好接近一些。 大家都喜欢公子如玉, 温雅端方, 却极少有人喜欢冰冷残酷, 满身煞气之人。 随后进店的小姐们视线都被吸引了去, 热切地注视着前面的首府, 魂不守舍的。 云书郡主也不可避免地被吸引, 眼神一直往前看, 都设不得挪开, 连魏卿何时走到他身后的都不知道。 魏卿不得不承认, 今晚苏玉真是好顺眼, 让他更得心应手了呀。 忽然灵书郡主的裙脚一顿, 不知被谁给踩了一脚。 他身形不稳, 只要是在进店的时候摔了一脚, 那丢脸就丢大了。 索性魏卿上前, 及时搀扶了他一把, 声音温和道, 郡主小心。 灵书郡主稳住脚, 抬头就看见是魏卿, 面色恼羞成怒, 道, 方才谁才本郡主。 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首府那儿呢, 比肩接肿的, 脚下又黑, 当然大家都没注意, 也不可能主动站出来承认。 灵书郡主这一声质问, 引起前面经店的大臣们回头来看, 康王和康王妃一回头, 神色十分不赞同。 灵书郡主自己也知道, 今天皇帝过寿, 哪能在店前闹事, 所以只好多着火气, 提位提裙脚, 跨入店门。 小姐们相继跟上, 魏卿则拉开了和灵书郡主的距离, 走在末后才入店。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姑娘家的事情, 又很快就平息了, 还不至于引起过多的关注。 魏卿进店后, 跟着老夫人一起, 坐在魏慈书的身后。 随着李坚的唱和, 店上众人纷纷起身, 供应地后及一杆后妃驾到。 地后缓缓上了店, 走上店手高放的金椅上落座, 才命众人平身。 寿宴以歌舞祝寿开场, 这歌舞精彩绝伦, 丝竹奏得四海生平, 舞蹈跳得如仙子来贺, 一曲忠实, 众舞机轰托着中间的灵舞, 双手捧着一颗盘桃, 呈现给皇帝, 惹得皇帝龙心大悦, 鼓掌叫好。 皇帝一鼓掌, 大家当然也要纷纷跟着鼓掌, 还不忘雨林桌笑着寒暄, 称赞, 好好, 跳得真是好。 魏卿不大意地跟着鼓掌。 老板说好, 那能不好吗? 高兴就好, 高兴就好。 随后宫善城上, 一道道精美的膳食摆在桌前, 垫上歌舞不歇, 一派安详和乐之色。 首府党和大都督党的大臣们敬酒献辞, 皇帝都欣然应寿。 别的女眷们都希望在人前露个脸, 所以左右灵桌基本都能聊起来。 一行告命夫人们还起身, 带着自家的女儿向皇帝皇后祝贺。 魏卿就只安安静静地品尝着桌上的膳食。 他不是没感觉到旁桌一直有一道目光似盯着她, 先前还能忍,到后面, 看他的人几乎都探着身歪着头, 不在他身上看得所以然出来, 恐怕不会罢休。 魏卿放下筷子, 射了是嘴角, 终于抬起头来, 看向旁桌, 微笑道, 这位公子不知道一只丁六姑娘看, 很不礼貌吗? 纪从贤坐在荣安侯身边, 与魏慈书相邻。 他黄眼间觉得魏卿很眼熟, 并不是十分确定, 结果魏卿抬起头和他正面相对时, 纪从贤立刻就认出来了, 问起,就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起来, 纪从贤才得知, 原来他居然是魏尚书家的二女儿。 荣安侯夫人见既从贤紧盯着魏卿不放, 不由也侧头细细打亮了两眼, 不想这姑娘衣着不出众显眼, 若是细看她模样, 竟十分美丽。 可是别人都是先看衣着, 再看其人, 发现不了这一点。 荣安侯夫人夸赞道, 老夫人好有福气, 养得一个如此出众的孙女。 老夫人笑得嘴都合不拢, 道,哪里哪里, 是侯夫人谬赞了。 亲丫头年纪还小, 当不得夸。 道是小侯爷, 生得一表人才, 如此俊俏。 为亲向荣安侯夫人, 汗手低眉, 以致意。 荣安侯夫人, 见她不羞不骚, 不卑不亢, 心生欣赏之意。 回头, 又见自己的儿子季从贤, 还盯着人家不放, 便拍了拍季从贤的后脑勺, 季从贤才不再盯得那么放肆。 侯夫人从善如流地笑着道, 选子顽劣, 不懂规矩, 见笑了。 季从贤不死心, 整个过程里一直都在瞧魏清, 刚开始理直气壮地瞧, 被侯夫人发现, 以后就偷偷摸摸地瞧。 这是那个在赌场里遇见的小兄弟吗? 他越看越像啊。 可是魏清根本不搭理他, 俨然一副跟他不熟的样子。 要不是今晚遇见, 魏清早把季从贤 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哪小的冤家路窄呢? 竟然居然还跟他临桌? 还能怎么办? 魏清只能装作不认识啊。 宫艳正进行的酣畅, 皇帝也兴致浓厚, 这时大臣们就开始向皇帝敬献贺礼了。 宫殿上其真一宝不绝, 大臣们介绍得十分详尽, 就是希望皇帝能放在心上。 魏慈书彩力有限, 人脉也有限, 他送上的贺礼, 在众臣中间很是平平无奇。 等众臣们都献完了, 然后轮到朝堂之首的首府和大都督。 其真一宝皇帝见得多了, 而这两位大臣以往都不怎么花心思, 因而皇帝也不慎在意。 首府先送了一幅江山图画卷, 工人在殿前将画卷展开, 皇帝听闻是出自宁家之首, 且画功精湛, 令人赏心悦目, 皇帝一边点着头, 一边露出满意之色, 让近世间把画收起来。 接着, 工人捧着大都督送的寿礼上殿, 近世间上前打开锦盒, 只见里面躺着一尊古玉佛。 看起来虽不如别的奇真一宝那样流光异彩, 可是那迎论恩后的白色佛像, 一眼就能吸引住眼球。 皇帝因着太后礼佛, 对佛礼也是崇尚敬重的。 有人送来这个东西, 一时让皇帝感到非常新鲜。 他让近世间把古玉佛呈上来, 他亲自拿上手观摩, 律师上好的玉, 这客功也精湛不已, 皇帝想着, 要是太后见了, 一定开怀。 皇帝朗生笑道, 确实是个好东西, 大都督今年有心了, 朕着实欢喜。 来人, 赐酒。 所有人都朝皇帝手中的古玉佛看去时, 魏清低着头若无其事地吃了块点心, 嘴角若有若无地上挑。 苏玉眼尾的目光, 自始至终不曾离开过他, 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 意味深长。 若不是有个心思玲珑之人, 精心为殷景挑选受礼, 殷景在这种事上比他还随便, 又怎么可能会这么和皇上心意? 大家都欣赏着大都督送的受礼时, 既从嫌一点都不感兴趣, 东西再好反正也不是他的, 在心上又有什么用。 因而他趁着大家都没注意时, 就掰了一点点心血, 往魏清的方向抛去。 魏清深刻地觉得, 上次在街上揍他, 揍得尾是太轻了, 这会根本不长记性。 魏清扶了扶衣脚上的点心血, 抬头看着他。 既从嫌终于得到了他的证识, 等来想问他, 是不是那天赌方里的那个人。 可是魏清的眼神一看过来, 既从嫌张了张口,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毫无征兆地先脸红了。 糟糕, 他穿起女儿家的裙长来, 还挺好看。 既从嫌不喜欢那些 打扮过于精致高调的姑娘, 像魏清这样随旦大方, 却别样美丽的, 是他的菜。 唉,算了, 这里人多, 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也不好, 还是找个没人的时候 再向他问清楚吧。 既从嫌忙从魏清身上一开暮光, 有些手忙脚乱地喝了一杯酒。 魏清收回视线, 有些玩味, 这少年还有些纯情。 等殿上的大臣们献礼完了, 接下来便轮到皇室贵胄 向皇帝献礼。 首先就是皇帝在宫外的 唯一的兄弟家康王府。 康王妃早答应了凌书郡主, 今晚由他献授。 既能讨得皇帝欢心的同时, 也能让他在众人瞩目的大殿上 绽放光彩。 康王妃对凌书郡主点了点头, 柔和道, 去吧。 凌书郡主便起身, 朝魏清这边看了一眼, 随后挑起嘴角, 尊贵而有傲气地走到殿中央。 他一身划裙, 伪实艳丽夺目, 那一张精致的小脸亦是灵翘动人。 只是他主动一站出来, 上座的皇后便微微脸了脸眉。 康王虽是唯一的亲王, 可这丫头的穿着打扮如此张扬, 是要与皇室公主媲美吗? 皇后未名言, 在场知道规矩的命妇们也不言说, 郡主这般, 又不是第一次了。 皇帝笑呵呵地问, 凌书要送朕什么呀? 云书郡主脸上扬开笑意, 声音在殿上回响, 带着一股娇气, 道, 回皇叔父, 云书要献给皇叔父的, 肯定是好宝贝。 我父王惦记着叔父受臣, 早前寻遍东海才得此一见, 祝皇叔父福寿延绵如东海之不绝, 均为广照如日月之同辉。 皇帝开怀大笑, 道, 好, 那朕还真迫不及待要瞧瞧这宝贝了。 云书郡主机长, 就见工人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只精美的锦盒进殿来, 双手上托成线。 静世间照常走了过来, 将锦盒的盖子揭开, 请皇帝过目。 殿上的臣子家眷们都引颈观望, 等着一宝眼福。 然而, 当静世间揭开盒子过后, 他最先看到, 脸色先是变了一变, 还是不得不把锦盒盖子挪开请皇帝过目。 接着上座的地后也跟着神色微妙, 下面则是满殿寂静。 众人所见的那锦盒里, 面色微沉,还没有到发怒的边缘, 但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了, 声音威严地问, 林叔,你这是何疑? 此刻在座的康王和康王妃早已下的面色雪白。 康王府准备的明明是一颗通透无比的夜明珠, 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 啊? 黄叔父不喜欢吗? 林叔郡主一脸茫然地转过头一看, 看见空空的锦盒过后, 亦是一脸动荡瘦下, 惊呼道, 怎么会? 林叔献给黄叔父的寿礼明明就装在这里面的, 怎么会不见了? 此时所有人都明白过来, 是出事了。 林叔郡主当即脸裙就跪地, 工人也跟着颤颤巍巍地跪了下来。 皇帝还没发作, 林叔郡主就自责又愧疚地哭了起来, 道,怎么办, 我把黄叔父的寿礼弄不见了, 都是我的错, 黄叔父罚我吧, 林叔一定毫无怨言。 东西不见了, 罚他有什么用? 当务之急, 是应该查出东西的下落, 看看究竟是何人从中作祟。 皇帝命人把城县寿礼的工人拖下去仔细审问, 工人大呼冤枉, 自锦盒交到工人手上以后, 便不曾动过半分, 店门外有其他手捧寿礼等着进县的工人可以作证。 如此一来, 那锦盒在交给工人的时候, 就已经是空的了。 林叔郡主哭得十分伤心, 回忆道, 我母亲在惠妃娘娘那里的时候, 我想亲自向黄叔父献寿, 便要求了母亲将这份孝心讨来。 一直我都小心翼翼地, 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黄叔父若不信, 惠妃娘娘和我母亲可以作证。 康王妃连忙起身, 到店前将事情经过说清楚, 又有惠妃作证, 说明东西交到林叔郡主手上的时候, 还是好好的。 皇后道, 那既然交到郡主手上时是完好的, 那便是从惠妃宫里出来到进店入宴的这段时间里, 出了差错。 林叔郡主, 你且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详细到来。 林叔郡主便含泪哽咽着回忆道, 从惠妃娘娘宫里出来以后, 禁义公主请我过去, 我便前往公主那里, 可是半路上遇到了一个人, 皇后正声问, 遇到了何人? 所有人都静候着林叔郡主的下吻, 不知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居然敢偷康王府给皇帝准备的寿礼。 要是宫里人手脚不干净就算了, 若要是这些大臣们带进宫里来的家眷饭了事, 不仅小命不保, 还会祸及全家。 林叔郡主试了是眼角的泪痕, 抬手就指向一个地方,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 纷纷朝林叔郡主所指的方向看去。 那可不就是魏尚书所在的燕桌, 身后坐着魏清和老夫人? 魏慈书当即面色灰白, 这要起身成青, 林叔郡主清晰无疑地说道, 林叔在路上遇到的, 正是魏尚书家的二女儿,魏清。 先前大家都还指示, 看向魏慈书, 魏清被魏慈书挡去了大半光景, 少有人注意。 而眼下, 林叔郡主的话一出口, 在场的视线这才投在了魏清的身上, 就连上座地后的目光也朝这边看来。 魏清的衣着在众多官家小姐们中间, 韦识不算显眼的。 他坐在座上, 非常安静。 只有灵桌的既从贤看得清楚, 有些不可置信, 他微垂着头, 那股平静淡然之下, 嘴角竟若有若无地勾了勾。 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不一, 但大多充满了笔色和看好戏的神色, 基本上已经认定了偷东西的就是他了。 魏尚书和老夫人吓得不敢动弹, 后背不停地往外冒冷汗。 苏玉看了灵书郡主一眼, 唇边微微含笑, 但眼神犹如温温月色, 化作街上寒霜, 但见魏清不紧不慢地起身, 沉着平淡地不见丝毫慌乱, 看样子时有了应对之策。 他捏着杯盏的手指, 这才稍稍松了松。 与苏玉对坐的阴景, 清闲地喝了一口茶, 像是等待折子戏的茶客一般, 脸上神情清淡若舞。 这点把戏, 若是魏清还搞不定, 那就不是魏清了。 魏清从魏慈书身后走出来, 大家这才看清他的容颜。 没想到魏家竟有如此亲艳俊丽的女儿。 知道一些魏家女儿情况的, 便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这魏清原是妙兰之女, 可是妙家落罪以后, 风光不在。 妙兰病逝, 魏慈书另娶, 听说她在魏家过的, 也不再是迪小姐的日子。 魏清今日在人前露脸, 大家关注的, 不是她是魏慈书之女, 而是她曾是明动京城的妙兰之女。 魏清的一切动作都是漫条丝理的, 她走到殿中, 然后脸裙向地后行跪拜之力。 和灵书公主的哭哭啼啼相比起来, 她就安静从容得多了。 皇后问道, 灵书郡主所言, 半途遇到了你, 属实吗? 魏清应道, 回皇上, 皇后娘娘, 臣女确实半途与灵书郡主遇见过。 皇后质问, 康王府的寿礼不见, 可是你偷的。 魏清道, 敢问郡主, 那份寿礼郡主当时是如何携带的? 灵书郡主道, 自是放在锦盒内, 有我的婢女带着。 魏清笑了笑, 侧头看着工人手里空空的盒子, 道, 这般显眼的锦盒, 郡主的婢女应该也是捧着的吧, 如此, 我还能偷锦盒内的寿礼, 是不是有点明目张胆啊? 灵书郡主张口就道, 当时我和你交谈了几句, 你对锦盒内的东西感到好奇, 说是想看一眼, 我抵不过你再三恳求, 所以就打开给你看了一眼, 怎想居然被你给偷走了? 不等魏清说话, 灵书郡主就向帝后又道, 皇叔父, 皇后娘娘, 灵书的婢女可以作证。 遂两名婢女又被传唤了进来, 所言与灵书郡主如出一辙。 皇后便冷声看向魏清道, 你还有何话说? 侧座的静益公主端了架子, 郑玉开口说话, 就被魏清先生夺去, 道, 陈宁以为既然是敬献给皇上的寿礼, 定是谨慎又谨慎, 我与郡主不过一两面之缘, 并无交情, 原来我再三恳求想先皇上一步见见着寿礼, 郡主居然同意了。 静益定定地看着魏清, 魏清身上总有一股让自己安定幸福的力量。 静益暗暗深吸一口气, 广秀中的玉纸揪着自己的秀脚, 暂不妄动, 且看后续。 灵书郡主面色一顿, 抬眼就见魏清正歪头看着他, 尤其是那双眼睛在四周宫灯下又深又黑, 让人心里一沉。 魏清又问, 郡主先前还说不敢松懈, 怎么就如此草率了呢? 灵书郡主暗自咬了咬牙, 面上委屈道, 可寿礼就是在见过你之后不见的。 敢问公主, 准备进宪的寿礼是何物? 这是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灵书公主觉得, 事到如今, 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便道, 那是我父亲特意为皇上寻来的东海夜明珠。 就有朝臣启哄道, 东海夜明珠, 那可是价值连城啊。 灵书郡主顿时又理直气壮道, 你想要证明清白, 只要让人当场搜一搜身, 就知道你有没有偷了。 郡主提出来的要求何其刁钻, 要当场搜魏清的身, 若是搜到了宝物他自当无话可说, 可要是搜不到, 今日这一事也能让他受辱。 更何况, 灵书郡主笃定夜明珠此刻就在魏清身上, 怎么可能会搜不出来呢? 静义公主忍无可忍, 道, 郡主是想要他当着这满店的人被搜身吗? 灵书郡主道, 既然他不肯承认他偷了东西, 那就别怕被搜。 哪想, 魏清挑了挑眉, 却对灵书郡主玩耳笑道, 我没问题啊。 这话一出, 店上又出奇的安静。 他那一笑, 清浅方艳, 单静淡然, 不知道多少人侧目。 灵书郡主更是愣了愣, 本以为他会非常抗拒, 毕竟是有损明节的事, 他越是抗拒, 就越是让人以为他心虚, 如此地厚, 就会倾下命令强搜他的身。 灵书郡主又哪里料到, 魏清会这么爽快? 魏清又道, 魏正清白, 搜身又何妨? 只是郡主, 那夜明珠除去锦盒乃是方便携带之物, 郡主口口声声说, 路上只遇到过我一人, 在此之前宝贝都是好好的, 那么问题应该就出现在你我和婢女之间。 为了避免郡主坚守自盗, 诬陷别人, 郡主和你的婢女, 理应同我一起被搜身。 你, 你大胆! 灵书郡主方才地委屈, 烟消云散, 气得发飙。 他堂堂郡主, 怎么可能当着这么多人被搜? 灵书郡主这一大呼小叫, 地后都有些不悦。 反观这魏清, 举止坦然从容, 又没有女儿家的娇气, 反倒顺眼得多。 结果魏清直接上请道, 臣女虽是乡下来的, 但自幼知道礼仪廉耻, 不是自己的东西, 绝不惦记染指, 更何况是献给皇上的受礼, 臣女又岂敢在皇上之前一捕为快。 既然灵书郡主一口咬定叶明珠是臣女偷的, 臣女恳请皇上、皇后娘娘下令搜身, 既还臣女一个清白, 又给郡主一个公道。 地后对视一眼, 皇后遍着身后的两个贴身宫女, 令到, 带郡主和她的婢女, 即为家小姐去偏店宴一宴。 魏清安然接受, 宫女过来带路时, 她便跟着宫女抬脚往偏店去。 可灵书郡主哪里受过这样的对待, 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平日里得一贯了, 她拒不服从, 宫女上前搀扶她时, 她还推嗓, 哭着向帝后叫道, 皇叔父, 皇后娘娘, 明明不见了东西的人是我, 偷东西的人是她, 为什么要搜我? 皇帝还算比较有耐心的, 道, 灵书听话, 去偏店宴一宴便是了。 灵书郡主哭着嚷着, 我怎么可能坚守自盗, 分明是她诬陷我。 然而, 正是她这剧烈抗拒, 推嗓间动作过大, 划裙微乱, 呼得有什么东西, 从她怀里跌落而出。 众人亲眼看着东西, 从灵书郡主一怀里掉出来, 落在红毯上, 全都震惊了。 那好像是一块碎片, 正犯着隐隐光辉。 彼时未清还没走出大殿, 风轻云淡地回头看了一眼。 真是的, 乖乖配合一下去偏店搜不好吗, 非得要在这众怒魁魁下被见个正正。 这下谁都看得出来, 吊在地上的是夜明珠, 挤扮碎片中的一半。 魏清的眼神稍稍往店手的方向瞟了一下, 殷景坐在那里, 泰然如山, 还真是比她还淡定。 她就这么相信自己搞得定呢? 不过还得感谢今晚灵书郡主穿了一身繁重的滑裙, 夜明珠的那点分量放进她衣怀里, 她根本感觉不到。 再加上进店时人多嘈杂, 灵书郡主一心脑在自己的裙脚被踩, 注意力也没在那上面。 同样的手段, 之前在魏琼居身上用过一次, 现在用在灵书郡主身上也一样的有效果。 对付这种等级的, 都不需要废脑子。 皇后领声问, 灵书郡主, 这是什么? 眼下灵书郡主瞪大着眼, 脸色发白, 颤颤倒, 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紧接着, 宫女得了皇后示意, 要检查灵书郡主的衣怀, 灵书郡主十分慌乱, 挣扎时又是几半碎片跌了出来。 最后, 近时间将碎片捡起, 拼凑了一下, 果真拼凑成一颗完完整整的夜明珠。 康王顿抽一口凉气, 与康王妃双双跪地请罪。 受理被损毁, 本就非常不吉利, 可事实摆在眼前, 灵书郡主分明是自己摔碎了夜明珠, 害怕被降罪, 所以就嫁祸给别人, 这样性质就非常恶劣了。 灵书郡主一下贪婉在地, 眼泪止不住地酥酥下落,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为什么会在我身上? 皇帝运怒道, 灵书, 受理坏了你可以说出来, 正念在你年幼不懂事, 可以不予追究。 可你为什么撒谎, 还要嫁祸在别人头上? 我没有, 灵书郡主用力摇头, 泪眼汪汪, 他回头愤恨地指向魏清, 明明是他, 黄叔父要相信我, 不是我弄坏的, 是他弄坏的。 这灵书郡主受不得一点委屈, 一口咬定就是魏清干的。 只有他和他的婢女知道, 他亲手把夜明珠交给了魏清, 不知道魏清究竟是什么时候还回来的, 而且还是还得碎片。 灵书郡主默然想起, 方才进殿时自己的裙子被踩了一脚, 魏清那个时候扶了自己一把, 定然就是那个时候动的手脚。 这个贱人, 可恨的是, 灵书郡主偏偏不能把夜明珠给魏清的事抖出来, 否则明明是给皇帝的受礼, 他却给了魏清, 更是居心叵测, 最佳一等。 皇帝派案沉声道, 事到如今, 你还不知悔改。 来人。 两名锦衣卫从殿外走了进来, 康王府帝请罪道, 求皇上念在灵书一片孝心的份上饶他一回吧, 灵书粗心莽撞, 才坏了受礼, 臣弟愿意一力承担。 康王妃亦是哀声祈求, 若是别人犯了这样的错, 毫无疑问肯定是要被拖下去处死的, 可这人偏偏是康王的女儿。 康王朝灵书郡主喝道, 还不快向皇上、皇后娘娘认错。 灵书郡主知道自己要是再固执下去, 后果一定更糟糕。 遂灵书郡主跪着哭道, 灵书知错, 灵书再也不敢, 求皇叔父开恩。 皇帝念及自己只有康王一个兄弟, 而康王又只有灵书一个女儿, 灵书性子虽然骄纵了一些, 此前也没犯过什么大错, 这还是第一次。 静义出声道, 今日父皇大寿, 不宜大动干戈, 父皇还是饶了他吧。 皇帝很满意, 最终道,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以后灵书郡主不得随意进宫, 宫里大小宴也不得再参加。 今夜宫宴过后, 明日就送去大理寺反省半月吧。 这惩罚已经是隆恩大赦了。 康王和康王妃忙不迭谢恩, 灵书郡主脸色煞白, 泪痕犹在, 整个人却已经失去了先前的活泼生气与光彩。 皇帝不想再看见他, 挥挥手道, 把他拖下去。 灵书郡主被锦衣卫拖出去时, 从魏卿身边经过。 他瞪着魏卿, 狠毒的眼神把眼眶撑得通红。 魏卿侧身, 微微点头致意。 魏卿, 我定要你不得好死。 灵书郡主被拖出去了, 魏卿是被冤枉的, 故皇后又开金口, 让他做回原位。 有了这样一场变故, 在场的臣子家眷们, 在看魏卿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他身上的淡然气度, 与灵书郡主截然不同。 不光荣安侯夫人, 其他一些官家夫人们 也暗暗对魏卿欣赏起来。 随后, 宫宴照常继续。 康王夫妇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既担心灵书郡主, 又不敢轻举妄动。 康王妃频频朝殿外望去, 俨然依附心不在焉的神情。 皇帝并未下令对灵书郡主用刑, 因而他只是被赶出殿外, 不得再进来参加宫宴而已。 后来皇子公主们 依次向皇帝献寿。 皇帝脸上恢复了笑容, 但兴致总归不如先前那么好。 轮到静义公主时, 她起身站在殿中, 让自己的四个工人 把寿礼抬上来。 寿礼上盖着一块颈布, 只让人瞧见 这是个不小的物件。 静义公主将颈布一抽, 那金丝楠木椅的流金光泽 就呈现在众人眼前。 一张椅子本不足为奇, 最多是用才比较名贵, 但大家惊奇的是, 这椅子又与寻常的座椅不尽相同。 皇帝也感到好奇, 身体往前轻了轻, 仔细观摩了两眼, 笑问, 静义, 你这送的是个什么椅? 静义将早前为 轻与他讲解的话都记了下来, 眼下一一说给皇帝听, 听得皇帝大为新鲜。 他命静时间把座椅 抬到垫手上方来, 起身离了自己的龙椅, 走到那金丝楠木椅前撩袍, 坐下试试。 那椅背刚好与他腰部服贴, 一靠在上面, 木珠子就起了作用, 按得他腰背又酸又涨, 却让皇帝舒服得愧叹两声。 皇帝大赞道, 静义, 你这份孝心震慎为高兴, 不知哪个能工巧匠, 打造出这样一把椅子。 静义站在殿上, 尊华贵旗自然流露, 印道, 回父皇, 哪个能工巧匠儿臣不知, 而臣只知这椅子原本于普通的座椅无异, 但有人包臣考虑到, 父皇国事操劳, 久坐伤身, 所以出主意让工匠改良了这把椅子, 好让父皇处理正事之余, 能够缓解妖疾。 儿臣也不过是借花献佛, 只要父皇喜欢就好。 皇帝起身毁了自己的笼椅上, 兴致勃勃地问, 何人给你出的这个主意? 能和静义公主来往的, 必不是寻常百姓。 皇帝大概能猜到, 那个出主意的人今日就在这殿上, 否则静义也不会大庭广众地说出来。 静义侧身, 目光越过魏慈书, 看着魏亲, 道, 正是先前被灵书郡主冤枉的魏家二小姐, 魏卿。 今夜里两次点名都是魏卿, 她算是很出名了。 这一惊一乍, 魏慈书和老夫人的心情也跟着起起落落。 先前怕得要死, 当时魏慈书正盘算着如何摆脱和魏卿的干系, 没想到魏卿竟解决了危机, 最后受处置的反倒是灵书郡主。 而眼下魏慈书和老夫人心情又陡然直上, 静义公主亲自点名, 就是要帮魏卿请公的意思。 如此,魏家就有可能得到皇上的青睐。 魏慈书和老夫人顿时觉得, 就算宫宴上没送个什么大放异彩的寿礼不要紧, 他们还有魏卿啊。 皇帝朝这边看来, 魏慈书连忙对魏卿道, 还不快上前去拜礼。 今晚两桩事都与他有关系, 皇帝不由细细地打量起殿前的魏卿, 见他举止不慌不躁, 很有种宠辱不惊的气度, 着实不像个小女子该有的。 皇帝问了些关于这椅子的事, 魏卿不紧不慢, 唯唯道来, 就连以背上的木珠子能接触到后背的哪处穴位他都说得清楚。 皇帝大笑, 不吝赞道, 魏尚书有女如此, 该是有福气。 朕听说, 早前也是你对静义有救命之恩, 如今静义这般推举你, 朕相信他的眼光。 来人, 大赏。 魏卿拜礼道, 臣女谢皇上隆恩。 魏慈书面露喜色, 魏卿真的得到了皇帝赏识, 魏家也会跟着让人高看一眼, 但也隐隐有些担忧, 魏卿曾在乡下待过, 若要是有人追根究底起来, 得知他亏待过魏卿, 又容易落人口实。 这下子, 各处目光都时不时投来打烊魏卿。 魏卿虽然年纪还小, 可这股从容之态让人无法忽视, 如今又得静义公主的推举, 有眼识的人还看见在座的静义公主的母亲明妃面色含笑, 显然也是很赞同的。 如此一来, 那魏卿的身份地位就大不一样了。 等到殿上的宫宴进行得差不多了, 臣子们可以在殿上饮酒聊天, 夫人小姐们则可以在殿外附近的花园里游人赏灯。 皇帝在殿上又赐了不少御用好酒, 皇后则带头和几位举足轻重的后妃一起, 领着夫人小姐们在花园里游园。 今晚老夫人可一点也没闲着, 因为很快就有夫人来邀请她一起游园, 还有不少夫人向她打听魏卿的情况。 老夫人终于有种被众人簇拥的微妙感, 都笑着一一回应。 这些夫人们见今晚魏卿的公主和明妃赏识, 皇上也大赏了她, 便多少动了心思, 约莫是想给自家找着媳妇。 魏卿没与老夫人在一处, 应付那些场面让老夫人去应付就可以了, 反正老夫人喜欢。 魏卿也不想待在殿上, 因为时不时还要接受苏玉故作幽怨的眼神拷问, 旁边还有个季同贤好奇心重到抓耳挠塞, 他随后就跟着出了殿, 找个清静的地方透透气。 魏卿并没走远, 刚到一处湖边梁亭, 还能隐隐听见花园里夫人们的谈笑声。 这时, 梁亭另一边突然传来一声咬牙切齿, 恨之入骨的叫唤声, 魏卿。 魏卿寻声看去, 灯火下不难认出是先前被赶出殿的灵书郡主, 他不甘心就这么离去, 一直在外面等着, 眼下终于见殿上的夫人小姐们都出来了, 他便寻着魏卿的身影找来。 灵书郡主气势汹汹地快步走过来, 二话不说, 直接仰手就又急速又用力地往魏卿脸上扇来。 魏卿瞇了瞇眼, 轻而易举地截住了灵书郡主的手腕。 灵书郡主挣了挣, 剑抽不出来, 气急怒骂道, 你个贱人, 你算什么东西, 胆敢拦我。 放手。 魏卿眼神忧淡, 道, 郡主还是消消气, 闹大了可不好收场。 你放开我。 灵书郡主双手并用, 一边挣扎, 一边拿他尖尖的指甲往魏卿身上抓扯, 另一只手, 看着他在自己手上挣扎得如同一只扭曲着身体的虫子。 灵书郡主恶狠狠地瞪着魏卿, 气喘吁吁道, 都是你。 是你把夜明珠摔碎了, 故意放在我衣服里的, 对不对? 是你嫁祸给我的。 魏卿温然笑了笑, 道, 郡主这话从何说起? 郡主早先把夜明珠给我的时候, 口口声声说是送给魏穷酒的东西, 让我带为转交。 后来我一想, 觉得这礼物伪实贵重, 在我手上出了差错我也不好交代, 所以就还回来了。 哪晓得到了店上, 灵书郡主却说是送给皇上的寿礼呢? 灵书郡主恨恨地瞪着他, 自己也没想到, 摆他一道不成, 反倒把自己给摆进去了。 魏卿不知可否地提着他的手臂往自己面前收了收, 看着他惊疑的面色又温声细语道, 我不过是物归原主, 怎么能是嫁祸呢? 倒是郡主, 在想嫁祸我的时候可有想过, 今晚若是在我身上搜出夜明珠了, 会是个什么后果? 灵书郡主冷笑道, 还能有什么后果, 但遭殃的人就会是你, 皇上把你处死也不为过。 魏卿悠悠道, 所以吗, 你在这么做的时候想的就是要我的命, 你说说, 我为什么要对你客气? 说吧, 魏卿将灵书郡主往庭柱子上推了推, 自己若无其事地扶了扶裙脚不再理会, 抬脚往庭外走去。 这整个过程, 灵书郡主报复不成反被压制, 他竟连打魏卿一巴掌泄分都没能成, 心里万分不甘心, 怎么能眼睁睁看着魏卿就这么走掉? 当时灵书郡主心里充斥着恨意, 想都未多想, 当即朝魏卿冲过去, 就要把他往亭子外的湖水里推。 灵书郡主只有一个念头, 魏卿让自己不好过, 他也不会让魏卿好受。 最好把魏卿推下湖, 无人发现, 淹死了才好。 然而, 魏卿身形比灵书郡主想象的要灵活得多, 灵书郡主还没碰到他, 怎料他突然侧身躲了过去, 使得灵书郡主静止趴在了旁边的栏杆上。 可栏杆太矮, 根本挡不住灵书郡主的身体, 结果灵书郡主尖叫一声, 直接从栏杆翻了出去。 眼看着就要跌入湖中, 魏卿伸手极快地一把抓住了灵书郡主的手腕。 灵书郡主的双脚和长长的裙脚已经漫入了湖水里, 他十分害怕, 一抬头就看见了上方魏卿正抓着他, 眼里的神色如这夜色下的湖面不见波澜。 魏卿道, 如何? 灵书郡主一边哭一边叫骂, 把附近花园里游园的人给引了过来。 彼时由皇后为首, 身后跟着一群后妃和贵妇们, 阵仗很大。 几个工人快步赶到亭子这边来, 帮魏卿一起把灵书郡主给拉起来。 灵书郡主双脚一粘地, 就瘫软在地, 委屈地放声大哭。 康王妃从出了电一时, 就到处找灵书郡主找不到, 这时闻讯赶来, 看见自己的宝贝女儿摊在地上, 半截身子都湿了, 连忙过来搂她在怀, 不住安慰。 皇后本就不喜灵书郡主平日的做派, 也只是淡淡宽慰了几句。 哪想灵书郡主逮住不放, 哭着指控魏卿道, 是她? 是她把我推下狐去的? 她想要害死我? 康王妃六神无主, 方才在殿上时对魏卿以一腔怒气, 眼下更是怒涩吝声喝倒, 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竟敢谋害郡主? 旁边被有人说道, 我们随皇后娘娘过来时, 好像是魏家二小姐正拉着灵书郡主, 要不是她拉着, 郡主恐怕已经落进湖里了。 怎么又是二小姐推郡主落湖的呢? 灵书郡主冷得瑟瑟发抖, 因为在康王妃怀里, 一口咬定道, 就是她推的, 见皇后娘娘来了, 她害怕被拆穿, 所以才拉住我做做样子。 魏卿站在一旁, 垂目看着灵书郡主, 忽而道, 敢问郡主, 我为何推你? 因为, 因为你对本郡主怀恨在心。 魏卿勾了勾唇, 道, 我为何要对郡主怀恨在心? 要怀恨在心的, 不应是郡主吗? 灵书郡主还想再说, 忽然亭外传来一道声音, 我亲眼看见了, 我可以作证。 亭中的人纷纷寻声看去, 只见一男子正从那边走来。 很快就有人认出了他, 道, 那不是荣安侯家的小侯爷吗? 灵书郡主与纪从贤也是很熟悉的, 大家都是皇亲国妻嘛, 只不过灵书郡主是皇帝这边的亲戚, 纪从贤是外妻。 灵书郡主瞬间感觉自己找到了盟友, 对纪从贤哭着喊着道, 纪哥哥,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 分明是他把我推下水的。 平日里, 灵书郡主根本瞧不起纪从贤, 觉得荣安侯一家都是外妻, 纪从贤又是个王库子, 哪里配和他相提并论。 可眼下, 他恨不能把纪从贤当亲哥哥。 纪从贤走了过来, 有理由举地向皇后禀道, 启禀皇后娘娘, 方才我在这附近散步时, 恰好看见了郡主和威二小姐在亭中的事。 皇后不置可否道, 哦, 你且将你看见得如实道来。 纪从贤道, 我先看见灵书郡主, 本正想打个招呼, 结果就看见他一头冲进亭子里, 仰手往威二小姐脸上扇。 随后, 见为二小姐要离开, 郡主又从后面冲过去, 把二小姐往湖里推。 只是二小姐闪得快, 让郡主推了个空, 自己反倒栽了出去。 幸好二小姐伸手及时拉住郡主, 郡主才不至于整个跌入湖中。 林书郡主缩在康王妃怀中, 不仅是冷得瑟瑟发抖, 还楚楚可怜的患母亲。 康王妃不由将她紧紧护住, 泛黄的灯火也掩盖不住 林书郡主脸上的苍白。 好你个纪从贤, 你居然帮她不帮我。 魏卿看向纪从贤, 微微有些诧异。 这小子, 不晓得暗地里偷看了多久, 最后竟还主动站出来澄清事实。 他以为纪从贤应该正式拿住了一个 可以出口气的好机会, 结果他却白白放弃了。 随后有锦领锦衣卫就过来了, 倒是这里出了事, 奉大都督之命, 要把林书郡主和魏卿都带回魏厂里想问, 绝不冤枉谁也不姑息谁。 魏卿忍不住若有若无地牵了牵嘴角, 锦衣卫消息和动作都很快嘛, 阴锦还是比较讲义气的。 锦衣卫本就管着宫里的秩序, 皇后闻言, 觉得把人交给魏厂也好。 这林书郡主顽劣不堪, 是该送去好好调教一下。 魏卿很坦然地表示愿意跟锦衣卫走, 配合查明事实真相, 而林书郡主吓都吓傻了, 腿软得走不动路。 康王妃怎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 被送去卫厂, 于是立刻道, 皇后娘娘, 臣妾看着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 林书, 快, 快跟皇后娘娘说清楚, 只是一场意外, 是不是? 林书郡主缓了半晌, 极力定着心神, 最终念诺着道, 回, 回皇后娘娘, 方才是天太黑, 我自己没看清, 是, 是意外。 既然林书郡主亲口承认了, 这是一场意外, 最后便只能当作意外来处理了。 康王妃怎忍心林书郡主继续留在这里, 被人当笑话看, 向皇后请辞过后, 就匆匆带着林书郡主离开了这里。 皇后向征兴地关怀了魏卿几句, 才带着一众贵妇人们转身离去。 大家一散开, 亭子里便又恢复了平静和冷清。 纪从贤还没有离开, 眼下终于被她逮着了机会, 见魏卿要走, 连忙闪身挡住她的去路。 纪从贤看着她道, 好歹方才我还你做了证, 你这不吭一声就想走了, 是心虚吗? 你果然就是上回赌方里的那个人对不对? 魏卿叹了口气, 道, 小侯爷怕是误会了, 我是正正经经的姑娘家, 哪会去赌场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 纪从贤指着她的脸, 道, 对对对, 就是你这样的表情, 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模一样。 你还不承认? 魏卿服额, 小侯爷真的是认错人了。 纪从贤见她死不承认, 也不着急, 挽着手悠哉哉哉道, 又不是我一个, 还有我手下的小私们? 回头我把他们都叫来, 和你当面对质。 魏卿瞇了你一眼, 纪从贤又刺嘴道, 我就说呢, 怎么金毅公主会突然找我谈话, 还要我削了大理寺的案子, 原来你俩是一堆的。 这要是旁人, 金毅公主哪会管这种闲事? 怎么样, 魏卿, 我又不是那种记仇的小人, 你承认一下要死啊。 魏卿抬起头看着面前这张欠揍的脸时, 煞时就没开眼笑, 开始捏手止骨, 道, 看样子小侯爷是想回味一下过去了。 纪从贤见他这形容, 顿时往后跳开几步, 道, 你还想在宫里行凶不成? 魏卿笑道, 我只是手痒, 过来, 我们去小树林里谈谈, 我不去。 纪从贤坚定地拒绝, 他这样子, 哪是想好好谈谈, 分明是想对他施暴啊, 他可没有那么傻。 纪从贤道,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你回答我我立马就走。 魏卿, 你问, 上次你进大理寺时说你是躲避仇家, 可你明明是尚书家的小姐, 你进大理寺到底是为了什么? 魏卿想了想, 身体随意地靠在亭柱上, 道, 大理寺的温绍卿, 我见他长得不错呀。 纪从贤跳脚, 你大费周折的, 就是为了追汉子。 为此他还挨了好一顿揍, 想起来心情就非常郁闷。 只不过纪从贤还是手信, 魏卿要走时他再没拦着, 只是很不爽地冲他背影道, 而且我觉得温绍卿并不好看。 魏卿脚下魏婷, 似笑非笑, 既从贤一张俊脸都气歪了, 又磨着牙补冲道, 而且他喜欢贤良舒德的女子。 静毅尽量在宴会殿上多待了一会儿, 他的注意力一直没离开过殿上的苏玉, 心情随着他的一举一动而起起伏伏。 因而, 静毅后一步才从殿上出来, 正在找魏卿时, 就听说胡婷那边出了事。 他还没来得及走到胡婷去, 就见康王妃正搀扶着凌书郡主出来, 经过花园准备出宫去。 凌书郡主一身地落魄狼狈相, 一直呜呜嘀哭, 十分伤心委屈。 静毅公主皱了皱眉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康王妃一半生气一半无奈道, 回公主, 我们凌书说那位家二小姐把她推下了胡, 可是皇后娘娘不信, 仅因为还想把凌书提到魏厂里去, 我们也只能自认倒霉。 今晚凌书是犯了大错, 可也不能这般欺负她吧。 静毅公主的反应很是平静, 看着凌书郡主道, 你自知犯了大错, 不好好回家反省, 跑到胡亭那边去做什么? 凌书郡主躺累道, 我只是难过, 却偷偷气罢了, 这也有错吗? 静毅公主道, 魏卿若是想推你下湖, 你此刻就不会好好站在这里了。 以后你若是想好, 就不要去惹她。 凌书郡主性子要强, 眼里容不得沙子, 今晚所作所为也着实令她失望。 可静毅这么说, 不仅仅是帮魏卿, 也是为了凌书郡主好。 凌书虽是郡主, 可她惹不起魏卿。 静毅可是亲眼见过, 魏卿杀人的时候, 手里沾满了热血, 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 若是魏卿针对凌书郡主有了杀心, 胡亭那边没有旁人, 只怕凌书连呼喊一声的机会都没有, 明日宫人就会发现她的浮尸。 所以, 到底是不是魏卿推凌书下水, 孰是孰非, 静毅也不想再多说。 凌书郡主却撑大折眼, 看着静毅公主道, 公主也不愿意再相信我, 要去相信她吗? 连你现在也不帮我了吗? 她是什么东西, 我可是你的堂妹。 静毅公主冷了神色, 厌倦道, 凌书神志不清, 康王妃还是早点把她带回去的好。 可是凌书公主不肯走, 满脸不甘道, 我知道她救过你的命, 所以你现在有了新的玩伴, 就要抛下我了。 康王妃赤道, 凌书,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静毅冷眼道, 是不是觉得去大理寺反省半个月还不够? 以下饭上, 对公主不敬, 要我父皇再给你加几个月? 凌书郡主气势上不敢再多嚣张, 却咬牙切齿道, 今晚的事是她栽赃嫁货给我的, 叶明珠也是她摔碎的。 我只是伤心, 公主为什么信她不信我? 静毅公主不致一词。 被康王妃拉着走之前, 凌书郡主回头又对静毅道, 公主这是隐隐牢入室, 公宴之前我就与公主说过了, 就是她勾搭首府, 可是公主不信, 冬至那天, 首府可是亲自登门, 在她院里待的大半日呢? 公主对她这么好, 也不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静毅侧身, 一直看着凌书郡主骂骂咧咧的和康王妃一并走远。 时辰也不早了, 皇帝皇后也已经撤了, 随后陆陆续续有臣子家眷们告辞离宫。 静毅见到魏清时, 魏清已经与老夫人会合, 准备一起离开。 静毅让身边的宫女来请魏清过去说几句话。 静毅就站在不远处的一棵长青树下等着她。 那灯下清寒, 静毅公主划长黑发, 安静高贵。 魏清走到她身侧去, 问, 公主还有何吩咐? 静毅转过身来看她, 半晌道, 夜明珠的事与你有关吗? 魏清抬了抬眉, 道, 公主何出此言? 灵叔说你栽赃嫁祸她, 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魏清声色没有波澜, 道, 那夜明珠是有钱人家的玩物, 当不了温宝, 落在我手里, 还是个烫手山芋, 我偷来作甚。 郡主口口声声指定是我偷的, 如若今晚被定罪的人是我, 我没有郡主那么好的命, 大地也只有死路一条。 魏清极为平淡, 道, 想要看我下场的人又不止郡主一个, 我若是还自寻死路, 早死了百八十回了。 静毅微微抿着唇, 道, 我这么问不是怀疑你的意思。 魏清点头, 我知道。 这时, 魏慈叔也出来了, 正和老夫人一起等着她。 静毅公主本还有话想问, 眼下也不是个时候, 隧道, 你回去吧, 剩下的事改天有空再与你说。 如来时一样, 魏慈叔和老夫人坐一辆马车, 两人在车上必定有话说, 魏清便单独成一辆, 紧随其后。 两辆马车缓缓驶离了宫门。 然在宫门前的直道上走了没多远, 旁边便有一辆马车跟了上来, 和魏清的马车并驾齐驱。 魏清听到两辆马车错落有致的车折声, 一直并排驶出一段距离, 对方丝毫没有要抄赶或者谦让的意思, 不由撩起窗帘, 往外看了一眼。 天色漆黑, 宫门直道上的壁火闪闪烁烁, 将车影拉长得隐隐绰绰。 在他撩起窗帘的同时, 对方也撩起了帘子。 灰暗的光线下, 魏清隐隐见得苏玉的身形正坐在马车里, 他侧头朝他看来时, 夜色称得他眼底有些暗淡, 却依旧笑意浅浅道, 夜深路长, 我送你回去。 魏清道, 不用劳烦首辅了, 我父亲和祖母就在前面。 片刻, 他清道, 魏清, 我们聊聊, 好吗? 魏清问, 有什么好聊的呢? 随便什么, 只要听到你的声音, 听见你说的话。 魏清怎会不知, 以他的心思, 肯定已经猜到了今天晚上阴景的寿礼, 就是他帮忙准备的。 他没有如他所愿, 离阴景远点, 可能和阴景的距离比他想象中的还近。 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微妙, 魏清细想一下, 也不知怎滴, 就走到了今天这样。 魏清没答应他, 也还没来得及拒绝他, 这时又有一辆马车加快了速度, 从后面跟了上来, 从魏清马车的另一边穿进来, 却意识不及着超感, 悠悠晃晃。 然后魏清的马车就被夹在中间, 三辆马车一起并驾齐驱。 魏清掀了线另一边的窗帘, 看见驾车的锦衣卫时, 脸就不受控制地抽了又抽。 他捋着裙脚, 淡定地坐回了座位。 方才情绪还有莫名沉郁, 现在好, 又来一个凑热闹, 他那仅有的一点点沉郁的情绪 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头大。 三辆马车同行上街, 魏清突然让车夫加快速地往前跑, 左右两边的两辆马车就落在了后面。 苏玉驾车的随从问, 大人, 要追吗? 他要是去追, 旁边的锦衣卫岂会干闲着, 肯定也会往前追。 反正就是摆明了要坏他的好事。 既然如此, 谁都别想送魏清回家。 苏玉道, 大都督, 隐一悲否? 旁边马车里传出阴警的话来, 本都亦有此意。 于是, 最后两辆马车掉了头, 往城里的酒色处行去。 这个时辰, 已经没有酒客了, 就近那一家酒色里正准备关门打样, 可看见有锦衣卫, 就是再困也不敢打样了, 还得打起精神来烫酒。 外面飘起了雪, 这回雪下得大, 不似上回指灵星飘了一点。 苏玉和殷景两人带着满身雪, 闲适地跨入了酒肆。 一股酒香蔓延, 老板把烫好的酒小心翼翼地送上前, 道, 两位贵客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小的, 小的就在后堂候着呢。 也不知小店今天是走了什么运, 竟让两尊活神来光顾。 看那衣着气度, 又有锦衣卫守门, 哪会是一般人呢? 苏玉给殷景道了酒, 道, 今晚大都督的受礼出其不意, 让皇上很是开怀。 守府的也不差。 苏玉执起酒杯, 和殷景碰了碰, 闲适地问, 是他帮大都督选的吗? 在朝堂上, 两人是明争暗斗的死对头, 却偏偏有着气度胸襟和闲情意志, 还能坐下来饮酒聊天。 尽管聊的话题非常地不愉快, 但依然心停气和。 殷景碰了杯后, 饮酒间, 道, 这样守府感到不爽了。 苏玉眯着眼道, 岂只是不爽啊, 大都督总是拿捏到位, 让我非常地不爽。 他看着殷景平和吴波的脸, 不过大都督对他, 是不是关注得有点过头了? 殷景放下酒杯, 道, 能让守府如此在意的一个女子, 本都当然要尽量关心。 苏玉语气不变, 他不过是个小女子, 大都督何必将她卷进来, 会不会太没心没肺了? 殷景道, 他本就在是非里, 又何须我拉她进来? 朝政纷争, 那是你我的事, 与他没有关系。 我倒是希望如此, 可执着于他不放的人是守府, 不是本都。 苏玉一直以为, 殷景对魏清的种种不同, 是因为想要牵制他。 因为殷景知道了他在乎魏清那个小女子, 就等于是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殷景面前。 所以一直以来, 不想伤到魏清, 他都在尽量克制。 可是如今, 他似乎从殷景的话里听出点别的意思。 苏玉琢磨着, 现在想来, 当初大都督把他带去卫场照看他的病情, 又不辞辛苦, 亲自去大理寺捞人, 还亲自登门去他院里用午饭, 今晚又妨碍我亲自送他回家。 他看了殷景, 大都督运筹帷幄, 这反常一次两次还可以理解, 可若涉及到他, 好像大都督样样都挺反常啊。 大都督如此关照他, 难道只是因为我在意他? 这回换殷景给苏玉道酒, 语气寻常道, 当然不止如此。 守府不是派人去周城茶了吗? 想知道本都和他的所有事, 相信很快就会有个结果。 苏玉派出去的人, 查到了魏清和殷景的始末, 正在往回程的路上赶。 这也瞒不过殷景的眼线。 殷景饮完酒, 放下酒杯, 便起身走出酒寺去。 苏玉在身后闲声慢问, 大都督就不怕哪天, 他也会变成你的弱点。 殷景身量修长, 微微弯身, 扶着门前挂着的布帘, 走出酒寺屋门时, 外面的雪已经白茫茫一片, 酒寺里溢出来的微弱的灯火, 只映照着微黄方寸。 他看着无边无际的夜色, 道,于首辅而言, 他是你的弱点。 于本都而言, 他不是。 为什么他会成为他的弱点? 他是若不禁风, 手无腹肌之力吗? 反之, 他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来保护自己。 他是没有主见, 只会一味地附庸吗? 反之, 他有头脑有目的, 对人和事充满了算计, 要做的是一件也没落下。 他是会成为自己的阻碍吗? 反之, 依他所说, 他们各取所需, 各自要做的是互不相干, 也不会成为彼此的绊脚石。 既然他一样都没站, 他又怎会是自己的弱点? 阴景不疾不徐地走下九四门前的台阶, 在风雪之中站立片刻。 还有, 人只有在保护不了自己想要保护的人和事的时候, 才会把其称之为弱点。 世人皆以为, 他阴景只是冷酷无情, 狼心狗肺, 只喜欢玩弄权势, 尔虞我诈, 没有什么是他在乎的, 更没有什么是他割舍不去的。 其实, 他只是闲少有想要护着的东西罢了。 随后他上了马车, 锦衣为驾车而去。 苏玉独自坐在酒室里, 灯火映照着他的身影, 他将湖里的酒都倒出来喝完, 才放下酒瘾离开。 苏玉坐进马车里, 斜身倚靠, 支着额头。 他在乎, 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在乎。 他和阴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就是因为在乎, 才会担心对手为了对付他, 而将矛头对准他在乎的人。 魏慈叔, 老夫人和魏清回到魏府时已经很晚了。 今晚魏清和魏家是连在一起的, 因而皇帝赏给魏清的东西, 被魏慈叔理所当然地收纳进库房。 魏慈叔觉得, 魏清今晚的荣耀, 就是魏家的荣耀。 他为魏家奉献一点, 也是应该的。 魏慈叔和老夫人都是心满意足的。 魏慈叔对魏清道, 幸好今晚皇上明察秋毫, 郡主诬陷你不成, 反倒被罚。 康王府的是, 魏慈自会替你去妥善处置, 以后再出这样的事, 你提前说一声, 免得一惊一乍。 提前说一声, 要不是今晚魏清将 魏慈叔郡主的诬陷应付过去了, 真要是提前说一声, 只怕魏慈叔不仅会想办法摆脱干系, 还会主动把他交出去听候处置吧。 第二天清晨, 推开窗时, 窗外也是一片哀哀血白。 依兰兴冲冲地跑进跑出, 捧了积雪, 在窗帘上捏了一个雪人。 而从今天起, 往上书魏府帝的勤俭就开始变得多了起来, 因都是请魏家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的, 还不可避免地提及了魏清, 大概真正想邀请的是他而不是别人。 尽管如此, 老夫人也感到非常高兴, 只是他精力有限, 也要稍稍自持, 不能随便哪家一请他就去。 魏清过完今年就十四, 还没论婚嫁, 那些送勤俭来并且打听魏清情况的, 无非是有意解亲。 魏清在魏家是敌事术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是敬义公主和明妃面前的红人, 又得皇帝亲口赞赏过, 昨晚的一度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而魏慈书再怎么也是当朝的二品尚书, 地位不低。 就算注重敌数之分的门户, 要考虑魏清也未尝不可。 因为京城里的人并不清楚魏家的真实情况, 魏清的母亲原本就是魏慈书的原配, 魏清虽然不受宠, 真要论起来, 同样也是敌女。 大抵是这两天天还没注意, 老夫人受了粮, 上午时魏清过去, 老夫人那边给他整脉。 老夫人将请柬一一摆在魏清的面前, 让他挑, 看看有没有想要去走动的。 魏清整好了脉, 又开了方子, 看都没看那些请柬一眼, 构无其事道, 祖母想多出去, 走动走动也好, 全当锻炼身体。 我也只是提醒祖母一句, 如若祖母和父亲想用我的终身大事去结交, 趁早不要有这个念头。 我自己的婚事, 我自己做主。 她把方子交给王嬷嬷, 让王嬷嬷找人去抓药来。 老夫人文言不太高兴, 道, 你是魏家女儿,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岂有你自己做主的道理。 早前说过了, 你和魏家一荣俱荣, 只有你嫁得好, 魏家才会跟着授意, 难道魏家还会委屈了你不成? 魏清回过身, 屋门外的雪光给他周身翠了一层洁白明亮的光。 他看着软榻上的老夫人, 面无波澜道, 祖母忘了周家的事了吗? 若是忘了, 我不介意再重来一次。 看看京城里的权贵有没有周家那么好糊弄。 老夫人现在也还只是处于筛选的阶段, 魏慈叔一直把魏家女儿的婚姻视为对自己官图最有利的手段, 如今魏清得这么多人赏识, 魏慈叔当然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 只不过魏慈叔心中最重要的人选, 仍然还是首辅。 若是首辅那里不能成, 心血还有更好的, 比如王公贵侯。 所以, 这是还不着急, 魏慈叔要慢慢考虑。 魏慈叔要各方权衡利弊, 可是根本不会权衡魏清的想法。 大抵是认为他身为人妇, 正是定下的亲是魏清, 就没有不遵从的道理。 况且, 他能嫁去高门, 从此以后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反倒还得感谢他。 可是老夫人没想到, 这事儿他和魏慈叔还没提, 魏清却先主动提了出来。 老夫人知道, 真要是把他惹急了, 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以前在周成的时候吃的亏还少吗? 老夫人现在深有心得, 要想一家安宁, 最好不要惹到他。 这些底气不足道, 这事还是等过后再说吧。 从老夫人那里回来, 魏清带着依兰先去药房里, 取了各种药材回来。 药房里还没有名贵的药材, 但他挑的都是普通常见的。 拿回封小院后, 依兰按照魏清的吩咐, 和魏清一起把药材充成了粉末, 又混合融成了粘稠的药泥, 加了一些油脂, 制成一存放的药膏。 依兰和魏清将药膏分装进瓷瓶里, 不解地问, 二小姐这是给谁做的药啊? 魏清神色如常道, 有备无患, 应该很快就能用得上。 弄完之后, 魏清又带着依兰出门上街去, 在药材铺子里买了好些名贵药材, 充成药粉过后分类装起来, 全部存放好。 其他家对魏福都还处于派地勤俭的阶段, 可药安侯家里开始蠢蠢欲动了。 继从贤从公宴回来便心不在焉, 可瞒不过侯夫人的眼睛。 早前她就与药安侯商议, 是该给继从贤取一门亲事了。 那晚宫宴上魏清的表现, 侯夫人也是看上了眼的, 便私底下问继从贤, 儿子, 你觉得那位家的二小姐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给你做媳妇怎么样? 继从贤一口茶喷出来, 瞪了瞪眼, 刚想反驳, 可是她发现自己居然反驳不出一句, 下一刻就脸红了红, 道, 我怎么知道怎么样? 这种事, 当然要娶回来看看, 才知道怎么样啊。 侯夫人喜笑颜开, 道, 你居然也脸红, 看样子也是上心的, 为娘找个好日子, 就上门给你提亲去。 好奇怪, 自从侯夫人跟继从贤说了这事过后, 她心头就像搬进了个蚂蚁窝似的, 时不时有几只蚂蚁爬出来, 挠得她心痒痒。 她一定是有受虐倾向, 不然魏清都揍过她一顿, 还对她爱里不彩的, 为什么她偏偏老是想起她的模样来? 继而继从贤又想起了, 魏清心有所属这事, 不由十分气馁。 可恶的温绍卿, 她到底哪里好看了? 改天一定要好好找她理论。 眼看着快要过年了, 皇帝也有烦心事。 寿宴才过两日, 又有折子递上来, 请求皇帝撤销大都督的东厂内饰权。 皇帝也偏头痛啊, 把前两日苏玉送来做寿礼的那幅名家画卷 打开来欣赏片刻, 叹口气又收起来, 随手放进书桌旁边的画桶里。 圆形大度的画桶内, 还有好几幅这样大同小异的画卷, 全是苏玉送的。 皇帝看着那些画卷, 撇嘴道, 每年都送这些, 正在喜欢书画, 看着隐匿。 他又把阴景送的古玉佛拿出来, 兴致浓厚地观摩了一阵, 越看越满意。 皇帝很纠结, 哎, 收了大都督的这份厚礼, 他怎么好意思立刻就包大都督的拳? 做皇帝翻脸, 也不要翻太快, 这样很容易让做臣子的寒心的。 他若印了这些折子上的要求, 霸权霸得太容易, 两党朝城不稳, 也是要出乱子。 况且, 近来大都督之收敛, 找不出东厂的差错, 也没有个合适的借口, 算了算了, 皇帝看着这古玉佛, 心想着, 还是等以后再说吧。 随后他把古玉佛装起来, 让那时间送去给太后。 结果不多时, 太后就派人来回画, 倒是非常喜欢皇帝送去的东西。 皇帝一高兴, 将内阁筛选过后, 送上来的奏折一并压后处理。 这几天, 皇帝的妖急又犯了, 疼痛难忍, 处理政务之余, 往那金丝楠木椅上靠一靠, 还有所缓解, 但反反复复, 还是让皇帝十分苦恼。 皇帝到明飞宫里来时, 走路都在垂摇, 皇帝的妖急一到风雪天, 就发作得更严重, 太医看过多少次, 都无法跟治, 最后也只是奉劝皇帝要多多休息。 可皇帝每天做几个时辰处理政务是最基本的, 他要是能多多休息, 还叫太医干啥? 明飞见状很是担心, 问道, 皇上要不要宣太医来看看? 太医看了这么多次都没什么大用, 皇帝都有些晦气技衣了, 烦闷地白手道, 宫里养了一群太医, 没一个能顶用的。 静义私存着道, 不如叫魏卿进宫来帮父皇看看。 皇帝看向静义, 魏卿, 他还会医术。 静义点头, 道, 那椅子是照他的意思为父皇量身打造的, 而臣也听他说起过, 以前在乡下的时候跟老大夫学过, 兴许能有用。 皇帝不知可否, 臣因良久。 他这思索起来时神情不定, 才有种身为君王的深臣, 令人捉目不透。 皇帝道, 他是木工的外孙女。 妙家一案, 在皇帝面前多少会有点忌讳? 如今, 静义在皇帝面前几次三番有主动提拔魏卿之意, 不知会不会有点着急了。 明飞神色微微变了变, 仍是娴淑温婉, 语气温柔道, 想来那位青年及青青, 即便跟乡里的老大夫学过一点, 又怎敌得上宫里的太医医术精湛? 臣妾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静义道, 而臣忧心父皇身体, 派人去打听了一下, 他还治好了魏家老夫人多年的眩孕病。 明飞不赞同地看了静义一眼。 皇帝面无异色, 却道, 既然静义这般推举他, 就叫他进宫来看看。 他要是治不出效果, 就是静义你言之过时, 该法。 静义应道, 能为父皇分忧, 若无效果, 而臣甘愿受罚。 皇帝开怀笑了起来。 在公主们中间, 皇帝最喜爱的就是静义。 大抵是因为静义极少向皇帝要求什么, 随着年龄增长也极少闯祸惹事, 在人前从不失皇家体面, 他高贵冷傲, 是生来就最适合当公主的公主。 所以, 静义向皇帝提得极少的要求, 皇帝基本上都会有求必应。 况且他也知分寸, 提的要求都不过分。 第二日宫里就下了旨意, 宣卫卿进宫。 卫卿和依兰在封小院里准备时, 老夫人请前来传旨意的公共敬堂喝茶, 言谈之中得知是皇帝邀疾发作, 听建议公主说起卫卿会医术, 所以宣进宫去为皇帝诊治。 此刻卫卿正在房中将前几日备好的药物收起来, 一会儿一并带进宫去。 依兰毫不马虎地给他挑选衣裙, 其道, 二小姐怎么知道皇上会宣, 还事先备好了这些药。 卫卿低着头, 将一个个瓷瓶不紧不慢地放入药箱里, 文言声色寻常道, 我哪里揣夺, 得了圣意, 一切都是出于敬义公主的孝顺。 正是因为敬义公主孝顺, 在听到卫卿说她在乡下学过医术过后, 宫里的太医一旦不好使, 就会想起她来。 可要是宫里的太医好使, 皇帝的妖极早缓解了, 哪里还会拖到今日? 常年累月积累起来的顽疾, 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得了的。 卫卿关好药箱, 回头看向依兰, 依兰审时度势, 给她选了一身很合十一的窄袖棉裙。 她更了一, 玩好了头发, 就背着药箱出门去。 依兰送她到门口, 她上了工人抬来的轿子, 就离了卫家。 这大雪一落下来, 就好几天不得消融。 卫卿进宫时是天晴风威, 空气里尽了一股清寒, 天空城少有的纯净电缆之色。 她举目望去, 见那一座座宫楼穷雨皆白了头, 日照齐上, 飞檐檐脚上, 晶莹流灰。 红色的宫墙下, 几株白眉迎风颤动, 点缀出一段声去。 宫里的小径道路, 积雪都已经被扫尽, 干净的石板路面, 只留下青湿的痕迹。 卫卿跟随着工人指引, 一路来到了皇帝所在的寝宫。 彼时, 静义和明妃正陪伴在皇帝左右。 卫卿走了进去, 一股暖意浮面而来, 与外面的天寒地冻形成鲜明的对比。 卫卿低着头上前, 把药箱放在一旁, 行跪拜礼道, 臣女参见皇上, 参见明妃娘娘, 静义公主。 皇帝招手让她平身, 道, 听静义说你会医术, 非得求朕照你进宫来看看。 你便进前来看看, 能治便治, 不能治莫抢求。 若是不能治, 而说能治, 没有卫卿说不能治的余地。 他要说不能治, 就白白辜负静义的举荐了。 可他要说能治却又治不好, 又万不能让静义带她受罚, 到时候她自己还得主动乖乖领罚。 机会就只有这一次, 错过了以后皇帝可能再不会用它。 卫卿声音平稳, 道, 臣女参竭尽全力, 不辜负静义公主的抬爱。 静义在旁开口, 不冷不热地帮衬道, 父皇, 先让她诊断吧。 皇帝准了, 卫卿先不紧不慢地洗净了手, 才走到龙榻前, 工人放把椅子给她坐下。 请皇上伸手。 皇帝伸手过来, 卫卿整了一下脉象, 身体无其他异常, 应是受得住她的针。 卫卿收回了手, 又道, 请皇上宽衣, 翻身趴握。 这时, 皇帝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 可卫卿还让她宽衣, 不仅工人觉得不妥, 明妃娘娘也觉得不妥。 但见卫卿脸上, 并没有半点玩笑之色。 那世间便和气地说道, 皇上龙体不可侵犯, 还请二小姐谨言慎行啊。 卫卿道, 皇上顽疾在妖, 若不详细诊断, 怎么对症下药? 静义道, 父皇, 既然召了卫卿来, 且就相信她一次吧。 皇帝坐在龙榻上, 看了看卫卿道, 朕若是给你详细诊断了, 你也治不好, 朕会治你大不敬之罪, 如此, 你还要继续下去吗? 卫卿道, 请皇上宽衣趴握, 你倒是勇气可佳。 皇帝不便喜怒, 但已然张开双臂, 给朕宽衣。 明非自然而然地上前, 替皇帝宽下仅有的一件衣衫。 寝宫里暖炉烧得旺, 也不会觉得冷。 皇帝就光裸着上半身, 照卫卿所言, 趴在了龙榻上。 之前的太医来给他治病, 也不敢明目张胆 要求皇帝脱光了趴着的。 而且卫卿一点也没客气, 动手便往那龙队上履去。 难怪太医治不出效果, 主要还是没有魏卿 这么放得开手脚啊。 魏卿手指灵活地 顺着皇帝的脊柱 摸了摸他的骨节, 他脊骨两边的肌肉 颇为僵硬。 魏卿又按了几个穴位, 皇帝发出四痛苦 四快活的闷横声。 魏卿又让皇帝起身, 背对着魏卿坐在蒙床上。 魏卿一边取出银针, 往火上烧过, 精准而利索地 扎入了皇帝的背血之中, 一边慢条思理地道, 皇上久坐伤身, 背部预堵十分严重, 应该时常运动一下, 舒筋活骨, 出汗排斜, 也就没有这么严重了。 学魏一刺激, 皇帝气血行僵, 到后来魏卿手里 飞快地撵着银针 再往几个血脉处 扎进右抽出, 顿时深黑色的细小血珠 就随着他的动作飞溅出来, 无法避免地 溅在了魏卿的袖脚和手上, 溅溅在床边的地上。 明妃见状大惊, 宫人亦是大声喝止, 竟敢放皇帝龙血, 这与行刺无异, 他胆子也太大了。 侍卫已经在寝宫门外就绪, 穆连后的侍卫 第一时间拔刀冲了出来, 把魏卿团团围住, 一把刀明晃晃地 架在了魏卿的脖子上, 这个时候他还能 不受影响的 继续手里的动作, 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和镇定的心态。 魏卿是醉沉之后, 眼前的皇帝 就是害得他妙家潦倒的 罪魁祸首, 皇帝怎么可能 完全信得过他? 是已在魏卿进寝宫之前, 便有御前带刀侍卫 躲在了木连后面, 一旦情况有变, 立刻就将魏卿拿下。 当然, 明知魏卿是醉沉之后, 皇帝还是宣了他进宫 来给自己治病, 也是心胸够阔。 冰冷的刀刃 贴着他纤细的脖子, 那刀刃之锋利 截断了他脖子边的一缕头发。 然魏卿视线 不离皇帝腰背, 沉冷道, 别吵。 这些脚步声 和刀刃出鞘的声音 扰了他的精神。 皇帝心气也够沉着, 魏卿除了扎针 并没有别的动作, 所以他抬手示意那时间, 暂不要动。 明妃和静毅 都胆战心惊地 看着一簇簇无血溅出来, 听魏卿不容智慧道, 这淤血若是个好东西, 颜色至于这么什么? 直到血色渐渐变成了鲜红, 魏卿才收针。 皇帝发出一声长长的溃叹, 感觉整个人都松了下来。 这时, 寝宫被无人再出声阻止。 而皇帝朝侍卫挥了挥手, 侍卫才把刀 从魏卿脖子边撤下, 全部退了出去。 魏卿又让近视肩服 皇帝趴卧下, 温水是掉了血迹, 用药敷了细微的伤口, 道,皇上先歇一歇, 再替皇上输金顺麦时, 可能会有点疼痛, 我稍后再做。 那药敷在背上, 有点清清凉的, 完完展秀, 完完全全地露出一双巧腕。 静毅注意到, 他额上布着细密的汗, 不又问道, 是不是太热了? 要不要再休息一下。 这寝宫里着实温暖, 魏卿又穿着冬衣, 方才他又太过专注, 能不冒汗才怪。 只是眼下他顾不上自己, 双手或拳或掌, 在皇帝后背上推拿, 次次捋到淤色的经脉时, 皇帝就开始抓床脑背地横横。 等结束后, 皇帝浑身通态, 犯着一股舒爽的暖意。 皇帝道, 看样子静毅没有信错人。 明妃和静毅都松了一口气。 魏卿从药箱里拿出制好的药膏, 均匀地摊涂在药贴上, 又撒上摄香等活血化鱼的药粉, 然后贴在皇帝的后腰处。 皇帝见他涂抹的药泥都是准备好的, 道, 怎么, 你知道朕一定会宣你。 魏卿不动声色道, 臣女不敢忘喘圣意, 不过这要确实是为皇上准备的, 昨日刚做好。 今日皇上即便不宣臣女, 臣女也会想办法烧给静毅公主, 至于皇上肯不肯用就另当别论了。 确实, 若只是送药进宫来, 皇帝不一定肯使用。 那药贴起了作用, 不一会儿后腰就暖乎乎的, 那股疼痛男人的尽头也削了下去。 明妃扶皇帝起身, 帮他更好了一。 病痛暂消, 皇帝心情起好, 问, 这回你想要什么赏赐? 魏卿终于有空闲, 抬起手背试了是鹅脚的汗, 认真道, 皇上不若赏民女一口饭吃吧, 立即都花光了, 饿得没力了。 皇帝愣了愣, 朗生大笑, 道, 来人, 赐玉扇到静毅公主宫里, 请二小姐用扇。 随后, 明妃留在皇帝这里照看, 静毅则带着魏卿到她的宫里用扇。 平日里, 静毅的扇时, 虽是从玉扇房传过来的, 道道精细, 可与皇帝的扇时, 还是有等级差别之分。 这次御膳是皇帝亲赐, 因而送来的与皇帝平日所十一个级别, 陆陆续续摆满了膳桌。 魏卿抽了抽嘴角, 道, 哪吃得了这么多? 静毅淡定地坐在膳桌前, 很有一个东道主的风范, 道, 你每样尝一口, 喜欢的可以多尝两口。 魏卿不再客气, 和静毅一起动块吃了起来。 静毅默然道,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 自从魏卿在劫匪的刀口下, 把静毅救出来起, 静毅就知道他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的魏卿很能包容, 不跟谁计较, 常常让静毅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气门。 可是现在, 他身上却有一种让静毅幸福和安定的力量。 魏卿试了试嘴角, 抬头看他道, 这不相信我呀, 万一我做不好呢? 静毅道, 做不好, 大不了我被父皇罚去, 替他抹一天的磨。 顿了顿, 又道, 以后, 你就可以经常进宫来了。 他这么说时, 嘴角微微往上勾着似在笑, 显然心情很不错。 可见魏卿正盯着他看, 他立刻又把嘴角拉下来, 变回一脸冷漠的样子。 魏卿好笑道, 这里没外人, 你对我笑一笑, 没什么的。 相信我, 经常笑还能延年益寿。 只是后来静毅说什么都不肯笑了。 宫女送了两只汤钟上来, 静毅和魏卿一人一钟。 那汤非常鲜美, 魏卿吃得少, 便多喝了几口汤。 静毅优雅地撵着条羹顿了顿, 忽然毫无征兆地面色平常地诱导, 听说那日与首府纠缠不清的人就是你, 魏卿。 魏卿一口汤腔了出来, 立刻偏开头, 才没有荼毒满桌御膳。 静毅还好心地递给他一块方巾, 他拿过来就擦着满嘴汤子。 魏卿十分汗颜, 为什么这些人总喜欢在他吃饭的时候爆猛料啊? 是觉得这饭菜噎不死人也呛不死人吗? 魏卿抬起头时面不改色, 只诧异道, 公主听谁说的。 静毅看着他道, 灵书郡主, 说是你三妹告诉他的。 这答案也在魏卿的意料之中。 不然公宴当晚, 灵书郡主与他无怨无仇, 为什么会突然栽赃陷害他? 魏卿道, 看来我三妹着实恨我呀, 公主信他说的话吗? 静毅先不提信还是不信, 道, 在灵书面前搬弄是非, 就是想唆使灵书来对付你。 魏穷九为何如此恨你? 魏卿道, 这是其实不怨我。 是他说想向殷都督赔罪, 请我帮忙搭个线。 冬至那日, 我把殷都督请到魏府里去了, 他难得抽空去接受三妹赔罪, 结果让三妹跪着赔了。 三妹觉得异常受辱, 认为此事因我而起, 便记恨上我了。 他又问静毅, 赔罪不跪着赔, 难道还要打情骂俏地赔? 在京城里, 是时薪跪着赔。 魏卿很清晰地提了冬至, 静毅喝了一口汤, 道, 冬至那日, 大都督也在。 魏卿不由想起冬至那日的光景, 缓声应道, 啊, 他险些踩到了我养的龟。 这便足以说明, 那日不是首府与魏卿单独相处的, 还有大都督在场, 他们之间应该不会发生什么。 静毅又把话题绕了回来, 那在酒楼里和首府在一起的, 到底是不是你? 酒楼里的是, 知道他真面目的, 就只有殷景、 苏玉和他自己, 若是还有第四个人知道, 那事情早就传开了去了。 所以, 魏卿可以肯定, 魏穷九根本不知道, 他只是借机报复, 把货水潮自己饮而已。 对魏卿不利的是他能承认吗? 那肯定不能啊。 虽魏卿反问道, 公主也说了, 三位搬弄是非是为了对付我, 如此, 公主也相信他的话了。 我没相信, 我只是想听你亲口回答。 静毅敏纯, 道, 那你喜欢首府吗? 魏卿嘴一顺溜, 就无比地义正言辞道, 我不可能喜欢首府的, 上回不是说了吗? 我与大都督关系匪浅, 我当然是喜欢大都督。 静毅表情明显一松, 道, 你喜欢大都督就好, 我也不想与你成为情敌。 往后你在宫里, 还能经常见到他。 魏卿一手扶着额头, 一手搅着汤中里的条羹, 含糊应了一声。 可能真是用阴景用得太顺手又太顺口了, 一不留神就把他用上了。 静毅问, 你们发展到哪个程度了? 魏卿咳了一下, 清了清喉咙又一本正经道, 基本还处于我暗恋他的阶段。 撒一个谎, 就要用另一个谎来圆, 不害臊吗? 要不要我帮你跟他说一说? 静毅又问。 魏卿脸不红心不跳, 不, 我还是喜欢顺其自然的发展, 公主千万不要告诉他, 等时机成熟,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静毅点点头, 不再追问什么, 直到, 京中的女子大都喜欢首辅, 你竟还喜欢大都督, 伟实勇气可嘉。 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 你尽管开口。 停顿了一下, 又道, 要不要我去向父皇请求赐婚? 魏卿, 不要, 强扭得瓜不甜, 还是等日久生情了再说。 魏卿看着汤中里的汤汁, 一时觉得这汤一点都不美味了。 偏头痛又来了。 这京城里的权贵可不比周成, 一点都不好忽悠。 在周成的时候他如是说一句, 没人敢去深究的, 可是在京城还是皇宫这样的地方, 他说一句, 别人能给他顺藤摸瓜扒出来识句。 魏卿方才嘴快顺口一说时, 压根没想这些, 只想着拿英锦来搪塞一下, 过去就没事了。 但是事实上, 静义明显比较关心他的个人感情问题。 下午要出宫前, 魏卿又和静义一起去了趟皇帝那里, 魏卿留下了要贴, 让皇帝每日敷一帖, 贴着处理政务时会轻松许多。 从皇帝宫里出来, 出宫之际, 静义本想多送魏卿走一阵, 然经过御花园时, 抬眼见看见不远处的道路上, 英锦带着几名锦衣卫正堪堪经过。 他自那凸枝树影下走过, 直压间积攒着洁白的落雪, 压得沉甸甸地弯了烧头。 他这紫糖色飞鱼纹叶洒, 步履沉稳而有力。 那好像是大都督。 静义出声提醒道, 魏卿愣了愣, 抬头寻着看过去。 结果还不等他做何反应, 静义就朝那边扬声道, 大都督请留步。 魏卿捏着鹅脚, 闪身躲在了静义身后。 他貌似才闯了个祸, 现在真的不宜见到他呀。 英锦停了停步旅, 侧身看来。 静义伸手拉住魏卿的手腕, 就把他拽了出来, 道,你躲什么躲。 魏卿哭笑不得, 嘴上道,我特么害羞。 英锦过来见了李, 静义便道, 魏卿是本宫好友, 现在他要出宫, 大都督可得空送他回去。 英锦不清不淡地看了魏卿一眼, 道,眼下不忙。 静义道, 把他送到家。 魏卿,公主,我自己可以。 静义不听他言, 转身就给了他一个漂亮的背影, 走掉了。 魏卿摸了摸鼻子, 然后抬头看向英锦时, 面上神情恢复了滴水不漏, 血光下他微眯着眼, 道, 英都督方才不是带着锦义为有事忙吗? 你去忙你的, 我自己回去即可。 英锦低着头, 看着他的表情, 温敏慈和的眼神 略略往他颈边扫了一下, 嗓音低而有磁性, 像是只与他一人道, 做了亏心事。 魏卿, 我有吗? 那怎么今日不蹭轿子做了? 今天英都督忙吗? 我不忙。 英锦再寻常不过地伸手来, 趁魏卿不备, 取走了魏卿背着的药箱, 很随意地拎在手上, 转身往宫门的方向走。 还能怎么办? 他总不能不要自己的药箱了呀。 这家伙, 还真是知道怎么一招制胜。 最后, 魏卿只能抬脚跟了上去, 由着他送自己出宫去。 路上魏卿不死心道, 方才英都督明明不是走得出宫的方向, 真不耽误你事。 英锦目视前方, 道, 听说今日皇上宣人进宫治病, 皇上放心不下, 连御前带刀侍卫都用上了。 我进宫来看看, 皇上有无大碍。 今天这是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肯定瞒不过英锦的眼线。 魏卿知道, 他在这么说时, 已经把事情了解得清清楚楚了。 魏卿道, 那你去看过皇上了吗? 有无大碍? 要是还没去看了, 都不高兴的。 看过了, 方才只是在宫内巡视。 出了宫门, 魏卿自然而然地挤进了英锦的轿子里。 英锦却不急着让起轿, 随手把他的药箱放在一旁, 闲话家常道, 皇上的妖急, 你能治好吗? 魏卿道, 只要皇上肯配合, 不是什么大问题。 英锦打开他的药箱, 浓郁地要气在有限的空间里扩散开来。 他手指在里面挑挑剪剪, 问, 致外伤的是哪个? 魏卿帮他挑出一个瓷瓶, 问道, 英都督受伤了。 英锦道, 你受伤了, 自己不知道。 魏卿愣了愣, 随后便想了起来, 不由伸手去摸自己的脖子。 好像上午在皇帝寝宫的时候, 被御前侍卫拿刀架着脖子来着。 事后是有一丝火辣感, 但魏卿并没在意。 他手摸过之后, 不见有血迹, 便十分心安理得地 撑着脖子在英锦眼前, 让他帮自己看看, 道, 没破皮, 只有点放红是不是? 过两天就削了。 英锦垂眼看着他的景象, 太稀嫩了, 男人的一只手就能完全捏住, 更不要说御前侍卫锋利的刀剑, 再近半寸, 就能让他血剑三尺。 魏卿见他不语, 便用默默地正身, 把脖子伸回来。 然, 只是刚有动作, 忽而他的景象就被英锦一只手扶住, 使他动弹不得。 他掌心里的温度贴合着他的皮肤传来, 在寒冷的雪天里温温润润。 英锦指腹撵着药膏往他脖子上的红痕处敷去时, 魏卿很明显地震了一震。 他低着眼帘, 额头若有若无地贴着他的怀里, 呼吸间近视他身上的冷檀香。 魏卿动了动眉头, 若无其事地笑道, 原来英都督这么善解人意。 英锦斧头, 靠着窍帘外透进来的丝丝光线, 看着他梗子上的痕迹, 他说话时的嗓音几乎就贴着魏卿的耳朵, 道, 我偶尔这么善解人意一次, 让你受宠若惊了。 那气息缭绕, 声音又及时清和好听, 魏卿耳朵有些受不住啊。 这时叫外的锦衣为沉声禀道, 大都督, 首辅的轿子过来了。 魏卿一听, 联盟正身, 想和英锦拉开距离, 可是英锦居然扶着他的脖子还不放手。 这家伙, 肚子里一定又开始在酝酿坏水了。 魏卿一常和气道, 英都督, 有伤风化呀, 有伤风化。 有英锦和苏玉同时出现的地方, 他一定要谨慎又谨慎, 切不可与双方的任何一方走得过境。 否则城门失火殃及驰鱼, 最后吃亏的不还得是他吗? 然而, 英锦非常的讲道理, 并没有未经想象中的难缠, 随后便自然而然地放开了他。 苏玉的轿子正式进宫来, 与英锦的轿子在宫门处并起停下。 苏玉微微聊起帘子, 见锦衣为整齐待命随时准备起轿, 便不难看出英锦此刻正在轿子里, 便道, 方才在远处就见大嘟嘟的轿子停着未动, 大嘟嘟可是有什么不便。 停下来思考一下人生。 首府这是进宫有要事。 英锦一时伸手去聊起帘子与他聊天, 魏青一见顿时满脸抽搐, 就在英锦刚掀他一条缝时, 他当即就扑过去半个身子都压在英锦的身上, 手上精准地按住他的手, 又强势霸道地把窗帘扯了回来。 英锦平淡无波的面上, 十分细微地动了洞修长的眉梢。 魏青不做他想, 晓得苏玉耳力非凡, 便值得凑到英锦耳边, 很诚恳地建议道, 下次再聊好吗? 他一掀开窗帘, 不就把他也暴露了吗? 然后又要有人跟他过不去了, 这家伙一定是故意的, 他应该是巴不得看好戏吧。 好在英锦没有多做停留, 对锦衣卫道, 起轿。 苏玉眯着眼不置可否, 看着锦衣卫抬着轿子就往外走去。 等到轿子走远了, 苏玉才吩咐随从道, 去跟着, 看看大嘟嘟的叫脸去哪儿。 魏青坚决按着英锦的手, 不准他随意再先叫脸。 直到两顶轿子错开, 拉开了安全的距离, 他才松了松手, 家常便饭一样地从善如流地 从英锦身上下来, 脸了脸衣脚坐好。 魏青瞥离眼面色如常的英锦, 道, 赢嘟嘟过分了呀, 你和首府要是过不去, 去找个悬崖峭壁的地方决斗啊, 我热爱生活, 珍惜生命, 还想好好活着。 英锦闲聊道, 都是在一个巢里做事的, 首府跟我打招呼, 我还是要英, 不然显得目中无人。 魏青就纳闷了, 他什么时候目中有人过? 天色晚来雪, 苏玉从宫里出来时, 随从也已经折返回来了, 神色有些惠莫如深。 苏玉上了轿子, 随口问道, 如何? 随从默了默, 道, 大嘟嘟去了卫府。 顿了顿, 又道, 把二小姐送了回去。 苏玉服衣落座, 淡淡道, 起叫。 到年底, 朝廷里按照惯例, 年前年后, 各歇朝半月。 朝中官员不用每天 他黑起早冒着寒风冷雪地 去上早朝了。 但官署里若有事, 官员们还需得照常处理, 每日的折子 还是要继续往上递。 苏玉一到官署, 便有官员迎了出来, 道, 皇上将上奏的折子 全都压下了, 看样子 是不打算处理东厂的事。 这也在苏玉的预料之中, 他踩着良机细血, 一跑也进了一股侵猎之气, 又稳又平地走了进去, 道, 皇上不想操之过急, 可若内阁无所作为, 皇上也忧心忡忡过不去。 这件事等年后再说, 眼下这样的状态, 皇上乐见其成, 偶尔敲打一下就行, 就不要频繁上扰了。 殷景办完了事回味场时, 天色也晚, 大雪纷飞, 覆盖了长街和巫舍。 他的地方中年冷清, 魏厂里又各个都是身强体健的锦衣卫, 即使冬天再严寒, 也根本用不着取暖。 可是殷景的办公房里, 却早升起了炭火, 日夜不见断。 角落里摆放了一尊假山, 假山坐底凿成了一个可以积水的小池, 小池里有少许积水, 里面放了几块碎石, 一只圆溜溜地龟正自在地爬来爬去, 窗外的雪光掩映在他龟壳上两分, 趁得纹路分明, 壳身湿漉漉的。 他精神上好, 喂给他的食物也吃得干干净净。 冬眠被吵醒的龟, 心许熬不过这上经理漫长的寒冬, 索性养在温暖的室内, 可以帮他度过。 有时候这龟会不安分地爬出假山, 在殷景的地方满地乱爬。 殷景注意力根本没放在他身上, 顺脚就有可能会从他的龟壳上踩过。 但又想起了什么, 眉眉脚旋在龟壳上方一尺不足处, 低头看了一眼, 还是又停了下来。 锦衣卫进来秉试时都感到非常震惊, 大都督何时冬天需要取暖了? 还有, 大都督什么时候培养的养归的爱好? 锦衣卫们躬身垂头时, 偶尔就能看见这龟默默地从脚边爬过。 星号星号星号, 荣安侯府内。 自从侯夫人跟季从贤说起 要去为家提亲的事过后, 季从贤居然不整天在外混了, 安安分分地待在家里。 只是久不见侯夫人有所动作, 她是着急上火又不能过分地表现出来, 成天心不在焉。 终于忍无可忍, 既从贤问出口, 娘不是说要去提亲, 怎么迟迟不去? 一句话就给暴露心思了, 侯夫人笑道, 怎么, 你着急了? 我看别家观望的不少, 看样子不光我们家桥上那姑娘。 既从贤道, 那不是应该赶紧的吗? 侯夫人道, 你急什么? 这是得你爹先去周旋周旋, 等事情稳妥以后, 咱们再上门提亲。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年后吧, 还得等年后, 既从贤觉得今年这年过得推慢。 等年后, 魏清要是同意了他家的提亲, 往后就要嫁给他做媳妇。 既从贤心里暗暗期待, 觉得以后成亲后, 要是带他一起去赌方里, 保证能赢很多钱。 当然, 真要是成了, 以后兴许他就不舍得带他出去给别人看了。 既从贤还是第一次, 遇到如此顺眼又想要娶回家的姑娘了。 他已经完全忘了当初魏清街头揍他的憋屈感。 不揍不来电, 没错, 他就是如此受虐。 事实上, 荣安侯也确实在为此事周旋。 他先去找了三皇子, 魏慈书是首府这边的人, 而首府的立场则是偏向于三皇子这边的。 要是三皇子准了这门亲事, 魏慈书就没可能不准。 苏玉这边, 随从来报, 道, 大人, 三皇子请大人吃酒。 随行呢还有谁? 还有魏尚书和荣安侯。 随从道, 据打探来的消息, 好似三皇子想做媒。 苏玉面色微冷, 道, 魏慈书, 胆子越发大了。 魏慈书之所以没拒绝三皇子和荣安侯的邀约, 还存了试探苏玉的意思。 若是苏玉在乎魏亲, 必定不会让这门亲事成, 若是他不在乎, 荣安侯府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随从问, 大人去还不去? 苏玉坐在书桌前, 桌上堆的公文一大堆, 随口道, 年底事情堆在一起, 哪有那些功夫? 推了。 那二小姐的婚事若是三皇子亲自做主。 苏玉从公文里抬起头, 凉凉淡淡地看着随从, 道, 把消息透露给锦衣卫, 且看大都督那边做何反应。 她不便插手, 可是殷景和她立场相对, 那绝对再好插手不过。 魏家和荣安侯家结了亲, 稳的是魏家的地位, 严格来讲, 对殷景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殷景隐藏得深, 苏玉叹不出她的真实想法。 可这一次苏玉静观其变, 如果殷景在乎的话, 就一定会横加干涉。 这时苏玉手底下的人又从外面进来, 倒是前阵子她派去周城打探消息的人已经回来了, 并把打探来的结果全部呈到苏玉的手上。 不怪打探消息的人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殷景行事周密, 而且又有都指挥使作掩护, 锦衣为善后, 要想探出她在周城的所有事, 定要花不少的精力和时间。 然而, 当苏玉拆开一封封信件往下看时, 神色渐渐讳莫如深, 眼眸里染上一层寒霜。 眼下未尝理, 殷景刚回来不久, 便有锦衣卫冒着风雪过来禀道, 大都督, 督指挥使蔡征来了信。 殷景随手接过锦衣卫送来的信, 有两封, 她把一封撇开在一边, 拆了另一封来看。 锦衣卫在房里暂未离开, 殷景清闲地道, 还有事? 还有, 荣安侯家好像欲与卫尚书家解亲。 解哪门子亲? 荣安侯夫人和小侯爷, 似乎看上了卫家的二小姐, 想娶做侯府的嫡妻。 这门婚事, 若是有侯府提出来, 对于卫家来说, 也是不错的选择。 侯府是皇亲国妻, 又是高府侯门, 门第当然比卫家要好, 魏慈书要是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可能不会轻易拒绝。 殷景看完了信, 把信纸压在桌面上, 缓缓道, 荣安侯是三皇子的外妻, 首府那边的, 卫家结了这亲, 地位就稳了。 锦衣卫很是着急, 现在大都督应该关心的, 不是别人的地位稳不稳, 而是大都督的女人, 被别人给惦记上了呀。 锦衣卫道, 还有, 不光荣安侯, 别的官户好像也在观望二小姐的婚事。 大都督看, 要不要一并搅黄了。 殷景看她一眼, 淡淡道, 您插一座庙, 不悔一桩婚, 锦衣卫什么时候干起了这种缺的事了? 是不是不久的将来, 还要沦落到偷鸡摸狗了? 锦衣卫受训, 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 偷鸡摸狗的事又没少干, 明明都已经习惯了呀。 然刚一跨出门口, 背后就又传来阴景的声音, 做隐蔽利索点。 年底, 家家户户都有种充实的忙碌感, 忙着准备年货, 忙着打扫屋宅, 还忙着祭祀祖先。 魏家也不例外, 魏府里里里外外都有徐氏帮忙打理, 老夫人还特地让梅姨娘从旁辅助, 徐氏所有的恼恨都记在心里。 老夫人这样决定, 就是越来越不当徐氏使当家主母了。 家里的事用不着为慈叔操心, 这些日不用上早朝了, 官署里也没事可做, 魏慈叔便难得的清闲, 要么休养在家, 要么走家窜户, 喝茶会友。 和他比起来, 魏青反倒比较忙碌, 因为他隔三差五就要进宫一回。 魏青一进宫, 封小院里就只有伊兰一个人。 两人好歹也相依为命了这么长的时间, 每次魏青进宫, 伊兰就显得孤零零的。 他虽什么都没说, 但是不代表魏青感受不到。 除夕这日, 魏青还得进宫去给皇帝调理。 伊兰照例给他更衣碗发, 收拾妥当后, 魏青道, 等过了年, 我们去市场上再买两个丫鬟回来。 伊兰一听, 洗上煤烧, 道, 那太好了, 这样就有人和奴婢作伴了。 魏青道, 去换身体面点的衣裳, 今日随我一道进宫去。 啊, 伊兰呆愣愣的。 魏青随意道, 上回跟皇上禀过了, 皇上准我带一名钥匙随同进宫。 他看了伊兰一眼, 愣着做什么, 还不去换衣服。 伊兰反应过来, 欢天喜地地回房换衣服去了。 进皇宫那样的地方, 他一个小丫鬟这辈子想都别想。 可是魏青并没有忘了他, 还记得要带着他一起进宫。 不然今天除夕, 魏青进宫了, 伊兰一个人留在院里, 为时太过孤单冷清。 伊兰当然是以药室的身份, 得皇帝特许才进宫的。 不然魏青的身份, 也无法带婢女进去。 伊兰很快收拾好, 主动揽过魏青的药箱, 药箱里备好了药物, 兴冲冲地走在前面。 到了皇帝那里, 伊兰十分小心谨慎地 在旁帮魏青打下手, 主仆俩早已培养出了默契, 魏青需要的他 都会第一时间送到魏青手上, 使得魏青教以往更加得心应手。 魏青道, 皇上应该趁着修朝的这个把月里, 加强锻炼身体。 皇帝看了看魏青, 道, 太医说朕应该尽可能多地休息, 怎么你却要朕锻炼身体? 外面天冷, 朕要怎么锻炼? 魏青道, 皇上在寝宫里也可锻炼, 叫内侍坚过来, 抱住皇上双腿, 皇上坐坐仰卧起坐也行。 仰卧起坐。 皇帝听来觉得新鲜, 让魏青教教他。 魏青便让内侍坚过来, 照着他的动作, 抱压着皇帝的腿脚, 让皇帝双手抱头坐起躺下, 躺下又坐起。 结果皇帝坐了几下就不起不来了, 不由兴致缺缺, 觉得甚为无趣。 魏青眯着眼道, 除了这个, 也有一些有趣的运动, 臣女去准备一下, 准备好了请皇上一家尝试。 皇帝同意了, 挥手让他下去准备。 从皇帝请宫出来, 依兰终于可以尽情地欣赏 这皇宫里的亭台楼阁, 一路都在嘖嘖惊叹。 到了禁忆公主那处, 工人备好茶果点心, 魏青眉顾得上吃, 问, 宫里可有竹子。 禁忆问道, 你要竹子干什么? 皇上不爱运动, 若有材料, 可以做点运动器材出来。 禁忆一听, 当然十分配合。 他怎么会不了解皇帝, 口口声声说天气冷, 不适合锻炼, 其实就是懒, 提不起兴致。 可这一个月里, 应该是皇帝一年之中最有闲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都不锻炼, 更待何时。 除了竹子, 和鸽子羽毛, 以及一些木材。 禁忆把宫里的巧匠都叫过来了, 按照魏青的吩咐, 用这些材料做东西。 竹子本身很柔韧, 可以弯曲很大的弧度, 魏青让巧匠把一段竹子绕了个圈, 然后扎起来, 把手柄的地方打磨得光滑圆润。 竹圈上又扎一排整齐的小孔, 把马尾穿到其中绷起来, 横竖有致地固定好。 如此基本就成了一个简易的羽毛球拍了。 至于那羽毛球, 用轻便的小木球 扎上整齐洁白的鸽子羽毛就完事。 没有工人在时, 敬忆放松地坐在软毯上, 拿着一个球拍, 垫着羽毛球, 扑围地去, 道, 这个是这样玩的吗? 魏青道, 一个人玩多没去, 这个要两个人或者四个人玩。 皇帝到御花园里来时, 并探见花园空地上横拉起半人高的网, 魏青和敬忆正在你来我往地打羽毛球, 旁边围着一簇宫女, 正在旁观助威。 敬忆气喘吁吁, 发现这伟实是个锻炼人而又不是乐趣的运动。 才没多久, 他身上就出了一层薄汗。 敬忆对皇帝道, 父皇, 魏青找人做了这个出来, 父皇要不要也来试试? 皇帝一是头一次见, 觉得十分新鲜, 就过来尝试一下。 魏青手法较熟, 敬忆便让他来和皇帝打。 魏青向皇帝讲述了一下规则, 说一不二, 丝毫没有谄媚讨好的样子, 道, 皇上, 这是比赛, 请恕臣女不会相让了。 皇帝笑道, 朕还要你一个小姑娘来让, 那岂不是圣之不武? 宫里甚少有这样热闹生趣的事发生, 明妃听说了, 还同皇后及几位后妃过来观望。 皇帝挽了龙袖, 拿着球拍, 在场地和魏青对打时, 那些后妃们便给他加油, 几场下来打得他是斗志昂扬。 而魏青明言不会让他, 可分寸却拿捏得极好, 既不会让皇帝输得没面子, 又不会让皇帝赢得没趣。 皇帝启示会轻易服输的人, 于是一直僵持不下。 这半下午, 皇帝打得酣畅淋漓, 精神抖擞得连外袍都脱了。 他出了一身大汗, 那种通态之感不属于魏青第一次给他施针放血的时候。 今日皇帝非常惊心, 散场的时候他叫住魏青, 身边那时间一边给他披上龙袍, 他一边道, 谁教你的这些新奇东西? 魏青道, 以前在乡下跟人学的, 皇上不要嫌弃就好, 魏慈叔将你送去了乡下? 虽声问话, 但皇帝面上无一丝诧异的神色。 身为帝王者, 还没有闲道去关心这种事, 而且魏青还是醉沉之后。 魏青淡淡笑了笑, 恭敬应道, 因祸得福, 学了不少东西傍身, 也不算一无是处。 皇帝沉吟片刻, 侧身盯着魏青, 道, 你就记忆那日, 是怎么把他救出来的? 魏青回道, 沉女追出了城, 在山野一家客栈里发现了歹徒踪迹, 便乔装成伙鸡前进厨房帮忙做饭, 趁机在饭菜里下了蒙汗药, 幸亏首府及时赶到, 公主才得以脱身。 静怡应该没提过他杀过劫匪的事, 不然他早就应该被提去问话了。 而苏玉当晚带着那么多人找到他和静怡, 山里又有劫匪的尸体, 他定能料想到发生过什么, 也没有提他问话的后续, 所以他应该也把事情掩盖了下来。 因而他脑中飞快地琢磨, 话到出口时便回答得不紧不慢。 皇帝打量着魏卿的神情, 看不出一丝撒谎的痕迹, 又道,你才来京城, 为何想到要去就静怡? 魏卿沉默了一下, 道,因为臣女听到公主叫了臣女的名字。 满大街的人, 他只叫了臣女,臣女择无旁贷。 皇帝点点头,道, 你这性子还真是像你外公。 说吧,他转身离去, 吩咐内侍尖道,送二小姐回去。 魏卿在身后恭送, 依旧是一副平和的语气, 道,皇上今日动了体力, 明日可能会感到肌肉酸痛, 没有大碍,多锻炼几次就没事了。 皇帝单独与魏卿说话, 静怡一直远远候着, 他面上虽看不出着急, 但心里着实关心。 等皇帝一走, 静怡就过来问, 父皇说了些什么? 魏卿笑笑,道, 就聊了一下这羽毛球, 皇上说他非常喜欢。 回到魏府以后, 当晚的除夕宴, 皇帝赏了御膳, 派太监送来, 这是魏家上下怎么都没有想到的。 谁都知道, 还不是因为魏卿给皇帝治疗完几有功。 皇帝迷上了打羽毛球, 过完年后也经常在御花园里打。 只不过身边的太监技术都不太行, 这让皇帝很郁闷。 后来首府和大都督进宫秉士时, 皇帝二话不说, 先拉他们在御花园里打几场, 等赢了才有机会秉士, 输了就明天再来。 这两位可都是狡猾中的佼佼者, 当然不能让皇帝败了心, 所以赔完了几场, 各有赎赢。 这段时日里, 宫里可算热闹, 只要首府出现在花园里, 宫女们总是很有话题聊。 魏卿看得出来, 敬意对群肠和首饰比以往要求的更严格。 而魏卿也没闲着, 后宫里的妃嫔们听说魏卿医术了得, 一有个头疼脑热, 逢她在宫里的时候, 就抓紧派人来请她去看看。 这也是得了皇帝准许的。 太医院里的都是男太医, 突然来了个会医术的女子, 妃嫔们当然就更放得开, 各种女人间的症状就铺陈而来了。 什么癸水不调啊, 减肥丰胸啊, 什么皮肤保养, 如何备孕啊等等, 全都是想借此机会获得圣宠的。 有一点敬意公主倒是说得对, 魏卿常在宫里走动过后, 和殷瑾在宫里遇到的机会就多得多了。 这不, 魏卿才从后宫里出来, 就遇到了殷瑾。 她让宫里的锦衣卫到附近去巡查。 殷瑾走到魏卿跟前, 自然而然地拿过她的药箱, 道, 要去敬意公主那处。 魏卿点头, 悠悠道, 最近不是休朝吗? 殷都督也这么忙。 快中午了, 应该下班吃饭了吧。 殷瑾清淡的脸上, 蒙上一层淡淡的阴影, 道, 皇上执迷打羽毛球, 这会首府陪着, 下午轮道我陪。 你说我为什么这么忙? 魏卿。 殷瑾道, 听说这么折磨人的玩意儿, 是你想出来的。 魏卿对殷瑾有些谄媚的笑道, 殷都督就当是娱乐放松, 好好陪老板, 老板一高兴, 才好处多多嘛。 殷瑾语气咸淡道, 改名让文武百官都轮流进宫来陪, 他们若是知道是谁想出的这个, 应该也想轮流来收拾他。 魏卿一本正经道, 文武百官可没有殷都督这么优秀, 他们要是能进宫陪皇上玩, 指不定多高兴。 殷瑾不置可否地看他一眼, 继续往前走。 刚一进敬意公主的宫阁大门, 往里走不远, 魏卿抬头就看见苏玉竟然也在, 不由得有些诧异。 彼时他正站在廊下, 与一名宫女说着话。 那宫女魏卿时的, 是静义身边的贴身宫女之一。 魏卿听不见两人在说什么, 只见苏玉脸上维持着极具丰度的笑容, 顿时魏卿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妙。 他这副形容, 不论往哪个宫女面前一站, 铁定问什么宫女就打什么,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顿时魏卿就扬声道, 那不是首府大人吗? 他及时打断了二人, 苏玉对宫女点点头, 道, 进去侍奉公主吧。 宫女走后, 苏玉才侧身朝这边看来, 微眯着眼, 四笑非笑道, 不是给娘娘行人去了吗, 这么早就回来了? 真是在什么地方都少不了大嘟嘟啊。 他撩了撩跑脚, 悠悠然从廊下走出来, 又道, 正好我找大嘟嘟有点事, 大嘟嘟同行否? 殷警把药箱交给了魏卿, 道, 我走了。 随后魏卿拎着药箱静静依公主的宫殿, 苏玉则和殷警一并离开。 他走上台阶, 在沿下与苏玉错过。 苏玉只有看他时, 神色才和之前的不一样。 刚好错间, 苏玉冷不防伸手, 握住了魏卿的手腕。 魏卿若无其事地抬头看他, 过完年, 天气一日较一日好转, 空气里抖着丝丝撂撬春寒。 日光将他的身影修饰得阴长如玉。 魏卿道, 首府不是语音嘟嘟有话要谈吗? 苏玉松开了他, 看着他进了殿门, 把门盒上挡住了门外的目光。 静义见他回来, 出口便问, 首府走了吗? 魏卿道, 走了。 他看着静义神色有些落寞的静义, 一边放下药箱, 一边诱导, 静义, 你盛世傻。 静义高冷道, 你是第一个敢说本公主傻的。 魏卿道, 应该是首府送你回来的吧, 既然那么喜欢, 把他晾在外面做神, 秉纯道, 那样显得上赶着似的。 魏卿回身看他, 道, 那你就趁早不要喜欢他。 静义愣了愣, 扮上想解释什么, 道, 他向我的宫女打听我的事, 说明他也是在意的不是吗? 魏卿不再言语, 若不是为了打听些什么, 苏玉可能根本不会送静义回来。 他应该是知道静义喜欢他, 并且很早就已经知道了。 可是他却能当作不知道。 从静义宫里出来后, 苏玉和殷锦义同去皇帝那里用午膳。 皇帝以命人准备, 并派了工人来传话。 两人走的这林间的石板道路很是清几, 雪蓉过后的湿气还未散透, 路面有些如湿。 眼下没有别的工人, 殷锦随意道, 首府收到周成传回来的消息了。 大都督动作够快, 也够利落。 苏玉说着一件既定的事实, 面上看不出情绪, 一招快刀斩乱马, 不仅解决了荣安侯一家, 还把京城里所有想和他联姻的高能大户 全都斩断了。 大都督不置可否, 道, 首府不方便做的事, 本都帮首府做了, 怎么听不见首府道一声感谢, 反倒来质问我。 锦衣卫坐得在隐蔽, 瞒得了其他人, 却瞒不住苏玉。 苏玉道, 据说大都督与他相识, 也是因为他半路曾救过大都督, 在周成的时候和他相处很融洽。 他逃婚避难时有大都督替他兜着, 纵容他利用大都督之名行天一之事, 大抵那时还只是因为他在大都督手上还大有用处。 殷景也不否认, 道,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将自己的随身之物留给一个女子。 苏玉眼里肃杀, 唇边却勾起一抹浅淡凉薄的笑意。 殷景就是这么个人, 他料定了一件事, 判断了其价值就会养着时机, 把这价值发挥到最大。 苏玉道, 所以殷都督从中千桥搭现, 让他认了都指挥使蔡征做义父。 殷景一副有事说事的闲淡语气道, 魏家靠不住, 我另外给他寻的靠山, 首府不满意。 蔡征是大都督的左膀右臂, 将来我若动他, 不是坏我姻缘吗? 大都督这招伪实够狠。 殷景道,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想得到一样, 就须得失去另一样。 如若首府不在乎, 这也支不住你。 如今, 魏清与蔡家已经有了情义, 将来他怎么可能允许苏玉对蔡家不利? 如果苏玉不在乎与他的交情应来的话, 那他可能更加不会在乎。 早在苏玉回京升任首府, 更血换党时, 殷景也没有闲着。 他把魏清妥善安排在自己这一边, 就是为了应对将来。 那么不正是一案呢? 大都督一心想要对付我, 何须帮他兜着祸事? 若是将他当作凶手抓起来, 再把消息传给我, 我定然会想方设法地把他弄出来, 不就如大都督的意, 破绽百出了吗? 苏玉看了看殷景, 语气十分阴冷, 但是大都督却把他藏了起来。 据说那日在房里还与一女子亲密, 周成那些搜查凶手的废物可能不了解, 但是苏玉怎会不了解? 殷景可不是随随便便, 哪个女子就能尽他身的人, 更不要说让人撞见他与谁亲近。 苏玉停下脚步, 眯眼看着殷景, 一字一顿道, 那女子是未亲。 殷景道, 前阵子首府与神秘女子纠缠不清的事, 本都也没过问过首府的私事, 首府却对本都的私事如此感兴趣。 苏玉缓缓笑了, 道, 看样子也不尽是利用, 起码大都督还有付出过。 真真假假的是, 谁能说得清呢? 大都督就不怕我一笔之道还之。 殷景抬脚往前走, 那就要看看我是否和首府一样舍不得了。 如若有一天, 我舍得伤他了呢? 苏玉问。 苏玉看不见他神情, 殷景道, 等到了那天, 你就知道了。 魏卿在静义这里用过了午膳, 反正下午皇帝有人陪, 没他什么事, 只是正准备离宫时, 明妃娘娘过来了。 明妃娘娘到静义的寝宫来与魏卿说话时, 魏卿便知他是来者有益。 这段时后宫里的妃嫔为了圣宠都积极得很, 不仅请魏卿过去调理身子, 还有打探皇帝的情况。 听说魏卿隔三差五要帮皇帝按摩, 且按摩手法奇特, 皇帝很是受用, 要那些后妃们就多少动了点心思, 想从魏卿这里学去。 谁要是学会了, 能帮皇帝按摩, 那谁受到宠幸的机会可就大多了。 只是魏卿还不曾教过谁。 果然, 明妃是来请教的。 魏卿未加推辞, 让一名宫女吞了衣衫趴握, 然后手把手地教起了明妃。 明妃学得十分认真, 看起来心情也是极好的。 魏卿不肯教别人, 却是肯教她的。 她便知道, 这些日没有白对魏卿好。 等明妃守法熟人一些过后, 魏卿道, 以后有娘娘为皇上解牢, 也就用不上臣女了。 到时候她进宫只是帮忙施针敷药, 进宫的频率就没有这么频繁了。 明妃道, 岂会用不上, 若不是你, 皇上这阵子身体不会有如此大的改善。 清清, 你可是立了大功, 这都是臣女的分内之事。 明妃心里也清楚, 光是说这些没有用, 魏卿肯将自己的皇帝信赖的记忆传授给她, 等于是把圣券都转移给了她, 牺牲的利益可不小。 遂明妃又道, 清清, 你这般为皇上和本宫着想, 可有想要的, 若是有, 就说出来, 只要本宫能做到的, 定当成全你。 明妃是个明白人, 魏卿也不糊涂。 她若是提前以条件相交换, 明妃心里反倒有芥蒂。 可魏卿二话不说就倾囊向寿, 便让明妃感觉到是自己人, 毕竟拿人手短, 自己人帮自己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既然明妃主动提起, 魏卿这次便没再客气, 贵道, 娘娘为皇上分忧解牢用不上臣女, 但臣女还想继续为后宫娘娘们分忧解牢。 哦, 明妃有些诧异。 魏卿温生谦和道, 凭臣女一技之所长, 能做点力所能及之事, 臣女就万分高兴了。 娘娘们不是希望太医院能有一位女太医出入方便, 好为她们调理身子吗? 臣女想试试。 明妃道, 你是尚书家的小姐, 不好好享福, 怎能去当太医伺候别人? 况且, 太医官职不高, 又尚未有女子任职, 太医院里依应都是男子, 要是引你进去, 只怕魏尚书还会觉得辱没了你。 虽然是在宫里做太医, 听起来体面一些, 可无非就是个奔走看病的大夫, 还要与一堆男子共事, 基本上与抛头露面没有什么区别了。 不光明妃这样想, 别人也同样会这样想。 明妃又劝道, 清清, 你要是不喜欢魏家, 本宫可以做主, 让你尽早嫁个好归宿。 前些日本宫听闻荣安侯家就有这一项, 荣安侯还去请三皇子做主了, 这京城里鸿门贵府多得事, 必不让你受委屈, 你何必要如此。 魏清暗自扯了扯嘴角, 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要尽早做打算啊。 年前魏慈叔去赴宴的事情, 魏清又不是不知道。 魏慈叔有意拿他的婚事去结交, 他得有后照。 进了太医院做女太医, 那些鸿门贵府谁还能容忍一个 和男子扎堆, 抛头露面的女子当媳妇。 而且, 太医的官职再低, 那也是有官职的, 反正以后迟早也要自立门户, 他不如先铺垫一下。 因而魏清回道, 娘娘, 臣女已经不是当年的魏清了, 母亲已不在, 妙家也没落, 臣女靠不了别人, 唯有靠自己。 娘娘觉得, 家父会为臣女则良婿吗? 家父只会为魏家则良婿, 而不会在乎臣女愿意与否。 明妃多少了解到, 魏慈叔就是落井下石的, 不然当年妙兰死后, 他也不会把魏清送到乡下去。 听魏清说起这些, 明妃不由一阵心酸唏嘘, 忙扶魏清起来, 道, 亲亲, 有本宫为你做主, 她敢。 魏清温声道, 方才娘娘问起臣女想要什么, 臣女唯有此愿。 明妃不好拒绝, 也不好答应。 静毅在旁邦衬道, 母妃, 我觉得此事可行。 这样一来, 魏清就可以时常与她为伴了, 况且有她在, 太医院里哪个敢欺负魏清? 静毅知道, 魏清本就是个不会依附于男人的人。 明妃道, 此事就算本宫同意, 皇上也未必同意。 魏清不仅不慢道, 这对后宫娘娘们乃好事一桩, 臣女也会竭尽所能为明妃娘娘服务。 魏清这话提点了明妃, 此事无需她出头, 只需要取得后宫妃嫔们的支持, 给皇帝同意的几率就会更大一些。 最主要的是, 魏清表明会与她站在一处, 这对她来说多有注意。 遂明妃叹口气, 道, 你这孩子脾气跟你娘一样倔。 罢了, 本宫试试吧, 能成则成。 只要明妃肯撂下话, 说明此事多办就成了。 对大家都有好处的是, 何乐而不为呢? 等明妃离去后, 时辰不早了, 魏清便也随后离宫。 魏清走后, 静毅身边的宫女才神秘兮兮地道, 今上午是大都督送二小姐过来的。 静毅点头道, 看来两人发展得很顺利。 大都督的是, 还是派人去打听一下, 问问那些太监总归知道。 总不能真让魏清嫁给一个太监吧。 虽然大都督看起来不像, 但还是确认一下比较稳妥。 事实证明, 这些天魏清可没白往后妃宫里走, 送的东西也是他进行调配的。 回头明妃将这提议隐晦的一提出, 后宫妃嫔们都表示支持。 太医院里的太医都是给皇宫里的主子们准备的, 只要主子们乐意, 管他是男是女。 况且, 后宫里都是女人, 女子做太医更方便一些, 后妃们对此也感到新鲜。 皇后将后妃们的意见传达到皇帝耳中时, 皇帝没有多大的反应。 女子进宫里做女官又不是稀奇事, 只不过进宫做太医的嫌少见而已, 但对于皇帝来说确实有义无害。 不仅皇帝可以及时传唤, 后妃们也受益不少。 魏清回到封小院后, 清点自己院里的东西装进柜子抽屉里, 之前买了不少的锁, 正好将自己屋里的柜子抽屉都上了锁, 在上锁之前, 还不忘往每一个柜子抽屉里装了一些药粉。 依兰不解道, 二小姐这撒的是什么药? 魏清随口道, 毒药。 这抽屉里的东西若是没人来碰便没事, 有人来碰就会沾上毒粉而毒发。 依兰愣愣道, 小姐把东西都锁在里面, 是不打算碰了吗? 是啊, 等以后有了新的住所, 再搬过去。 小姐要搬走。 魏清起身看了看依兰, 似笑非笑地勾了勾唇, 道, 我若搬走, 你与我一起吗? 那自然是要的。 魏慈叔年前与荣安侯接触过了, 老夫人也一直是红光满面的。 魏清要是嫁入侯府, 就是将来的侯夫人, 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件光耀门楣的事情。 魏慈叔不见首府有插手这件事, 就动了心思。 年前时间紧迫, 不可能把事情商定下来, 就只好等年后慢慢定时间来谈。 然而, 荣安侯府还没来人, 宫里突然就派了那时间到魏家来了一趟。 照理说, 魏清已经得了皇帝特许, 可以自由出入供门, 皇帝宣他入供, 没有必要在太内侍间走一趟。 魏慈叔不明来意, 小心应付着。 内侍间却道, 咱家来, 是来传皇上口谕的。 魏慈叔立刻让一家人聚在前庭, 跪地听译。 内侍间道, 奉皇上口谕, 二小姐医术抄群, 能治皇上多年之顽疾, 又能理后宫娘娘们多种正厚, 如此医才, 皇上甚为欣赏。 现有意着二小姐进太医院, 不知魏尚书意下如何。 二小姐乃魏尚书之女, 若是魏尚书不愿, 皇上绝无强人所难之意, 所以派咱家先来问问魏尚书和二小姐的意思。 这就到了考验魏慈叔的时候了。 魏清要是进了太医院, 这眼看捧起来的宝不就要飞走了吗? 到时候能能得圣宠还不知道, 但眼下想借她的婚事, 在网上跨两步的时, 铁定是泡汤了。 那些红门大户, 要娶的是深入剪出的大家闺秀, 可不是个在太医院里扎堆的女太医。 等她从太医院出来, 兴许早成了的老姑娘了, 那时候还有什么价值? 好不容易到今天这一步, 魏清绝不能失去她应有的用作。 魏慈叔心里飞快地盘算着, 面上做出为难之色, 缓缓开口道, 实不相瞒, 小女如今到了议嫁之邻, 正准备议嫁, 恐怕。 话还没说完, 身后的魏清忽然开口打断道, 请公公务必回皇上的话, 能进太医院侍奉皇上和娘娘, 是臣女的荣幸, 臣女非常愿意能有一席用武之地, 臣女定当竭尽所能, 为皇上效力。 此话一出, 魏慈叔都愣住了。 她回头怒瞪魏清一言, 又不敢当面斥责, 对内侍坚道, 公公见谅, 小女年又不懂事。 内侍坚却不听她言, 道, 既然二小姐同意了, 咱家这便回宫赴命。 任令过两日就会下来, 届时还请二小姐进宫入职。 不管是魏慈叔还是魏清, 那世间根本不需征求两人都同意, 只要有一人同意, 这事也就成了。 若是魏慈叔同意, 父母致命不敢有为, 若是魏清同意, 也是他执意如此, 不关皇帝的事。 宫里有名妃和敬意助力, 皇帝应该已经知道, 魏清是愿意的。 皇帝之所以派人来问一早, 不过就是走个过场, 摆出一副体谅臣子的大度来。 不然直接送了任命来, 还以为皇帝强人所难。 魏清正色肃声道, 多谢公公。 见公公要走, 魏慈叔连忙换道, 公公请留步。 那世间站在魏家门前, 回转身看着魏慈叔道, 怎么,魏尚书答应下来的事, 要反悔吗? 那世间俨然没有了先前的和颜月色, 魏慈叔顿时明白, 再没有他说不字的余地。 魏慈叔一道, 魏某不敢, 公公请好走。 等把宫里的人送走以后, 魏慈叔面色铁青地转过身来, 瞪着魏清, 拂袖冷哼一声。 魏清要进宫当太医, 除了老夫人和魏慈叔气得够呛以外, 魏穷居和魏穷九可是暗自高兴。 当太医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哪有女子在外掏头露面的, 分明是自取其辱。 魏穷居故作忧虑道, 二妹, 那太医院里的太医应该都是男子吧? 二妹一个姑娘进去, 不碍事吗? 魏穷九一忧愁道, 是啊, 就算在太医院里没有什么, 和那么多男子在一起, 说出来也总是不太好听。 魏慈叔气得都快炸了, 喝道, 魏清, 你给我滚进来。 老夫人有种煮熟的鸭子飞了的感觉, 沉沉郁郁地也进了厅堂。 彼时魏清一跨进门口, 魏慈叔就掀起一杯茶摔在了地上, 骂道,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为父没有答应的事, 你竟敢擅自应承下来。 魏清抬眼, 平静地直视着魏慈叔, 道, 进宫做太医是我的事, 答应与否也应该是由我自己做主。 你, 魏慈叔怒急, 你自己丢人现眼也就罢了, 以后为父如何抬得起头来? 说吧猛一仰手, 一巴掌往魏清脸上扇来。 魏清毫无压力, 一把截住魏慈叔手腕。 魏慈叔撤了撤手, 魏清手指有力地捏着他的腕脉, 分毫不松, 拥有反问道, 难道在父亲眼中, 进宫做太医侍奉皇上, 是一件丢脸的事? 你, 你, 魏清缓缓勾唇笑了, 但在眼里的事冷之意如此清晰, 他道, 逆女, 无妨, 反正我也从来没顺过。 老夫人怒道, 魏清, 还不放了你爹? 魏清这才稀疏平常地松了手。 老夫人沉声道, 你若不进宫, 你的婚事今年就能定下来, 好好地当个贵夫人有何不好, 非得要这样作诫你自己。 魏清风轻云淡地看了看老夫人, 眼神又看向魏慈叔, 道, 我早提醒过祖母, 我的个人是由我自己做主, 祖母和父亲原来没当一回事吗? 既然不当回事, 那我也只好随机应变了呀。 魏清不再逗留, 转身走出厅堂, 父亲冷道, 父亲想用我做垫脚石吗? 那不好意思, 可能我这块垫脚石比较磕脚, 父亲踩着容易摔跤。 老夫人和魏慈叔看着魏清离去的背影, 一时面色都极为复杂。 从前听出来, 一览在门口听到了动静, 一路默不作声地跟在魏清身后。 在这魏府里, 能与魏慈叔和老夫人正面相抗的, 也就只有他一人了。 而且, 他有这个底气和能耐。 等进宫做了太医后, 大抵魏家就更加管不住他了。 他有一双硬翅, 只等羽翼丰满以后, 迟早是要翱翔天际的。 回了封小院, 一兰才小心翼翼地问, 二小姐早就知道要进宫做太医了是吗? 魏清淡淡道, 啊, 皇上今天不是来找台阶下了吗? 封的女官对皇帝来说不是难事, 只是让陈子佳的千金小姐去做太医, 听起来难免有些委屈。 这对魏清以后的名声和归宿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但既然是魏清自己愿意的, 皇帝又有这个需要, 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一兰迟出道, 那奴婢。 魏清回身看了他一眼, 道, 自然是作为我的钥匙一起进宫去, 不然你想继续留在这里。 该收拾的都收拾好了吗? 一兰欢喜笑道, 奴婢这就去检查一遍。 任令是已经准备好了的, 在魏清同意过后, 第二日就送到了魏府来, 同时送来的还有一身按照魏清身量尺寸做出来的太医符。 魏清进宫去入职的前一晚, 魏慈叔也已经冷静了下来。 事已至此, 无法再有转环之地了, 真要是和魏清彻底闹讲了, 对他也没有好处。 不说一万, 就说万一, 魏清当了太医之后, 拖得皇帝的信赖和倚重, 魏慈叔要是放弃了, 不就一点好处都没有了吗? 既然魏清的婚事无法给他助力, 那只能从别的方面入手。 夜里, 魏慈叔十分难得地来了封小院。 房中灯火细微, 魏清尚未入睡。 魏慈叔去敲门, 依兰还在房中, 打开门一看, 有些诧异, 回头对魏清道, 二小姐, 大人过来了。 魏慈叔正欲抬脚走进屋门, 魏清毫无波澜的声音传来, 请他在门口稍候。 魏慈叔刚抬起来的脚, 生生顿在了门槛上, 片刻,魏清从房中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 声音里没有半分脑粪怨对, 还和之前一样, 也似乎没有发生半点的不愉快, 道, 爹深夜至此, 有何吩咐? 魏慈叔方才扫了一眼屋内光景, 发现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道, 你这一去, 就不打算回来了, 当太医也能每天回来。 魏清淡淡道, 太医院里有夜职, 我是新手刚进去, 可能有些时日不能回来。 魏慈叔道, 那这院子还是给你留着, 我这个下人来守着。 魏清道, 不必如此麻烦, 该收拾的都已经收拾好了。 魏慈叔心里一阵烦闷, 嘴上还是不得不和气道, 你进了宫也不要忘了, 你是魏家的女儿, 不得给魏家丢脸。 昨天的事, 是为父太过心急, 你不要往心里去。 魏清不置可否。 魏慈叔看了他一眼, 又道, 魏慈叔也是担心你, 哪有小姐进宫当太医的, 这可能会耽误你的终身大事。 可现在, 既然你执意如此, 为父也没有办法, 只能劝你进宫以后好自为之。 魏清平淡道, 爹特地来, 就是为了说这些吗? 魏慈叔顿了顿, 他这个女儿的心计成熟到其他两个女儿根本无法比, 有时候魏慈叔自己也觉得有种有心无力, 超扑控制的感觉。 见他问起, 魏慈叔就不管弯抹角了, 放低声音道, 你进了宫里, 要好好侍奉皇上。 魏清不应他。 他便又道, 皇上现在信任你, 你有许多机会接近于前, 这对于你来说, 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魏清勾了勾嘴角, 道, 爹到底想说什么? 魏慈叔道, 是男人都拒绝不了诱惑, 皇上也是。 你只要把握住机会, 稍稍诱惑一下, 或者用点手段, 若能遇前侍寝, 以后就不仅仅是个小小的太医了。 魏清就笑了, 眯着的眼里满是嘲讽, 扶了扶裙脚缓缓缓道, 魏慈叔, 我还未满十四岁, 你便这么迫不及待地 想把自己的女儿 送到别人的床上去。 魏慈叔对魏清直接叫他的名字 心生不满, 但还是不赞同道, 皇上是九五之尊, 哪里是一般人。 他侧过头来, 看着魏慈叔, 温和笑道, 可是那种事, 我还小做不来, 爹这么喜欢事情的话, 你自己去呀。 魏慈叔气道,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魏清转身进房, 简单直接道, 伊兰, 关门。 伊兰十分力所地 砰地关了房门。 魏慈叔站在紧闭的房门外, 一阵火气却又没处发泄, 只能愤愤离开。 等他走后, 伊兰道, 二小姐犯不着 跟为大人见起, 不值得。 魏清若无其事地 给自己倒了杯水, 喝了一口道, 只是有点恶心。 第二日一早, 魏清起身 给他娘的牌位上了炷香, 道, 娘再耐心等等, 等我有了新的住处, 我们便搬到新家去。 离开时, 他得临堪也上了所撒药粉, 然后便带着伊兰进宫路纸去了。 魏清走得早, 等天色亮开, 魏家人一时过来时, 已经人去怨空。 一家人围坐在扇桌前 用早扇时, 徐氏殷勤张罗, 家里终于走了个丧门星, 他派人去封小院看了看, 发现院里门窗都锁起来了, 透过门纱 又看见房东收拾得光溜溜的, 便只肯就不常回来了。 徐氏看起来 心情越是不错, 就越发趁得老夫人郁郁寡欢。 徐氏劝道, 侯门他不嫁, 非得去做个太医, 这条路是魏清自己选的, 怪不着老爷和老太太。 魏清嫁不了, 我们还有穷居呢。 魏穷居脸色白了白, 道, 娘你别说了。 他可不想成为替补, 嫁一个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人。 以前没有喜欢的人时, 嫁入高门是风光, 可心里有了人, 那就是折磨了。 彼时魏清的马车 正晃悠悠地行驶在进宫的路上。 时辰还早, 街上行人稀疏, 青涩的天空呈渐变的颜色, 一直蔓延到天边, 像是一缕被人半接起的薄纱, 越近天边就越敞亮。 魏清坐在马车里闭目养神, 依兰则一脸的兴奋紧张地瞅着外面。 忽然马车一顿, 车夫禀道, 二小姐, 有车挡住了咱们的车。 魏清合着眼帘随口道, 那就靠边让一让。 可话一儿刚一落, 对面的车上便有一人优雅地下的车来, 静止朝这边行来, 车夫来不及阻止, 他一掀帘子就当自己车架似的, 捋了捋柔软的跑脚闲适的落座。 沉浸的空气夹杂着一股寒意, 一股轻烈如山间含雪松柏一样的气息, 从外袭来。 魏清睁开眼时, 看见苏玉正坐在他对面。 依兰迟疑, 二小姐, 魏清道, 你和车夫去买点早点吃。 依兰便起身钻了出去, 让车夫把马车靠边停放着, 两人去附近的早摊上吃早点了。 马车里就剩下魏清和苏玉, 一时有些沉默。 魏清有种恍惚的感觉, 好似上次与他独在一处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魏清看了看他, 道, 没话说就下去, 我又不是猴子, 转点你盯着看的。 苏玉缓缓笑了, 上下打量着他, 道, 你这身太医辅导何事? 为什么突然想起要去当太医? 心血来潮不可以吗? 帽子歪了。 苏玉朝他微笑道, 魏清还来不及伸手去扶, 苏玉便先一步探手来, 袖脚自他脸颊便轻扶过, 他扶好了他的太医官帽。 苏玉却没有就此收手, 他白皙的手指微微往下一落, 自然而然地扶上魏清的脸, 那种眼神是魏清一直以来最想要避免的。 因为每一次看见, 心里就莫名地沉得慌。 可是他还是避无可避, 看到了他眼中浓烈的爱意。 顿时他身有领悟, 恐怕自己的帽子没歪, 他只是借势想碰自己的脸。 魏清顺时就捏住了他的手腕, 尽量云淡风轻道, 手辅自重啊。 苏玉笑了笑, 可笑容有两分黯淡, 道, 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还我一件一模一样的衣裳了。 魏清眉头动了动, 想起那日他与静义的宫女在屋檐下说话, 想必已经打探清楚了。 苏玉道, 你竟然是因为怕公主误会。 他声音很低, 只有魏清能听见, 为了讨好静义公主, 你把我给卖了。 魏清道, 别说得这么惨, 谁能卖了堂堂首辅? 可你在取舍之间, 已经把我舍去了不是吗? 不然呢, 我要因为你和建义成为仇敌? 你说, 那能为我带来什么好处? 也是, 与公主为敌, 你便不能在皇上寿宴上大放异彩, 更不能取得皇上龙心大悦, 也就不可能像现代这般成为一名女太医。 苏玉挑眉看着他, 是不是你的取舍中, 只有利弊之分, 没有喜恶之别? 魏清靠着软枕, 懒洋洋地看着他, 眼里却清醒理智分明, 道, 首辅是朝中人, 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苏玉道, 既然你想要利, 你有所求,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你宁愿去找殷景, 也不愿来找我。 他轻声问, 魏清, 你喜欢他是吗? 魏清闻言, 只是平静地把他看着, 苏玉也看着他。 良久, 魏清才开口道, 你问我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每一次你这样的眼神, 都很认真吧? 认真道让人有些喘不过气, 欠的债有一些好还, 有一些不好还, 好还的无非是些身外之物或者血肉之躯, 可不好还的就是人的感情。 感情的是, 若是用欠债和偿还来衡量, 那还叫感情吗? 苏玉问, 魏清简单明了地回答, 所以我还不需要那种东西。 苏玉失笑, 有些咬牙哼哼地意味道, 魏清, 你真是我见过最难啃的女人。 魏清低头自顾了一下, 道, 我这样也能算作女人。 首辅太抬救我了, 我连身体都没发育完全呢。 还有, 你一个成年男子, 不去啃那些成熟的女人, 却来纠缠我这样的, 是不是口味太重了? 苏玉绷着额脚, 道, 你以为我只是想贪痛你的身体吗? 她没好气又问道, 那英景呢? 欠她的就好还了。 英都督啊, 魏清想了想, 十分随意道, 她的好还呀, 毫无负担, 她喜欢打打杀杀, 大不了受伤了就她一救, 有危险了, 陪她大干一场。 想跟她那种人讲感情, 反而讲不通, 根本都不用考虑。 苏玉, 她受伤了你去救, 她有危险了你跟她一起, 不就是和我对着干嘛? 英景真的如她所说, 不动一丝感情。 到底是她看不透, 还是英景隐藏得太深? 魏清一脸如梦初醒的样子, 则道, 你这一提醒, 好像还真是这样。 她眯着眼笑了起来, 怎么办, 到时候要不要做敌人? 苏玉一事眯着眼, 道, 魏清, 你要是敢和她一起跟我对着干, 我就把你绑了回去做压寨夫人。 这会儿扮起嘴来, 方才那股压抑的气氛才慢慢削了下去。 魏清莫地悠悠道, 还是在龙香你那个时候, 让人觉得舒坦。 苏玉顿了顿, 同样, 那也是一段她人生里难以磨灭的时光。 尽管那是浑身是伤, 却一点也不觉得紧迫和难挨。 你喜欢那个时候的我? 苏玉问她, 不等魏清回答, 她书弟就笑了, 仿若清晨里迷雾散开, 她点头道, 我懂了, 以后我会尽量, 让你在我面前也不会有负担。 魏清斜眼瞅她, 她随手闲散地捋着衣角, 微笑道, 反正近几年里, 你也别想着嫁人。 这货说得这么笃定, 魏清道, 难道太医这行真的那么不吃香吗? 苏玉道, 很快你就知道了。 那香衣兰和车夫吃完了早点回来了, 在马车外弱弱地问, 二小姐, 你要吃点吗? 魏清道, 我要进宫了, 守府大人请自便。 苏玉很配合地起了起身, 想起了什么, 然后又坐下, 道, 还有个问题。 在周成的时候, 你犯了事躲在殷井房里, 据说他在房里与女子亲密, 他对你做了什么? 魏清正色道, 你看看你, 我和你一起被你的同僚们发现, 躲在房里半日不敢出去的时候, 怎不见殷嘟嘟来问问对我做了什么? 苏玉微微一愣, 一笑而过道, 算了, 当我没问。 他记得殷井也说过类似的话, 因为殷井把那是当作是魏清的私事, 才不会干涉他也不会过问他。 而魏清想的是和殷井一样的, 一瞬间他已经得到了答案, 大抵正是因为殷井什么都不会问, 也什么都不会说出口, 魏清才会觉得殷井根本不在乎吧。 和魏清独处一事时, 苏玉并没有做过分的事, 那殷井应该也不会。 他一挤来衡量强劲的对手一点都不过分, 更何况殷井此人远比其他人更加克制自持。 苏玉离开后, 一来上马车来时给魏清拿了早点。 早点的香气, 一下就把他残留在马车里的气息给冲淡了。 随后马车平平稳稳地驶到了宫门口。 魏清和依兰走进宫门, 站在太医院外的广场空地上时, 正逢日出冬照, 寸寸度量了太医院的屋脊和眼角, 周遭的一切都显得安静凝合。 魏清一步步走上台阶, 走向这座倾诉的太医院。 太医院里的太医令是一位白胡子老者, 其余的太医都是年长的长辈, 还有两三位看起来年轻的太医, 好像是其他长辈太医带出来的学生。 这里的人都出自正统的医学世家, 魏清一来, 显然成了年纪最小的半路太医。 依兰作为她的钥匙, 换了一身宫装。 太医院里的钥匙都是太监, 身穿太监服, 就依兰一个穿的宫女群长, 在太医院里走动很是显眼。 有一位太医带魏清和依兰 去到属于他们的办公场所, 里面还有一间休息用的房间。 每一位太医都是独立开来的。 这些太医一看魏清就自立上前, 没办法, 他是皇帝亲典的, 因而对他的态度也不冷不热。 魏家这头, 老夫人和魏慈叔还在因为魏清进宫 当太医而郁闷, 然而后续发生的事, 却适当地缓解了这种郁闷。 荣安侯家的亲事暂时是没戏了, 魏慈叔本着友好的原则, 还是亲自到侯府去说明了一下缘由, 还道若是荣安侯还有意, 可等魏清卸任以后再谈婚事。 毕竟现在季从贤还年轻, 魏清也还小。 荣安侯果然拒绝了, 他婉言拒绝, 也在魏慈叔的意料之中, 但是荣安侯言辞之间似有闪躲之意, 就让魏慈叔有些费解。 后魏慈叔告辞离开时, 无意之中听见季从贤进了堂上在说话。 季从贤有些郁闷闷地道, 年轻还说得好好的, 怎么才过完年就不算数了。 荣安侯和侯夫人都在劝他, 道,那魏家二小姐不是进宫当了太医吗? 季从贤道, 女人有点理想和志气怎么了, 先把亲事定下来, 我大不了等她呀。 侯夫人本来是满心同意这门亲事的, 这会儿又不同意了, 叹气道, 哎,大人的事你就别掺和了, 有些你不知道的是, 魏家二小姐还是别娶的好。 还能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季从贤一再追问, 侯夫人才为难的小声道, 听说他命格不好, 有算命先生说他有克服之相。 季从贤不服, 克不克服, 怎么能听算命先生胡说八道, 要娶回来看看才知道啊? 侯夫人给他一记后脑勺, 你是不是傻, 等你娶回来了, 被克住了怎么办? 京城里的圈子就是这样, 一有点风吹草动, 流言蜚语, 兜兜不住多少时日, 总会慢慢地发酵, 流传开来。 侯夫人也是听别人在传, 到后来, 竟传得有模有样, 还传到了魏家老夫人的耳朵里。 说是魏亲生来带着克服之相, 除非夫君命格够硬, 否则谁娶了他, 魏亲进宫了, 就算他没进, 这样的流言一出来, 原先有动静的也变得没动静了, 谁还敢来说亲呢? 依然荣安侯府默默庆幸, 魏亲进宫好啊, 进得非常好, 继权了荣安侯的面子, 也不至于伤害到同僚感情。 不然年前谈好的事, 杨侯又来出了反而, 那不是言而无信吗? 以至于后来, 不光荣安侯庆幸, 就连魏慈叔和老夫人都庆幸, 幸好魏亲是进了宫。 否则不仅婚是泡汤了, 还会一下子成为冷饭冷菜, 这让魏家的面子往哪搁? 魏亲进了太医院过后, 他是新人, 主动揽下了太医院夜职的任务。 不怎么待见他的同僚, 这才脸上有了两分笑容。 若是能回家, 当谁愿意留守在这太医院里啊? 当然,魏亲是个例外。 魏亲夜职, 后宫里的娘娘们有个什么需求, 她也方便。 眼下魏亲和依兰正从某位消息灵通的后宫娘娘那里出来, 从后宫娘娘那里听说了有关魏亲的流言蜚语, 一路上依兰都是气鼓鼓的。 没想到都传到宫里来了, 依兰愤愤道, 到底是哪个爱牵刀的乱说? 二小姐哪里克服了? 奴婢看那些人就是极度二小姐有人喜欢, 所以使出这样卑鄙阴毒的招数。 等把罪魁祸首揪出来, 奴婢就…… 她一时想不出什么厉害的法子来整治。 魏亲四笑非笑道, 就怎么? 依兰想出来了, 道, 奴婢就告诉大都督的锦衣卫, 让他们把那长蛇人送进胃肠里刮一层皮。 魏亲笑出了声来, 两人一边进太医院, 依兰一边跺脚道, 二小姐还有心情笑, 他们分明是想让二小姐以后都找不到好的归宿。 魏亲若无其事地涉及而上, 缓缓道, 依兰你觉得什么才是好的归宿? 依兰回答道, 自然是疼爱二小姐, 家里条件也不错, 能养得起二小姐, 一辈子一时无忧的。 魏亲看她一眼, 勾纯道, 如若因为区区流言, 便望而去不不敢娶我, 这算是好归宿吗? 以后若是还有更残酷的流言传出来, 她为了自保还不得跟我离婚。 依兰被堵得哑口无言。 依兰回过神, 追上去问, 那以后要是没人娶二小姐该怎么办? 魏亲随口道, 没人娶我我就不活了。 这可不是吗? 要是换做别人家的小姐, 遇到这么一场流言风暴, 想着自己的一生幸福就要毁了, 可不得连想死的心都有了吗? 这个时辰, 太医院里该熄的灯都已经熄了, 除了魏亲, 又没有别的太医在, 其他太医的要是太监也已经歇下了, 只剩廊下几盏悠悠灯火, 勉强照得轻路。 然主仆俩刚把药箱放下, 还没来得及去洗漱旧寝, 护文宫里的其他地方远远近近传来隐隐的喧哗之声。 两人出门, 站在太医院门前一看, 只见宫里灯火通明, 俨然白昼。 依兰那那道, 二小姐, 好像外面出了什么事。 紧接着, 大批的锦衣卫在宫里奔走, 隐约有捉拿刺客之类的字样传来。 依兰还没见过这样大的阵仗, 不由问, 他们抓刺客, 那刺客会不会跑到咱太医院来呀? 魏亲神色镇定地转身进去, 道, 能前进宫里来的刺客定是经过中密布置, 武功还一等一的好, 完事之后必定立刻按照逃跑路线出宫去, 到太医院来做什么, 一边喝茶一边等着被抓呀。 说着, 就让依兰去叫醒两个太监, 去往皇帝所在的地方询问, 是否有受伤, 需不需得他过去一趟。 等了小半个时辰, 结果皇帝没受伤, 倒是一些个锦衣卫受伤了, 正来太医院处理伤势。 他们受的皮外伤, 多在手臂和肩背, 伤口血流不止, 等到了太医院时, 血已经如湿了他们身上的锦衣。 这几个锦衣卫都是半熟脸孔, 就是魏亲不认的他们, 他们也认得魏亲。 平时都是一副面无表情冷冰冰的样子, 见了魏亲到意外的恭敬。 一个个进来坐定以后, 面色如常, 大抵长经历这种事, 都已经很淡定了。 又不是致命伤, 只要把伤口处理好就无碍。 依兰手忙脚乱地, 把一枕室里的灯全部点亮, 又按照魏亲的吩咐, 将要用的伤药、 绷带等物品被齐。 魏亲处理伤势时, 依兰便在旁边打帮手, 依兰起初还有些忙乱, 但见魏亲动作稳然不乱, 一切有条有理, 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魏亲随意问道, 刺客抓到了吗? 锦衣卫回答得也非常谨慎, 暂不知, 我等护育前左右, 受伤以后皇上命我等过来疗伤。 能让你们几个负伤, 看样子那刺客相当厉害。 依兰道, 你们锦衣卫也这么厉害, 肯定能抓住。 就魏亲一个太医, 要处理这些个锦衣卫的伤, 还得破费时间和功夫。 伤口浅的, 消毒上药后包扎好几克, 但也有几道伤口深的, 流了不少的血, 锦衣卫虽不吭声, 可见它们面色苍白, 显然不太吃得消。 深的伤口, 光是上药不顶用, 魏亲给伤口消毒过后, 还要拿针线将伤口缝合起来。 那满手血淋淋的样子, 有些可怖, 但它神色沉着, 手里针法也镇定。 魏亲负责清理伤口并上药, 依兰便负责包扎打劫。 两人配合得十分得当。 刚一弄好, 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锦衣卫们便要起身告辞离开。 魏亲道, 刚爆炸完,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多动, 先在这里休息一会比较好。 他看了看几个脸色苍白的锦衣卫, 又道, 不然中途失血晕倒, 我不负责。 锦衣卫道, 我等还要回去向大嘟嘟负命。 一栏端起一盆盆血水, 就走出去倒了, 又麻溜地回来, 道, 二小姐让你们休息, 就有必须要休息的道理, 二小姐不跟你们开玩笑的, 最好老是坐着。 反正宫里锦衣卫那么多, 又不缺你们几个。 和锦衣卫们友好的相处过, 一栏一点也不怕这些个表情冰冷的汉子。 就像在避暑山庄的时候, 他们虽然面上冷, 但心眼还不错, 还带着他一起去山里找吃的, 对他也颇为照顾。 这些人在刀口上舔血舔惯了, 总要做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才能唬住别人。 依兰殷勤地说道, 你们且等等, 我房里藏一些点心, 这便去拿来给你们吃。 吃点甜食是好的。 很快, 他就捧着点心回来了, 摊在锦衣卫们面前。 锦衣卫看了一眼依兰的点心, 再看了一眼, 他满脸都是快吃吧, 吃人嘴软, 吃了我才好说我的事的表情, 沉默。 魏清抽了抽嘴角, 道, 依兰, 把你那无视线殷勤, 非奸吉道的表情, 收一收好吗? 锦衣卫道, 依兰姑娘有什么要求请直说。 这时宫里的动静 已经慢慢地平息了下来, 锦衣卫们正四处巡逻沿阵以待, 殷锦在宫里负责善后事宜。 皇帝受了惊, 已经歇下了。 那些听到消息连夜进宫的大臣们, 皇帝一个也没心情见。 他现在不想听到任何意见。 刺客蒙了面, 皇帝的近视间也没看清楚 刺客长什么模样, 倒是镇守御前的锦衣卫 和刺客近距离交过手。 殷锦这才有空问起去太医院处理伤势的几个锦衣卫。 今夜太医院谁当职? 殷锦问。 知情的工人回道, 自从魏太医进宫后, 夜里都是由魏太医当职。 殷锦重新布置了宫中防卫后, 便亲自往太医院里走了一遭。 夜里他步履沉稳, 走得飞快。 身后跟着两名锦衣卫来去无声一班。 一进太医院的大门, 毫无疑问, 当然往灯火最明亮的方向去。 彼时魏清已经处理完锦衣卫的伤势, 锦衣卫在诊室内休息了片刻。 结果殷锦刚一进门, 就听见依兰在对受伤的锦衣卫们说道, 既然要直说, 那我就直说了, 实不相瞒, 我却有一事想要拜托你们。 话约刚一落, 锦衣卫们赫然整齐有序地站起身, 朝殷锦一脸肃静之色。 依兰尚不自知, 白白手无所失从道, 哎呀, 你们不用这么客气的, 大家都坐下说话, 坐下说话。 魏清靠在椅背上, 不住地捏额脚, 道, 依兰, 你还是去泡壶茶吧。 依兰一回头, 恰好就看见了门口正进来的殷锦, 原来锦衣卫是在对她恭敬啊, 丢脸丢大了, 依兰顿时就憋红了脸, 匆匆跑出去泡茶了。 魏清有些累了, 不太想动, 就随意用脚尖勾了勾一把椅子, 示意殷锦过来坐。 殷锦看了这些锦衣卫们一眼, 才在椅上落座。 魏清道, 殷都督别怪他们没及时回去赴命, 食血过多, 是我让他们在这里暂休的。 魏清朝锦衣卫们压压手, 道, 都坐。 可是殷锦没发话, 锦衣卫们还恭恭敬敬地干站着, 不敢再落座。 殷锦不急不许道, 既然魏太医让你们坐, 你们就坐, 锦遵衣主是常识, 还要我教你们。 锦衣卫们又整齐华衣地坐了下去。 依兰很快泡了一壶热茶回来, 魏清翻开两个茶杯, 给殷锦蒸了一杯, 再给自己蒸了一杯。 魏清捧着茶杯暖手, 与殷锦闲聊道, 刺客呢, 逮住了。 他知道, 宫里的情况定然是忙得差不多了, 殷锦才有时间到这里来。 殷锦随手揭开茶盖, 却轻轻闲闲道, 他运气好, 跑了。 听他那闲话家常的语气, 一点也不着急, 好似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般。 魏清偏头看他, 道, 抓不到刺客, 皇上不得治你的罪吗? 他喝了一口茶, 放下茶盏, 道, 事情还没完, 要治罪, 治谁的罪, 还不是现在。 听他这话, 看样子要牵连的, 可不止他一个了。 魏清完全不必担心, 这家伙是个全臣, 可不是乖乖服罪的伙, 所以在事情结束之前, 变故还多得很。 这时殷锦才看了旁边的依蓝一眼, 道, 方才不是有事吗? 什么事说来听听? 魏清笑笑, 泰然自若道, 没什么事, 不过是依蓝瞎胡闹。 依蓝粉拳紧握, 气愤愤道, 不, 奴婢有事。 大都督, 我家二小姐受人欺负了。 魏清, 依蓝, 回去洗洗睡。 依蓝扁了扁嘴, 不想就这么回去。 殷锦复端起茶盏, 拿茶袋清闲地拨开茶叶末, 道, 听听无妨。 依蓝得了殷锦手啃, 便理直气壮地说道, 大都督, 我家二小姐前阵子可受欢迎了, 大家都想来提亲。 可是不晓得是哪个杀千刀的, 在暗中使坏, 见坏了二小姐的名声。 殷锦神色不变, 道, 坏的什么名声? 现在外面的留言都传到宫里来了, 说二小姐生有客夫相, 将来要是谁娶了二小姐, 命不够硬的, 那指定多病多灾。 你说气人不气人, 这分明是想让二小姐嫁不出去呢。 魏清十分伤神道, 依蓝, 说过了呀, 我是不是要把你的嘴封起来呢? 殷锦半垂着眼眸饮茶, 淡淡安了一声, 嗓音非常慈和道, 那你现在想怎么着? 依蓝全部受魏清的影响, 一心想着要告状, 道, 奴婢想着, 锦衣卫办事能力这么好, 又善于追查, 要是能帮忙查出到底是谁在背后乱嚼舌根就好了, 最好把那长舌人送进魏厂好好打一顿。 房里的锦衣卫们齐刷刷地默默地看着殷锦, 殷锦抬眼平平淡淡地看他们一眼, 他们又齐刷刷地一开。 依蓝根本没注意到, 可魏清观察细微, 注意到了, 却也不动声色。 殷锦看向他, 问, 你呢? 也想让我把他找出来好报仇。 魏清鞋靠在椅背上, 手肘撑着茶几支着下巴, 那灯火细碎的流光落进他微腻着的眼里, 像月色碎在了淋淋波光里。 他想了想, 要是能找到他, 我还真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真是的, 有这么好的流言, 干嘛不早点抖出来呢? 我就完全不用担心我的婚嫁之事了呀。 殷锦道, 流言传出来, 也是需要时间酝酿的, 怪不着他。 依兰撑了撑眼, 不赞同道, 你现在不担心, 以后总是要嫁人的呀。 魏清道, 传言不是说了, 命不硬的才会被我克, 要是命硬的, 我肯定克不了。 锦衣卫默默付匪, 这世上就有一个命最硬的人, 就在二小景眼前啊。 大嘟嘟满身带煞, 鬼神都无尽的。 魏清身形小, 他蜷缩在宽大的圈椅上也不是问题, 侧身面向着殷景, 非常认真地请教道, 殷都督, 你给我好好瞧瞧, 我这面向客服吗? 殷景看着他, 穿着一身太医服, 头上戴着太医帽, 那帽檐下的眉眼弯若寒春柳, 眼里还真没有半分羞怯之色, 一张脸在灯火下轻艳无双。 片刻, 殷景收回视线, 寥寥寻常道, 这身太医服穿在你身上, 倒也合身。 锦衣卫干着急, 内心活动大抵时, 大嘟嘟, 文言低头看自己, 然后挑起唇角笑开, 不露声色道, 殷都督可真会打费所闻。 依兰方才所说, 殷都督不必放在心上, 明天起, 锦衣卫肯定会忙, 还不至于为了这点小事劳力。 况且我觉得这流言传得也挺好。 殷景放下茶起身, 随手拨了拨护腕, 道, 时候不早了, 我带他们先回去。 魏清道, 不要忘了, 过五六日, 缝合了伤口的, 到太医院来拆线。 殷景一起身, 锦衣卫也跟着起身, 一起走出诊室。 魏清带着依兰送他们出去, 刚到门口, 殷景走在最前面, 墨地停住脚, 锦衣卫便非常时务地分开在两边。 殷景回头看她一眼, 道, 不送, 早点休息。 说吧不再停留, 阔步离开, 片刻背影就消失在昏暗的廊下。 依兰收拾茶盏时道, 大都督定是见二小姐累了才离开的。 魏清瞥她一眼, 道, 你当大都督很闲吗? 她手底下的锦衣卫那么多, 要是去找散播流言的人, 其实也费不了多少功夫。 依兰道, 二小姐为什么不计较? 现在宫里宫外, 只要一提到二小姐, 肯定背后会说起这件事, 奴婢只要一想起, 气都要气死了。 魏清道, 你是魏杖不消化吗? 哪来那么多气? 这件事到此为止。 况且, 找谁帮忙不好, 非得要去找殷景。 贼喊捉贼这事, 他会干嘛, 他又不傻。 依兰还想说什么, 魏清抬手止住, 一边回房, 一边揉着太阳穴道,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脑壳痛。 方才他看锦衣卫们的眼神便知, 这是谁出的馊主意了。 为此, 魏清还特地让殷景仔细看看他, 到底哪里克服。 魏清对殷景的达非所问, 真是又气又好笑。 反正找锦衣卫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虽然听起来是在损他的名声, 但实际上也帮他规避了许多麻烦。 以后谁也不会来骚扰他, 他也不会再为自己的婚嫁事宜身不由己。 至于名声, 也不是多严重的事, 那又不能当饭吃。 只是这招来得实在有些晚啊, 他都进宫当了太医了, 已经成功地避开了迫切的麻烦, 那些流言蜚语才传到他的耳朵里, 不是存心给他添堵吗? 原本长达一月的修朝还有几日, 可昨晚宫里出现了刺客, 像是一记强心计, 让文武百官们的心思立刻就火落了起来。 皇帝第二天就结束了修朝, 对刺客行刺还能逃出宫外一事大为灌火。 朝堂上, 两派党臣各输己见。 这回文官气势高涨, 大大压过了武将。 捉拿刺客不利本就是锦衣卫的失职, 还有那名刺客伪装成太监在宫中行走, 定然是通过东场顺利混进宫的, 由此可见东场办事不利有包庇纵笼之嫌。 皇帝一非常震怒, 但看向殷景时又一忍再忍, 将怒火稍稍压下去, 道, 昨晚有大都督亲自作证, 为何还使得刺客顺利逃出宫外? 殷景回道, 刺客对宫中布局十分熟悉, 臣不敢妄下定论, 唯有先捉住刺客才能审出个结果。 面对文官们的弹劾指责, 他稳如泰山。 身后有武官站出来, 顶道, 欺禀皇上, 刺客是乔中城太监进宫的, 又顺利地逃脱, 听起来像是东场和锦衣卫的失职, 所有不利都直指大都督, 这样一来就不乏有人想栽赃嫁祸的嫌疑。 恐怕是有心之人故意制造这场骚乱, 想迫使大都督交出东场赞礼之权吧。 请皇上明鉴, 文官便赤道, 东场和锦衣卫失职, 不但不禁私挤过, 反而强资夺礼, 请皇上定要严惩不待。 双方在朝堂上僵持不下, 龙椅上的皇帝真是又火大又头疼。 事实摆在眼前, 东场这次出了岔子, 皇帝本该顺理成章地撤掉东场。 可当皇帝多少都会有点多疑, 武将的话一出口, 皇帝回味回味, 卧槽好像还真有点这么个意思。 前阵子内阁不是总网上递折子, 想学大都督的拳吗? 遂皇帝威严地看向苏玉, 问,守府,你怎么看? 苏玉答道, 回皇上, 大都督说得有理, 此刻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当先捉拿刺客严加审问, 才知实情。 他回答得很保守, 也让人看不穿真实意图。 接下来焦点就集中在捉拿刺客仪式上面, 皇帝给了三日期限, 务必要拿住刺客。 京城里全城戒严, 这三日内寻成御史从五城兵马司 调派官兵大街小巷的进行搜捕。 刚下朝不久, 便有下属官员进出苏玉的官属内, 急匆匆地进前道, 首府, 卫场那边, 大都督着画师描了刺客的画像, 正送往城中各处张贴。 下属把画像递上前, 苏玉拿起看了一眼, 道, 不是说刺客蒙了面, 大都督如何得知刺客模样? 说是昨夜锦衣卫与刺客交了手, 有幸挑开过刺客的面巾。 苏玉审视着画像, 手指微微用力, 道, 锦衣卫动静如何? 尚未有动静, 大都督说, 京城治乱有五城兵马司的巡城御史负责, 他只会在地要的时候, 派锦衣卫进行辅助。 这个时候来谈植物分工明确, 苏玉宁神片刻, 缓缓道, 大都督一在汽车夺马呀。 他的下属官员不是很明白。 苏玉也不再多说, 手指一松, 那张刺客画像便轻飘飘地飘了出去。 苏玉道, 去告诉巡城御史, 这次若再让锦衣卫先他一步, 他的饭碗就别想要了。 巡城御史是文职已由来已久, 最早附有巡师治安、 击捕要饭及神礼等职责, 因职责所需, 可调动京城五城兵马司。 各兵马司的武官都得照规矩听巡城御史的拆遣。 殷景虽掌管兵马大权, 但这经济兵马却不在他的掌控之内。 以往锦衣卫和巡城御史在皇帝面前都是一副相辅相成的状态, 实际上暗中没少给对方使班子。 而这回锦衣卫却以静制动。 等下属官员离开后, 苏玉叫来亲信, 道, 派人好好盯着卫场, 有什么动静立刻来报。 苏玉舌身站在窗前, 窗扇敞开, 窗外的枯枝不知何时抽出了小片小片的嫩芽, 阳光也有了些许明朗的味道。 殷景, 这就是你的反弊为力之计, 舍去一个东场, 却想得到五城兵马斯的控制权。 三日时间, 巡城御史几乎不眠不休, 丝毫不敢懈怠, 都快把京城掀了个底朝天, 却连刺客的一丝影都没见到。 然而, 刺客的画像早已经张贴出来, 又不可能随便抓人去冲树。 巡城御史急得头都肿了。 皇帝十分恼火, 把巡城御史大骂了一通, 废物。 范桶, 你五城兵马斯那么多人, 却连一个刺客都找不到。 京城城门紧闭, 他还插翅飞了不成。 给我滚。 随后, 皇帝召见了殷景, 再给他两天时间, 命他全权负责抓捕刺客。 殷景道, 魏长锦一位人数有限, 又负责宫中禁卫, 陈斗胆请调五城兵马斯协助。 巡城御史办不好事, 皇帝当然准许放权 给另一个更有能耐的人。 说是协助, 实际上殷景得以号令五城兵马, 隔兵马斯本就是五官职守, 如此一来他上手的东西, 就别指望能再交出来了。 苏玉细细思索, 之前巡城御史翻了个底朝天, 都没能找到, 现在殷景接手, 两天内就能找得到。 找得到找不到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而锦一位之前一直按兵不动, 他之前派出去盯着卫场动静的人, 也回来回话, 倒是卫场戒备森严, 什么消息都打探不到。 苏玉原以为, 锦一位当晚在宫里抓住刺客, 再严加审问处死便算完了。 但是殷景却冒着锦一位失职的风险, 先放脱了刺客, 再假意去抓。 殷景能这么做, 说明他已经有了把握。 有可能不是巡城御史办事无能, 而是那刺客打从一开始, 就已经落在了殷景手里。 所以殷景才能这样不慌不忙, 以静止动。 思及此, 苏玉当即动身, 亲自前往卫场。 刚一到卫场, 正好遇到殷景, 一身电青色叶洒, 面色清淡地走出来, 尽管走得不急不徐, 可每一步皆是稳中待煞, 不容忽视。 一出卫场, 外面明亮的阳光便使他们一里下眼, 看见苏玉时, 很寻常地打招呼道, 首府今日怎么得空到本都这里来。 苏玉道, 路过, 顺便想进去做做, 大都都欢迎吗? 殷景道, 可能不巧, 本都现在要出去抓刺客, 没空招待首府。 首府若还想进去做做, 我安排锦一位招待。 他肯让苏玉单独进卫场去, 那就说明那刺客不在卫场里。 苏玉对此也没抱十分的希望, 况且殷景此人形势颇深, 刺客真要是在他手上, 他应该也不会放在卫场里。 苏玉进去也只会扑个空。 是以苏玉闻此言, 便笑了笑, 道, 也罢, 既然大都都忙, 就下次吧。 不如我与大都都同行, 看看锦一位是如何行事效率惊人, 抓住那刺客的。 殷景走下卫场门前的台阶, 翻身跨上马, 道, 本都欢迎之至。 皇帝受了惊吓, 加上这几天一直抓不到刺客, 心情非常不好。 心情一不好, 就气得腰疼。 魏卿特地来给他捋腰顺气, 道, 皇上应放平心态, 以免肝火过旺, 急气伤身。 皇帝却不提郁闷事, 看了看魏卿, 道, 魏爱卿在太医院一切可还习惯。 魏卿应道, 回皇上, 一切皆好。 可朕听说你在太医院夜夜当职, 就不想回家去看看吗? 微臣是心静的, 太医院里的都是微臣的前辈, 微臣理应如此。 况且, 后宫娘娘们若是夜里突发急需太医, 微臣也好第一时间赶到。 看样子, 魏卿和魏家人相处得真是不怎么样。 原本最初, 以木工为首的妙家, 就与魏家不是一路人。 皇帝叹口气, 道, 妙家是书香世家, 妙宫学是渊博, 不想他的后人却选择了从医。 魏卿专心替皇帝试真, 听皇帝又回忆道, 当年, 木工也是朕最为敬重的老师。 他辅佐朕登基, 又将朕的太子教育成人。 魏卿的动作极细微地顿了顿, 又继续, 皇帝无从察觉。 魏卿道, 谢皇上对外公的深深缅怀。 这还是第一次, 魏卿从皇帝这里感受到, 他对他外公的怀念并不像是装出来的。 正是因为心怀敬重, 在太子出世过后, 尽管他悲痛欲绝, 最后却仍旧没有获及妙家满门吗? 魏卿收贞后, 发现皇帝趴在龙榻上已经睡着了。 他起身之际, 牵了千钦被帮他盖起来。 虽说皇帝给了三日之期, 玄城御史没能办好事, 但后面有大都督亲自坐镇, 还有首府随同, 朝堂上最厉害的两位人物都齐心协力了, 没有道理再抓不到刺客, 皇帝应该不用再担心。 外人都以为是大都督和首府齐心协力, 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看出来, 首府只是信不过大都督罢了。 魏卿在宫里消息也不闭塞, 又从静义那里听到了一些, 静义对于苏玉的事可是非常上心的。 在太医院里倒药时, 依兰便问, 那个玄城御史不是把京城都翻遍了也找不到吗? 大都督再去翻一遍, 万一也找不到怎么办? 不可就得触怒了皇上。 魏卿丝毫不担心, 悠悠道, 不是金刚钻, 不懒瓷气火, 他清楚得很。 既然已经从巡城御史那里揽过了五成兵马斯的调动权, 那便该是刺客浮出水面的时候了。 魏卿又道, 他找得到的。 魏卿甚至都有些怀疑, 巡城御史之所以找不到, 是不是阴景那家伙藏起来了? 刺客在他眼皮子底下还能顺利逃出宫, 说不定就是让他给放跑的。 阴景既能让刺客跑, 也能在他跑出宫后的第一时间里逮住他。 既然失职之过已经铸成, 还不如顺水推舟干票打的。 不然皇帝单单是追究他东场的失职之过, 东场这回便极有可能被撤掉, 不就白白让对手占了便宜吗? 所以现在殷景丢了一个东场, 得到了五成兵马斯的控制权, 这也不算亏。 想必苏玉正是料到了这一点, 这两日才跟殷景齐心协力的。 他想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如果殷景抓住的刺客早就是在锦衣卫的控制当中, 寻称御史才没能找到的话, 他便可以弹劾殷景的欺君之罪。 但是这样的希望非常渺茫, 殷景肯定不会让苏玉找到任何痕迹。 既然如此, 苏玉依然要随同前往, 真要是抓到了刺客, 他还能和殷景同工。 魏清想, 那名刺客是通过东场而混进皇宫的, 那也太巧了些。 他能这么想, 皇帝肯定也能。 但是朝堂上势必两方声音争执不休, 各书几件, 朝的皇帝不知该相信谁, 真要是苏玉主导的, 也达到了会调视听的效果。 况且从直观上讲, 这是本就是东场管理不力, 才让刺客假扮成太监混进去。 也不能因为出了事, 就盲目地怀疑是另一党的嫁祸。 果真, 不出两日, 刺客就被锦衣卫给揪出来了。 彼时, 苏玉正跟殷景一起, 殷景没去抓刺客的现场, 苏玉当然也无法看见, 京城里分散的锦衣卫这么多, 他不可能个个都坚实地过来。 抓来的刺客与画像仪对比, 基本可以认定, 且身上的伤也与当晚的一致, 还从他藏身的地方搜出了带写的夜行衣。 刺客被移交到大理斯一审, 据说是之前掩铁一案中某个涉案人家中的亲属, 因为外在游历而逃脱一劫, 等他回家后发现家破人亡, 所以才策划了这场行刺。 掩铁暗示首府主审的, 那些涉案人也是他手下的人负责处置的。 刺客除了憎恨皇帝, 理应还对首府恨得牙痒痒。 这正是高明之处, 如此一来, 便消除了首府暗中策划的嫌疑, 也打消了皇帝的疑虑。 皇帝便让大理斯按照律法, 处死那名刺客即可。 说起这东厂, 自从殷锦从边境回朝, 接管锦衣卫以来, 直接听从皇帝差遣, 锦衣卫日益发展壮大, 到如今, 在稽查方面, 东厂基本等同于贤制, 就集中管理宫里的太监和后宫里的秩序。 但现代管理上也出了这么大的漏子, 皇帝终于慎重考虑, 撤销东厂这一机构。 只不过在撤销之前, 东厂要进行一番全面的清查, 许得花费一些时日。 至于锦衣卫在捉拿刺客当晚办事不利, 殷锦主动请罪, 好在事后及时补救回来, 皇帝也不好过分苛责, 便罚了殷锦半年俸怒。 而原先的巡城御史办事不利, 毫不意外地被罢了官。 接着, 巡城御史的官职由谁来继任, 成了一个难题。 以往这官职都是由文官担当的, 可是如今皇帝不由思索, 这帮文臣, 平日里动动嘴皮子, 管理好朝政还可以, 真要是让他们去带兵, 却又肩不能调手不能提, 根本没有武将的决策力和行动力, 手下个兵马司反而受限。 这次抓刺客就是一次很好的例子。 巡城御史若是没有调兵遣将的谋略和决策, 只会上下不齐心, 各处捉襟见肘。 将经济安全交给这样的巡城御史, 皇帝感觉到深深的隐患。 不管首府和大都督如何对立, 最后都应该为他所用。 他是皇帝。 朝中除了首府党和大都督党, 也不乏忠于他, 忠于朝廷的文臣武将, 不然朝廷势力彻底分两边倒, 他这个皇帝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还能不能好好坐下去了。 一场早春时节的雨说来就来, 滋养唤醒了万物。 从傍晚的时候雨就开始下, 细细细, 像蚕食的声音沙沙不绝于耳, 透过窗外看去, 视线也迷迷蒙蒙。 房里喷了茶, 苏玉正招待着几位内阁学士。 那内阁学士瞎着茶, 道, 东厂虽然被撤销, 大都督丧失了前朝后宫的耳目, 可是让他得到了经济重地的掌控权, 这也是一大损失啊。 大都督是想自己当寻成一史吗? 苏玉随手端着茶杯, 沉饮片刻, 道, 朱拳傍身, 他还不会如此惹皇上忌讳。 大都督会不会提自己得力的部下来坐这个位置? 另一位内阁学士道, 苏玉道, 这与大都督自己坐这个位置有何区别? 几位内阁大学士想想, 觉得也是。 后苏玉又道, 这些日皇上为此烦忧, 内阁就不要往上递折子举荐人选了, 且先静观其变。 皇帝之所以迟迟没下定人选, 想来也是在静观其变, 看看首府和大都督到底谁先按捺不住向他举荐。 即便苏玉举荐了文臣人选也没用, 因为皇帝内心已经有了主意, 这一职位还是需得由武官来担任比较妥当。 那么皇帝最想试探的, 就是阴景的意思。 皇帝本就对他手里的兵权颇多顾忌。 他若还举荐自己的得力部下, 把权力接往自己身上揽, 那么择其心招招, 不得不防。 内阁学士走后, 这雨还未停。 苏玉已在窗边听雨, 见停轮中突之抽出来的那叶都被洗得油油发亮的, 一股清寒之气,从门窗里溢了进来。 随从进屋收拾冷茶时, 道,大人当注意,避免失寒清体。 苏玉手指随意放在窗帘上, 轻轻敲了两下, 想到了什么,淡淡一笑, 道,无妨。 许久没伤没病, 倒是怀念起以前了。 随从听也不懂, 收拾好茶具, 出门时延好了房门。 第二日, 苏玉上朝时, 果真感染了风寒, 生病了。 但他仍旧带病坚持上朝, 让皇帝深受感动。 皇帝让他下朝以后, 去太医院看看, 或是请太医到他府上去看看。 苏玉选择了前者, 道是人在宫中, 多走几步便是, 还不忘寇谢圣恩。 这冬春交替之际, 一场雨下来, 许多人不经意, 最是容易生病。 因而太医院里十分忙碌。 此刻魏清正在药房里, 配置一副复制伤寒的药, 依然在各个药体之间, 忙得团团转。 后宫里的娘娘们自不必说, 有头疼脑热许得魏清亲自去, 而其他的宫女太监们, 得了伤寒便自行过来拿几铁药回去肩服。 这时一位同僚进来, 对魏清道, 魏太医, 外面有一位大人, 请魏太医清诊。 魏清道, 朝中大臣诸位前辈也可行诊。 那同僚面色不太假, 道, 可那位大人点名要魏太医清诊。 魏清放下手里的火, 带着一篮前往诊室。 朝中权贵他不好得罪, 问童辽来的具体是哪位大人, 童辽也只淡淡回了一句你去了就知道了。 童辽见魏清去了, 一脸不爽的神色才越发呈现了两分。 自从这魏清到了太医院来, 他可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后宫里的妃嫔们争相传唤他, 现在就连朝廷里有权有势的人来也是传唤他。 照这样下去, 太医院里的其他太医都可以卸菜了。 这时另一位太医过来, 看见童辽很是不爽的样子, 笑道, 怎么了, 又被魏太医给比下去了。 这两位都是太医院里比较年轻的。 那太医冷笑道, 还能怎么, 连皇上都觉得他的医术精湛, 再这样下去, 咱们大家都不用干了。 另一位太医拍拍他的肩膀, 一位不明地笑笑道, 谁让你生来不是女子? 像他那样的, 虽然稚嫩些, 可长得一点不差, 不然你说, 为什么皇上老是照他, 他还每一夜都在太医院当职? 当然是图个方便呗。 你是说, 那太医回味过来, 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 原来如此。 另一太医嘲讽道, 现在的小姐们, 一心想着, 飞上枝头变凤凰, 别说皇上正值壮年, 就是又老又丑但有权有势之人, 他们也会去之若鹜。 他们俩看得上我们这种穷酸太医。 魏卿去到诊室时, 诊室里除了同僚口中的那位大人以外, 再无别人。 他身着朝服, 刚从朝堂上下来, 此刻正侧身靠在躺椅上。 听到魏卿的脚步声, 他微微起身, 抬头看来, 煞时挑起唇脚笑道, 魏太医。 魏卿脚下一掷, 脸一黑。 童谣可没说来的是首府, 苏宇也不让那传话的太医明说。 他脸上笑意温然, 一身严谨的朝服, 偏偏被他穿出几分风雅的矿胃。 魏卿一边走进来, 一边问, 首府哪里不舒服? 这货有不舒服吗? 分明看起来哪里都没有不舒服。 苏宇道, 昨夜偶感风寒, 惊沉起来头晕目眩, 难受得很。 魏卿一脸的不相信, 在他以踏边落座, 道, 把手伸出来。 苏宇撩了撩袖脚, 将手腕放在他面前的脉枕上。 魏卿看他一眼, 才不紧不慢地将手指搭在他的腕脉上。 不想触手间, 皮肤有些发烫, 脉下也不稳。 可他依然不动声色地笑看着他, 仿佛怎么也看不够一半。 魏卿动了动眉, 伸手去摸上苏宇的额头, 道, 是你这样的吗? 这丝处于高烧中, 居然还有心情到这里来跟他谈笑。 魏卿让依兰打盆温凉的水来, 自顾自幼道, 知道自己不舒服, 怎么不在家好好休息? 居然还走这么远的路, 从前朝到这太医院来, 你不知道请太医当家里去吗? 苏宇看着他脊水凝着金帕, 放在他额头上给他降温, 道, 我不能缺早朝, 要是在家好好休息, 别人肯定会笑话我, 定是被大嘟嘟气病的。 魏卿很爽快地给了他一个白眼, 他笑笑, 又道, 还有, 我若是请你去我家里看诊, 你会去吗? 金子被他的额头熏得温热, 魏卿换了一次水, 又打上, 道, 我很忙, 当然不会去。 苏宇道, 所以吗, 我只有自己走过来, 看看你在太医院怎么样。 他缓缓合上眼帘, 小气片刻。 过了一会儿, 他默然出声道, 魏卿, 我有些冷。 魏卿拿了一张毯子, 铺在他身上, 又叫伊兰去煎药, 屋门前的药炉里, 桃盖吭吱吭吱, 扑腾着阵阵药箱。 他躺在诊室里, 无人敢来打扰, 到躺得半日闲暇。 就只有魏卿留在诊室中, 照顾着他的情况。 等给他降下了体温, 趁他睡着的时候, 准备起身离开时, 不想苏宇或握住了他的手。 他嗓音低耳哑, 别走。 魏卿愣了愣。 他说, 你在身边, 我才能安心睡。 魏卿真想骂他矫情, 但看在他现在还生着病的份上, 暂且忍了。 想来这几日, 京城里戒备森严, 他也没能好好休息。 中途魏卿叫醒苏玉, 给他服下了汤药, 又让他睡了一觉, 临近中午的时候, 他才醒来。 他睁开眼时, 往日进了星辰日月的那双好看的眼睛里, 充斥着病后的红润之意。 魏卿虽没在他以踏边守着, 但总归是在这诊室里忙事情。 见他醒来, 便放下手里的药材, 蛇身走了过来, 坐下整了整他的脉象, 又摸了摸他的额头。 魏卿道, 高烧退了, 还有点低烧。 回去以后需注意, 虽是入春了, 但天气寒凉, 不要再受凉了。 还有药, 许得按时肩服。 苏玉听着他的嘱咐, 心安理得的躺着不动, 道, 我还有点困, 我再睡会儿。 魏卿, 你当这里是你家吗? 要睡回去睡。 不, 这里睡着踏实。 这家伙真是可恶, 难不成他得在这里继续照看他? 魏卿弯腰去拽他, 也拽不起来, 不由冷笑两声, 刺激他道, 看样子手辅着病, 还真有可能是被大嘟嘟给气出来的。 苏玉不吃这套, 哎, 你说是他气的, 就是他气的吧。 魏卿, 这日苏玉在太医院里躺了大半日, 躺舒服了才离开的。 他要是再不走, 估计魏卿得拿扫帚撵他走。 苏玉从太医院出来时, 低烧也去得差不多, 接下来只需要好好休息两天便可痊愈。 魏卿还是塞给他几副药包, 道, 出门前记得吃药, 不要出来祸害别人。 苏玉抱着他给的药, 道, 多谢魏太医今日的照料关怀。 魏卿眯着眼, 看着他离开太医院时的背影, 怎么觉得这么手痒, 想揍那丝呢? 傍晚时, 魏卿到静益宫里去用晚饭。 宫女们正在网膳桌上摆碗膳, 魏卿看了看静益一脸的端庄, 心想这丫头还真是沉得住气。 随魏卿道, 公主有什么话想问的, 就在饭前问吧。 不然又专调他吃饭喝汤的时候问, 他也不知道还能惊得起几回呛。 静益优雅地坐到扇桌前, 挥手让宫女们退下, 自己动手不汤, 故作徐徐道, 首府的身体怎么样? 听说他今天在太医院躺大半日。 魏卿道, 首府受了风寒, 发了高烧。 要紧吗? 静益问。 首府离开的时候已经退烧了, 我也开了要给他带回去, 应是无大碍。 魏卿看他一眼, 道, 公主既然知道首府大半日都在太医院, 为什么自己不过去瞧瞧? 静益一脸冷跪道, 本宫又没病, 却太医院太招摇了。 就静益这样矜持下去, 怕是矜持一辈子都没个结果呀。 但是魏卿也不会闲到去瞎撮喝, 就算静益再勇敢, 倘若苏欲无异, 也只是徒增伤感。 所以现在这样也挺好。 静益给魏卿也舀了一碗汤, 魏卿再三想过, 今天应该是没有别的使他受枪的话题可说了, 于是不大意地开始动手喝汤。 拿想, 静益拿着吊羹, 送了一池汤到了嘴边, 忽然想起了什么, 又道, 哦对了, 关于大都督是不是太监这事, 我这人去镜身房查了。 扑, 咳咳嗨, 汤水从魏卿的鼻子里呛了出来, 静益连忙好心地拿手帕给他擦, 道, 喝汤而已,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大都督心里激动了。 魏卿恋瘫, 我真是好激动啊。 静益道, 要不是镜身房的师傅换了两批, 早就该打听出来了。 但你也别着急, 我已经让人去找以前镜身房的师傅了, 相信这事很快就有结果的。 魏卿震惊道, 这是公主为什么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我说过不需要知道这些的。 静益一脸理所当然道, 我当然知道, 你说过他是不是太监都不要紧, 可是既然以后要在一起, 事先打听清楚有何不可。 莫要等到洞房花竹叶的时候才发现他没有, 你怎么办? 魏卿一巴掌拍在额头上, 真的觉得头都肿大了。 静益见他如此反应, 便端着架子道, 怎么, 你觉得本公主帮你打听打听, 是在帮到忙吗? 我没有那个意思。 静益道, 你分明就有, 满脸都写着不乐意。 魏卿心里焦脆地解释道, 我是觉得, 这是阴都督的个人私事, 这种事还要去打听, 伤他自尊。 静益不屑地撇撇嘴, 一副很看他不起的样子, 道, 还没嫁给他, 就知道帮他说话了。 真是女大不中流, 胳膊肘往外拐。 魏卿, 他还能怎么办? 都怪他当初一时八卦嘴贱, 问了一句不该问的。 哪里晓得静益会如此认真执着? 现在, 静益都大张旗鼓地这人去静声访问了, 阴景耳目众多, 传到他那里是迟早的事。 静益还道, 总之, 你放心等结果吧。 大都督若不是太监, 我好安心撮合你二人, 他若是太监, 你就再好好考虑考虑。 魏卿真担心, 在结果还没出来之前, 他就会先被殷警给结果了。